今生,正常情况下,有钱来找男公关消费的,99%家里男人都非常不好惹,在这个修饰世界更是如此。 梁刚仔细想过,若是他敢开这个口子,哪怕有天香坐镇,估计他的梁子族狱开不了多久,也会被那些个大修给砸得细巴烂。 得不偿失。 那我先来。 郭本道率先通过专属电梯,从人间去了天上。 是的,梁子族狱是有电梯的,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里没有电,而是镇法家傀儡构建而成。 镇法师和傀儡师很强,区区一个电梯,小道尔,细节决定成败。 红秀隐隐有种错觉,仿佛这梁子族狱是要从方方面面都彻底碾压他的红秀招。 天香转身吩咐道,开业,迎兵。 梁子族狱正式开始迎兵。 门外,数之不尽的修饰在经历了最初的沉默之后,第一个吃螃蟹的修饰率先走了进来。 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梁子族狱很快就已经变得人潮汹涌。 红秀就坐在一楼大厅静静地看着,仔细计算着刻流量,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黄昏时分,郭本道终于晃晃悠悠地从天上下来了。 红秀第一个迎上去,感觉如何这天上与人间到底有何区别。 郭本道扭头看了一眼天上二字,满脸恍惚说道,该怎么形容呢? 去了四楼天上一趟,再下来就仿佛真的是从天上来到了人间,回味无穷。 甚妙。 红秀? 不是,你会说人话不? 你根本从晌午一直待到日落,到底都干什么了? 你倒是展开说说啊。 你根本不说,我红秀昭如何照搬全超? 眼看郭本道讳莫如深。 红秀恨恨地跺了跺脚。 我的城主大人,您这是要急死切身不成。 郭本道摇头晃脑回道。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非我不想说。 那种感觉,伪实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说完,郭本道又补了一句。 但,我非常确定的是,你的红秀昭与天香的四楼天上相比,真的是,嗯,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 红秀? 天香笑而不语。 按照杨刚的规划,整个两子族狱一到三楼人间只是点缀,只是为了吸引修士进来消费,等他们舍得花钱家中,等他们一步一步泥足身陷。 自然就会舍得赤巨资上天。 到了天上,他们才会明白到底什么才是人生真正的奥秘。 就算你去洗脚,就真的只是单纯想洗脚吗? 其实更想洗别的,对吧? 天快黑了,我得尽快返回城主府。 郭本道转身望向天香,退影十年后,重出江湖,天香花魁,名不虚传。 我已经可以断定,你的两子族狱一定会成为咱们整个平安郡最大的肖金库,快算算。 你这两子族狱,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原始进账? 天香拿过账本看了看,大致算了算。 基础消费三千元时出头,家中两千余元时,上天的一千元时,会员充值五千余,总计一万一千元时有余。 半日流水破万,如此吸睛能力。 哪怕放在附属繁华的平安郡,绝对也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用某网文名家一手开创的那八个大字来概括就是。 斗气化码,恐怖如斯。 第118章,晚上好,老板,这就破万了。 半天啊。 这从晌午到傍晚,半日的时间就已经进账一万多元时。 洪秀当场忍不住抱了粗口,干。 连锅本道同样也不是例外。 靠。 天香笑盈盈附和了一句。 草。 破万。 这是自然。 从晌午到日落,大概是不到五个时辰,也就是不到十个小时。 一个小时一个钟,七十位家里,几乎就没有任何休息时间,马不停蹄,为尊贵的修饰客人们提供贴心服务。 哪怕是上一世那种小西角城,能够做到单日破万流水,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更何况,那只是纸印的钞票,可阳刚这里是货真价实的原石原石是什么? 原石是天地元气凝聚而成的矿脉开采出来的,是修真世界真正的硬通货。 这玩意绝不只是货币,所有修饰修炼全都离不开原石,从外界汲取天地元气实在太慢,远不如直接从原石吸收来的爽力,纯度更加没法比。 半日破万,那一天得多少? 更何况,现在还没到晚上,众所周知,当夜幕降临,才是梁子族裕与红秀昭这种风月之地克流量巅峰期。 再者说了,梁子族裕的人间只是开胃菜,真正的正菜是上天,上天的价格可贵了不止一倍,今儿上天的修饰还太少。 等上天的修饰越来越多,口碑发酵,只不定日流水飞蛋不会跌,甚至还会涨。 这特么就是一个下蛋攻击。 你的成本是多少? 红袖直勾勾地看着天香,你打算给你手底下那些所谓的嘉丽以及技师开多少薪水。 天香想了想,倒也并未刻意隐瞒,他来梁子族裕,连帮杨刚都是次要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筹,索性直接坦然回到。 把梁子族裕开起来,从买商铺开始一直到现在,总共花了三百万元时,这是最大的投资,至于薪水,人间日薪三十元时起,还有提成,至于天上,那里的技师全部都是一水的炼器女修饰,价格自然更贵。 这个成本,这个流水,纯利润很明显,远超红袖招。红袖整个人都骂了,不说提成,不说天上,就说人间日薪三十元时起,这已经是非常逆天的待遇了。 平安郡虽然负数,但红袖招里的姑娘们,一个月能攒五百元时,就已经可以生活得非常不错结果,到了梁子族裕,只需要给人捏捏脚丫子,日薪三十元时,月薪九百。 要知道,这还只是底薪,提成肯定要更高。这待遇若是传出去,她一红袁那些姑娘,该怎么想?会不会都心心念念地跳槽来梁子族裕上班? 红袖突然有一种非常严重的危机感。郭本道深深地看了天香一眼,突然轻笑一声,道,本来我今日过来,只是要给天香姑娘几分薄面罢了。 我曾想,天香姑娘却给了我如此之大,得一个意外惊喜,日薪三十元,可梁子族裕半日就已经营收破万,成本才多少?这钱赚的,谁不眼红? 最为关键的是,这钱大多数都只是人间来的,若是上天,那钱就没法细算了。 梁子族裕如此恐怖的吸睛能力,对郭本道来说的确是一个意外惊喜。 因为,剑宗不收取下辖二十七成纳贡,可成主府却是要收税的,如若不然,他无法维持偌大的成主府,无法养兵,也无法维护或者扩建平安郡。 毫无疑问,梁子族裕必然会成为平安郡新一届的纳税大户,对于这种纳税大户。 成主府自然要格外关照,稍稍私存了片刻,郭本道快速说道,从今天开始,我会让成主府假事多来这边接上巡视。 若是有人在梁子族裕闹事,大可以直接交给他们来处理。 话落,郭本道又补了一句,嗯,洪秀钊同样也是如此,洪秀面沉如水。 在此之前,他的洪秀钊一直都是平安郡青楼第一,可现在却沦落到被郭本道捎带一嘴的地位了。 这种场面话,洪秀可太懂了,这让他如何能忍。 又稍微寒暄了几句,郭本道迅速告辞离去,洪秀直视着天香,寒声道。 十年不见,没想到,你居然会直接给了我这样一个意外之喜。 同样是意外之喜,从郭本道和洪秀二人嘴巴里说出来,却变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味。 我隐退十年,现在既然敢重出江湖,自然就有所依障。 天香平静与洪秀对视,面子我要,李子我也要。 当年的事情,现在,我必然会要让你连本带里的还回来。 洪秀冷笑一声,道。 当真以为单凭区区一个梁子族狱,就可以把当年丢掉的面子找回来。 咱们走着瞧。 扔下这句话,洪秀扭头就走。 与此同时,混在人群里的杨刚也终于缓缓走进了梁子族狱。 欢迎光临。 负责迎兵的十位嘉丽对杨刚功声问好。 知道杨刚才是梁子族狱背后真正的大老板的人狠手。 最起码,这些迎兵肯定不知道。 他们只不过是把杨刚当作普通客人对待罢了。 足够热情,但却欠缺一些敬畏。 杨刚也并未多言,抬腿就上了电梯,打算直接上天。 梁子族狱是他一手搞出来的。 他最是清楚地知道,人间与天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前前后后折腾了半个月。 现在梁子族狱已经正式开业,自然也就到收获喜悦的时候。 嗯,身为老板,杨刚觉得自己非常有义务也有责任, 去亲自考验一下天上那些祭师们的服务到底是否到位。 真的,骗人是狗。 杨刚真的只是想要考察工作。 其实那些每天沉迷女色不思进取的年轻人是最让杨刚看不起的。 天天换女朋友也算不上什么本事。 没谈恋爱的也不要着急。 你们,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充实自己,强大自己。 等你真正事业有成,才有资格让姑娘们托付终身。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姑娘们就由杨刚来替你们照料, 就让杨刚来做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男人吧。 今夜,杨刚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梁子族狱乱杀,彻彻底底吃一次窝边草。 然而,他刚上电梯,天香跟雪仪和桂仪交代了两句, 直接也进了电梯,并且挥手让负责摁电梯的家里退了出去, 然后直接摁了七楼。 一到三楼是人间,四到六楼是天上,七楼则完全不对外开放。 整个梁子族与人间和天上的电梯是不相通的, 想要上七楼,更加需要天香与杨刚几人刷身份名牌方能上去。 偌大的七楼,除了单独是一个办公室之外, 就是一个巨大的会议室,专门用作日后天香给家里们上课用。 此时,天香带着杨刚直接走进了他的专用办公室, 半日流水就已经破万。 天香满脸兴奋说道, 而且,这还只是一个下午的流水,到了夜里, 客流量达到高峰期,以我的名气和能力, 我有信心让流水翻倍。 再加上现在还只是初见雏形, 带四楼天上的名气逐渐响彻全程, 我坚信,流水还会继续往上涨。 单日流水稳在三到五万下品源时, 我觉得问题并不大。 杨刚笑了笑,恭喜,若当真如此, 你完全可以把红袖,把红袖招给彻底踩在脚下。 天香撕存了片刻,一脸认真说道, 才不动人心,现在咱们两子足欲风光无限, 有心人稍微观察几日, 大致就可以猜出咱们的营业额。 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会招致许多人觊觎。 接下来,恐怕咱们会被很多人盯上, 必须得未雨绸缪才行。 杨刚掏出烟杆,点燃烟丝,深吸了一口,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一定可以轻松搞定, 这也是我当初选你的主要原因。 天香微微摇头, 单凭我一个人的能力很难搞定。 不过,你既然把两子足欲交给我全权负责, 我自然不会看着两子足欲出事。 若是你不想暴露剑宗弟子的身份, 那么,我就只能去解释。 借天地钱庄、四海阁以及城主府的事。 由于剑宗的存在,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并没有其他大型宗门胆敢贸然然指。 如果单纯从各大城市来看, 以平安郡为例。 除去四海阁与天地钱庄这两大势力之外, 其实还有第三大势力, 那自然就是城主府。 我打算明日就陆续去找, 这三家好好谈谈。 天香一连笃定说到没人会闲缘十多, 只要我们愿意给出足够的分润。 我相信,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咱们梁子族域就可以遍地开花。 最起码,我有信心, 可以让梁子族域开遍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说到这里, 天香稍稍停顿了下, 但,剑宗之外的城池, 恐怕难度以及阻力就会变得空前强大。 这是必然。 剑宗特立独行, 其下辖二十七城皆极其负数。 而且,城内不管是摩修还是炼气室, 相对来说都比较忌惮剑宗, 所以比较讲规矩。 但, 其他宗门下辖的城池几乎就是一团乱麻。 比如以前杨刚所在的夜城, 那种摩修聚集地整日都在杀戮掠夺, 想要安心做生意, 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以及背景, 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说句不好听的, 连天地钱庄都做不到, 更何况梁子族域。 杨刚想了想, 淡淡说道, 不用那么大压力, 梁子族域能够开遍剑宗二十七城, 对我来说就已经足以。 营业额以及净利润。 杨刚不能说完全不在乎, 但确实并不是非常在意。 与之相比, 他更加在意地要让梁子族域的名号 响彻整个人族, 并且以此投食问路, 来吸引其他穿越者的到来, 这才是重中之重。 至于其他的, 都可以靠后。 只不过这种事情, 杨刚自不会与天香多言。 天香如是重负, 放在手中的账本, 横了杨刚一眼, 千交百妹说道, 你刚刚是打算去天上体验一下。 其实, 何必呢? 你怕不是忘了, 它们都是我交出来的。 话落, 天香附在杨刚耳畔, 吐气如蓝, 我才是真正的行家。 杨刚记得他上一世的时候, 特别喜欢蛋糕店的奶油泡芙。 一刻钟后, 或许是因为照这样下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梁子族域真的完全可以 把红袖招踩在脚下。 天香这条美人鱼, 因此变得格外兴奋。 于是, 他亲口让杨刚在这个修真世界 也尝到了奶油泡芙。 定。 恭喜您掠夺到牧属性资质, 牧属性资质加七七。 恭喜您掠夺到浮尸资质, 浮尸资质加666。 天香很忙, 尤其是随着夜色降临, 随着梁子族域的名气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修士涌入梁子族域。 天香给杨刚又说了几句俏皮话, 便匆匆而去, 主持大局。 他前脚刚走, 温铃就直接推门而入。 老爷, 温铃温声细语说道, 夜深了, 要用膳吗? 今日的温铃同样也穿了一件白色旗袍, 套了白丝。 相对来说, 黑丝主打性感, 白丝则是纯玉, 尤其是放在温铃这种温顺的女子身上, 白色旗袍加白丝, 就真的是实打实地纯玉寄了杨刚看着温铃。 你确定是来让我用膳呢? 温铃微炯, 气气爱爱说道, 奴婢, 奴婢, 杨刚摆了摆手, 别说了, 来吧。 一刻钟后, 定。 恭喜您掠夺到图属性资质, 图属性资质加四九。 紧接着, 方秦也来了。 这一夜, 梁子族狱很忙, 杨刚同样也如此一头勤奋的老牛, 非常的忙碌。 尤其是方秦走后, 雪姨这个避浪直接走了进来。 爷, 雪姨笑盈盈说道, 整日对着我们这几个女子, 想必也早就已经腻了吧。 今夜, 梁子族狱火爆全程, 您不去亲自体验一二, 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杨刚言辞拒绝, 你想多了, 我不是那种人。 雪姨娇笑道, 那妾身便亲自带官人一起去天上看看。 不不不, 我真不是那种人。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别过来。 来。 在雪姨的带领下, 杨刚半推半就, 来到梁子族狱四楼正式开始乱杀。 十位嘉丽, 身穿旗袍, 在杨刚面前一字排开, 齐齐功身。 晚上好, 老板。 第119章, 第一位穿越者抵达, 悬空寺长庆。 老板, 这次不是说这十名嘉丽已经知晓杨刚就是梁子族狱的老板, 而是天乡要求, 他们对每一个上天的客人都要称之为老板。 这个称呼, 据说最早是从天地钱庄那边带起来的风气, 说他们的业务员都喜欢把人称之为老板。 所以平安郡内, 有些人被称之为掌柜的, 有些追潮流的, 就直接喊老板。 杨刚看着眼前齐齐功身问好的十名嘉丽, 恍惚之间差点以为自己回到了上一世在KTV的时候。 而且, 这里是天上, 这些嘉丽可不跟上一世KTV里那些货色一样。 如果没有那行人领路, KTV里的姑娘, 一水的茶言茶语, 嘴巴上说得好听, 但根本不办正事。 可梁子族狱天上这些身穿气泡的嘉丽, 是真的有本事傍身。 雪衣指了指杨刚, 冲十位嘉丽笑迎宁说道, 这是咱们梁子族狱真正的贵客, 姑娘们, 是时候了, 现在, 是时候把你们的看家本领都给拿出来了。 真正的贵客。 十位嘉丽微微有些好奇, 他们也都是修士, 他们并不认识杨刚, 不过, 他们倒也并未因此而小觑了杨刚。 毕竟, 在这个修真世界, 喜欢易容, 不喜欢以真容抛头露面的大人物, 可太多太多了。 既然连雪衣都已经言之凿凿说是贵客, 那就必然是真正的贵客。 上一世, 许多商家都自诩顾客就是上帝, 可惜后来就变位了, 就特么知道杀熟, 越是熟客越容易被坑。 可今儿个, 杨刚真的享受到了上帝一般的待遇, 恭喜您掠夺到火属性资质, 火属性资质加233, 恭喜您掠夺到金属性资质, 金属性资质加666, 杨刚稍稍有点吃不消, 哪怕他是法体双修, 可他现在面对的是实名家里, 可偏偏, 雪衣却不愿就此放过杨刚, 直接亲自上阵, 要不说男人都喜欢避浪吗? 您瞧瞧, 雪衣这位避浪是真的一点都不吃醋, 变着法的哄杨刚开心, 一直到破晓时分, 定, 恭喜, 您的修为境界提升至炼器五层, 恭喜, 您的修为境界提升至炼器六层, 杨刚, 法体双修, 五行齐聚, 修为, 炼器六层, 经验, 主修功法, 饕餐吞天魔宫, 本命魔宫, 天赋神通, 一, 入魔, 二, 祭灭止, 组合计, 吞天剑, 武器, 一, 聚锤, 法宝, 二, 铁锥, 法宝, 三, 天雷双剑, 零剑, 一万, 钻石三, 木属性资质, 七千九百七十八, 一万, 钻石三, 谁属性资质, 三千六百四十五, 一万, 钻石三, 火属性资质, 两千三百一十二, 一万, 钻石三, 土属性资质, 三千六百五十一, 一万, 钻石三, 封属性资质, 三千二百九十, 一万, 钻石三, 兵属性资质,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万, 钻石三, 暗属性资质 6999 7000 薄金2 雷属性资质 9999 1万 钻石3 炼药术 4999 5000 薄金3 傀儡术 4999 5000 薄金3 机关术 1229 3000 黄金1 阵法 221 2000 白银1 复尸 199 2000 白银2 1 道吕 丁摇 剑修 清密度 加999 生死与共 2 陆水鸳鸯 方晴 风属性 清密度 加521 登堂入室 3 奴仆 柳如玉 水属性 清密度 负999 仇身四海 4 剑壁 沈薇 金属性 清密度 加777 日复一日 5 丫鬟 温灵 土属性 清密度 加666 令辟西境 6 宜宜 贵宜 谁属性 阵法师 清密度 加999 知根知底 7 碧浪 雪宜 火属性 机关师 清密度 加999 碳为观止 8 花魁 天象 木属性 辅尸 清密度 加77 赤金魅 黑白搭配 干活不累 善口记者 杨刚看着系统页面 嘴角微微上扬 贵仪起死回生之后 方晴对他的亲密度 开始迅速飙升 不过 这个对于杨刚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他更加在意的是一夜操劳之后 所有修炼属性资质 几乎都在暴涨 事实证明 他开设两子族域 的确是最为正确的一个决定 能不能顺利吸引到其他穿越者到来 已经是其次 足足70位家里 只要杨刚愿意吃窝边草 那么他的修炼资质 就依旧可以迅速暴涨 哪怕他是在重修 可这并不影响修炼资质的增加 尤其是五行属性 杨刚非常看重 现在的他 也已经不是之前 之前他一直在面临狼牙阁 无穷无尽的追杀 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研究系统 可最近 他已经琢磨出一点门道 他是法体双修 加五行齐聚 一如之前 想要从金单入园音 他的五行属性资质 就必须从 薄金突破到 钻石断位 杨刚现在 已经完全可以断定 只要他继续猫在两子族域 长此以往 用不了多久 只要他从70位家里身上 掠夺到足够多的修炼资质 把五行资质 全部从 钻石提升到更好的断位 那么 待他重修完成 他就可以顺利打破智谷 直接从原音入出窍 而随着两子族域 在剑宗下辖27层 迅速铺设开来 进入两子族域的家里 越来越多 说句不好听的 只要杨刚愿意 他就可以这些家里身上 掠夺到无穷无尽的修炼属性 毕竟 每次掠夺 第一次家的修炼资质最多 至于之后 就要根据个人资质强弱 来进行增加 但几乎没有可以超过 第一次的属性加成 新加入两子族域的家里越多 杨刚的属性飙升就越快 这也就意味着 对于其他修士来说 每次突破大境界时 让人头疼无比的 壁垒智谷 会被杨刚用这种 最为逍遥快活的修炼方式 硬生生全部击碎 这特么才是一条 真正的修真坦途 杨刚忍不住开始怀疑 难不成 这就是他的 道 别人修什么剑道 天道 他修的 是特么掉道 想着这些 辛苦操劳了一整夜的杨刚 终于忍不住沉沉睡去 次日 等杨刚醒过来的时候 又已经是午后 这一觉 他确实睡得很沉 甚至在醒过来之后 还忍不住有点发猛 老爷 您总算醒了 雪姨冲杨刚眨了眨眼 笑迎您说道 昨日一夜操劳 老爷 您睡得可好 睡得确实挺好 只不过想着昨日的荒唐 杨刚的脸色 微微有些精彩 他身边的女人有很多 但 或许连贵仪都做不出这种事情 只有雪姨这位避浪 才会如此纵容杨刚走吧 先去吃饭 雪姨无奈一笑 昨日咱们两子族域轰动全城 您可以躲在幕后静情地歇着 可我们可有的忙了 吃完饭差不多就要开始上客人了 您可以回家好好休息 我却得立刻返回两子族域 嗯 等您休息够了 晚上您过来 我再为您挑选另外十位家里 杨刚忍不住乐了 在身边众多女子当中 以前杨刚最为瞧不上的 就是这位雪姨 可现在 他却觉得雪姨这位避浪 才是最贴心的 俩人从七楼坐电梯下来 刚刚走出两子族域 在门口迎面就撞见了一个 穿着佛衣的光头年轻小和尚 哦 不是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吗 这世道 和尚画园都能直接画到足疗殿来了 不怕老虎直接吃了你 要不要专门给你安排几位家里 让你切身体会一下人间的快乐 大师 雪姨微笑着说道 我们还要两个时辰才会开门 您画园未免也来到太早了一些 阿弥陀佛 小和尚冲雪姨打了个佛里 双手合十 笑音音说道 这位施主 话还没说完 杨刚便直接忍不住打断插话道 打住 我们并不打算不失 别动不动施主 小和尚愣了愣 脸上笑容不变 对我们佛门弟子有着莫名的敌意 莫邀误会 并不是所有出家人都喜欢画园 最起码 小僧此行并非前来画园 小僧来自西方极乐世界 并不缺原石 嗯 小僧此来是来体验人间的 还有不要钱的和尚 玄疾 杨刚突然脸色微僵 西方极乐世界 那就是说 他并不是出自极乐谷 想想也对 极乐谷都是擅长双修的妖精 何时有过和尚 可计如此 问题来了 既不是出身极乐谷 那么这位自称来自西方极乐世界的小和尚 到底是从何而来 就已经昭然若揭 玄空寺 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不可知之地的玄空寺 草率了 杨刚深吸了一口气 大师失礼了 还未请教大师法号 小和尚微笑着说道 小僧法号长庆 杨刚点了点 原来是长庆大师 哎 不对 为啥我总觉得 大师这个法号有点不一般 长庆小和尚挠了挠头 阿弥陀佛 施主与小僧有缘 您是第一个初次见面 小僧法号玄妙之人 没错 小僧法号来历的确有些故事 当年在佛祖面前 师叔祖说我天生会根 与佛有缘 不便此我法号 让我自己取一个 但他提醒我说 出家人五根清静 四大皆空 要学会拒绝 可我认为 师叔祖只是觉得 加个偏旁比较含蓄 所以小僧自取法号 长庆 雪姨 杨刚 第120章 看啊 I help you 拒绝去掉偏旁式 聚色 按照这个逻辑 长庆二字去掉宝盖 那岂不是 嗨嗨嗨嗨 笑儿 是你吗 杨刚听着小和尚 这个法号解释 真的是一脸猛逼 不是 这个修真世界 到底是怎么了 当初丁瑶堂堂金丹大佬 都能沦落到 怡红院当花魁 现在 玄空寺的小和尚 取个法号 都能秀我一脸 这么溜的吗 杨刚深深地看了长庆一眼 意味深长说道 长庆大师 您这个法号 着实是 着实是有点 长庆歪着头 看着杨刚 笑眯眯说道 截至目前为止 整个佛门上上下下 没有任何一人 能够看破小僧法号玄机 连师叔族也未能例外 小僧此次下山历练红尘 途经数十座城池 从未有人能够看穿小僧法号 施主却能一语道破 小僧坚信 施主定然与佛有缘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想必施主与小僧 定然是同道中人 可可汗 闭嘴啊你 谁跟你是同道中人 咱杨刚可是正经人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杨刚已经立刻敏锐地察觉到 这个长庆小和尚 恐怕有问题 有大问题 只不过 杨刚并未发作 而且保持沉默 长庆好奇地打量着梁子族裕 小僧可以进去消费吗 杨刚沉默 雪仪便只能接话道 打开门做生意 岂有将客人拒之门外的道理 大事能来 是我们梁子族裕的荣幸 只不过 这会儿我们的家里还没来齐 您不嫌弃的话 里面请 不着急 长庆微微摇头 再次将目光对准杨刚 请问小施主 您就是梁子族裕的老板吗 杨刚不动声色回道 不是 我只是客人 昨夜就睡在了这里罢了 长庆笑名音问道 感受如何 杨刚无比诚恳说道 非常不错 至于具体的 大师应该问老板才对 长庆转身望向雪仪 那么 女施主 您才是梁子族裕的老板 雪仪想了想 半真半假回道 算是老板之一吧 大师 您到底所为何事 长庆突然说了一句鸟语 哎 可是刻偶日明 杨刚面无表情 身体却忍不住僵硬了一下 旋即迅速恢复平静 雪仪一脸狐疑说道 大师 您说什么 是佛语吗 长庆微微摇头 没什么 很显然 你并不是梁子族裕真正的老板 雪仪 杨刚彻底沉默 小僧三日前路过平安郡 据传闻 平安郡是整个世界最为安全的城池 小僧便想着进来看看 长庆看着梁子族裕的招牌 目光微微有些复杂 本想着今日就离开 未曾想 居然还会有如此意外收获 走吧 来都来了 总得进去体验一二 雪仪亲自把长庆小和尚给领进门 大师是要去天上 还是在人间 长庆看着四楼悬挂的 天上二字 笑眯眯说道 今日一直听闻 昨夜经过梁子族裕的修士 吹嘘四楼天上之玄妙 若不上天 小僧这法号 岂不是白取了 雪仪嘴角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出家人不打狂语 大师 您是认真的吗 阿弥陀佛 长庆宣了生佛号 然后一本正经说道 因为我个人十分尊敬的老前辈曾说过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佛也曾说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既然是空 又何惧之有 师叔祖一曾言 出家人上下 理应具备大无畏之精神 只有先面对恐惧 方能战胜恐惧 今日 小僧此行 便是要先面对恐惧 再战胜恐惧 好亲自论证佛说的 色即是空 到底是真是伪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四楼天上 贵客一位 没在上中的二十多位家里走过来 一次排开 雪姨笑迎宁说道 大师 请选台 长庆眼睛绽放出光芒 随便选 选几个都可以 说话间 长庆连续点了两位家里 就先他们两个吧 雪姨整个人都骂了 你看吗 你一个出家人 你还真选台啊 选台也就罢了 你还一次选俩 长庆扭头望向阳刚 笑嘻嘻说道 师主不与我一起吗 你也可以选两个 师主今日的消费 都可以算在小僧身上 不差钱是吗 就算你不差钱 我特么也不敢跟你一起上天啊 跟悬空寺的小和尚一起上天 传出去成河体统 万一悬空寺震怒 那特么倒霉的不还是我 我还有事要忙 大师请自便 被选中的两位家里走上前来 一左一右挽着长庆小和尚直奔电梯 长庆乐得合不拢嘴 估计待会儿铁定要合不拢腿 阳刚嘴角一抽一抽的 按理说是应该进了房间才选台 可这个世界根本没人管这事 连去青楼都是合法的 来洗脚城选的台咋了 所以 阳刚特意嘱咐天香 两子族狱可以让贵客 在一楼大厅选台 为的就是让所有家里 都一字排开 最大限度的刺激客人 上天消费目送长庆小和尚 真的去了四楼天上 雪怡转身挽着阳刚的胳膊 走出两子族狱 突然低声道 这个小和尚有问题 嗯 你是如何察觉出来他有问题的 总不能你特么 也是穿越者吧 这不可能啊 阳刚横了雪怡一眼 何出此言 雪怡回头看了两子族狱一眼 小声说道 他恐怕来自传说当中的悬空寺 原来是这个 如果单纯只是这个身份的话 阳刚反倒不是非常在意 他真正在意的是 长庆穿越者的身份 阳刚的确是想要用 两子族狱投石问路 搜寻这个修真世界 其他的穿越者 但 在此之前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两子族狱才刚刚开业 就已经迎来了第一位穿越者 拒绝去掉偏旁 长庆去掉宝盖 一如阳刚喜欢芙蓉泡芙 这种梗 上一世的现代人 相对来说的玩得更明白 而且 如果说这个还只能是巧合 那么长庆那一句 可是刻偶日米 就已经彻底暴露了 长庆是穿越者 长庆是在用这句话来试探雪怡 因为这是一句鸟语 Excuse me 这个修真世界 没有歪过人 长庆明显是断定 两子族狱必然是穿越者开设 所以才会用这句鸟语 来试探雪怡 雪怡既然听不懂 就足以证明 他根本就不是两子族狱的幕后推手 而阳刚之所以不动声色 一方面自是因为他并不了解长庆 他无法确定 暴露自己穿越者的身份 会带来何种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 自是因为长庆出身 玄空寺 玄空寺是六大顶级修真门派之一 这个倒也不重要 但长庆有句话说的没错 阳刚的确对秃驴 有一种莫名的敌意 也不能说莫名 他就是 纯粹对秃驴不是生产 动不动就 施主的做派 有点看不惯 仅此而已 而且 突离经常以贫僧自称 可他们真的贫骂 阳刚记得 某次新闻爆出来 某主持是某主播榜一大哥 掏出来三百万巨款 这特么也叫贫 关键 他们钱是哪来的 盛世和尚敛财 乱世道人下山 这话虽然稍显偏颇 但也并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此时 阳刚思存了许久 才终于缓缓开口问道 你对玄空寺了解多少 雪衣自嘲一笑 娇滴滴说道 您未免有些太瞧得起我了 我只是极乐谷记名弟子 而且我修位太低 对玄空寺的了解 仅限于道听途说 这是阳刚目前最大的短板 这个修真世界并不存在互联网 讯息传递速度非常慢 而且就算有互联网 很多真正的隐秘 也不可能查得到 以前有丁瑶在身边 丁瑶是北方大雪山圣女也好 是剑宗小尸姑也罢 她所处的位置够高 层级也够 六大门派很多时候 她都信手拈来 可现在 她不在阳刚权衡了许久 最终还是选择暂时暗兵不动 现在长庆在明 她在暗 若长庆当真想要调查穿越者 接下来势必不可能 立刻离开平安郡 阳刚完全可以以静制动 不过 阳刚不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 待会儿 你回两子族狱 若是再遇到长庆 你替我回她一句话 阳刚眯着眼说道 Can you help I? 雪姨人都傻了 傻玩意 阳刚重复道 Can you help I? 雪姨犹豫了一下 试探着说道 看啊 爱海鸥扑游 阳刚忍俊不惊 恍惚间记起了自己上一世 初次接触 这种鸟语的痛苦画面 你懂佛语 雪姨一脸纳闷说道 这到底什么意思 Excuse me Can you help I? 这样回复 应该是可以的吧 阳刚并未解释 这并不是佛语 你也不需要知晓 这两句到底何意 你只需要告诉长庆 这是两子族语的老板 让你给他的回复 就够了 雪姨展颜一笑 看啊 爱海鸥扑游 好的 我记下了 这是雪姨的另外一个优点 不该问的 她就绝对不会多问 这种女人 哪怕是个避浪 也的确非常讨男人喜欢 吃过午饭之后 雪姨返回两子族语 阳刚则应天香邀请 来到了天香小住 我约了天地钱庄的人 稍后就到 天香给阳刚倒了杯茶 笑音宁说道 也算是一位当年的老乡识 阳刚愣了愣 这么快 天香娇笑道 我都已是你的女人 你吩咐的事 我自然要全力以赴 要不然 岂不是辜负了 你留在我这儿 整天日夜操劳 特么的 这位天香花魁 开车的驾驶技术 简直比阳刚还要更狠 不多时 天地钱庄平安 郡分部部门经理 孙正清 被侍女领着走了进来 阳刚并未亲自露面 他就坐在那里隔间 并且戴上了法器斗篷 最大限度隐藏自己的存在 十年不见 天香花魁 风采更胜当年 孙正清看了天香一眼 正惊畏座 微笑着说道 十年间 听闻从来没人 可以进入天香小住 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只是不知此次叫我过来 室友和吩咐 天香喝了口茶 不嫌不淡说道 吩咐倒不至于 就是想呆个款 不多 一千万元时 应该差不多就够了 天香在阳刚面前 风情万种 百依百顺 可在孙正清面前 态度却极其清冷 一千万 不行 孙正清想都没想 直接摇头说道 天香姑娘 虽说你明动平安郡 可你已饮退十年之久 一千万元时 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没有价值不菲的抵押物 钱庄根本不可能 批给你如此数额的贷款 天香开门见山道 你应该知道 我已重出江湖 两子族域就是我开的 而且 我打算继续扩大经营范围 孙正清微微沉默了片刻 却还是继续摇头 饮退十年 我的确没想到你 居然会突然选择重出江湖 我更加没想到 你这一复出 就直接再次轰动全城 连我都已经听说过 而且 你要做生意是好事 可天底下哪有用贷款做生意的 天香轻笑一声 道 这年头 还有人用自己钱做生意 不会吧 万一赔了 那岂不是要把自己的钱 全部赔光 孙正清 多新鲜啊 意思是 我们天地钱庄的钱 赔光了就没事了是吧 我TM知乎内行 天香淡淡说道 以我的名气 只要我肯付出 生意就不可能差 两子族域 也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 我打算把两子族域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开遍建宗 下限二十七成 我知道我空口白牙 就要贷款一千万 的确有些不符合规矩 但据我所知 天地钱庄可不只是存款贷款业务 也有自己的投资业务 而且涉猎极广 这一千万万 不只是贷款 而是投资 只要天地钱庄愿意 我可以给天地钱庄 百分之二十的分润 话落 天香把账本递了过去 孙正清大致看了账本一眼 坦然回道 其实不需要看账本 请不要怀疑 我们天地钱庄的专业能力 自从昨儿梁子族域一泡而红 我们钱庄就已经立刻派人 进行了针对调查 不瞒你说 我昨后半夜 甚至亲自去了梁子族域一趟 而且直接去的天上 只不过是易乐容 你并不知道我去过罢了 实事求是的讲 梁子族域的天上 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然而 我们钱庄也已经开会讨论过 梁子族域虽然火 但这种营盛 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 是完全可以被复制的 所以 就算要投资 也是我们钱庄自己派人去做 再不计 主动权也是要掌握在 我们自己手里 我们要做大股东 再退一步讲 你天上可以开梁子族域 跟你齐名的红袖 同样也可以 而且 红袖给出的筹码 要远比你更加具有诚意 孙正清摇头说道 所以 我并不认为 我们钱庄有任何理由 拿出这一千万元时 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分润权 天上平静回道 首先 梁子族域的确可复制 若非如此 我不会说 要把梁子族域遍地开花 其次 就算可复制 那也是我们自己来复制 绝对轮不到别人 孙正清 你昨儿去过天上 你确定 你们的人 可以迅速交出那样的技师吗 孙正清张嘴欲言 天香摆了摆手 直接打断 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无非是想要去请红袖 或者去请其他各大城市的花魁一起合作 但 他们远不如我有经验 而且 梁子族域是我们首创 这是事实 你们可以开 我们也可以开 甚至完全可以开在你们对面 清楼这方面 我才是最专业的 连红袖的红袖招都不是我的对手 你凭什么认为你们可以 孙正清冷不丁插话道 技师的确是你们培养出来的 但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去挖人 虽说这法子略显无耻 可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迅速拥有大批成熟技师 而且据我所知 红袖已经在尝试挖人 天香微微汗手 可是 他成功了吗 孙正清猛的一指 天 香笑盈盈说道 我们跟技师是签订了契约卷轴的 且不说想要熟生我根本不可能答应 他们就根本没这个胆子跳槽 孙正清嘴角微翘 就算他们不敢跳槽到红袖招 难不成 我天地钱庄亲自出面挖人 他们也会拒绝 这明显是在以示压人 毕竟 天香就算名气再大 充其量也只是个花魁 而且 仅仅局限于平安郡 可天地钱庄 却是可以把生意开变人足 108成的庞然大物 以平安郡为例 有无数修士挤破了脑袋 都想要加入天地钱庄 两相对比 天地钱庄占据着绝对的碾压优势 天香无比淡定说道 我说他们不敢 他们就肯定不敢 除非他们活腻了 孙正清忍不住微微眯起了双眼 他看出天香底气十足 也知道天香既然开覆出开两子族欲 必然有所依仗 可他依旧并不认为 区区一个花魁 就可以跟天地钱庄相提并论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孙正清一脸笃定说道 我想不到那些技师 有任何拒绝我们天地钱庄的理由 甚至 就包括你 没人不说暗话 我们钱庄已经有并购你两子族欲的打算 拒绝投资贷款 反倒是想要直接并购两子族欲 杨刚说的没错 随着两子族欲一炮而红 果然立刻就已经被有心人给盯上了 天香微微摇头并购两子族欲 恕我直言 你恐怕还不够格 哪怕是天地钱庄 也不够这个资格 孙正清猛地脸色一沉 祸从口出 天香 大家都是老朋友 但我必须要提醒你 你可以不尊重我 可你必须要尊重钱庄 话音刚落 坐在隔间里的阳刚 直接屈指一弹 争 各一声 伴随着这道剑名 天机剑破空而至 直接指在了孙正清眉心 孙正清浑身僵硬 脱口而出道 欲剑术 天香讥讽一笑 天地钱庄 很了不起吗 与剑宗相比如何 孙正清额头的冷汗刷的 一下子就下来了 还是那句话 这个世界一共就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剑宗位列第一 四舍五入 剑宗就是天下第一 天香区区一个花魁 的确无法跟天地钱庄这种 能够把生意 开遍人族108成的庞然大物 相提并论 可与此同时 在剑宗面前 所谓的天地钱庄 跟纸糊的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天香浅浅笑着说道 天地钱庄的确厉害 甚至一度有传言称 天地钱庄背后 一直都有六大门派之一的身影 可我两子族裕背后 同样也有剑宗 我个人认为 与其我两子族裕 与天地钱庄彻底撕破脸 从而引发各自背后 真正的庞然大物不满 甚至因此而交恶 远不如合作 斗则两伤 合则双赢 这样的道理 你肯定比我懂 我不满你 我们两子族裕目前的 却打算要开遍剑宗27成 我们也不只是 跟你们天地钱庄合作 还要算上四海格 以及各大城主府 天地钱庄出资 四海格出商铺 以及各种装饰 各大城主府提供 足够的保护以及便利 我们两子族裕 提供海量的技术支持 培养大批技师 你们三家各拿20%分润 我们两子族裕 与建宗拿40% 如此 我们必然可以 在短时间之内 就将两子族裕 开遍建宗下辖27成 甚至 若是日后机会合适 我们完全可以 像你们天地钱庄一样 开遍人足108成 这是最好的选择 说到这里 天香稍稍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继续说道 每个城池 只需天地钱庄 拿出1000万元时 作为前期投资 后期就可以换取 源源不断的手段 就像你刚刚说的那样 我并不认为 天地钱庄 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除此之外 只要你点头 我还可以给你 一个点的回扣 嗯 私人的那种 毕竟 这件事想要迅速 打开突破口 天地钱庄平安 俊分部这边 还需要你多费心 回扣 孙正清身体微僵 急赤白脸说道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一心为钱庄工作 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私底下 从不拿任何好处 天香平静说道 我需要时间 我再强调一次 我背后的人 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就把梁子族欲 迅速扑开开来 两个点 孙正清沉声道 你看错人了 我孙正清两袖清风 从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信你可以去查 天香端起茶碗 轻敏了一口 直接放大招 超能力冲撞 五个点 孙正清长身而起 一把掏出契约卷轴 摆在天香面前 严谨一概吐出两个字 成交 隔肩脸 杨刚召回天机见 忍不住微微摇了摇头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能把钱装这摊子事 给完明白的 你信他孙正清两袖清风 还不如相信 地球明天会爆炸 天香抬起右手 直视着孙正清 要不你再坚持一下 说不定 我还能继续提价呢 孙正清掏出一把匕首 递到天香面前 微笑着说道 知足常乐 我虽爱钱如命 但我始终坚持认为 做人不能过于贪得无厌 不然容易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五个点 对我来说 足以 一千万元时 五个点就是二十五万元时 哪怕孙正清 是平安俊分部门经理 这也绝对算得上 是一笔真正的巨款 天香笑了笑 自孙正清手中接过匕首 割破食指 在契约卷轴上 缓缓摁下了一个血红的手指印 上一世签订贷款合同的手续 极其繁杂 在这个修真世界 其实只需要滴血就够了 之所以要手指印 纯粹是那该死的仪式感 正如此时 契约卷轴 迅速吸收了天香的血液 这就等同于一种变相 得烙印 天地钱庄 可以随时掌控天香的 大概动向 还是那句话 至少需要原音其修为 是炙手 如若不然 天香就无法摆脱这种烙印 孙正清将契约卷轴收好 然后冲天香解释道 最迟明天 一千万钱庄本票 就会给您送过来 合作愉快 天香也于一笑 你为何笃定 钱庄肯定会批这笔贷款 来投资我两子族欲 孙正清哈哈大笑道 你有句话说得很对 有剑宗在 我的确想不到 我们天地钱庄 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两子族欲 从午后开始 客流量就已经开始迅速暴涨 尤其是随着口碑发酵 今日直接选择四楼天上的修饰 比昨天明显正在乘几何倍增长 由于天香不在 今日的两子族欲 暂时是雪怡全权负责 忙得焦头烂额 就在此时 雪怡看到长庆晃晃悠悠地从电梯里 被两名家里一左一右 搀扶着走了出来 大师 雪怡走上前 微微一礼 大师可还满意 妙啊 长庆胜赞道 盛名之下无虚事 两子族欲 名不虚传 雪怡稍稍犹豫了一下 试探着说道 大师 看那爱海鸥扑游 Can you help I 话音刚落 轰的一声 大师左右两侧加厉 直接被当场震飞 长庆周身瞬间爆发出强大无匹的气势 抬起右手 单手掐住雪怡的脖子 寒声道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第121章 两位穿越者的首次正式会晤 长庆身穿土黄色佛意 平日里无论走到哪里 脸上总是挂满了和煦的笑意 看起来仿佛人畜无害的样子 然而事实证明 大多数看似人畜无害及其平和的家伙 往往都特抹得非常有害 一如此时 长庆身上爆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哪里还只是一个出入红尘的年轻小和尚 气息之强 不只是惊动了两子族欲所有人 甚至还惊动了正在寻接的成竹府甲氏 住手 成竹府甲氏立声道 这里是平安郡 平安郡乃天下最为安全的城池 这倒并不是说 驻扎在平安郡的成竹府甲氏 到底修为有多强 而是破坏平安郡 就等同于是在挑衅剑宗立下的规矩 正常情况下 很少有人敢跟成竹府甲氏对着干 然而此时 长庆这个小和尚 却明显处于失控状态 似乎随时都会暴走 金刚怒目 只杀不动 玄空似的突驴 可绝对不是好欺负的 恰在此时 雪衣却突然开口了 莫要误会 我与大师是朋友 只是些许小矛盾罢了 就不劳烦城主府插手了 多谢 话落 雪衣扭头望向长庆 笑盈盈说道 大师 奴家说的对不对 他明明被长庆掐住了脖子 可他却依旧在笑 表现出了强大的控场能力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长庆立刻松开手 低眉顺眼说道 女施主 是小僧失礼了 雪衣微微摇头 无妨 大师若是对我梁子族裔的技师不满意 我可以为您安排更好的家里 请跟我来 这话明显是在扯谎 却更是在给成主府 以及梁子族裔的人一个说法 也是在给长庆一个台阶 雪衣转身望向成主府假释 微微一礼 笑道 惊扰诸位 实属不该 天气越来越热 诸位寻接属实辛苦 我命人准备了些许茶点 请进 成主府假释愣了愣 倒也并未真的进来用茶点 迅速退去 雪衣顺势跟上来 不动声色地给成主府假释 递过去一个储物袋 这样的小型储物袋 雪衣与天香几人手里 都有很多 里面装有大概几十枚到一百枚元时 专门用来打点索用 成主府假释喜笑开言 对梁子族裔愈发满意 待假释离去 长庆也不动声色地跟了上来 大师 雪衣再次行礼 我还是不明白 只是一句话罢了 您为何会如此失态 长庆眉头微皱 之前初次相见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说的到底是什么 可此时却又跟我说了那样一句话 现在又问我为何失态 如此说来 你跟我说的那句话 恐怕是别人教你的 是之前小僧见过的那位小施主教你的对吗 带我去见他 雪衣沉默了一瞬 坦然回道 不是他 他只是我们梁子族裔 得一位客人 我不瞒您 大师 的确是我们梁子族裔的幕后老板 让我给您递的话 长庆忍不住扭头看了梁子族裔的招牌一眼 果然如此 带我去见你们老板 雪衣微微摇头 我们老板既然并未主动亲自来见您 恐怕暂时还不是太方便 大师莫要恼火 若是方便的话 您大可以把住处告诉我 我自会把您想要见面的意思 带给我们老板 若是我们老板应允 自会前去许你 如何 长庆想了想 小僧历练红尘 并未有长期居所 所幸 我便直接住在梁子族裔 还请女施主 尽快让你们老板来见小僧 多谢 话落 长庆居然扭头又重新走进梁子族裔 走到之前被他震飞的那两位家里面前 满脸愧疚说道 女施主 刚刚是小僧失礼 那什么 小僧继续家中 顺便给两位女施主 调养一下伤势如何 雪衣微微眯了眯眼 并未直接去天香小住寻杨刚 而是掏出传音符录 快速说道 爷 我已经把那句话告知长庆 长庆当场失态 他想要见你 天香小住 孙正清走后 天香起身走到隔间 笑盈盈说道 搞定了 杨刚微微汗手 辛苦 天香抱着杨刚的胳膊 有什么好辛苦的 从头到尾 看似一直都是 我在压着孙正清 可说穿了 终究是你建宗弟子这层身份 才能真的压得住天地钱庄 商场如战场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一如杨刚上一世 互联网兴起初期 曾经涌现过无数的所谓的 天才构想 然而到最后 这些天才构想的创始人 无论是做的任何软件小程序 还是游戏 只要大火之后 都将面临被大型资本吞并的命运 但凡是最终能够不被吞并的 全部都是拥有足够强硬背景的 同样的道理 梁子族与火了不假 可若是没有强大的背景 哪怕是在所谓的最为安全的平安郡 也注定只会被并购 这也是杨刚不得不选择 主动暴露建宗弟子身份的主要原因 虽说他不想欠建宗太多人情 天机与雷炎 这天雷双剑 本就是天叔子赠予杨刚 更何况 建宗真的太穷 梁子族狱一旦开遍建宗下辖二十七成 以梁子族狱恐怖的吸睛能力 足以为建宗提供海量的原石 这也算是杨刚在变相的还人情 私存了片刻之后 杨刚眯着眼说道 既然已经暴露 就算孙正清不往外说 天地钱庄也必然会知晓我的存在 这件事就已经瞒不住了 既如此 我们就必须给建宗分润 如此一来 就势必会压缩原本我答应 给你的分润比例 天香摇头说道 莫要说旁人 哪怕是我 原本也没想到 梁子族狱的吸睛能力会如此恐怖 昨日的账单 日流水已经破三 万 你之前说给我30%的分润 可若这个比例 我一个月能够分到的 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没人会闲员十多 可若这个数字真的太大 大到烫手的地步 就算我有胆子拿 恐怕也没命话 梁子族狱本就是你一手操作 无非是借了一下我的名气吧 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以你建宗弟子的身份 你可以找我 自然也可以找别人合作 比如红秀 可你既然选择了我 那么 与我而言 这就是我最大的机缘 人心不足舌吞向 我不敢这些分润 把我的分润给建宗辨识 至于给我的 天香冲杨刚眨了眨眼 把你给我 奴家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呀 杨刚想了想 轻笑一声 道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一好了 天香一开始 并未听懂杨刚这句话的意思 直到一刻钟后 他又变成了奶油泡芙 才终于明白杨刚此言到底何意 定 恭喜您掠夺到目属性资质 目属性资质加七七 恭喜您掠夺到服饰资质 服饰资质加三三三 恭喜 您的修为境界提升至炼气七层 阳刚 法体双修 五行齐聚 修为 炼气七层 经验 主修功法 饕餮吞天魔宫 本命魔宫 天赋神通 一 入魔 二 祭灭止 组合戒 吞天剑 武器 一 巨锤 法宝 二 铁锥 法宝 三 天雷双剑 零剑 金属性资质 4167 一万 钻石三 木属性资质 8026 一万 钻石三 谁属性资质 3645 一万 钻石三 火属性资质 2312 一万 钻石三 土属性资质 3651 一万 钻石三 风属性资质 3290 一万 钻石三 兵属性资质 1297 一万 钻石三 岸属性资质 6999 7000 钻石二 雷属性资质 9999 一万 钻石三 炼药术 4999 5000 钻石三 傀儡术 4999 5000 钻石三 机关术 1229 3000 黄金一 镇法 221 2000 白银一 福尸 1891 2000 白银二 1 道吕 钉瑶 剑修 轻密度 加999 生死与共 2 陆水鸢鸯 方勤 风属性 轻密度 加521 登堂入室 3 奴仆 柳如玉 谁属性 轻密度 负999 仇身四海 4 剑壁 沈薇 金属性 轻密度 加777 日复一日 5 丫鬟 温灵 图属性 轻密度 加666 另辟蹊径 6 宜宜 贵宜 谁属性 镇法师 轻密度 加999 知根知底 7 碧浪 雪宜 火属性 机关师 轻密度加999 碳为官职 8 花魁 天香 木属性 福尸 轻密度加77 赤精魅 黑白搭配干活不累 善口记者 杨刚看着系统提示 福尸品阶即将再次升级 很明显 天香能够为他提供的木属性资质 正在迅速缩减 反倒是福尸资质依旧很多 这足以证明 天香在福道方面的天赋 要远超他的木属性 这时 储物带之内的传音符录突然开始震动 这种特质传音符录非常有意思 虽然不能进行远距离传讯 更加无法跟上一世的微信相提并论 但却可以在平安郡境内迅速传递消息 有点类似局域网 这倒不是剑宗下辖27成独有 听说是从中州那边传过来的 长庆当场失态 他要见你 杨刚看着雪怡发过来的消息 再次确定 长庆必然是穿越者 若非如此 一句看来爱嗨偶扑佑 绝不至于让出身玄空寺的长庆当场失态 身为六大顶级门派之一 玄空寺的徒驴啥大场面没见过 怎会因为一句听不懂的鸟语而失态 他之前就断定两子族语 极有可能是穿越者开设 就是拿这句鸟语来试探雪怡 现在 终于得到了回应 或者说 杨刚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去试探长庆 杨刚很淡定 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已经猜到 这个世界有其他穿越者存在 而且 第一个引起他怀疑的并不是长庆 而是天地千庄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杨刚原本的确是打算一直躲在幕后 可万万没想到 长庆这次直接用了鸟语 这也就最终导致 就算杨刚想要让天乡假装穿越者 也必然会露线 毕竟 鸟语这玩意 根本就不是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学会的 万一长庆中间再吐出两句鸟语 天乡回应不出来 那反倒是会落了下诚 总不能说自己是学渣 就只会那两句鸟语吧 私存了许久之后 杨刚突然冲天乡说道 我要马上回剑宗一趟 很快就会回来 接下来 四海阁与城主府那边 你如果搞不定 可以等我回来再去谈 天乡想了想 摇头说道 那倒也不必 你先忙你的 至于四海阁与城主府 其实最为搞定的 就是天地钱庄 只要搞定天地钱庄这一家 有了天地钱庄背书 四海阁没理由会拒绝 按照这个逻辑 天地钱庄和四海阁 都答应跟两子族域合作 城主府若是还要拒绝 那除非是郭本道这位城主脑抽 好 若是遇到问题 随时跟雪姨和桂姨商议 我去去就回 跟天乡又嘱咐了几句 杨刚迅速离开天乡小住 自储物带内掏出传音符路 给雪姨发了条消息 告诉长庆 如若不出意外 我明日便会来见他 做完这些 杨刚走出平安郡 在一个无人处 掏出威震天 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剑宗 以前威震天在利南天手里 就纯粹是一个丑陋无比的巨人傀儡 可最近来到平安郡之后 杨刚通过自己在傀儡术方面的造诣 往威震天身上 又融了许多原材料进去 现在的威震天 从外形上来看 已经真的跟上一世电影里的 威震天大致一致 若是使用机关炮 并未见过威震天这种模样的傀儡 一路上许多修士都未知侧目 但 威震天是货真价实的原因傀儡 这里又是平安郡境内 自然没有不开眼地蹦出来找麻烦 日落时分 杨刚正式抵达剑宗 多日不见 剑宗依旧还是老样子 七座山峰如同长剑一般笔直 参天入云 许是因为有天雷双剑的缘故 剑宗护山大镇 并未对杨刚造成任何阻拦 杨刚迅速来到剑宗之外 天叔子没来 剑宗首席大弟子王珀却悄然而至 他看着杨刚 眉梢轻轻骤起 你怎么又来了 子 这语气多多少少有些不悦 杨刚看着剑宗 这么久了 他 为何还是没出关 应该是剑宗之内 剑气与剑意实在太强的缘故 明明近在咫尺 可杨刚却根本就感应不到丁瑶的存在 王珀翻了个白眼 语气极其生冷说道 修士闭关 动辄几个月 顶级大能闭关 动辄几十载 小诗姑重回剑种 满打满算 也才不足一个月 虽说他现在修为并不高 可想要重塑肉身 自然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 杨刚皱眉说道 我记得叶成城主历南天 肉身被我摧毁 在付出某种代价之后 却迅速恢复了肉身 丁瑶并非练体式 重塑肉身 怎会如此麻烦 王珀吃笑一声 道 叶成城主算什么东西 练体式 很了不起吗 你搞清楚 我小诗姑是天生剑体 她现在要重塑肉身 本就是在重塑剑体 懂吗 原来如此 杨刚微微汗手 扭头望向王珀 感谢你为我解惑 但 你跟我说话的语气 最好客气些 尊敬些 须知 按辈分 你理应喊我一声 小姑父 王珀当场仗得满脸通红 急痴白脸说道 你放屁 小诗姑是小诗姑 你是你 咱们个论个的 杨刚一笑置之 突然话风一转 我此次过来 一是不放心叮咬 想要过来看一眼 二是 想要问问 你对玄空寺了解多少 玄空寺 王珀嗤之以鼻 一群突驴罢了 完全不值一提 天下皆知 玄空寺的突驴 最怕的 就是咱们剑宗的剑 玄空寺很强 尤其是金刚神弓 号称防御力天下第一 就跟个王八壳一样 很难被攻破 但此时王珀脸上那种不屑 真的是完全异于言表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狂妄 不过他的确有狂妄的资本 因为别的门派会 对玄空寺的金刚神弓非常头疼 可剑宗却可以一剑破之 嗯 相对来说 剑宗的剑 才是真的让整个天下 所有人都为这头疼 不对啊 你不是跟狼牙阁有仇吗 咋又跟玄空寺扯上关系了 王珀胡疑问道 咋的 玄空寺的突驴赶在我剑宗境内 兴风作浪 阳刚沉默了一瞬 那倒没有 就是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和尚 法号 长庆 你听说过吗 王珀如实回道 长庆 你是说的那个小和尚 他呀 他是玄空寺佛子 的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和尚 佛子 阳刚试探着问道 玄空寺一共多少佛子 王珀大咧咧说道 就一个 某些二百五就喜欢整这些虚头八脑的名头 一会儿大雪山圣子 一会儿玄空寺佛子 通通都是一群废物罢了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阳刚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也于一笑 没关系 咱们剑宗也可以搞一个剑子出来 你若是嫌不好听 可以直接叫剑人 我觉得这名号挺适合你的 毕竟 你是剑宗首席大弟子 这称号认领 当仁不让 王珀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敢骂我 跟谁俩那一件 囊死你信不 阳刚言简一概吐出两个字 不信 王珀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阳刚总觉得 这位剑宗首席大弟子 似乎对他隐隐有几分敌意 敌意从何而来不重要 阳刚也不在乎 但 只要有丁瑶在 阳刚还真就不信王珀敢碰他 欲良人先成家 欲贵人先立业 欲富婆成家又立业 如果说以前 丁瑶还只是北方大雪山圣女 那么现在 随着丁瑶成为剑宗小师姑 毫无疑问 丁瑶就是阳刚最大的富婆 吃软饭一时爽 一直吃就一直爽 这种吃软饭的感觉 是特么真的爽 要不是有丁瑶 阳刚敢如此对王珀 估计分分钟 就被这位剑宗首席大弟子 给万简穿星了 阳刚看着王珀 若你碰到悬空四佛子 如何带之 王珀想都没想 一箭破之 阳刚瞬间了然 玄空四佛子 与北方大雪山圣子圣女 与剑宗首席大弟子 必然是同等层次的修士 其实阳刚初见长庆 就已然看出 长庆的修为境界并不高 然而 长庆既然是玄空四佛子 既然与王珀齐名 这就足以证明 长庆与阳刚一样 都正在进行帝恩赐重修 这也就足以证明 长庆的真实战力 完全无法以目前展现出来的修为境界 来进行任何正确评判 不过 王珀脸上 那种对玄空四的嗤之以鼻 给了阳刚充足的信心 虽说我看部非常不顺眼 王珀拍了拍阳刚的肩膀 但 无论如何 你终究算是半个我剑宗门徒 在我剑宗境内 无论遇到任何 麻烦 你都不可弱了 我剑宗威严 玄空四佛子又如何 若他敢找你麻烦 杀了便是 阳刚稍稍沉默了一下 好 若我打不过长庆 到时候你替我出手 还有 记住 以后见了我 要尊称我为小姑父 王珀伸出一根中指 秃 草鸣草 秃 杨刚在剑宗守了一夜 哪怕叮咬始终没有出现 他却还是在这里站了一夜 王珀这丝 虽口口声声说看杨刚不顺眼 但却还是带了一壶酒 陪了杨刚一夜 次日 破晓时分 杨刚离开剑宗 逃出威震天 用最快的速度 又返回平安郡 并且在梁子族域七楼办公室 见到了同为穿越者的长庆 乃是图米剃佑 乃是图米剃佑 图 好啊佑 阿玛法恩 三克佑 俺的佑 两人相视一笑 悬空寺长庆 剑宗门徒杨刚 老乡 老乡 穿越多久 十余仔 迷途 杨刚低声道 长庆大师 您历练红尘 可还曾见过其他老乡 长庆坦然回道 见过 但不多 杨刚眼睛一亮 可否带为引荐 在梁子族域 齐聚一堂 痛饮一杯 长庆微微汗手 善灾 梁子族域嘉丽如云 诸位老乡皆是LSP 想必非常乐意前来 跟诸位济师 一起探讨人生 话落 长庆想了想 压底嗓门又补了一句 在这个修真世界 我们秘密组建了 穿越者联盟 小施主可愿加入 杨刚眼瞼 一概吐出一个字 善 四十多万字了 算上之前删除重写 大概快七十万字了 从未求过票 今天求个票 让我看看到底有多少穿越者 LSP 来 投一下 免费的就行 第12章 红袖天香 尽归我手 几句鸟语下来 杨刚与长庆 迅速确认了彼此的身份 昨日 你就已经知晓 小僧是穿越者 为何要假手于人试探小僧 长庆端起酒碗 同为穿越者 你不信任我 杨刚坦然回道 不是不信任穿越者 我是不愿轻易相信任何人 长庆微微汗手 笑道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习惯 看来你穿越之后 经历过很多事 小僧比较幸运 刚穿越不久 就直接成为悬空寺佛子 有悬空寺罩着 这也就意味着 在这个修真世界 恐怕很少会有人刁难长庆 与之相比 杨刚穿越这十年 属实有些凄惨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穿越是随即的 就跟二次投胎一样 能不能穿得好 全凭运气 杨刚若是一穿越 就是剑宗弟子 恐怕也断然养不成 现在这种性子 这个修真世界 到底有多少穿越者 杨刚眯着眼问道 我总感觉 那个天地钱庄背后 一定有穿越者的身影 长庆如实回道 我们也曾如此怀疑过 并且一直在努力 试图找出 天地钱庄背后的穿越者 然而 那位穿越者 想必已成为真正的强者 这么多年过去 我们一直没能 真的把他给找出来 话落 长庆黑的一笑 自储物带内 掏出一枚佛珠 递给杨刚 滴入精血 堵入元气激活 你会发现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杨刚照做 瞬间发现 灵域之上 出现了一排字幕 欢迎加入三一协会 群名 穿越者联盟 群规 一定要好色 一定要活着 一定要回家 杨刚忍不住嘴角微翘 把好色排在最前面 又把回家 回到原来的世界 排在活着后面 这个三一协会 着实有点意思 群里足足有七个人 而且 用的都不是本名 而是用的昵称 五号 我要回家 取古力那扎 哦吼 又来新人了 二号 卧梅又文花 你是MM 还是GG 四号 左天窥井 男的发红包 女的暴照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欢迎老七 三号 虎逼 三维发一下 谢谢 一号 帅气的光头 七号 搞了一个好东西出来 常庆充杨刚解释道 这佛珠本就是佛门至宝 穿越之后 我成为玄空四佛子 并且迅速觉醒佛门神通 他心通 将佛珠与他心通融合 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佛珠持有者 哪怕身在天南海北 手持佛珠 心念一动 便可直接在群里发消息 我是一号 里面所有人 都是这些年 我历练红尘之时 在这个修真世界 找到的穿越者 你是第七位 也可以设置一个昵称 你搞出梁子族狱出来 恐怕就是在投尸问路 搜寻穿越者 若你愿意 现在就可以 通知他们来你这里 杨刚随手 设置了一下昵称 七号 梁子族狱 大家好 我在平安郡开了家 梁子族狱 目前有七十位技师 以后还会有 源源不断的技师加入 欢迎来玩 四号 坐天窥井 卧槽 真的假的 老七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一号 帅气的光头 真的 我已经体验过了 风味绝佳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大师乃出家人 理应恪守戒律轻规 照顾那七十位 家里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五号 我要回家 取古丽娜渣 加一 三号 虎逼 你不怕 被你家古丽娜渣发现 群里面非常热闹 唯一遗憾的是 看语气 似乎全部都是 溢水的男人 我不知道你穿越之后这些年 到底都经历过什么 但你不需要太我们过于警惕 长青看着羊刚 挠了挠他的光头 大家都是穿越者 大不了就把这个危机四伏的修真世界 当作是一个游戏副本 想办法一起通关便是了 羊刚私存了片刻 他们都是你亲自找到的 如此说来 你自然知晓 他们所有人的身份 长青笑盈盈说道 这个世界有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除了剑宗 里面都有我们的人 四 羊刚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三一协会 群不大 人不多 但却已经充斥六大门派 大树底下好乘凉 长青喝了口酒 我们想回家 我们仔细考虑过 加入六大门派 能够增加我们通关副本的成功率 所以这些年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 加入六大门派 但剑宗收图过于严格 我们没有见到天赋 根本就无法加入剑宗 现在你的出现 正好完美地填补了最后一块空白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目前的修为 普遍还不算太高 话落 长青上下打量着羊刚 我目前正在进行第七次重修 全力冲击原鹰 你应该也是在重修对吧 羊刚想了想 嗯 我也是金丹巅峰 正在重修 准备冲击原鹰 不轻易暴露自己所有底牌 这已经是羊刚的习惯 哪怕同为穿越者 羊刚也不愿改变自己这种习惯 长青拍了拍羊刚的肩膀 没关系 我此次重修 有很大的把握 一举入原鹰 到时候我召你 羊刚 原鹰 很了不起吗 你要不要去问问 狼牙阁到底有多少原因 死在咱羊刚手里 长青似乎并未察觉到异样 拿着佛珠说道 咱们群里七个人 最低的是金丹巅峰 都已经进行过多次重修 也全部都正在全力冲击原鹰期 最高的已经是出窍期 待我们把修为境界全部提上来 一步一步 成为六大门派首席大弟子 然后一步一步 坐上六大门派掌 门的位子 到时 集六大门派之力 我觉得 我们完全可以强行破碎虚空 回家 说到这里 长青的表情 突然变得稍稍有些低落 这个世界虽好 虽说我也已经成为悬空寺佛子 然而 这里没有抖音 没有农药 没有黑丝小姐姐 更没有爸妈 以前总是嫌爸妈啰嗦 可现在 我最想念的 反倒是爸妈 一别多年 也不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 就怕我突然失踪 他们会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佛门讲究一个六根清静 能够成为悬空寺佛子 这足以证明 长青恐怕真的非常具有 会根 若是换了旁人 估计早就已经被洗脑 很遗憾 长青是穿越者 就算悬空寺那群兔驴整日 在他耳朵边念经 他也不可能真的变成一个 灭绝人欲的冷血动物 想回家 几乎是所有穿越者最大的执念 长青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指示着杨刚 不是 小僧脸上的表情 难道还不够悲伤吗 小施主 你身为梁子族余的老板 这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给小僧安排两名祭师 好好安慰 安慰小僧受伤的心吗 秃 草明草 大师请自重 长青笑咪咪说到 别人都有甜甜的恋爱 我只有秃秃的脑袋 最是需要祭师小姐姐们的关爱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走走走 施主快带小僧入这红粉地狱 杨刚笑骂了几句 挥手 让雪姨安排了两位 还没下班的家里 一左一右带着长青去了六楼 此时天色已经大亮 杨刚并未在梁子族余继续逗留 打算带着回家 好好睡一觉 主要他最近淡淡而乏 别人是135246 好歹还有个周日休息 可杨刚最近是真的一日都不曾休息过 梁子族余门口 杨刚看着梁子族余的招牌 心情非常愉悦 以前他就一直想要做玉皇大帝 毫无疑问 随着梁子族余声名雀起 现在的他的 的确已经在成为玉皇大帝的道路上狂奔 最为关键的是 他开设梁子族余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吸引其他穿越者 结果把长青给吸引过来了 更多的穿越者已经开始动身 正在赶赴平安郡 这也就意味着 杨刚的初步计划已经顺利完成 一个穿越者就已经可以屠成 一堆穿越者 若人人都有强大的金手指 该发挥出怎样的恐怖破坏力 虽说长青口口声声说自己 只是一个金丹巅峰 可既然杨刚可以藏桌 长青未必就真的没有藏桌 更何况 长青说过 三一协会里的穿越者 有人已经是出鞘器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这个修真世界过于广袤 而且交通极其不便 再加上六大门派 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哪怕是动用超级大型传送阵法 也很难瞬间直达 除非达到化神期 强行撕裂空间才能横跨而至 杨刚伸了个懒腰 正打算找个地方随便吃个早餐 美美地睡一觉 刚走了没几步 红袖从对面 红袖招缓缓缓走出来 冲杨刚微微躬身一礼 乖人好手段 红袖 杨刚望着眼前这位与天香齐名的花魁 不动声色回道 何出此言 红袖叹息一声 道 官人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 哪怕您始终不曾亲自出面 而是让天香抛头露面 然而 梁子族狱其他主事的 却全部都是您的女人 既如此 我自可以确定 梁子族狱其实就是您开的 可对 杨刚沉默 没承认 但也没否认 他的确不喜抛头露面 可以梁子族狱现在的火爆程度 杨刚非常清楚地知道 有心人只要愿意查 迟早都能查到他身上 红袖温声道 当日官人曾言 切身赶拿那两百万 你定会让切身百倍奉还 我当时并未放在心上 没曾想 短短不足一个月 官人便给我玩了这样一手 梁子族狱一炮而红 短短两日 我红袖招的客流量 就已经降低了一半 我确定 继续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的红袖招 恐怕就彻底完了 以现在的客流量 我连红袖招里的姑娘们都养不起 完全是入不敷出状态 实不相瞒 我努力过 我去找天地钱庄 和四海阁谈过 也试图 从你的梁子族欲挖人 可惜 全部以失败告终 切身之错 话落 红袖再次公身一礼 切身已经备好韭菜 请官人过府一叙 给切身一个道歉的机会可好 杨刚想了想 倒也并未拒绝 带路 请 红袖没有其他宅子 他就住在红袖招顶楼 杨刚义高人胆大 虽说他现在刚开始重修 可以他的战力 他还真就不怕红袖能拿他怎样 别的不说 掏出威震天 就足以瞬间 把整个红袖招移为平地 嗯 主要是隔音 防窥探 顶楼 四道精致小菜 两样点心 一坛酒 红袖亲自为杨刚倒酒 给自己也倒了一杯 第一杯 我敬您 感谢您愿意给我一次道歉的机会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红袖掏出储物袋 解释道 这里面是两百万下品源石 现在物归原主 紧接着 红袖又掏出另一个储物袋 这里也有两百万 算是我给您赔礼 杨刚喝了酒 但却并未动储物袋 淡淡说道 你既已猜到 我才是梁子族裕的幕后老板 你就理应知晓 我并不缺原石 红袖非常乖巧的样子 只要官人愿意 放切身一条生路 那么 无论您要切身做什么 切身都可以 杨刚上下审视着红袖 我还是更喜欢之前 你桀要不逊的样子 话落 杨刚从储物袋内 取出一套蓝色吊带包囤裙 以及两条黑丝加提花 我也不为难你 早就听说 红袖天香 两大花魁名振平安郡 哪怕十年过去 依旧被无数人津津乐道 天香的本事 我已亲自领教过 现在 我也不抢求 你做别的事情 只需要你换上包囤裙 做你最为擅长的事情就好 红袖稍稍沉默一瞬 拿起直接去了隔间 不多说 红袖去而复返 官人 如何 看着身穿蓝色包囤裙 与黑丝提花的红袖 强如杨刚身边美女如云 却依旧还是忍不住愣了一下 如果说 天香是郁姐范的极致 那么此时的红袖 就是后妈范十足 本以为身穿旗袍白丝的天香 已是巅峰 没想到 身穿蓝色包囤裙 与黑丝提花的红袖 才是王者红袖凑上前来 满脸娇羞说道 与天香一样 奴家也已守身十年 请官人联系 第123章 万剑归宗 丁瑶出关 红袖天香 两大花魁 天香的厉害 杨刚前几日才刚刚领教过 让人叹为官职 至于红袖 身为红袖招老板 红袖当年曾经在路边 扶起无数弟弟 一直都有妙手回春之称 再加上 他本就是摩修 故杨刚觉得 他完全担得起 伏地摩这个哑号 人生得意虚尽欢 杨刚既已拿下天香 再加上丁瑶并不在身边 现在 既然是红袖主动送上门来 试问 杨刚又如何可以错过 那他们还是男人吗 啊 至于手段 是否过于无耻 咱杨刚 若是会在意这种事情 那他就不是杨刚了 也不配混到今时今日这种地步 一个时辰之后 杨刚志得意满 与此同时 脑海当中 再次传来久违的系统提示声 定 恭喜您掠夺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 加288 恭喜您掠夺到练气师资质 练气资质 加666 恭喜 您的修为境界提升至练气八层 练气 666 1000 白银3 练气资质 这可真就是意外之喜了 正常情况下 这个天底下真正的练气大师 全部都在狼牙阁那边 杨刚扭头望向红秀 你还是练气师 哈 红秀一脸纳闷回道 什么练气师 关人莫非是故意打去奴家 若奴家是练气师 又何须沦落到如此风月之地 杨刚忍不住乐了 意思就是 有些女子根本就不清楚自己的天赋 结果却被杨刚给硬生生掠夺过来了 这系统是真特么牛逼 不过 如此一来 岂不是意味着 杨刚也可以反向操作 顺势让身边的女子 都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天赋 到时候 把他们全部都根据自己的最强天赋 变成练气大师 机关大师 岂不美滋滋 什么练气不练气的 关人 现在这种时候 您居然还有心思操心别的 红秀笑盈盈说道 莫非是妾身守身十年 手艺生疏了 传出去 岂不让人耻笑 岂不让整个平安郡都认为 是妾身不如天香那个贱皮子 这可绝对不行 今日 妾身必须要让关人清楚地明白 妾身妙手回春的名号 绝非浪得虚名 杨刚猛地瞪大了双眼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巴搭一声 红秀找出烟感 点燃烟丝 关人可还满意 杨刚抽了口烟 微微汗手红秀 依偎在杨刚身边 笑盈盈说道 手身十年 今日魄力 如此算起来 奴家也算是关人的女人了 关人可得给奴家 也只一条明路才好 总不能全都被天香那个贱皮子 抢走我所有风筒 妾身手底下 也有大批好姑娘 关人若是得空 把他们也全都培训成 梁子族域的技师可好 杨刚想了想 摇头说道 技师本就不是我培训的 更何况 如若只是复制梁子族域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是在模仿天香 岂不还是弱了 你红秀的名头 红秀楚楚可怜说道 可是 若不走梁子族域那条路 妾身到底要如何 才能跟天香争锋 杨刚反问道 你听说过美丽小时工吗 红秀 哈 杨刚继续问道 那你知道 什么是外卖员吗 红秀 正所谓 你以为仙女下凡间 却不知只是外卖员在接单 你只看到那个 她从豪车副驾驶走下来 风光无限 却不知背地里 她平时到底吃过多少你 根本从来都没吃过的苦 那种苦 嗯 一般人还真就吃不下 平安郡及其富庶 虽说这年月下青楼 并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你理应知晓 有许多修士并不方便 亲自来青楼 更有许多修士 根本就看不上青楼女子 在这种情况下 外卖员就显得格外重要 天香有新茶进货渠道 你肯定也有 既如此 你完全可以从其他城池 进一批新茶过来 不要让他们进入红秀招 而是直接让他们专送外卖 杨刚淡淡说道 旗袍也好 包屯群也罢 包括黑丝 白丝提花在内 皆是我让人定做 倒是给你送一批过来 你根本不需要复制两子族语 你只需要按照修士喜好 直接给他们送货上门 就够了 红秀眼睛一亮 可行 杨刚微微汗手 当然 我提醒你一点 记得要走高端路线 两子族语士走得大众化 是所有修士 都可以消费得起的地方 而你的外卖员 要专做高端 走精品路线 要让人觉得 你手底下这批姑娘 与风尘女子不一样 都是真正的良家 要学会立人设 你可明白 红秀当场就误了 副独母病递读书 刚做不久还不熟 兄弟姐妹全靠我 生意失败要还债 前夫家暴又好赌 自己带娃没收入 这是青楼许多女子 最常用的一些套路 可架不住 真就有人信啊 核心要素只有一个 因为无奈 才走上这条不归路 男人一生必经的三个阶段 鄙视曹操 理解曹操 成为曹操 甚至总有杀雕高呼 穷到娶不起媳妇 自然就只能去蹭别人家的 红秀只要抓住 这几个核心重点 就完全可以迅速 把她的外卖员生意 给做大做强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醍醐灌顶 红秀娇滴滴说道 官人 妾身欲降妖 除魔 味道 可否 杨刚嘴角微翘 我这头大腰 你恐怕降不住 哥哥哥哥哥 红秀笑得花枝乱颤 放浪行骸 道 放眼整个平安郡 就没有妾身拿捏 不住的男人 你也不会是例外 杨刚嘴角微翘 那就再赛一场 开始 随着一声哨响 比赛瞬间进入白热化 杨刚所代表的蓝色方 率先发难 囚风强硬且凶悍 绕到红秀所代表的 红色方身后 多次窃进内圈 直逼篮下 反复冲击对方篮筐 红色方天香 同样不甘示弱 压低众星 并且多次用声音 干扰蓝色方球员进攻 抓住一次反扑的机会 立刻乘胜追击 穷追猛打 杨刚一而在 则三四二节 最终 一败涂地 接下来数日 两子族裔的生意 继续蒸蒸日上 红秀在全力尽心查 铺设他的外卖员业务 天香则顺利搞定了 天地钱庄 四海阁 以及城主府 郭本道身为平安郡城主 与建宗夏侠二十七城 其他城主本就相熟 也已经传讯各大城主 再加上有天地钱庄 与四海阁的面子在 两子族裔遍地开花 已经正式提上日程 可以预见的是 用不了多久 两子族裔 就能开遍建宗夏侠二十七城 长青这丝 整日泡在两子族裔 直接不走了 说是要等其他穿越者一起过来 地悄悄徘徊 乐不思蜀 转瞬之间 又是七日过去 杨刚的修为境界 已经达到炼气大圆满 这还是他刻意压制的缘故 他始终不曾杀戮掠夺 若非如此 他的修为静静会更快 准确地说 其实杨刚一直在等 等丁瑶出关 在丁瑶顺利出关之前 他并不想横生之劫 所以才始终没有 进行任何与杀戮有关的事情 这一日 杨刚正敦在后院 对威震天进行二次修复 哄 伴随着这声巨响 青天白日的一道闷雷 骤然响彻整个苍穹 紧接着 狂蜂大作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杨刚储物带之内的天雷双剑 突然开始暴走 隐隐已经出现失控征兆 整个平安郡境内 所有长剑 全部嗡嗡作响 剑鸣 响彻平安郡 响彻剑宗下辖 二十七成 声势滔天 在剑宗境内 能够引动剑鸣的 必是剑宗无疑 杨刚猛地起身 扭头望向剑宗 他隐隐有一种预感 叮咬 恐怕要出关了 就在此时 刺拉一声 剑宗首席大弟子王破 直接撕裂空间而至 一把抓起杨刚 小事故即将正式出关 带上你的天雷双剑 跟我走 第124章 那便捅破这天 途径折仙 剑宗 山巅 剑种 剑宗首席大弟子王破 带着杨刚 强行撕裂空间而至 杨刚的脸色 微微有些苍白 连衣衫之上 都出现了刀刀裂痕 撕裂空间过于危险 杨刚修为太低 哪怕是王破也护不住他 更何况 王破这次摆明了 是要给杨刚尝点苦头 根本就为权力出手相护 杨刚凭借法体双修的强横肉身 居然能够硬生生撑住 倒是远远超出王破预料 杨刚也懒得跟王破计较 直接举头望天 只见 剑宗上空 万把零剑正排成掌龙 剑种之内 依旧还有源源不断的零剑涌出 杨鸟乃天生剑体 此时已经到了重塑剑体 最为关键的时候 我剑宗上下愿全力出手 你的天雷双剑 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杨刚微微汗手 心面一动 争得一声 天雷双剑自处物带内冲出 自杨刚周身游翼一圈 直冲云霄 剑气 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 轰隆隆天空当中 天雷阵阵 雷声滚滚 狂风大作 杰云 正在疯狂酝酿 杨刚忍不住眯起了双眼 这幅场景似曾相识 这是天结灵世的征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倩影 自剑种之内 缓缓停了下来 这一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瞬间吸引 甚至 就包括天空中 正在快速飞行的万把零剑 也猛地停了下来 是丁瑶 多日不见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杨刚突然觉得 丁瑶有些陌生 不 不对 不是错觉 就是真的变得有些陌生 准确地说 丁瑶的肉身 似乎真的进行了某种蜕变 以及重塑 变得比以前更加漂亮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明艳 关键是 此时的丁瑶 实在是太冷了 如果说以前的丁瑶 是因为主修北方大雪山 冰心无情道的缘故 才会满身都是冷漠 那么现在 这种冷 就仿佛是从骨子里绽放出来的 就仿佛是与生俱来 它 就像一把剑 冰冷 且无情 轰隆隆 随着丁瑶的出现 天空中的节云酝酿的速度 变得愈发猛烈 最终将目光对准阳刚 一眼 就一眼 阳刚只感觉浑身冰凉 阳刚踏前一步 张嘴欲言 丁瑶言简一概吐出两个字 无妨 话落 丁瑶副手而立 缓缓抬起头 看了天空中的节云一眼 依旧还是一眼 丁瑶看了节云一眼 天雷滚滚的节云 在这个瞬间 突然停滞了一瞬 一瞬的时间 真的很短 但 对于丁瑶而言 足以 破 不见丁瑶有任何动作 但 随着丁瑶一语祭出 万把灵剑自剑宗环绕一周 携雷霆之势 直冲云消碎 万把灵剑传射而出 将节云当场给挡了个千疮百孔 碎得七零八落 斩 万把灵剑骤然汇聚在一起 一去不返 如 长虹贯日 轰 轰 轰 伴随着阵阵轰鸣 节云也好 雷鸣也罢 竞数溃散 丁瑶出过首日 吐出三个字 酝酿已久的天节 竞数烟消云散 竞 整个场间 鸦雀无声 死一般沉寂 这一刻 哪怕是强如剑宗戚风手作 同样也是目瞪口呆 东方剑宗 六大顶级修真门派之首 自不可能缺少渡劫期 他们也曾亲眼见过 剑宗顶级大能渡劫 但 在此之前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轻松惬意 就能渡过天节 甚至把天节给直接斩碎 可现在 丁瑶却偏偏做到了 阳刚摇摇看着丁瑶 嘴角突然浮现出一抹 无论如何 都掩盖不住的笑意 之前他以法体双修加五行棋具 强行入园音那会儿 也曾引来天节 而且 为了渡劫 他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甚至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无比的凶险 也正是因为如此 阳刚眼看天节降临 才会那般担心丁瑶 现在 丁瑶不但平安度过天节 而且还如此轻松惬意 阳刚心里头 没有丝毫极度 或者不平衡 只感觉到无比的快位 事实再次证明 丁瑶真的是阳刚报过的最强富婆 没有之一 王婆最是看不惯阳刚得瑟 无比吃味说道 是我小事故厉害 又不是你 你得一个什么劲 阳刚点头回道 嗯 的确不是我 但是我老婆 王婆 阳刚转身望向王婆 按辈分 你得喊我一声小姑父 我可以原谅你对我的无礼 没关系 过阵子我让丁瑶再给我生个儿子 到时候 我儿子就是你小师弟 你说 你得喊我什么 王婆 秃 草明草 王婆转过身去 心知阳刚纯粹是在故意恶心他 阳刚从来都不是什么纸片人 他一直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小心眼 王婆之前撕裂空间 敢故意让阳刚长长苦头 阳刚现在就敢立刻用他的方式还回去 与此同时 随着阶云被丁瑶硬生生斩碎 天际再次变得晴空万里 但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随着阶云散去 天道洗礼正式降临 道道霞光从天而降 似是要对丁瑶进行某种重塑 然而 丁瑶眼简一概吐出一个字 滚 轰隆隆 万箭齐发 道道霞光 直接被挠了的透心凉 其飞扬 天道洗礼 度过天劫之后的天道馈赠 无数修饰梦寐以求的存在 咱丁瑶根本不屑于要天书子 忍不住低声呢喃道 一个女子 何至于如此霸气 阳刚忍俊不禁 直接插话道 我老婆 就是如此霸气 天书子当时就不 乐意了 你老婆咋了 她还是我小师妹呢 阳刚撇了撇嘴 像你这种万年单身狗 你懂什么 天书子气得吹胡子瞪眼 也就在这个时候 剑宗上下 万把长剑突然开始溃散 散落到丁瑶周遭 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囚龙 万剑阵 此乃剑宗最强剑阵 一把把长剑就那般扎在地上 以丁瑶为中心 隐隐拱卫着丁瑶 与此同时 数之不禁的剑翼 以及剑气 自剑种汹涌而出 大多数都直接灌入丁瑶体内 正式开始为丁瑶重塑肉身 这 就是天生剑体之威 随着剑翼与剑气的涌入 丁瑶的修为境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迅速降低 与此同时 他身上的剑翼 却越来越强 且愈演愈烈 直到最后 丁瑶与阳刚之前一样 直接跌到炼气期 而他身上所有剑翼以及剑气 也瞬间内敛 再也没有一丝外放 很明显 丁瑶也需要重修 方能真正重回巅峰 这里所谓的巅峰 恐怕绝对不是指的原因期 他的巅峰期 是整个剑宗最强的剑 没有之一 换句话说 单论沙利 巅峰期的丁瑶 本就是天下第一 散 丁瑶微微一抬手 剑种之内的剑翼与剑气 直接对周遭万把零剑 开始进行二次洗礼 这种洗礼 会大幅度提升零剑品阶 对于剑宗门徒而言 是一件天大的幸运 天叔子朗声道 小师妹 这本就是属于你的 无需理会旁人 丁瑶萍竟回了两个字 无妨 他依旧满脸冰冷 甚至可以说是淡漠 并且惜字如今 可他却愿意馈赠剑宗 一方面 他本就是剑宗一份子 另一方面 字也是在为阳刚偿还之前 欠下的人情 整个过程持续了 大概一刻钟的样子 剑种之内 再也没有任何剑意 与剑气降临 少数零剑 重新飞回剑种 更多的零剑 则各自 回到了各自主人手中 阳刚握住天雷双剑 或许是因为剑意 与剑气增加的缘故 感觉似乎比之前 要重了些许 天书子吕须 一脸老怀甚畏地 看着丁瑶 小师妹 瑶光锋手作的位子 一直都给你留着 现在 也该重新交到你手里了 上万名剑宗弟子 手持长剑 齐齐单膝跪地行礼 恭迎小事姑归位 丁瑶稍稍沉默了一瞬 淡淡说道 你无需用剑宗束缚住我 你理应知道 若仅仅只是重回巅峰 开不了这天 更吐不了线 天书子脸色微僵 丁瑶缓缓走到阳刚身边 上一世 我已经输给过这所谓的贼老天一次 这一世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天书子 嘴角微微抽出了下 所以 你是想要 丁瑶站在阳刚身盼 我要下山 历练红尘 而且 我跟他之所以走到一起 从来不是所谓的 机缘巧合 我是谁 他又是谁 别人不知 你肯定知晓 天书子沉默了许久 微微一抬手 命所有剑宗弟子全部退下 连王破都没能例外 整个常见 除了阳刚 就只有剑宗七封手作 小师妹 开阳封手作 率先开口说道 你应该知道 天道已经知晓你的存在 这件事 已经瞒不住了 丁瑶点了点下巴 这也是 我不接受天道洗礼的原因 天机封手作插话道 上一世 虽说小师妹你开天失败 可近十万年以来 你终究是唯一一个 可以对这所谓的天道 可以造成真正威胁的人 他绝不可能放过你 丁瑶抬头看了天机一眼 仿佛在与天道遥遥对望 可是 我灭不了他 他也杀不了我 难道不是吗 天疏子沉生道 可妖族作为天道走狗 他们势必会带天道杀你 阳刚始终沉默 此间所言 都是真正的隐秘 他的确听不懂 其实说起来 事情非常简单 有个词叫做 替天行道 可在这个修真世界 却是最为讽刺的一个词汇 不管是无法修炼的凡人也好 亦或者是修为通天的合体七 顶级大能也罢 归根结底 他们都是被圈养的 整个修真世界 本身就是一个偌大的囚龙 就跟人类豢养牛羊 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牛羊养到某个程度 就会被拉出来宰杀 人族修士到了杜劫期大成期 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说穿了 他们都是所谓 天道所谓仙人的养料罢了 妖族是干什么的 他们就像人族养牛羊时 放在羊圈旁的猎狗 本就是负责看守人族 若说替天行道 说句难听的 妖族才是 真特么是在替天行道 何等的讽刺 可这就是真相 万万年以来 人族与妖族 势不两立不假 可说到底 人族真正的敌人 终究还是要与天斗 所以 正道练气势也好 魔修练体势也罢 人族从来没有任何门派 敢说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谁敢说 谁就是在挑衅整个人族 除了妖族 你还要小心魔修 天书子横了阳刚一眼 宠丁瑶说道 普通人只知道 正道练气势对魔修恨之入骨 很少有人知道 这种对立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样的 阳刚忍不住插话道 那这到底是为何 天书子如实回道 因为魔修的出现 本就是天道的一次实验 一次没能彻底成功的实验品 以前就有练气势与练体势的区别 最初这只不过是 人族两大修炼方式罢了 这些年 练体势之所以会被冠上 魔修二字 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掠夺 这种掠夺的能力 最初并不是练体势与生俱来的 而是后来天道赐予 按照北方大雪山大长老赵四海 与书院院长马文远 的说法 天道这是要从内部 彻底瓦解人族 单初从这方面来看 其实 这本就已经变向正面 无数年以来 人族修饰的强大 已经远远超出 那些所谓 先人 所谓 天道的掌控 若非如此 他们完全不需要妖族出手 更不需要通过魔修练体势 从内部瓦解人族 直接降下雷霆 把人族灭了便是 其中内情 天书子并未有要继续解释的意思 阳刚也并未继续追问 这贼老天既然已经知晓你 转世而来 并且已经确定你的身份 接下来 妖族势必会有所异动 极有可能会从十万大山 直接倾巢而出 天书子宁声道 如若只是妖族作乱 我们自可从容应对 怕就怕 魔修也会从中作梗 万一人族跟妖族交手 魔修直接从背后捅刀子 那特么乐子可就大了 话题稍显沉重 唯有阳刚满脸轻松 天书子眉头微皱 妖族虎视眈眈 魔修随时都有可能背叛 我人族内忧外患 如此天下大事 你似乎根本不在意 阳刚想了想 反问道 与我何干 天书子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阳刚坦然回道 我一直都只是一个小修士小男人 家 国 天下 对我而言 太大 太假 太空 我只需要确定 丁瑶在我身边 就够了 天书子冷笑一声 道 据我所知 你的红颜知己 可绝不止丁瑶一个 若是妖族肆虐天下 你能保证他们每一个都安然无恙 阳刚平静回道 我说了 我只在乎丁瑶 至于其他 充其量都只不过是露水鸳鸯 能为他们提供庇护的时候 我当然会保护他们 可若是是不可为 我随时都可以舍弃掉他们 我不知道 你们谈的这些 天道 仙人 妖族 魔修 之间到底有何隐秘 我也不想知道 甚至 就包括你们这些所谓的顶级大能 选择我做 持剑人 也好 还是你们剑宗要让我把天雷双剑 合二为一也罢 归根结底 其实我通通都不在乎 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 我从来都不是什么道德圣人 我骨子里 就是一个牙字必报的小人 我不想被任何人利用 对你们所说的家国天下 同样不感兴趣 就算有朝一日 妖族真的肆虐天下 人族败北 我还是那句话 与我何干 这个天下大得很 选择也多得很 大不了我带着丁瑶 找一个穷乡僻壤 挖掘一个洞府出来 平安度过余生 你们要愿意拯救天下苍生 那是你们的事情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天书子脸上的表情 略微有些精彩 杨当想了想 又补了一句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都不理解 我听说 剑宗门规 从来都不喜多管闲事 甚至都不允许门内弟子 去行侠仗义 博取虚名 你 门剑宗何时如此 把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放在首要位置了 天书子 一副高处不胜寒的模样 叹息一声 道 因为我们剑宗实在太强 杨刚 不是 你哥这儿跟我玩凡尔赛呢是吧 因为我们剑宗太强 甚至完全可以 说是人族最强 所以天道也好 仙人也罢 都注定不可能放过我们 妖族若是从十万大山 清朝而出 首选目标 就是我们剑宗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只要摧毁剑宗 就等同于摧毁了 人族杀力最强的一把剑 试问 他有资格开天 图线 天书子淡淡说道 不是我要把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 你有句话说的没错 我最在乎的就是剑宗 可以正是因为如此 哪怕是为了保护剑宗 我们也必须要出剑 说到这里 天书子略微停顿了一下 看了丁瑶一眼 然后冲杨刚继续说道 同样的道理 无论你是否愿意 丁瑶身为当时杀力最强的那把剑 他都注定会成为 天道与仙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势必会成为 第一序列清除目标 杨刚沉默了下 平静回道 我还是那句话 我对家国天下没兴趣 我只在乎丁瑶 无论是谁 在我死之前 都别想动丁瑶 哪怕一根手指头 天书子饶有兴趣问道 若是天道让丁瑶死 若是天上仙人要杀丁瑶呢 杨刚一脸认真说道 那便捅破这天 途径折仙 一刻钟后 杨刚与丁瑶 并肩从剑种离开 看着二人渐行渐远 开阳风手作 忍不住主动开口问道 大师兄 真的就让小师妹 继续跟在杨刚身边 天书子反问道 要不然呢 把小师妹强行留在剑宗 又有何意义 上一世 为了开天 为了徒仙 我们已经亏欠他太多太多 这一世 我们有什么理由 继续让他在剑宗苦休一生 天玄丰手作接话道 可杨刚 天书子白手打断 平静说道 虽然杨刚的回答 并不是我想要最佳答案 可我们已经确定 他骨子里 跟我们剑宗是同路人 他能护住小师妹 单凭这一点 就已经足矣 另一头 杨刚与丁瑶二人 在剑宗漫步 却诡异的都并未开口 一路来到摇光峰 兜兜转转 来到山巅一处宅院 丁瑶突然主动开口说道 这里 应该就是 我清修之所 话落 不等杨刚接话 丁瑶突然转身面向杨刚 有件事 我一直都没说 其实此次重塑剑体之后 我记起来很多事 也忘记了很多事 就仿佛 好多记忆都已经被剑一切割的支离破碎 比如 你到底是谁 杨刚满脸都是恶然 不是 你连我是谁都不记得 就要跟我一起离开剑宗 丁瑶想了想 坦然回道 我不记得你是谁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 杨刚满脸头疼的揉了揉脑门 我是杨刚 丁瑶轻轻点了点下巴 你好 我是丁瑶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我之间到底都发生过什么 从日落到半夜 杨刚一直都在跟丁瑶讲述二人的过往 最后 杨刚直视着丁瑶在进入剑宗闭关之前 你曾答应过我 等你出关 就跟我入洞房 丁瑶微微汗手 满脸淡漠说道 好 那边来吧 不是 什么就那边来吧 你脸上是什么表情 算了算了 感情这种事情 可以日后再说 日复一日 日久生情 以前杨刚与丁瑶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 大不了再做一次 一盏茶后 喷的一声 杨刚被剑气硬生生击飞 突 草明草 倒不是丁瑶有意不从 而是 似乎丁瑶重塑剑体之后 杨刚根本就进不去了 天生剑体 就意味着丁瑶本身就是一把剑 一把绝世好剑 杨刚想要一针剑血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连特末门都进不去 第125章 六大穿越者 齐聚两子族裕 月朗星熙 杨刚满脸都是晦气 人家当年大雨治水 才是三过家门而不入 杨刚已经尝试着无数次 他非常努力地想要破门而入 却因丁瑶的天生剑体 已经全面恢复 却寸步不得入 你见与不见 门 就摆在你眼前 可你 却进不去 却进不去呢 好事好事 特末的杨刚直呼内行 丁瑶似乎微微有些不好意思 歉意说道 真不是我故意的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杨刚嘴角一抽一抽的 家人们 谁懂啊 就以为我特末修为境界太低 我特末连我家富婆的家门都进不去 这特末找谁说理去 啊 天底下还有这种破事 不行 杨刚咬牙切齿说道 咱们得尽快下山 进入建宗属地之后 之前的杨刚 对修为境界的提升 其实并没有那么破解 可现在 为了破门而入 他必须得把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代价 先特末把修为境界给提升起来才行 科技未必是第一生产力 但破门而入 绝对是所有男人进取的最大的动力 要不然会有那么多田狗 每天屁颠屁颠围着女人摇尾巴呢 一直到后来 被称之为沸扬扬 才终于幡然醒悟 特末的 付出与收获完全不成正比 可不就得先桌子 甚至有吊丝口口声声说什么 月入三千八 一个人我随便花 结果来个骚批 稍稍表现得主动一些 就又变得跟哈巴狗一样 归根结底 这特末都是门的魅力 男人 为门生 为门生 为门辛苦一辈子 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 听到没 难 多麻烦啊 女 哦 那我不吃了 请问你如何回答 这就是例外 或许也是门 但至少不是同一个门 好 丁瑶应声道 我陪你下山 不过你得稍微等我一下 话落 丁瑶扭头望向剑宗后山 轻声道 小青 轰隆隆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杨刚感觉脚下的大队 突然颤抖了一下 不只是遥光风颤抖 剑宗戚风似乎都轻颤了一瞬 紧接着 一道青芒 自剑宗后山一蹴而就 闪电一般落入丁瑶手中 是一条吐着蛇性子的小青蛇 杨刚忍不住眉头一挑 听闻剑宗户山神兽 乃是传说中的青龙 该不会就是这条小青蛇吧 看着也不像啊 丁瑶抚摸着小青蛇的脑袋 淡淡说道 是青龙剑 青龙身为我剑宗户山神兽 在守护剑宗万万载的岁月里 青龙吞噬过无数剑翼以及剑气 这青龙剑便是由青龙融合剑翼剑气 最终凝聚而成 说到这里 丁瑶稍稍停顿了一下 举头望天 满脸弹幕说道 带我剑体 大成 重回巅峰 手持青龙剑 开天 屠仙 也无不可 话音刚落 小青蛇直接化为一把青色长剑 落入丁瑶手中 月朗星熙 丁瑶一袭白袍 手持青剑 道不尽地写一风流 天梳子飘然而至 看了眼丁瑶手中的青龙剑 未然一探 道 这就要走了 丁瑶平静回道 一味在山中苦修 非我所愿 天梳子沉默了一瞬 扭头望向阳刚 记住 你曾答应过我什么 无论何时何地 你都必须要替我剑宗守护好丁瑶 虽说阳刚目前的修为境界还很低 可天梳子的语气却极其正重 阳刚微微汗手 却又突然话风一转 依你所言 接下来 妖族必然会从十万大山清朝而出 剑宗也势必会出剑 既如此 那我索性便剑宗一份礼物 天梳子微微挑眉 礼物 阳刚掏出一个储物袋 扔给天梳子 我在平安郡开了间 梁子足遇 大概开了有十天了 里面有十万元石 天梳子猛地身体微僵 十万元石 对于普通修士而言不值一提 对于剑宗却不值一提 天梳子之所以稍显失态 是因为他听懂了阳刚的弦外之音 十天就有十万元石 这是何等的吸睛能力 古人云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阳刚一脸诚恳说道 就算没有叮咬这层关系 我个人也一直非常敬重剑宗 尤其是在平安郡待了一个月 我对剑宗的敬佩更胜从前 剑宗的剑 毫无疑问是人族最强之剑 可妖族也绝非善于之辈 我知道剑宗向来无所畏惧 但剑宗真的太穷 我人为言轻 修为境界更是不值一提 可我至少不想看到 剑宗弟子会因为 后勤物资不足出现 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死伤 下山之后 我会想办法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争取让梁子族域遍地开花 再不济 也一定可以开遍剑宗下辖27成 但那时 会有源源不断的原石涌入 我会把这些原石的一部分 兑换成中品原石 甚至上品原石 剩下的 我会想办法 从四海阁 大批量 购入丹药 福禄 傀儡等战场所需 你给我留个传音福禄 到时候有任何需要 剑宗都可以开口跟我提 天淑子的脸色 微微有些精彩 望着阳刚的眼神 也复杂到了极点 憋了许久 才终于憋出来一句 为什么 阳刚坦然回到之前我就说过 我骨子里就是一个 牙子必报的小人 我骨子里就是一个混蛋 但 这并不影响 我敬佩剑宗 剑宗门徒 皆是一群非常纯粹的人 如此纯粹的人 不该因为剑宗不收取 下辖27成 纳贡 不应因为缺少战争必备 粮草而出现大幅度伤亡 此其一 但即使如此 丁瑶终究是剑宗小师姑 四舍五入 我也勉强算是剑宗一份子 我对上战场与妖族厮杀这种事情 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但 身为剑宗一份子 我也理应为剑宗出一份力 既然我不想上战场 那么 就用原石来代替好了 话落 阳刚抬头直视着天书子 剑宗不收取下辖27成 纳贡 是为道义 是为普通人谋一条更好的生路 但 我开两子族域给的原石 若剑宗还是不收 那就是愚蠢 这里面的区别 您理应比我明白 说完 阳刚带着丁瑶迅速下山而去 天书子看着手里的橱带 挠了挠头 轻笑一声 道 本来是想要让你 欠我剑宗一份天大的人情 结果 兜兜转转 怎么还变成 我剑宗欠你人情了呢 而且 你个小兔崽子 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 以前阳刚每次往返剑宗 向来都是操控威震天狂奔 但这次不一样 由于丁瑶在身边 返城的过程里 阳刚带着丁瑶一路游山玩水 等返回平安郡 已经是三日后的黄昏 我买了个宅子 阳刚笑着说道 里面最大的院子 是专属于咱们两个的 丁瑶横了阳刚一眼 你那些红颜知己 也没进去过 阳刚猛的一致 当然没有 丁瑶平静说道 进去过也没关系 我现在是天生健体尚未达成 无法做到收放自如 暂时也无法跟你入洞房 让他们暂时留在你身边 也无不可 阳刚稍稍松了口气 这时 丁瑶却又补了一句 待我可以跟你洞房的时候 若是他们还敢继续留在你身边 我就把他们全部都给一件嘎了 阳刚 不是 咋爹 你这重塑健体之后 不只是忘了许多事 咋还性情大变了呢 你这是要变成鱼塘里的 最为兄弟的大鲨鱼 你这是要逆天啊 你 不用着急回家 丁瑶淡淡说道 先带我去你那个梁子族狱 让我看看 你在里面到底藏了多少女人 阳刚呲牙咧嘴 丁瑶横了阳刚一眼 牙疼 阳刚闷声道 我只是觉得 你有点陌生 变得多让我有些不认识了 丁瑶坦然回道 我之前就已经跟你说过了 重塑健体之后 我记起来许多事 也忘记了许多事 而且 在此之前 我本就是大雪山圣女 之前之所以允许你身边有其他女子 无非是因为你我一直在逃命罢了 可今时不同往日 你也知道 我是剑宗小事故 而你是我的道旅 既是道旅 怎可三心二意 丁瑶不只是剑宗小事故 他上一世 就已经是当时最强的剑 以他的骄傲 根本就不可能允许阳刚 还带着其他女子 跟他共处一个屋檐下 至于最后 阳刚到底还能不能继续左拥右抱 那就得看咱阳刚自己的能耐了 若他当真可以破门而入 并且一针见血 把丁瑶给收拾得服服贴贴的 多寻觅几个女子待在身边 其实也并无不可 再说了 大不了就不住在一起 大不了 咱阳刚就出去打秋风呗 反正咱阳刚又不缺钱 大不了在外面多买一些宅子 金屋藏郊 带路 阳刚带着丁瑶一前一后 直奔梁子族狱 刚刚抵达门口 天香与雪衣他们还没出来 反倒是红袖从对面的 红袖招直接走了出来 你总算回来了 这几日不见你 都快要急死我了 红袖在阳刚面前旋转一周 笑盈盈说道 好看吗 今日的红袖 穿的并不是旗袍 也不是包囤裙 而是特么穿了一身紫色 吊带后妈裙 她本就漂亮 穿着这种衣服 更是魅惑十足 是的 阳刚的裁缝铺 现如今已经不只是 仅限于提供定制旗袍了 在阳刚的受益下 还定做其他款式 而红袖这个避浪 在这方面更是天赋超绝 把款式给改得更短了 丁瑶上下审视着红袖 扭头冲阳刚说道 看来 你背着我不只是开了间 两子族狱 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 无妨 到时候 一件沙纸便是 红袖 阳刚服额 以丁瑶现在的水准 都不需要重回巅峰 成为当时最强的剑 哪怕重回原因 估计一剑下去 阳刚身边的女人 估计就得全部嘎了 甭管什么花魁不花魁的 在丁瑶面前 不管是身材容貌气质 意或者是实力 通通都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不过 红袖终究是在平安郡 享誉已久的花魁 识人变悟的本事 那绝对是一等一的 她瞬间就已然明白 站在她面前的这位女子 必然是传说中的 正宫娘娘 于是 红袖非但没有丝毫恼羞成怒 反倒是冲丁瑶 微微恭身一礼 你好 我是红袖 初次见面 请夫人多关照 红袖真的很懂男人 无论丁瑶的态度 到底有多冷漠 无论丁瑶到底说了什么 她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时候 她若是跟丁瑶真的吵起来 难堪的只会是阳刚 于是 她选择了主动退让 亦或者说 是在以退为进 讨好阳刚毕竟 现在 她想让她的红袖招起死回生 还得需要看阳刚的脸色 走吧 阳刚看了红袖一眼 带着丁瑶 转身走进了两子族狱 直接上了七楼 天香下意识地 就想迎上来发麻草 但却敏锐地察觉到 桂衣与方晴 以及柳如玉等人的脸色 比之平时 要严肃了许多 甚至 包括平时在阳刚面前 最是放浪行孩的雪衣 也突然变得规矩了许多 虽说平时两子族狱 是天香全权负责 可事实上天 湘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 雪衣与桂衣这些女子 要远比她跟阳刚更加亲近 再加上 是阳刚亲自把丁瑶给带过来的 天香瞬间就已然明白 郑姑娘娘来了 她只是有些不太明白 丁瑶看起来 并不像是何等兄弟的角色 为何雪衣这群人 却对其未知如虎 她当然不会明白 须知 当初那场大逃亡的过程里 丁瑶不止一次地 想要直接宰了他们 后面也是丁瑶逼迫他们 全部都被阳刚种下了傀儡种子 而且 他们亲眼见过丁瑶出手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丁瑶到底有多狠 官人 天香走到阳刚面前 规规矩矩说道 您不在这几日 按照既定计划 郭本道已经连续了 建宗下辖27城各大城主 天地钱庄与四海阁的速度 同样很快 我们两子族于分店 正在迅速扑设开来 话落 天香悄悄看了丁瑶一眼 稍稍顿了顿 然后才继续说道 由于有各方势力联手 我们分店选址 都是选的各大城池 最为繁华路段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各大分店 还并没有太多 真正可以成气候的技师 说到这种专业方面的事情 天香的确是行家里手 丁瑶打量着四周 冲阳刚淡淡说道 我四处逛逛 说完 丁瑶直接走出了办公室 呼 天香长说了一口 直接靠在阳刚身上 这位镇公娘娘 当真好大的气场 都快要气死奴家了呢 阳刚无奈一笑 她脾气不太好 算了 不说这个 对于两子族裕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全部铺设完成 天香正了正 为阳刚点燃烟丝 胡疑问道 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着急 可咱们的技师不够 各大分店 想要培训出合格的技师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阳刚想了想 吐出一口浓烟 那就不要让各大城池 送家里来平安郡进行培训 把咱们店里的技师 直接送过去 在各大分店直接进行培训 天香私存了许久 点头回道 如此一来 倒也的确可以 大幅度节约时间 勉强可行 恐怕很难找到合适人选吧 阳刚平静说道 无妨 用人不依宜人不用 咱们店里的家里长途跋涉 去其他城池发展 那索性 就让他们直接做分店店长 如此 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他们 除此之外 建宗下辖27城 每四城设一个区域经理 让雪姨和桂姨 以及柳如玉他们 过去亲自作证 各大门派之间距离很远 并且互相提防 想要横跨江域市 无比艰难的一件事 但 建宗下辖27城 城池与城池之间 都设有大型传送阵法 只需要支付足够的原石 就可以瞬间直达 比后世的高铁飞机 还要更加迅速 每相近似 城设置一个区域经理 这的确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没问题 全都听你的 天香也于一笑 只是 您这样做 当真只是为了迅速 让两子族域各大分店 打开局面吗 我怎么觉得 您是要尽快 把您身边的女子 全都送到其他城池 这位镇公娘娘 当真如此厉害 自然是为了帮助建宗赚取原石 应对接下来的大战 至于把人送到其他城池 杨刚还真就担心 丁瑶会不会直接动箭 我之前就已经说过 她的脾气不太好 杨刚无比头疼说道 我提醒你 你平时对我撒娇卖谋没问题 但若是惹丁瑶不喜 小心她直接一箭囊死你 天香娇笑道 天底下 还有你降服不了的骑女子 不对 脸 她 她来自建宗 杨刚如实回道 她的确是建宗弟子 更加重要的是 她曾真正跟我同生共死 她曾经救过我的命 而且绝对不止一次 听懂了吗 天香柔柔弱弱回道 是 接下来数日 两子族裕的嘉丽 陆陆续续离开平安郡 前往建宗境内各大城池 天香与杨刚商议之后 最终确定 从平安郡两子族裕总店 合计派出52位嘉丽 每个分店去两位 分别担任店长与大唐经理 并且负责培训分店更多的技师 天地钱庄提供的资金支持迅速到位 四海阁提供各方面所需 各大城城主府 给予最大限度的照拂 如此 两子族与火爆建宗27成 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钉瑶的态度虽然强硬 这几日却并未跟在杨刚身边 而且在宅子里闭关 似乎是摆明了 要给杨刚流出 跟所有陆水鸳鸯告别的机会 钉 恭喜您获得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加七七 贵一 因为在杨刚身侧 风情万种 脸上却微微有些忧伤说道 这是自然 有空我自会去各大城池 巡视各大分店 更何况 有传送阵法在 你若想见我 随时来找我便是 保重 保重 贵一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其他的诸如雪怡 以及柳如玉等人 早就已经率先离去 这也最终导致 杨刚腰疼的厉害 离别之际 这些女子自然是不可能放过她的 杨刚这几日 真的是一刻不得险 杨刚站在传送阵前 安静地看着贵一的身影 迅速消失不见 反倒是玄空四佛子常庆 却依旧站在杨刚身边 他今日并不是也要跟杨刚道别 而是要跟杨刚一起来接人 有人离开平安郡 比如杨刚那些陆水鸳鸯 有人则会正式抵达平安郡 比如穿越者联盟三一协会群里 那些穿越者 是的 这么久了 那些身处这个修真世界各地的穿越者们 终于要来了 有的其实早就已经抵达建宗境内 不过并未直接传送来平安郡 而是在等人骑 日暮时分 三一协会群 和尚 老七 准备接驾 不多时 随着传送阵法光芒绽放 有四道身影缓缓浮现而出 当先一人手持佛珠晃了晃 笑盈盈说道 二号 卧梅又文花 中州书院 攀路 四号 坐天窥井 北方大雪山 正秋冬 五号 我要回家取古力纳扎 要王谷 卢超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南方狼牙阁 齐当国 长庆踏前一步 微微一笑 一号 帅气的光头 玄空寺 长庆 杨刚微微汗手示意 七号 梁子族狱 东方剑宗 杨刚 卢超一把拦住杨刚的肩膀 走走走 这些年都快把我憋死了 先去你的梁子族狱 我要选台 我要祭司 我要三个 这一日 六大穿越者 与梁子族狱 齐聚一堂 第126章 破门而入 就在今朝 梁子族狱 六楼 最里面的大型包厢 包括杨刚在内 六位穿越者 全部躺在沙发上 换一批 再换一批 别欺负人啊 也虽说是深刻 但也不差钱 普通家里 就已经足以让这个 修真世界的土鞭们 大开眼界 但 非常遗憾的是 眼前这些人 全部都是 见多识广的穿越者 但凡是男人 谁没下过洗脚城啊 最起码 杨刚身边 这些穿越者 在穿越之前 就全部都是 洗脚城的常客 普通家里技师 很难入得了他们的法眼 杨刚微微一抬手 告诉天香 把咱们梁子族狱的明星技师 全部都给叫过去 去吧 是 请诸位爷稍等 常庆扭头望向杨刚 似乎普通技师 一直都不知道 你才是梁子族狱的老板 杨刚一笑置之 五号 我要回家取古丽那扎 搓搓手 满脸也鱼说道 我最特么喜欢明星技师 待会儿我先选 谁都别跟我抢 不知道七号这里的技师 到底都是啥水准 他叫卢超 来自药王谷 正在进行第九次重修 并且已经重回金丹巅峰 正在为冲击原因期 做最后准备 二号 我没有文花 接话道 你急什么 咱们老七是梁子族狱大老板 有好货 自然不会藏着掖着 他叫潘禄 败入中州书院 如今正在进行第七次重修 同样也是已经修炼金丹巅峰 你懂个屁 五号卢超 嘿嘿怪笑道 来洗脚城 最为激动的时候 就是技师还没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最是适合脑补 接下来走进来的技师 到底是什么样子 二号和五号 两人互对得非常欢乐 看起来似乎非常熟悉 相对来说 四号与六号 则更加沉默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全名其当国 出身狼牙阁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助击巅峰 实则是货真价实的原因巅峰魔修 目前正在进行第21次重修 全力冲击出窍 是狼牙阁重点培养的核心弟子 若他此次破镜成功 就完全有资格冲击狼牙阁首席大弟子 至于四号 坐天窥井 就厉害了 他叫郑秋东 他多次重修已经完成 目前是出窍巅峰 正在全力冲击化神七 除此之外 他 就是之前丁瑶说过的那位 让无数人只能忘记巅峰的 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更是北方大雪山圣子 他在助击期的时候 是公认的助击最强 金丹期的时候 就是公认的天下第一金丹 入了原因 同样也是如此 就不知道 现在出窍期 到底有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毫无疑问 这些穿越者 虽然暂时还不是站在这个 修真世界金字塔间的顶级大能 但他们 每一位 都已经取得非常不俗的成就 算上长庆 这已经是一堆圣子 佛子 以及首席大弟子 更何况 虽说攀路 与如超穿越的时间略晚 岂不相对慢一些 可他们也已经是金丹巅峰 并且进行过多次重修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至原因期 莫要忘了 人族108成成主之尊 比如历南天 充其量也只不过是金丹巅峰罢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以他们所在的门派实力为背景 以他们自身修为为基准 他们随时都有资格担任成主之位 由此可见 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到底是怎样一股势力 或许他们暂时还只不过是出路锋芒 但假以时日 他们必然会成长为 整个修真世界最为牛逼的那批人 如长庆所说 有朝一日 或许六大门派再加上一个药王谷 这七大势力的化石人 说不定都都是三一协会这群人 到时候 那可就真的是 穿越者统治整个修真世界 咱们三一协会一共七位穿越者 每一位都来力不凡 我比较好奇三号的身份 杨刚扭头望向长庆 为何三号没来 长庆目光微微有些异样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其当国主动接话道 三号非常神秘 莫说是你 就连我们也从来没见过三号 这么多年 三号仅停留在群里砍大山 从来都没真正露过面 二号卢超黑的一笑 三号对你的两子族欲 估计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莫要忘了 三号在极乐谷 极乐谷 最是擅长魅术 以及双修之法 看三号在群里的发言风格 再加上昵称虎逼 估计也是个大老爷们 一个大老爷们远在极乐谷 身边自然不会缺少狐妹子 大概率是乐不思蜀 根本就懒得露面 四号郑秋冬插话道 从始至终 只有一号知晓三号的真实身份 三一协会这个群 之所以能够成立 本就是因为佛珠 而这些佛珠 都是小和尚长庆亲自赠予 他必然见过三号 不可说 不可说 长庆摇头晃脑说道 倒也不是说三号身份特殊 主要咱们三一协会的规矩 从一开始 就是自己愿意主动暴露身份才行 既然三号不愿主动抛头露面 那小僧自然也不便多言 正说着呢 丁摇突然推门而入 二号卢超眼睛一亮 脱口出道 两子足语的技师 若都是这个水准 那我就不走了 闭嘴 四号郑秋冬呵斥了一句 起身对丁摇躬身一礼 见过前辈 卢超不知前辈身份 言语无状 请前辈莫要怪罪才是 话落 郑秋冬扫尸一圈 满脸凝重说道 给诸位介绍一下 这位乃是剑宗姚光峰手作 姚光峰手作 那可就真的是 担得起前辈二字的顶级大能了 除了阳刚之外 一群人纷纷起身见礼 只是他们不明白 堂堂姚光峰手作 为何也来了两子足语 阳刚无比头疼地揉了揉脑门 你怎么过来了 丁摇平 静回道 听说有几位你的朋友过来了 我便过来打个照面 你们继续 我先走一步 说完 丁摇直接转身就走了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堂堂姚光峰手作 居然是看在阳刚的面子上 过来打个招呼 众人望着阳刚的眼神 突然变得微微有些复杂 六号齐当国突的恍然大悟道 阳刚 阳刚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 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听说过 我记起来了 前阵子万名剑宗门徒下山 自我狼牙阁境内 强行接剑宗小事故回山 闹得声势浩大 至于你 阳刚 你就是那个屠杀百万魔修 并且杀了我狼牙阁无数原因 包括原因巅峰大修 连云童都死在了你手里 最后 不得不让孙景峰 那个化神器的老不死亲自出面 结果却还是没能杀了你的那个阳刚 就是你 对吧 阳刚微微拱手 六号谬赞 鸦雀无声 不用说庞然 包括与阳刚最是熟悉的长庆 都忍不住猛了一下 正所谓 垂死病中今做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 朝此白地踩云间 大佬竟在我身边 在此之前 无论谁都没想到 看起来不声不响 其貌不扬人畜无害 而且还开了梁子族裕 这种风月之地的阳刚 居然会生猛到如此地步 屠杀百万魔修 这说起来 只是非常简单的六个字 可到底是何等心狠手里之辈 才能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情 狼牙阁正在想办法 把你捉回去 齐当国沉生道 而且 据我所知 狼牙阁已经秘密派了人 悄悄进入剑宗鼠地 正在到处打听你的下落 但现在看起来 连遥光风手作都在你身边 狼牙阁此次势必会无功而返 七号 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阳刚反问道 你也出身狼牙阁 你不抓我 齐当国摇头笑道 你我都是穿越者 我加入狼牙阁 本就是三一协会群里 大家商议的最终结果 我对狼牙阁 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归属感 自然也就没有要帮狼牙阁 对付你的理由 而且 你进群晚 所以你并不知道 咱们三一协会的穿越者 本就不允许互相杀戮 互相背后捅刀子 若有违逆 必会群起而攻之 阳刚微微汗手 你想让我做什么 不要杀孙景峰 把他的命留给我 你跟孙景峰有仇 他是我师叔 嗯 所以 你不但不帮你师叔抓阳刚 而且还要杀你师叔 齐当国恨声道 整个狼牙阁 我就欠一个人的人情 那就是我师尊 但 我师尊死在了孙景峰 那个卑鄙小人手里 长庆忍不住插话道 可孙景峰是 化神器的老怪物 你要如何杀他 齐当国立声道 我本就是原因巅峰 待此次重修完成 我有很大的把握入出窍 以出窍杀化神 这看起来 似乎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可齐当国却无比的自信 很显然 他也是穿越者 他肯定也有杀器 超强的金手指 若非如此 他绝对不可能 妄想以出窍杀化神 我的金手指 是法天相帝 与魔修炼体势 及其契合 这也是狼牙阁 说我为核心弟子的主要原因 齐当国淡淡说道 只要入出窍 我至少有50%的把握 弥陀佛 常庆微笑着说道 既然大家都是穿越者 那你的事 自就是我们的事 小僧的本命神通事 如来今生 至少可以为你增加10%的把握 郑秋冬坦然回道 我本就是出窍巅峰 我的金手指是神霄五雷 至少可为你增加20%的把握 卢超与潘露对视一眼 异口同声道 我二人修为虽然低 但我二人合力 应该也可以再为你增加10%的把握 叠加在一起 那就是90%的概率 把孙景峰当场震杀 杨刚轻笑一声道 我与孙景峰也私怨 既如此 那我便再给他一次杀我的机会 很明显 杨刚是要以自身为二 化神七 是已经无限逼近顶级大能的超然存在 可在杨刚 这群穿越者眼里 彼此联手 却几乎已经宣判了孙景峰的死刑 这就是三一协会 这群穿越者联手之后的恐怖实力 小僧再强调一遍 常庆孝明尼说道 大家同为穿越者 切莫自相残杀 记住 咱们还得回家呢 回家的诱惑 或许所有穿越者最大的终极目标 而且 想要在这个修真世界登顶 他们本就是彼此最强的后手 那就把孙景峰这位化神 当作是咱们三一协会的第一块试经石 就这么定了 善 这时 邦邦邦 天香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而入 听说有贵客临门 切身把我们两子族裕所有明星技师 全部都给叫了过来 所以耽误了些许时间 十余明穿着旗袍黑丝 或者白丝的技师 鱼贯而入 齐齐躬身 老板晚上好 我先来 卢超指着一个比较风韵的女子 你 就你了 八十八号技师 很高兴为您服务 这个归我 六十六号技师 很高兴为您服务 天香凑到杨刚身边眨了眨眼 您就不用选了吧 我亲自为您洗脚可好 杨刚当时就不乐意了 莫闹 我今儿得陪朋友 天香嘟了嘟嘴 满脸不高兴 卢超打趣道 杨兄 人都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 你又何必惹美人不快 杨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你也说了 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可我不是兔子 我是人 关键是 雪衣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平安郡 其实这件事 虽说是叮咬的逼迫 可事实上 杨刚也是在顺水推舟 有他们在 杨刚一三五二四六 连周日都没法休息 一刻不得闲 根本就没时间 也没精力去吃窝边草 虽说他们一个个的都是家人 可众所周知 这种事情 若是整天腻歪在一起 就会变得乏味 家花不如野花香的由来 现在 丁瑶这条大鲨鱼一句话 把杨刚身边所有女子都给赶跑了 看起来是丁瑶过于霸道 实则正中杨刚下怀 走就走了呗 反正有传送阵法在 过段时间就可以再见 暂时的分别还更有新鲜感 小别盛新婚 岂不美哉 更何况 他们能够为杨刚提供的属性资质 随着杨刚日复一日的掠夺 已经在疯狂降低 远不如两子族欲新来的家里们 提供的属性资质更多 今日 连丁瑶都非常识趣的 没有打扰杨刚 天香居然还想阻拦杨刚 这不开玩笑呢吗 六人迅速选好了各自喜欢的技师 天香带着其他技师 迅速退出包厢 洗完脚 卢超率先起身 拥着他的八十八号技师 哈哈大笑道 诸位 我先行一步 是的 两子族欲四楼以下是人间 就只是洗脚按摩 四楼以上的天上 除了洗脚 最为重要的 自然是还能洗别的 六楼本就有许多其他单独包厢 本就是为了这个准备的 散了散了 明儿见 夜半时分 定 恭喜您掠夺到目属性 目属性资质 加777 恭喜您掠夺到目属性 目属性资质 加666 技师柔声道 爷 满意吗 杨刚摆了摆手 嗯 非常满意 下去吧 技师无比乖巧地退出包厢 两子族欲秉承的原则 本就是顾客至上 更何况 天香对待杨刚的态度 只要不瞎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里面的差距 也正是因为如此 技师在杨刚面前 格外卖力 足足为杨刚提供了 1400多目属性资质 杨刚倒是有心趁热打铁 可惜 雪仪他们离开之前 把杨刚给折腾得太狠 现在的杨刚 完全是有心无力状态 杨刚真的很累 很快便沉沉睡去 而且 他似乎做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梦 半睡半醒之间 却又突然觉得 身边突然又多了个人 哦 是技师 旋即 杨刚又突然意识到 是手劲不对 他竭力想要睁开双眼 却感觉眼皮重若千钧迷迷糊糊的 他仿佛听到了一句话 夜深了 妾身欲降妖 除魔 味道 可否 为何不言语 您不说话 那妾身就当您是同意了 破晓时分 杨刚只感觉头疼欲裂 更加重要的是 膝盖发软 扫尸一圈 发现技师的确不在 包厢里空无一人 昨夜 不是技师去而复返 只是梦一场 可惜 盖阴和发软 这恐怕 就不是梦一场可以解释得通的了 左而的确有技师在 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区区一个技师 哪怕是所谓的明星技师 恐怕还没这本事 让咱杨刚如此不堪 这里是梁子族欲 这里是天香的地盘 答 自然也就已经昭然若揭 杨刚满脸都是凌乱 想想也是 若不是完全信任的人 以杨刚目前的修为 哪怕是睡眠状态 也绝对不可能让人轻易靠近 而且做了那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也只有天香 才能让杨刚 哪怕是迷迷糊糊的状态 也并不是非常防备 恰在此时 天香推门而入 呀 爷 您醒了 天香似乎刚刚洗完澡 而且 他此时并未穿旗袍 而是穿了一套吊带睡裙 杨刚没好气说道 你堂堂天香花魁 居然趁我睡着了 趁虚而入 传出去成河体统 咯咯咯咯咯 天香娇笑道 谁让爷您清醒的时候 不乐意搭理奴家呢 奴家只好等您睡着了 再来 偷偷跟您优惠了 华落 天香原地旋转一周 爷 这是我从红袖那个 剑皮子那边抢来的 好看吧 吊带睡裙旋转着 曼妙若隐若现 杨刚悄悄吞了口唾沫 真好看 天香稍稍有些吃味 爷似乎一点都不惊讶 或者惊喜 这足以证明 爷您已经见过这种衣裳 我了解红袖 以那个剑皮子的道行 他不可能有如此巧妙的心思 定做这种衣裳 所以 爷 是您给红袖出的主意 红袖也已经变成您的人了 是吗 杨刚眉头微皱 我做事 还需要跟你解释 除了丁瑶 杨刚还真就不愿意 惯着任何人 哪怕是女人也不行 见状 天香赶紧又补了一句 哎呀 别生气嘛 只是 您知道的 人家跟红袖一直都不对付 再者说了 你有这么好看的衣裳 不先想着奴家 奴家这才有点吃醋了吗 杨刚是剑宗弟子 单凭这层身份 甭管这位天香花魁 在其他男人面前 是何等高冷傲娇 在杨刚面前 他也只能变得乖巧懂事 爷 天香笑盈盈说道 妾身觉得 妾身穿这身衣服 要远比红袖那个贱皮子 更加好看 您觉得呢 杨刚满脸不置可否 嗯 确实更加好看一些 睁眼说瞎话 是每个男人的必修课 天香凑上前来 吐气如蓝 冲杨刚眨了眨眼 魅惑十足 笑盈盈说道 既然好看 我的杨少侠 那您还愣着干什么呢 杨刚心里头咯噔一下 下意识地摸了摸 酸痛的老妖 满脸警惕说道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来 半个时辰后 定 恭喜您掠夺到 目属性资质 目属性资质 加499 恭喜您掠夺到 浮尸资质 浮尸资 质加666 恭喜 您的修为境界提升 至筑基一层 杨刚 法体双修 五行齐聚 修为 筑基一层 经验 主修功法 饕餐吞天魔宫 本命魔宫 天赋神通 一 入魔 二 祭灭止 组合计 吞天剑 武器 一 巨锤 法宝 二 铁锥 法宝 三 天雷双剑 零剑 金属性资质 7167 1万 钻11 目属性资质 9026 1万 钻11 谁属性资质 5645 1万 钻11 火属性资质 6312 1万 钻11 图属性资质 4651 1万 钻11 封属性资质 5290 1万 钻13 兵属性资质 1297 1万 钻13 暗属性资质 6999 7000 钻金2 雷属性资质 9999 1万 钻13 炼药术 4999 5000 钻金3 傀儡术 4999 5000 钻金3 机关术 2229 3000 黄金1 阵法 1221 2000 白银1 服施 891 2000 白银1 炼妾 266 2000 白银1 1 道吕 丁谣 剑修 轻密度 加999 生死与共 2 陆水鸳鸯 方秦 风属性 轻密度 加五二妖 登堂入室 3 奴仆 柳如玉 谁属性 轻密度 负999 仇身四海 4 剑壁 沈薇 金属性 轻密度 加999 日复一日 5 丫鬟 温灵 图属性 轻密度 加666 另辟蹊径 6 宜宜 贵宜 谁属性 镇法师 轻密度 加999 知根知底 7 碧浪 雪宜 火属性 机关师 轻密度 加999 碳为官职 8 花魁 天香 木属性 辐尸 轻密度 加777 吃精魅 黑白搭配 干活不累 善口记者 9 花魁 红袖 谁属性 炼气室 轻密度 加666 伏地魔 升级了事实证明 杨刚近日淡淡而发 虽说疲惫不堪 但的确是值得的 原有的女子也好 那些家里技师也罢 为杨刚提供了海量的属性资质 尤其是五行属性资质 已经无限逼近圆满 已经全部达到钻石易水准 按照现在的速度 用不着多久 就可以再次提升品级 为杨刚打破壁垒 直入出窍做准备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杨刚终于重回助击 众所周知 助击气魔修 会获得大幅度战力提升 杨刚是法体双修 加五行齐聚 两相叠加 战力加成会成几何倍暴涨 之前杨刚面对丁瑶 门 明明就在眼前 却始终无法破门而入 可现在 既已入住击 杨刚认为 他已经拥有了扣门的资格 一念至此 杨刚甚至都顾不上理会天乡 直接用最快的速度 走出梁子族域 直奔丁瑶而去 破门而入 就在今朝 第127章 一步不得入 引红袖 震惊神 瑶居 这就是杨刚买的那套宅子 现在的名字 是丁瑶从剑宗下山之后 强行挂上了这个匾额 很显然 丁瑶是在用这种方式 来宣告这座宅子的女主人 到底是谁 由于杨刚身边所有女子 几乎全部都已经被丁瑶赶走 如今宅子里显得格外冷清 除了下人 就只有丁瑶 连性情温顺的温灵 都被丁瑶极其霸道地强行赶走 此时 杨刚匆匆而至 没有理会下人 来到最大的院子 直接破门而入 砰 对一声 房门直接被杨刚撞破 丁瑶猛的眉头一挑 面露不悦 你干什么 杨刚咬牙切齿 严谨一概吐出一个字 你 丁瑶瞬间明白了 杨刚话里的奇异 歪着脑袋看着杨刚 确定 杨刚指着破碎的房门 没错 你也看到了 房门都已经被我撞破 今日 我一定可以破门而入 丁瑶忍俊不惊 行 那就来吧 杨刚深吸了一口气 冰油火也不及自焚 火 呼的一声 熊熊魔咽 自杨刚周身 直接升腾而起 见过为了破门而入 而使用术法 增强自己攻击力的修饰吗 没见过 那好 今儿就让诸位见识见识 魔咽 始终都是杨刚常规手段当中 杀力最强 没有之一 此时 为了破丁瑶的门 咱杨刚拼了 时为之木 始生如孽 木 木生火 人生有梦 脚下有风 疾风术 风筑火势 五行之力 五行相生相克 杨刚五行齐聚 就可以让五行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而后全部涌入到魔咽之内 黑色魔咽 熊熊燃烧 杨刚一直等到魔咽燃烧到一种极致 猛地动用法体双修滚魔咽 瞬间收敛 全部钻入杨刚体内 消失不见 汹涌澎湃的力量 瞬间冲斥了杨刚全身 为了一股作气破门而入 杨刚甚至还从储物袋之内 掏出一把 固圆丹 吞入腹中 调用天地元气 迅速将药力催化 然后直接冲向丁瑶 丁瑶摆出一副毫不设防的姿态 任凭杨刚为所欲为 抖 杨刚整个身体 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近了 近了 更近了 争 各一声 伴随着这一道剑鸣 杨刚直接倒飞而出 丁瑶 杨刚 说好的破门而入 就这 丁瑶眨了眨眼 一脸无辜说道 我可真的什么都没做 杨刚想死 你还不如说是 你在故意抵抗呢 那我杨某人最起码不憋屈 你越说 你啥都没做 我特么就越郁闷 丁瑶想了想 主动开口说道 要不 咱再试试 对了 我最近看到几件 非常漂亮的衣裳 顺手牵羊 也拿来了几套 我换上给你看看 华落 丁瑶 毫不避讳 当着杨刚的面 直接换上了一套 绿色荷花旗袍 并且还特么套上了黑丝 然后 丁瑶就那般直勾勾地 看着杨刚 好看吗 杨刚瞬间气血上涌 没办法 旗袍加黑丝 套在丁瑶身上 魅惑实在太强 杨刚当场上头 再来 碰 再来 碰 再来 一刻钟后 杨刚躺在地上 似找朝天 开始怀疑人生 还是那句话 无论你见与不见 门 就在那里 明明近在咫尺 明明丁瑶根本就没有反抗 可是杨刚 却死活进不去 一步不得入 看得见摸得着 但偏偏就是进不去 有谁能理解这种感受 想我杨某人万花丛中过 甚至还跟丽南天 做过同道中人 连李南天的夫人都被咱杨刚轻松拿捏 可现在 却偏偏奈何不了丁瑶 没关系的 丁瑶笑迎迎说道 日子还长 不着急 既然住机不行 要不 咱再等等 等你入金丹 说不定就行了呢 杨刚嘴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若是金丹 还是不行呢 丁瑶一脸笃定说道 那就等到原因 原因一定行 再不见 等我入原因 我大概就可以自行 控着我体内的剑意与剑气 待那时 你自可破门而入 放心吧 以我的修炼速度 这一天必定不会让你等太久 杨刚满脸都是无奈 那什么 我今儿状态不好 我想静静 你先睡吧 话落 杨刚迅速走出卧房 丁瑶看着杨刚的背影 嘴角突然挂起一抹笑意 另一头 杨刚纵身一跃 跳上屋顶 自处屋带内掏出一壶酒 自饮自针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这的确是一桩妙事 可以想到始终无法破门而入 杨刚心里头就无比的郁闷 最为关键的是 若是放在以前 至少还有雪仪那种避浪 来给杨刚安慰 可现在 他们却全部都已经离开平安郡 而且 刚刚杨刚撇下天香 直接来了丁瑶这边 这会儿再掉过头去找天香 未免显得自己有点不是人 一想到天香 杨刚没有来的 突然想起平安郡另外一位 与天香齐名的花魁 索性掏出传音符录 给红秀发了条消息 姐 在哪呢 我想你了 红秀回复得很快 想我就想我 别弄得满手都是 卧槽 不愧是红秀花魁 这车咕噜 直接撵到杨刚脸上来了都 杨刚再次发消息问道 这么晚了还没睡 干嘛呢 红秀如实回道 给男朋友整形 杨刚嘴角微翘 给黄瓜削皮 红秀淡淡回道 没 修指甲呢 突 草名草 杨刚突然发现自己 不但是无法破了丁瑶的门 连开车 都有点不是红秀的对手 行了 不逗你了 红秀打 自说道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不如来姐姐这儿 痛饮几杯如何 HHHH 饮酒仅是其次 做了方式最首要的 杨刚看了眼 依旧在主卧淬炼建议的丁瑶 用最快的速度 直奔红秀招 顶楼 暖阁 四样小菜 一壶美酒 红秀穿了一身紫色后妈裙 满脸慵懒说道 来了 陪我一起喝两杯 他是水属性资质 整个人更像是水做的一样 杨刚挑起红秀的下巴 饮酒不急 我得先饮你 骨油饮震止渴 仅有杨刚引红秀 震精神 在红秀妙手回春之下 在丁瑶那边受尽挫败的杨刚 终于重拾自信 定 恭喜您掠夺到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 加666 恭喜您掠夺到炼器师资质 炼器师资质家999 爷 红秀眼神拉丝 笑迎您说道 爷 您可还满意 次日 日上三竿 常庆在三一协会群里 喊了一嗓子 饿了 都醒了没 门口集合 五名穿越者陆陆续续从各自包厢里走出来 在两子族域门口齐聚 早 早 常言道 两个人的晚上 腿软后互到早安 一个人的晚上 该网站存在风险 昨晚包括杨刚在内 每一位穿越者 可都不是一个人 唉 卢超满脸唏嘘说道 我昨晚那位技师 居然已经有儿子了 叫浩浩 为了养活孩子 才不得不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攀路痴之以鼻 前夫家暴又好赌 自己带娃没收入 无奈走上不归路 你好歹也是穿越者 居然也会相信这种屁话 我看你就是缠人身子 卢超笑眯眯说道 非也非也 不是迷恋浩浩妈 只想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你不懂 杨刚从对面红袖招走过来 刚好听到卢超的话 嘴角忍不住挂起一抹笑意 不愧是穿越者 一个个骚话连篇 袖的一批 咦 卢超狐一问道 老七 你为何是从对面过来的 杨刚随口回道 哦 我现在马马虎虎 也算是红袖招半个老板 卢超 潘鹿 长庆 不是 你不但开了梁子族狱 还直接开庆楼了 长庆望着杨刚的目光 微微有几分忧怨 小施主 你不厚道 小僧在平安郡滞留多日 你居然从未带小僧去过红袖招 其当国插话道 来这里之前 我曾看过平安郡的资料 说是平安郡有两大花魁 红袖天香 梁子族狱那位 就是天香对吧 杨刚微微汗手 嗯 是我的女人 郑秋冬眉头一挑 那红袖呢 杨刚两手一摊 很巧 也是我的女人 曹 靠 月 卢超一把抓住杨刚的胳膊 满脸激动说道 哥 你就是我亲哥 从今往后我就跟你混了 阿弥陀佛 长庆附和道 从今日开始 一三五梁子族狱 二四六红袖招 就这么定了 杨刚轻笑一声 道 没问题 这都是小事 我来安排 一行人尽情笑闹着 正打算找个地方吃个早餐 就在此时 除了杨刚之外 长庆几人各自的门派传音符路突然响起 妖族一动 自十万大山清朝而出 所有弟子立刻返回宗门 不得有误 与此同时 轰隆隆 杨刚豁然转身 往剑宗望去 剑气 冲天起 弥漫了整个苍穹 剑翼 遮天蔽日 天书子的声音响彻云霄 剑宗弟子听令 下山 降妖 第128掌 天下没人奈何的了剑宗 可天上 剑翼 欲演欲练 不时有剑修破空而去 直奔剑宗 剑宗弟子久不入世 但这并不意味着剑宗弟子 就真的不会下山历练 连玄空寺的和尚都知道 下山历练红尘 更何况剑宗 只不过 平日里 剑宗弟子轻易不愿显露身份罢了 可此时此刻 随着天书子一声令下 所有剑宗弟子 无论修为高低 全部都用最快的速度 赶往剑宗甚至 杨刚敏锐地察觉到 有许多非剑宗弟子 也正在准备动身 比如平安郡之内 就有无数人正在收拾行囊 正在跟家人告别 这是剑宗万万载以来积累的底蕴 还是那句话 人族108成 从始至终 只有剑宗下辖27成 从来不曾跟普通百姓普通修士 收取 纳贡 这才最大限度地保证了 下辖27成的安居乐业 富庶繁荣 不可否认 有部分人并不会因此 便对剑宗感恩戴德 但 人心都是肉掌的 更多的修士 还是愿意赶念剑宗恩德 故才主动赶赴剑宗 打算在这关键时刻 助剑宗一臂之力 是的 虽说其他各大门派 仅仅只不过是在召集弟子返回宗门 可剑宗已经准备出剑 一方面 剑宗弟子 虽然偶尔会有人下山历练 可更多剑宗门徒 还是更加喜欢整日停留在 剑宗感悟建议 调集起来更加迅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剑宗的号召力 以及行动力 完全不弱于部队 另一方面 剑宗从来都不喜被动防守 与之相比 剑宗更加愿意主动进攻 妖族竟然敢从十万大山出来 剑宗就敢直接提剑上 把他们全部都挡成马蜂窝 众所周知 剑宗位列六大门派之首 而剑宗这天下第一的名号 从来都不是别人捧出来的 而是剑宗一剑一剑砍出来的 妖族 长性挠了挠他的小光头 满脸疑惑说道 不缘无故的怎么就突然动起来了 而且还是如此大规模倾巢而出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阳刚沉默 他倒是知道 妖族为何会突然暴动 之前在剑宗的时候 天书子就曾亲口说过 丁瑶重塑肉身 天生剑体招来天劫 一剑斩碎劫云 一剑劈碎天道洗礼 这也就意味着 丁瑶的存在 已经彻底瞒不住了 上一世丁瑶就曾经试图开天 虽说最终以失败告终 可他毕竟是近十万年以来 人族对这所谓的天道 所谓的仙人威胁最大的存在 如今丁瑶转世重修 天道必然不会放过丁瑶 而妖族作为天道最大的狗腿子 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 杀死丁瑶 这事儿阳刚早就已经知晓 只不过在此之前 阳刚的确没想到 妖族居然会来得如此之快 阳刚稍稍定了定神 扫尸一圈 所以 你们现在就要立刻返回各自门派 然后为人族而战 场间的气氛顿时就变得有些诡异 阿弥陀佛 常庆孝明尼说道 既然宗门有令 返回宗门是必然 但 若是说到为人族而战 M 小僧思以为是脑子有炮 郑秋冬微微汗手 赞同 同上 加一 阳刚满意一笑 上一世他看小说的时候 就觉得那些主角动不动就要做什么救世主 要跟什么大魔王决一死战 伪光正 就插在主角脑袋后面挂一道光圈了 这特么不就是典型的脑子有炮吗 为什么非要跟大魔王决战 为什么自己不能做大魔王 大魔王毁天灭地 那感情好 说不定这个修真世界毁灭 阳刚这群穿越者就直接回老家了呢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常庆微笑着说道 咱们三一协会都是穿越者 穿越不易 而且 咱们目前的修为境界并不算太高 拯救世界这种事情 与我们无关 嗯 最起码暂时无关 我虽身在玄空寺 但我始终对建宗保持着足够的憧憬 我个人坚持认为 建宗门规 可以成为咱们三一协会形式准则 若妖族当场清朝而出 以咱们目前的实力 真的上了战场 跟炮灰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与之相比 远不如保存有声力量 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 闷声发大财 阳刚目光威逸 话说得很对 只是这句话 从慈眉善目身穿佛衣的长庆嘴巴里说出来 总显得有点滑稽 但 也更有说服力 阳刚同样非常赞成长庆所言 建宗宗旨 一向是不允许弟子下山行侠仗义 而且 建宗从来不标榜自己的救世主 甚至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的名门正派 之前天书子曾明确告诉阳刚 建宗之所以会出剑 纯粹是因为建宗实在太强 强到已经成为所谓的天道 仙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们出剑 从不是为了天下苍生 更多是为了自保 以及保护钉妖 至于建宗庇护 下下二十七成 在建宗眼里 这并不是他们悲天悯人 纯粹是顺带手的事 远不像那些个所谓的名门正派 为人族稍微做点事情 就恨不得广而告知 被人歌功颂德 说起来似乎很别扭 可这才愈发真实 二号卢超咒梅说道 可宗门已经下达命令 咱们总不能违逆 尤其是一号与四号 你俩一个是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一个是玄空四佛子 这种大规模战斗 还有六号 你也是狼牙阁核心弟子 你三人若是缺席 宗门难道不管你们 六号雨夜带刀不带伞 微笑着说道 不能违抗命令 那就不直接违抗便是 宗门只说让咱们回去 可没说多久回去 四号正秋冬汉首说道 而且也并未规定 走哪条路线返回 长庆挠了挠他的光头 关键是 我本就在历练红尘 此时要闭关破禁入原因 正处于关键时期 宗门总不能强制要求我出关吧 杨刚忍俊不惊 不愧是穿越者 在找借口这方面 一个赛一个厉害 真特么绝了 这时 杨刚的传音符录里 传来丁瑶的消息 天书子来了 瑶居 天书子上下审视着丁瑶 含笑说道 小师妹近来气色不错 想必在山下的生活 的确要远比 在剑宗更加惬意 只是 剑体重塑 终究是重中之重 小师妹平日 还是要尽快将修为 境界提升至原因期 方可收放自如 丁瑶微不可及地点了点头 天书子直起身来 扭头望向杨刚 我们剑宗即将下山降妖 我过来特意嘱咐你一声 让你务必保护好丁瑶 杨刚微微汗手 递给天书子一个储物袋 势即从全 这是我最近让人收购 部分丹药符录 天书子原本并未当回事 打开一看 却猛的脸色一僵 多 储物袋之内的丹药与符录 实在太多了 尤其是原石 几乎可以说是 已经堆积成山 看样子 至少得上亿 不是 天书子一脸震惊说道 你哪来这么多原石 你那什么两子族语 我若是说是我抢来的 你信吗 天书子翻了个白眼 严谨一概吐出两个字 扯淡 其实杨刚还真没骗天书子 最近这段时日 他虽说淡淡而乏 但却也并未闲着 私底下 他让红袖天乡 一直都在从四海阁 秘密收购丹药以及俘虏 至于原石是从哪来的 就更简单了 两子族语 在剑宗下辖27城遍地开花 按照当初天乡 与天地钱庄谈判约定 每个分店天地钱庄 会提供一千万元石 作为前期启动资金 这就是足足二 六亿下品元石 可事实上 两子族语 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 杨刚从中至少抽取了一半 若说钱 当然是银行最有钱 现在杨刚 无非是用两子族语 撬动杠杆 从天地钱庄套现罢了 这种取巧 可远比剑宗那种 明抢要高明太多太多了 天书子望着杨刚的眼神 微微有些复杂 无论如何 此时我剑宗必须要成你的情 多谢丹药服录 天书子自除物袋内 逃出七枚剑符 耐心解释道 此乃七封手作剑符 每一张 福禄街可释放七封手作 剑意权利一击 虽远不如我们亲自出手 但关键时刻 或许可助你一臂之力 杨刚接过 郑重道谢 天书子转身 再次将目光对准丁药 小师妹 务必珍重 上一世 我们做师兄的 亏欠你良多 这一世 无论如何 我们都势必会不惜一切代价 护你周全 说完 天书子撕裂空间 直接破空而去 杨刚把剑符递给丁药 眉头紧锁 丁药查验了剑符 问 怎么了 剑符没问题 杨刚微微摇头 不是剑符的问题 我总觉得 今日天书子身上 有一股非常强烈的决然之意 决然已是含蓄 杨刚真正想说的是 他总感觉天书子 隐隐有脱孤之意 丁药私喘了片刻 摇头说道 可这个天底下 还有谁能奈何的了剑宗 是啊 剑宗是天下第一 杨刚举头望天 天下无人能奈何的了剑宗 可如若是天上呢 第129章 东方剑宗 问剑天下 妖兽 数之不尽的妖兽 自十万大山清朝而出 源源不绝 一眼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如万马奔腾 但 他们不是马 而是兄弟无比的妖兽 在杨刚上一世看过的小说里 人族总是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可在这个修真世界 真正占尽优势的 却是妖族 论天时 妖族是天上所谓 仙人 养得看门狗 论地利 妖族将遇 族族是人族数十倍 十万大山物产之丰饶 天才地宝之盛 原石矿脉之广袤 更是碾压优势 与之相比 人族108成加起来 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 论人和 人族六大顶级修真门派之间关系极其微妙 炼体式更是一直被批判为魔修 随时都有可能背叛人族 反观妖族 虽种族繁多 但却完全听命于十大凶兽调派 除此之外 妖族天生皮糙肉厚 顶尖战力虽然相对贫乏 但十大凶兽联手 完全能顶得住人族顶级大能 中层战力 妖族数量比人族多出足足数十倍 至于底层战力 妖族更是比人族多出上百倍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看 妖族都可以碾压人族 这么多年以来 妖族之所以始终没有直接灭了人族 一方面是天上 仙人是在圈养人族修饰 是要把人族修饰当作血石来进行掠夺 而绝非灭族 另一方面 人族虽占据绝对劣势 可人族在某些方面的天赋 却又远超妖族 比如 阵法 俘虏 傀儡 丹药 机关 人族在这些奇巧迎记方面的造诣 得天独厚 这为人族增加了极大助力 尤其是赫赫有名的108星宿大阵 人族以108成为阵机 又以各大门派为阵眼组成的大阵 遮天蔽日 这才是人族可以最大限度保护现有疆土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最为关键的 就是剑宗的存在 剑宗的剑 是公认的当事最强 这个所谓的当事最强 不只是指的人族 还包括了妖族以往万万年的岁月里 每次妖族想要一鼓作气击溃人族防御 剑宗总能站出来给妖族迎头痛击 人族与妖族势不两立 若说恨 妖族最为痛恨的 剑宗首当其冲 此次妖族自十万大山清朝而出 当人族其他各大门派 还正在紧急着急弟子的时候 又是剑宗第一个初剑 上万名剑宗门徒 在戚风首座的率领下 并未被动防守 而是冲出人族疆域 对刚刚冲出十万大山的妖兽 展开了血腥屠鹿 正 伴随着一声剑鸣 一道硕大无比的剑气 直接从天而降 海量的妖兽群 瞬间就出现了一大片真空地带 天梳子满脸都是冷漠 跟我冲 跟我冲 鱼给我冲 一字之差 有的人喜欢躲在身后 让底下人发起冲锋 自己却躲得远远的 其美名曰坐镇中枢 运筹帷幄 还有一种人 是直接一马当仙 纵横驰骋 比如丽南天 再比如天梳子 杨刚虽然与丽南天有仇 并且丽南天就是死在杨刚手上 可实事求是的讲 在领兵打仗这方面 丽南天的确是一员合格的猛将 至于天梳子 他可比丽南天要生猛太多了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两者本就不是同一个层级的人 丽南天充其量 只不过是金丹巅峰魔修 天梳子却是整个人世间 最为顶级的几位大能之一 虽说魔修肉身强横 更加擅长冲锋陷阵 可天梳子是杀力最强的剑修 就算是同等级的魔修 也很难有人能够挡得住 天梳子手中之剑 莫说是魔修 就连号称防御力天下第一的 玄空寺都挡不住 既然连有金刚神功 护体的玄空寺高僧 都挡不住剑宗的剑 妖族自然同样也挡不住 哪怕妖族在如何天生皮操肉厚 也只能化作剑宗剑小王魂 一刻钟的时间里 气势汹汹的妖族便已经死伤无数 高阶妖兽有戚风手作亲自出剑 其他妖兽有剑宗门徒 万剑齐发 数量占据绝对优势的妖族 反倒是在剑宗面前溃不成军 剑宗人人手中有剑 上万名剑宗门徒凝聚在一起 更像挤了一把剑 冲锋 冲锋 再冲锋 来回反复 把妖族大军给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 哪怕孤军深入 哪怕人族其他各大门派 暂时还并未做好出战的准备 哪怕周遭已经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妖族 剑宗依旧百无禁忌 杀得妖族屁滚妙流 有句老话说得好 死猪不怕开水烫 作业越多我越浪 轮到剑宗就厉害了 杀入妖族大军 周遭的妖兽越多 剑宗就越腾的兴奋 直接大开杀戒 他们一路往外杀 杀得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 休整 天书风 天玄风 开阳风弟子巡视 其余四风弟子全力恢复 是 哪怕身处战场 气氛却并不见凝重 剑宗弟子也非常轻松 按部就班 吞服丹药 汲取原石之内的天地元气 治疗伤势 对普通剑宗弟子来说 与妖族厮杀 这本身就是他们淬炼剑义最好的机会 停下来休整之后 反倒是天书子眉头紧锁 天玄风手作低声道 大师兄 目前进展一切顺利 再杀一个来回 我们就可以返回剑宗修整 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说手中之剑 是剑宗弟子最大底气所在 那么剑宗的存在 就是剑宗弟子最大的补给源泉 剑宗弟子几乎很少洗练术法 或者炼体 也很少炼制丹药 或者俘虏一类的东西 他们只炼剑 也正是因为 他们足够纯粹 只要返回剑宗 剑宗之内源源不绝的剑意与剑气 就足以让他们迅速恢复 重回巅峰 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 只要剑宗不灭 剑宗完全就是无敌的存在 我只是有些不解 天书子咒眉说道 按理说 妖族理应知晓 我剑宗的剑到底是何等锋利 按照以往的惯例 每次妖族出山 重中之重 都会是我剑宗所在 十大凶兽 几乎有三分之一 甚至是一半以上 都会来咱们剑宗这边所在的战场 可此次妖族出山 十大凶兽从头到尾 所向披靡 十大凶兽不出 谁与争锋 可偏偏 此次十大凶兽 却不知所踪 总不能 是妖族低阶妖兽数量实在太多 所以妖族故意派出来妖兽大军 来剑宗剑下送死吧 妖族将土之大 再多的妖兽都能容纳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出反常必有妖 以前十大凶兽攻不破咱们剑宗 此次十大凶兽反其道横之 莫非是在调虎离山 天玄风手作说道 要不要传讯其他各大门派 让他们小心十大凶兽冲击 话音刚落 就在此时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大白天的 黑影突然遮天蔽日 整个天空都变成了浓郁的黑色 剑壮 剑宗戚风手作 非但没有丝毫胆怯 脸上反倒是突然露出了一抹笑意 因为他们期待已久的妖族十大凶兽 终于来了 而且 来的还是十大凶兽之首 滔天 滔天 伸人面 其目在夜下 胡齿人肘 其婴如婴儿 天下暗属性之魁首 传言里 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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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需要张开血盆大口 就足以造成一口把天空都吞下之微多年以来 剑宗与妖族交手过 不知道多少次 彼此的底牌都非常熟悉 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这并不是传言 滔天 滔天真的可以吞天 准确地说 滔天这个本命神通 一旦施展开来 就仿佛张开了领域一般 会将目之所及 全部都变成以暗属性为主的天地 许多修士在迈入原因之后 就可以初步接触到领域之力 到出窍七方可达成 但 正常情况下 人族修士的领域之力范围 绝对完全跟滔天相提并论 更加不可能遮天蔽日 在滔天的暗属性领域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 滔天会占据绝对优势 然而即使如此 剑宗依旧宜然不惧 静静等待着凶兽的降临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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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黑的天空当中 伴随着阵阵电闪雷鸣 空间当场被撕裂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塌陷 天梳子忍不住眉头一挑 穷奇 妖族十大凶兽排名第二 像老虎又像牛 长有一双翅膀和刺猬的毛发 最为关键的是 穷奇最为擅长的 就是空间属性 此时的空间塌陷 很明显是穷奇所谓 至于那电闪雷鸣 则是陶雾 陶雾 雷属性 长得很像老虎 毛长 人面 虎足 猪口牙 尾长 在妖族十大凶兽之中 正排第三 之前十大凶兽 迟迟不肯现身 可现在 十大凶兽排名前三的 却全都来了 天梳子轻笑一声 道 三大凶兽齐聚 这是我剑宗的荣幸 话音刚落 一头长矛四足 如犬的妖兽 缓缓自空间裂缝之内 钻了出来 他是十大凶兽之四 混沌 金属性 紧接着 又要几头妖兽 陆陆续续自空间裂缝之内 现身而出 滔天 陶雾 混沌 长矛四足 如犬 但却有腹五五脏 抵触善人 平一恶人 折尖 则见 金属性 人面抱身 牛耳一目 有肠尾 能发巨声 行走时闲着尾巴 休息时盘着尾巴 魁 魁 图属性 其形状如牛 乌角 身形巨大 昏黑色 但只有一只脚之称 也叫独角魁 麒麟 谢致 ZZ 谁属性 形四羊 黑毛 四足 头上有独角 白泽 九尾狐 妖族十大凶兽 居然全部现身 剑宗所在的战场 剑宗戚封首座 彼此对视一眼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抹凝重 剑宗骨子里就是骄傲的 每一位剑宗弟子都是如此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自负 但 自信并不意味着盲目自大 十大凶兽齐聚一堂 强如剑宗 也必须要尊重这十位 强大无匹的对手一时间 压力彻底来到了剑宗这边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束近光 穿透饕贴的领域之力 突然闪耀在漆黑的夜空里 天书子如释重负 能够如此轻松惬意的无视 并且穿透饕贴领域之力的 整个人族 尤其只有一件法宝可以做到 那就是 浩天静 浩天静既然来了 就足以证明 北方大雪山大长老赵四海 也已经来了 人族与妖族 本就是互相钳制 这也是人族这么多年 屹立不倒的主要原因 此时此刻 随着静光落下 赵四海的身影 缓缓浮现出 不只是他 手持无字天书的 中州书院院长马文远 以及一席红衣的 极乐谷逍遥公主聂千月 同样缓缓 自静光之内走了出来 这三位 皆是人族顶级大能 然而 诡异的是 他们却似乎并没有 要出手相助的意思 浩天静的静光 并未持续太久 也并未破开 饕贴的领域之力 就此消异于无形 紧接着 静光再次一闪 居然直接照在了 剑宗弟子头顶 前一步 四海兄此来何意 照四海勾搂着背 一语不发 书院院长马文远 和尚无字天书 微笑着说道 我等前来 请剑宗赴死 请剑宗赴死 马文远的话语非常平静 但却响彻整个夜空 这句话很重 真的 太重 重道远远超出剑宗预料 天书子曾对杨刚说过 摩修极有可能背叛 可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书院这位 被无数人敬仰的院长 居然会说出 如此惊世之语 虽然平时天书子一直说 马文远道貌黯然 可他对崇尚有教无类的书院 从来不曾有任何怀疑 可现在 马文远却偏偏口出狂言 要请剑宗赴死 不 这并非狂言 若是妖族十大凶兽 联手对付剑宗 人族顶级大能 非但不施以援手 反倒落井下石 剑宗今日 极有可能真的就此负面 天书子沉默了许久 低声嘻喃道 请我剑宗赴死 让我想想 你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计划这件事的 我小师妹上一世开天 以失败而告终 使你马文远与赵四海 利用无字天书与浩天静 强行将浩然剑剑灵 与我小师妹残魂合二为一 于是才有了现在的丁妖 而后 逍遥公主聂千月 在丁妖和阳刚体内 种下了石骨削魂骨 是你们大费周章 步步为营 让我小师妹转世重修 单从这方面来讲 我剑宗欠诸为一个天大的人情 结果现在 你要请我剑宗赴死 你 到底想要干什么 马文远坦然回道 很简单 我真的已经老了 我真的非常想登天成仙 天书子微微挑眉 既要登天 为何又要我剑宗赴死 马文远一脸认真说道 浩然剑已是当时杀力最强 事实证明 他开不了天 话有留白 但天书子 却已然瞬间明白了马文远的意思 书院口口声声 要先开天图仙 然后再治理人间 可事实上 这本身就是一个局 或许最初马文远的确是这样想的 可这么多年过去 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尝试过很多很多次 最终却全部以失败而告终 尤其是丁瑶上一世 手持浩然剑开天失败 成为了压倒马文远的最后一棵稻草 他老了 他等不及了 也无法继续等下去 于是他以丁瑶为契机 瞒天过海 与天上仙人达成了某种协议 布下了一个针对剑宗的局 所有人都只知道剑宗摇光锋手作 曾手持浩然剑开天 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 马文远满脸凝重说道 可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他已经成功了 虽然他并未直接开天辟地 但却成功让这天地开一线 更加很少有人知道的是 四海兄曾经手持浩天镜 以浩天镜之近光 穿过这一线 而后 我与四海兄联手 曾经以身外化身 穿过近光 登天一战 然而 非常遗憾的是 我们输了 而起输得很惨 说到这里 马文远沉默了一瞬 然后才继续说到 也是从那一刻起 我与四海兄终于清楚地认识到 开天屠仙 无异于痴人说 梦 最起码 以我二人寿缘 恐怕永远都看不到那一天 与此同时 天道一缕神念 顺着浩天镜近光 从天而降 我亲自使用无字天书 天道进行了一次 深入浅出的对话 也是直到那一刻 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我书院重宝 无字天书 本就是天道馈赠 丁谣失败了 一个丁谣不可怕 可怕的是 只要剑宗还在 就极有可能还会出现无数个丁谣 剑宗一日不灭 天道一日难安 天道对我做出承诺 剑宗覆灭之日 就是我等登天成仙之时 天书子讥讽一笑 手中有剑 心里才能不慌 你居然宁肯选择 相信那所谓的狗屁天道 也不愿相信我们人族自己 马维远自嘲一笑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或许我真的已经老了 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资格和权利 于是我与四海兄 在天道的帮助下 成功让遥光峰手作 转世为丁谣 是的 说出来可能没人相信 若非天道出手相助 哪怕我与四海兄 再如何担惊截律 也根本没能力 让遥光峰手作 起死回生转世重修 我们如此费尽周折 并且最后以一种 最为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 让你们剑宗发现了 丁谣的存在 并且点出了阳刚事 持剑人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让整个剑宗 都无比坚定地相信 我书院与大雪山 以及极乐谷 是真的想要开天图仙 我要让剑宗相信 此次妖族清朝而出 剑宗出剑之时 我们还会像 往常万年里那样 出手相助 万众一心 唯有如此 方能让剑宗万剑齐发 方能让剑宗自己 主动钻进这个天罗帝王 杨刚也好 丁谣也罢 皆只不过是 不值一提的于尔罢了 我真正的目标 一直都是整个剑宗 马文远摇摇看着天书子 今日 我要亲手将整个剑宗葬送 天书子眯着眼说道 你当真愿意相信 这所谓的天道 你当真要为了你们 聊聊几人所谓的 登天成仙 就要葬送我剑宗 让整个人族 都只能对天道俯首称臣 甚至是苟且偷生 马文远微微摇头 不只是我们寥寥数人 天道已经承诺 剑宗覆灭 从今往后 我们人族自可获取 一定的名额 以及资格登天成仙 正 伴随着一声剑名 天书子扬起手中天书剑 可你算错了一点 束手就擒 从来都不是我剑宗的风格 你当真以为 就凭你们这些土鸡娃狗 就能挡得住我剑宗 马文远微微一笑 剑宗的剑的确锋利 我挡不住 自然有人来挡 阿弥陀佛 伴随着这声佛号 金色光芒闪耀全场 悬空四手座带领大批僧人 从天而降 天书子吃得一笑 小师妹说得没错 兔驴果然都该死 你们 挡不住 话音刚落 狼牙阁阁主率领大批 高阶炼体摩修 出现在玄空四周遭 天书子突然沉没 金刚护体 玄空四加炼体摩修 狼牙阁 再加上皮操弱厚的妖族 十大凶手 的确已经有资格接见 更何况 还有马文远 赵四海 与聂千月 再策略阵 人族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加上妖族 齐聚一堂可笑的是 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 居然没有任何人 是来帮剑宗的 举世皆敌 如何对之 有剑即可 争 争 争 剑名 数之不尽的剑名 这就是剑宗面对 举世皆敌所给出的回应 放眼望去 哪怕举世皆敌 可剑宗依旧要战 从始至终 没有任何剑宗门徒 弃剑而走 一个都没有 这就是天下第一宗门 剑宗 讲道理 剑宗从来不喜欢 要与人讲道理 还练剑做什么 打不过人家 讲道理不管用 打得过人家 讲道理好像没必要 有剑即可 哈哈哈哈 天书子猛地踏前一步 手持清风 狂笑道 东方剑宗 问剑天下 哪个能敌 何人敢战 第130章 颂尔飞升 登天成仙 哪个能敌 何人敢战 没有 真的没有 剑宗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第一 就是因为单对单的单挑 剑宗从来都没怕过谁 可惜的是 此时 剑宗所面对的 并不是单挑 而是群殴 而是举世皆敌 可最他妈讽刺的是什么呢 当剑宗要问剑天下 整个场间明明聚集了这个修真世界所有顶级大能 一时间 却根本就没有任何人愿意第一个计划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剑宗很愤怒 剑宗很强 愤怒的剑宗更强 现在这种情况下 谁第一个蹦出来出眉头 极有可能真的要被拽着一起给剑宗陪葬 哈 哈哈哈哈 天书子毫不留情讥讽道 世人皆说我剑宗特立独行 独树一帜 殊不知 我剑宗是真的不愿意与尔等为伍 因为 在我剑宗眼里 尔等 皆是废物 若不是废物 怎会在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依旧不敢接见 没关系 既然等不愿接见 那就由我剑宗率先出剑 话落 天书子剑指马文远 东方剑宗 第一封 天书封 问剑书院 正 天书剑划破长空 直剑挡向马文远 如长虹贯日 紧接着 剑宗第二封主剑 天玄剑随之而起 剑宗第二封 天玄封 问剑大雪山 第三剑 接踵而至 剑宗第三封 天机封 问剑极乐谷 紧接着 第四剑到了 剑宗第四封 天拳封 问剑狼牙阁 呼 得一声 起封了 剑宗第五封 玉横封 问剑玄空四 剑宗第六封 开阳封 问剑十万大山 剑宗第七封 遥光封 问剑要亡谷 是的 要亡谷的人 虽说始终不曾主动露面 可剑宗也早就已经发现他们的踪迹 正 正 正 伴随着一声声剑鸣 剑一与剑气直冲云霄 瞬间弥漫了整个苍穹 人未至 剑先至 整个场间 所有顶级大能 却在这个瞬间 突然眉头深皱 为何 因为直到此时 他们才终于发现 剑宗声势浩大的这一剑落下之后 似乎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般无与伦比的威力 是剑宗空有虚名 不 这绝不可能 还是那句话 剑宗天下的名号 从来都不是别人捧出来的 而是自己一剑一剑挠出来的 可是 剑宗七封 七剑已尽数出窍 为何却迟迟没有落下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风停 云仙 整个世界仿佛在这个瞬间都彻底停滞了下来 似乎 是在酝酿 就像是 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不知过了多久 有可能是一瞬 也有可能真的过了许久 总 知 整个天下 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 耳畔全都想起了剑名 万剑阵 万剑归宗 剑宗七封 七剑合一 万万把长剑冲天起 与剑宗七剑彻底融为一体 剑一 瞬间弥漫了整个暗黑领域 一把参天巨剑 就那般矗立在人间 马文远看着参天巨剑 手中的无字天书开始疯狂翻页 窥探道 不愧是剑宗 这一剑 我书院接不住 赵四海同样摇头 我至多只能藏身好天境 藏身 自是为了暂避锋芒 自然也是接不住 逍遥公主聂千月沉默 狼牙阁主击长风沉默 玄空四手座沉默着默默酝酿金刚神功 妖王谷无数妖师瑟瑟发抖 妖族十大凶兽全部献出真身 严阵以待 剑翼 剑鸣 当剑宗的声音响起 整个世界都必须为之低头 这一刻 在剑宗面前 人族妖族 天下群雄近低手 东方剑宗 威压整个世界 天书子站在半空之中 副手而立 满头长发无风自动 满脸淡漠说道 何人敢接见 无人开口 无人敢接 为什么 因为剑宗虽然是一群骨子里就非常骄傲的人 可他们真的不准 没有任何人能够跟整个天下为敌 哪怕强如剑宗也做不到 所以 剑宗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要拉着所有人一起死 因为真的办不到 剑宗七剑 分而出剑 至多只能将敌人中创 是至多 绝对做不到斩草除根 与之相比 七剑合一之后 剑宗却绝对已经完全具备 拉人垫背的资格 无论是谁 任何单一势力 这一剑 谁接 谁死书院接不住 狼牙阁与玄空寺也接不住 妖族同样接不住 丁瑶有句话说得很对 剑宗乃天下第一 试问整个天下 还有谁能奈何的了剑宗 尤其是当剑宗现在摆明了 是要玉石俱焚 谁敢接剑 放眼整个天下 无人敢接 既然无人敢接 那就由你书院来接 天书子突然扭头 将目光对准马文院 无比冰冷说道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 后果 自然也理应由你来承担 接剑 话落 天书子猛地单手一指 参天俱见 从天降 巨剑落处 出石无声 可随着巨剑落下 周遭所有空间 却当场崩溃 甚至已经出现了时空扭曲 漆黑的夜空 骤然开始军裂 饕贴的暗属性领域之力 被这参天巨剑 硬生生撕裂 不 不对 不只是领域之力撕裂 是这天 是这天道 真的已经在剑宗这一剑之下 出现了裂缝 马文元有句话说得很对 只要剑宗在 剑宗就随时都会出现 无数个叮咬 一如此时 这一剑已经无限逼近 开天 连天都能撕开 更何况人呼 也就在 此时 马文元突然叹息一声 道 此剑只因天上有 何似在人间 剑宗之强 已经远远超出 人间剑之威 非常遗憾 这一剑 我不该接 也不能接 动手 咔嚓 伴随着这声巨响 暗属性魁首饕餮 以吞天之威 疯狂腐蚀 被剑宗撕裂的那天第一线 与此同时 妖族十大凶兽一起出手 将所有力量 全部贯注于空间 属性穷奇之身 增加那天第一线 的撕扯力度 在这个瞬间 赵四海手中的 浩天静静光大盛 马文元手中的 无字天书 神采异役 天地一线 被硬生生 撕扯开来 刹那间 道道五彩霞光 从天而降 迅速笼罩 以天书子为首的 剑宗所有人 哈哈 天书子脸上的 积讽之色愈发浓郁 你们不敢接剑 居然要用天道之威 与我剑宗抗衡 当真是好大的出息 如此也好 我剑宗一直都想 跟着贼老天 好好斗一场 与天道 其乐无穷 马文元眼睛一亮 抚须笑道 好一个与天道 其乐无穷 那我变成全剑宗 有件事 剑宗搞错了 我们并非要借助 天道之力 镇压剑宗 我刚刚已经说过 剑宗之剑 已超出人间间极限 而天上仙人 受限于某种天地束缚 根本无法全力降临人间 在这种前提下 哪怕是仙人 也根本就接不住剑宗的剑 所以 请剑宗与天上仙人 登天一战 登天 天书子脸上 突然露出一丝恶然 是的 就是登天 正如杨刚之前说过的那样 能够奈何得了剑宗的人 从来都不在人间 而是在天上 马文远如此费尽周折 口口声声要请剑宗赴死 但他却绝对不愿与剑宗同归于尽 他从一开始 就是要把剑宗强行请离人间 至于剑宗是生是死 那是天上仙人的事 与他何干 我们无法强行开天 天道也无法主动降临接引 唯有请剑宗亲自出剑 开天第一线 马文远笑道 所以 其实是你们剑宗自己送自己登天 天书子面沉如水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意识到 他被马文远给耍了 若不是剑宗以万剑阵万剑归宗 组成那参天俱剑 没有那天第一线 天道就无法降临 可现在想要撤剑 也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天道已经降临 道道五彩霞光 从天而降 参天俱剑在霞光照耀之下 居然土崩瓦解 迅速解体 与此同时 所有剑宗弟子 包括天书子在内的七封手作 突然发现失去了身体控制权 上万名剑宗弟子 缓缓飘浮而起 直入云霄 如 白日飞升 这 就是天道无与伦比的力量 真正做到了超凡脱俗四个大字 好好 很好 非常好 好一个马文 远 好一个夫子门徒 真不知 夫子若知道他老人家教出你这样一位得意门生 到底该做何感想 天书子冷冷看着书院院长 马文远 你给我记住 有朝一日 我剑宗必然还会回来 我剑宗天下第一 哪怕登天一战 我剑宗同样拥有挑战先人的实力与资格 马文远 你给我听清楚 此战 若我剑宗不灭 我便会在天上亲自盯着你 到时 定会让你体验从天而降的夺命一剑 话落 天书子扭头望向平安郡 似是摇摇看了阳刚与丁摇一眼 紧接着 天书子顺势望向剑宗 淡淡吩咐道 青龙听令 自即日起 我剑宗正是封山 不经允许 不准任何人善入 竟待我等归来 呦的一声 上万剑宗门徒 被五彩霞光裹挟着 与此同时 那天第一线骤然关闭 好 青龙的咆哮 响彻整个人间 剑宗 就此封山 从此之后 再也无人能够进入剑宗 嗯 或许 杨刚与丁摇是例外 马文远收起无字天书 胆恺一笑 剑宗为我人族做出的牺牲 配想太妙 哥哥哥哥哥 妖族十大凶兽当中 最是狡诈多姿的九尾狐 直接化为人形 化为一个魅活万千的年轻女子 口吐人言 焦滴滴说道我妖族不在乎剑宗是否配想太妙 我们唯一在乎的是 既然剑宗戚风手作已然登天 此时 是否理应把整个剑宗山门都给拆了 九尾狐所化女子 与逍遥公主聂千月不逞多让 可她口中所言 却恶读到了极点 拆剑宗山门 这是摆明了要彻底挖断剑宗的 跟 马文远微微汗手 可以 只要妖族能做到 我人族修士 绝不阻拦 请 九尾狐眯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 孝银银说道 这本就是你代表人族与天道签订的契约 理应由你们继续完成 刚刚天道把剑宗门徒接引上天 却并未让等顺势飞升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 你们还有该做的事情没有完成 你们还没有履行完天道契约 若非如此 天道绝不会食言 马文远满脸不置可否 反问道 那你们妖族十大凶兽 身为天道最为忠诚的奴仆 为何也没能被剑影飞升 是不想 还是不能 何不去拆了剑宗山门 毁了剑宗 讨好天上仙人 或许 就可以白日飞升了呢 话里话外 其实妖族与马文远 都不愿意去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一方面 剑宗登天一战 还并未真正分出胜负 按理说 剑宗不可能是天上那些所谓仙人的对手 可问题是 剑宗从来不可以常理推论 另一方面 虽然剑宗山门现在空无一人 可剑宗犹在 剑宗护山大镇犹在 青龙犹在 东方青龙 西方白虎 南方朱雀 北方玄武 不只是剑宗天下第一 剑宗青龙同样也是人族四大护山神兽之首 剑宗以七封为阵姬 组成北斗七星护山大镇 以剑宗为阵眼 为护山大镇提供源源不断的剑意与剑气 再加上一条青龙 想要破剑宗山门 这本身就是无比艰难的一件事 还是那句话 剑宗不灭 剑宗就永世不灭 九尾狐沉默了一瞬 我妖族永不为奴 也从来都不是天道奴仆 我们 话还没有说完 马文远便直接抬手打断插话道 不是奴仆 那是什么 走狗 九尾狐双眸当中瞬间喊一大作 你这是在找死 马文远平静说道 我知道你们妖族在想什么 剑宗已经登天 这正是我人族修饰最为虚弱的时候 你们妖族大可以试试 能不能灭掉没有剑宗的人族 九尾狐张嘴欲言 试试就 话还没说完 刺辣一声 马文远直接撕下了他无字天书的一页纸 九尾狐两眼微缩 满脸都是警惕以及忌惮 有个词叫 言出法随 指的是 很多修士在说出竖法名字的瞬间 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竖法的使用 书院院长马文远乃夫子门徒 修得这儿八经的儒道 更是将言出法随修炼到了极致 更为重要的是他手里那本无字天书 乃是真正的重宝 这天书一直都在马文远手里 谁都不知道 这万万年以来 马文远到底在无字天书上 明刻有多少儒家道法 马文远看似只是撕下了一张纸 可九尾狐却觉得 若是他此事真的要试试 估计有很大的概率当场试试 万年以来 人族杀力最强的一直都是剑宗 可人族藏得最深 最为让妖族琢磨不透的 从史智中都是马文远这位书院院长 君子可欺之一方 连剑宗那群剑君子 都被马文远这位伪君子 给亲手送上了天 谁敢说马文远没有其他后手 计划是做的 难道他事先就没想到剑宗登天之后 妖族会当场翻脸 以马文远之城府 他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剑宗登天 若是能再杀了马文远这位书院院长 这绝对是妖族最为希望看到的局面 可惜 杀不掉的 赵四海的好天境 连天道与人间的天地一线都能钻进去 连饕贴的暗属性领域之力都能穿透 而且 赵四海一直跟马文远好的穿同一条裤子 妖族很难为杀这位书院院长 至于趁机大军压境 现在机会尚未成熟 毕竟 剑宗虽然不在了 可人族108星宿大阵还在 而且 妖族也并没有做好跟人族全面开战的准备 最起码暂时还没有 九尾狐突然扭头望向滔铁 滔铁沉默了片刻 眼瞼一概吐出一个字 撤 刺辣一声 穷奇撕裂空间 妖族时 大凶兽迅速撤离 马文远稍稍定了定神 冲在场众多人族大能 微微拱手一礼 孝道 接下来 妖族还会进行一定规模的工程 请诸位通告天下 妖族坑杀剑宗 辛苦诸位 另外 按照事先约定好的 剑宗下辖27城 由玄空寺与药王谷接管 剑宗虽然不在了 可我人族犹在 妖族狼子野心 始终对我人族虎视眈眈 他们现在只不过是暂时撤退 有朝一日 他们定会卷土重来 大敌当前 请诸君摒弃正魔之别 万众一心 护我人族 待天上仙人灭杀剑宗 必会进我等 登天成仙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 实则讽刺且虚伪到了极点 毕竟 人族最强之剑 就是被他马文元给坑了 可诡异的是 在场诸多人族大能 却偏偏没人反驳马文元 为什么 正是因为登天成仙 登天成仙 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四个字 实则是无数大能的执念 寿元这种事情暂且不提 关键是 若不能登天成仙 等待他们的 就只能是被天上仙人当作血实一般 吞噬掠夺 有句老话说得好 活得越久 就越是怕死 更何况是被仙人当作血实吞噬掠夺这种死法 这是诸多人族大能所 绝对无法接受的死法 万万年以来 无数人族大能想尽一切办法 试图开天屠仙 可莫说是屠仙 他们连开天都始终做不到 现在 马文元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种思路 也为他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登天成仙的机会 那就是寄宪建宗 送建宗上天 换取自己登天成仙 这也是各大门派都愿意听从马文元号令 与妖族联手 何为剑宗的主要原因 善哉善哉 玄空寺首座淡淡说道 即日起 我玄空寺正式入室 请诸位施主多多关照 狼牙阁主迅速率领摩修大能撤退 玄空寺首座顿入虚空 妖王谷也随之撤离 逍遥公主聂千月看了马文元一眼 化作一道红影 撕裂空间 破空而去 转瞬之间 人族诸位大能也迅速消失不见 整个场间就仅仅还剩下马文元与赵四海 赵四海挥手将浩天镜高高抛弃 刺眼的近光瞬间覆盖全场 紧接着 赵四海举头望天 咒眉问道 你说 剑宗能赢吗 马文元同样举头望天 这谁能知道呢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我们人族最后的机会 赵四海默然 若见宗久不回人间 妖族势必肆虐天下 咱们 挡不住的 难道不是吗 马文元自嘲一笑 这是一场豪赌 从决定宋剑宗登天与仙人一战的那一刻起 整个人族 包括你我在内 就已经再也没有任何退路 若剑宗输了 那便万事皆休 若剑宗赢了 那么 马文 元突然转身 遥遥望向平安郡 望向阳刚与丁瑶 那么 就要看持剑人与当时最强一剑 就要看这两个小家伙 到底能不能重新开了这天 接引天上剑 重回这人世间 以那时剑宗之威 区区妖族 土鸡娃狗尔 估计十大凶兽加起来 都未必够剑宗一把剑砍的 赵四海与马文远 这两个老东西之间的对话 信息量极大 若剑宗输了 若那两个小家伙 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若妖族霍乱人间 若天上折仙将士 赵四海低声道 但那时 你我又当如何 马文远手捧 无字天书 斩钉截铁说道 若当真有那一天 我便撕毁这无字天书 极乐谷 逍遥宫 一道红色身影撕裂空间 缓缓而致视聂千月 对于普通修士来说 长途跋涉的旅途 是无比漫长的一个过程 可对于聂千月这种顶级大能 却只不过是眨眼之间 就能抵达目的地 聂千月身披红衣 怀里抱着白猫 赤足走在地毯上 一路来到九池 聂千月扔下怀里的白猫 淡淡吩咐道 去吧 喵 白猫走出九池 缓缓走向门口 在这个过程里 他从一只浑身吃肥的白猫 硬生生变成了一头吊紧白虎 喉 白虎咆哮一声 趴在了房间门口 阵阵连依 以白虎为中心 迅速弥漫开来 将整个九池覆盖 很明显 这是个阵法 而且是以白虎为阵眼 聂千月吞去红衣 曼妙的身姿 整个人都慵懒地泡在九池里 举头望天 他望着天 望了许久许久 不知道底看的是天 还是剑宗 缓过神来之后 跟杨刚一模一样的佛珠 三一协会群 三号虎逼 剑宗已登天 不求打赏 也不奢求月票 诸位LSP 把免费的推荐票 投给在下可好 只要投了票 抱您桃花朵朵开 我嘴巴开过光 很灵的 第131章 天翻地覆 人足之怒 平安俊 红袖招 三一协会一群LSP 正在包厢里选台 是的 现在的红袖招 在红袖的运作下 也跟随两子族裕的脚步 允许贵客选台 当然 普通客人 还是没这种资格 诸位皆是我家官人的朋友 自然就是我红袖招的贵客 红袖带着手底下 一群头牌鱼贯而入 笑盈盈说道 这些都是我红袖招 最为出调的姑娘 诸位贵客 请 二号攀路 看着一个水灵灵的小姑娘 小姐姐 多大了 21 你呢 18 就你了 六号雨夜带刀 不带伞插刀 不行 这个是我先看上的 凭啥 就凭我比你长得好看 红袖打圆场 笑道 姑娘有很多 诸位贵客 何须争抢 二号和六号 同时一口同声道 你不懂 红袖猛的一掷 胡疑问道 我着实不太明白 这丫头 我的确没看出 到底有何特别之处 卢超插话道 女人都是善变的 年轻那会儿喜欢笑草 到了大学 喜欢帅气大叔 工作了 又喜欢有钱的 可男人不一样 男人很专一的 读书那会儿 就喜欢18的 工作了 还是喜欢18的 人到中年 老了老了 还他妈喜欢18的 红袖 瑶居 杨刚起身揉了揉老腰 他今日并未在红袖招做陪 而是正在修理威震天 最近由于三一协会 那群LSP在平安郡 杨刚最近 整日陪着他们饮酒作乐 时而两子足欲 时而红袖招 心情非常愉悦 身体却非常疲惫 唯一的好处就在于 短短数日的时间里 杨刚连续破镜 目前已经是筑基三层 修为静静很快 更加重要的是 由于杨刚近日吃的窝边草足够多 两子足欲的技师 加上红袖招的清官人 为杨刚提供了海量的修炼资质 目前杨刚的五行属性 已经无限度逼近圆满 品阶即将再次升级 打铁还需自身硬 把品阶提升上去 打破壁垒 从原因直接入出窍 这才是杨刚立身之本 不过 由于之前天书子过来的时候 总让杨刚觉得他有脱孤之意 这让杨刚有了一定的紧迫感 这也是最近 他一直在不停对 威震天 修修补补的主要原因 毕竟 威震天 是货真价实的原音傀儡 操控威震天 杨刚的会得到大幅度 战力加成 撇开剑宗 与三一协会不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威震天 就是杨刚自己 目前最大的底牌 有件事 我非常好奇 丁瑶看着 正在给威震天 组装机关炮的杨刚 淡淡问道 以前你是原音的时候 可以操控这尊原音傀儡也就罢了 我也知道 你强行掠夺了 利南天的傀儡本源 可现在看起来 你似乎还懂机关术 杨刚坦然回道 看样子 你的确忘记了很多事 我既然能强行掠夺 利南天的傀儡本源 自然也可以从其他女子身上 掠夺到其他我想要的 这也是 我今日经常去红袖 招和良子族鱼的主要原因 若是放在上一世 任何男人 估计都不敢在自己女人面前 堂而皇之地说出 自己去了洗脚城 甚至还去了青楼 可在这个修真世界 逛窑子 本就是一种趣事 丁瑶私存了片刻 眉头微皱 如此说来 我就不应该 把柳如玉那些女子赶走 有她们在 总好过让你去青楼 要干净得多 杨刚嘴角剧烈地 抽出了一下 没关系 你知道的 我非常擅长使用魔咽 魔咽可以杀菌硝烟 枪 枪 枪 杨刚自除物袋内 掏出他那把锯锤 对准威震天 开始不停地悄悄打打 丁瑶狐疑问道 你这样是在做什么 杨刚如实回道 我想把威震天的棱角 修理得更加威猛一些 可惜 威震天是货真价实的原因傀儡 以我现在的修为 基本砍不动他 丁瑶沉默了一瞬 让开 话落 丁瑶屈指一弹 争 伴随着这声剑鸣 小青蛇化作 青龙剑呼啸而出 三下五除二 就把威震天 给削得棱角分明 丁瑶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不就可以了 杨刚满脸都是凌乱 不是 杨刚亚然说道 你现在 明明还只是炼气 我都已经是助击了 为何我用天雷双剑 都削不动为震天 而你却可以 怎么做到的 丁瑶反问道 那你有想过 你能从其他女子身上掠夺 却为何始终无法掠夺 我的剑道天赋吗 因为我的剑道天赋 本源之力真的很强 你无法进行任何掠夺 除非你强大到 可以破掉我的本源之力 这也是我可以用青龙剑 削微震天的主要原因 本源之力并不受限于修为 无论境界高低 它就在那里 以本源之力催动青龙剑 威力之强 最起码区区这样一尊 原因傀儡 还完全不在话下 至于你 你并没有见到本源之力 你的剑意与剑气 都是剑种 灌注到天雷双剑之内罢了 受限于修为 哪怕你现在 手持天雷双剑 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 也远远无法跟我的青龙剑 相提并论 不过 你竟然可以让天雷双剑 合二为一 这足以证明 持剑人对的身份 的确不是假的 阳刚沉默 丁瑶这番话 从侧面印证了阳刚的推论 天书子之前说 阳刚的剑道天赋之强 已经强大到 足以引起天地共鸣 可如今看起来 恐怕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天书子之所以要这样做 估计只是想要顺理成章的 给阳刚一个剑宗弟子身份 并且顺势把天雷双剑赠予阳刚 可是 天书子如此大费周章 他到底图什么 就为了让阳刚跟剑宗之间 除去丁瑶之外 还能进行二次深度捆绑 不知为何 阳刚对天书子之前的 托孤之意 突然愈发强烈 就在此时 除物袋之内那一枚佛珠 突然震动了一下 三一协会群 三号虎逼 剑宗已登天 阳刚眉头深皱 有些不明觉厉 五号 我要回家 取鼓力那扎 登天是何意 三号虎逼 字面意思 二号 我没有文化 四号 左天窥井 你意思是 剑宗已飞升 是哪一封手作 成功飞升了 三号虎逼 不 我说了 是剑宗 我指的是整个剑宗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上万名剑宗弟子 集体飞升 这不可能 四号 左天窥井 没错 若是整个宗门举门飞升 拥有浩天静的大雪山 理应比剑宗 更加擅长此道 三号虎逼 请注意 我说的是登天 而非飞升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可此时此刻 整个群 却突然沉没 登天 对于修士来说 登天本就是死亡的 另外一个美化后的说法 毕竟 修士终其一生 最大的目标 始终都是登天生仙 剑宗 亡了 而且 还是全部死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五号 我要回家 取鼓励那扎 剑宗乃天下第一 谁能做到 将整个剑宗 一举葬送 三号虎逼 妖族 以及 人族 群 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寂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可是 为什么 剑宗是我人族 最为锋利的一把剑 没了剑宗 我们要 如何跟妖族争锋 四号 左天窥井 人族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 三号虎逼 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画风一转 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将由玄空寺 与药王谷全面接管 从今天开始 玄空寺正式入室 这时 一号 帅气的光头 冷不丁插话道 既然是三号说的 那恐怕事情 就已经是定局 诸位 真正的巨变 恐怕即将正式来临 请诸位 务必保护好自己 群消息就此戛然而止 再也没有 任何声音响起 整个三一协会 三号是最为神秘的存在 从史智中 群里所有穿越者 只知道 三号来自极乐谷 但三号到底是何身份 除了长庆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晓 可如今看起来 三号能够如此迅速地知晓 如此隐秘 其身份必然绝非普通修士 可比 杨刚扭头望向丁瑶 面色微微有些苍白 张嘴欲言 割嘴唇颤了颤 却终究还是没能说出口 丁瑶眉头一挑 出了何事 杨刚颤声道 剑宗 没了 丁瑶猛的眼神一力 你说什么 红袖招 三一协会 所有人都在各自的包厢 怀里美人如玉 但却完全失去了兴致 长庆站在窗前 左手 端着一壶酒 右手习惯性地挠着他的小光头 眉头紧锁 在穿越者联盟里 别人不知道三号虎逼 其实就是逍遥公主聂千月 长庆自然是知道的 这也是为何 他之前可以在群里 断言三号所言 必然是真的 因为以聂千月的身份 他根本没必要 撒这种弥天大谎 剩下聂千月 虽然没有明说 可大家都是聪明人 既然聂千月 点出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接下来将会有 玄空寺与药王谷全面接管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 剑宗覆灭 必然跟玄空寺 与药王谷有关 虽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可以表明此事 可聂千月的话 本身就是最大的证据 唉 长庆叹息一声 道 要乱了呀 剑宗 可惜了 这个修真世界并不安全 莫说出了人族疆土外面 就是妖族 哪怕是人族内部 也一直都在互相杀法 从大面上来说 人族共有三大清静的 首先就是天下皆知的 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百姓与底层修士 安居乐业 富庶繁荣 其次是书院所属中州 中州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州府 更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城 城内有书院 更有万万名书院学子 是整个人族书生气最重之地 最后就是佛门清静地 佛门清静地的确很清静 因为里面只有玄空寺的秃驴 以前虔诚的佛门信徒 然而 玄空寺自从被极乐骨赶走 就彻底进入了不可知之地 不经允许 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进入 连不够虔诚的信徒都不行 其他人自然更加不行 你问什么是虔诚 嗯 跟你打个比喻 这么跟你说吧 佛度有缘人 若是没有缘 那你就得足够有缘 你骗 你戏骗 换句话说 抛开不可知之地的玄空寺 人族两大安乐窝 本就只有两个 而现在 最大的剑宗 却已经不在 却已经登天 长庆私喘了许久 点击了 聂千月三号 虎逼 头像 佛珠既然可以让三一协会群聊 自然也可以私聊 姐 长庆问道 有件事我还是不明白 书院一向是想要先开天图仙 然后再治理人间 如今就算剑宗已经不在 下下二十七成 也理应由书院接手 为何偏偏书院不愿掺和 反倒是交给了玄空寺 与药王谷 聂千月如实回道 没人能看透 马文远那个老学旧的心思 我也不会是例外 长庆追问道 姐 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 剑宗为何会突然登天 剑宗 到底还能不能回来 聂千月坦然回道 剑宗能不能回来我不清楚 但 剑宗之所以会登天 本就是马文远那个老学旧的手柄 长庆心头一震 脸色复杂到了极点 聂千月又补了一句 我身份不合适 你可以替我提醒杨刚一句 失去了剑宗庇护 狼牙阁绝对不可能放 过他 此次剑宗的事情 狼牙阁也是出了力的 可直到最后 他们也没能拿到什么 可以真正到手的好处 若我推论的没错 狼牙阁是真的对剑宗恨之入骨 也真的想要夺取杨刚 姚居 丁瑶与杨刚极其罕见地起了争执 剑宗出了事 我必须得亲自看一眼 我必须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害了剑宗 丁瑶沉声道 退一万步讲 于情于理 我都必须要回剑宗一趟 你为什么就是不答应 杨刚摇头说道 不行 最起码暂时不行 话落 杨刚又补了一句 能够害了剑宗的人 绝对不可能是小角色 现在一定有无数人 在盯着剑宗山门 你这时候回去 与自投罗网没有任何区别 丁瑶无比笃定说道 我比你更加了解剑宗 我是遥光锋手座 我一定可以进入剑宗 有护山大镇在 我不相信有人可以动我 杨刚微微汗手 是 就算有护山大镇保护你 没人能动你分毫 可是然后呢 然后他们势必会包围 整个剑宗 从今往后 余生你就只能 一直待在剑宗 再也不能出山门半步 丁瑶沉默 杨刚耐心劝慰道 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 我虽跟剑宗没有太深的渊源 可实事求是的讲 我对剑宗一直心怀敬佩 我也想要弄清楚原因 如果有可能 我也愿意帮你一起 给剑宗报仇 但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要学会隐忍 再不济 我们也必须要想办法 重回巅峰 把修为境界提上来才行 现阶段 以你我的修为境界 一旦贸然返回剑宗 与自投罗网 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 还记得我之前 跟你说过什么吗 之前天书子来的时候 虽然他没有名言 但我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 脱骨之意 按照这个逻辑 天书子 极有可能在剑宗出事之前 就已经隐隐猜到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觉得 以天书子的能力 以剑宗的实力 他们 当真会没有任何准备吗 那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阳刚一脸认真说道 既然剑宗早有准备 你我又何须自乱阵脚 丁瑶愣了愣 愕然问道 你的意思 剑宗是故意的 阳刚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眯着眼说道 你我都知道 剑宗的剑 买当是最强 而且 你上一世也曾试图开天 若是换了旁人 登天必然就是死亡 可现在登天的 既然是剑宗 我始终坚持认为 或许这本 就是剑宗玩了一出顺水推舟 或许 剑宗真的只是想要趁机登天图仙 接下来几日 剑宗被妖族所害 已经登天的消息 迅速传遍人族 一百零八成 哗然一片 要知道 就像长庆任之中的那样 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一 只是无数无法修炼的普通百姓 以及底层修士的 希望之地 但凡是 稍微有点能力的 都想迁居剑宗属地 这都已经不只是失去一块人间净土的问题了 更为致命的是 在失去剑宗 这把最为锋利的一把剑之后 人族是否还能守得住妖族清洗 紧接着 短短数日时间里 玄空寺与妖王谷正式降临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妖王谷开设炼妖师协会 在二十七成遍地开花 迅速铺设完成 其速度要远超梁子族域 与此同时 无数身披佛仪的僧侣涌上街头 开始寻觅 有缘人 亦或者有缘人 不可知之地玄空寺 正式入室 看目前的架势 玄空寺与妖王谷 并没有要将剑宗二十七成 直接瓜分的意思 而是想要联手治理 但 杨刚并不看好这件事 怪就怪在 治理二字 专业的事儿 最好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剑宗之前 就很少插手二十七成事物 玄空寺一群突驴 妖王谷一群炼妖师 他们能懂如何治理一座城池 他们能懂如何能一座城池 维持良好运转 有个说法曾经大行其道 一个公司 最为忌讳的就是 外行指点内行 治理一座人口 数百万之巨的城池 想必更是如此 虽然玄空寺与妖王谷 才刚刚降临 可杨刚已经完全可以断定 恐怕剑宗下辖 二十七成 这块安乐之地 很快就会毁在这群突驴 与炼妖师手里 比如 杨刚目前所处的平安郡 就已经开始出现巨大混乱 平安郡城主并没有换人 很巧 城主郭本道 本就是妖王谷弟子 然而此时真正能够当家做主的 却已经不是这位城主大人 玄空寺与妖王谷 给郭本道这位城主下达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 加税 按照他们的说法 妖族虎视眈眈 大战一触即发 打仗就是在打钱 既如此 自然就要加税 平安郡附属 如果说只是加税 只是要从储物代理韬元时 平安郡百姓暂时勉强还可以接受的话 那么接下来 玄空寺与妖王谷所下达的第二道指令 则彻底记起了名愿 事情说出来 其实非常简单 就两个字 斋剑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每一座城池 正门之上 都悬挂有一把长剑 这是剑宗的标志 可现在 玄空寺与妖王谷却要斋剑 在他们看来 既然剑宗已经登天 既然现在 庇护二十七城的 是他们玄空寺与妖王谷 斋剑自然就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亦或者说 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之所以会显得如此着急 是因为他们迫切地想要 抹去剑宗留在这个人世间的所有痕迹 尤其是玄空寺 玄空寺与剑宗之间的恩怨 由来已久 最强的盾与最强的矛 本就 是天然对立的 于是 城主府一对甲氏 开始堂而皇之斋剑 剑 斋下来 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一名甲氏 轻轻纵身一跃 就把生锈的铁剑 给斋了下来 然后随手扔在地上 枪 生锈的铁剑落地 甚至还有无数铁锈剑起 周遭 无数普通百姓以及底层修士 忍不住愣了一下 城主府甲氏转身就要离开 一位老丈呵斥道 你们 到底知不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 城主府甲氏如实回道 奉命斋剑 奉命 奉得谁的命 已经昭然若揭 老丈沉默着 将生锈的铁剑捡起 握在手中 就那般沉默着拦在路中间 颤颤巍巍指向城主府甲氏 把剑 给我挂回去 城主府甲氏 沉默着想要绕开老丈 可就在此时 第二位修士走出来 站在老丈身边 沉默着抽出 背在身上的长剑 紧接着是第三位 第十位 第一百位 第一千位 收到消息的其他城主府甲氏 迅速赶来 可是 他们已经进不来了 因为 赶到城门口的 平安郡百姓更多 堪称人山人海 城主府甲氏 彻底陷入了 XXXX的汪洋大海 这一日 平安郡斋剑 这一日 平安郡有上百万人站了出来 沉默着拔出了背上的长剑 同样的一幕 在二十七城陆续上演 剑宗已不在 可下辖二十七城数 以千万之巨的普通百姓 以及底层修士 却依旧将剑宗长继兴建 这 就是剑宗第132章 杀鸡取卵 府邸抽薪 报名 这些报名 通通都该死 城主府 要亡谷直视 狗士书正暴跳如雷 郭本道始终沉默 他才是平安郡城主 他与狗士书一样 都是金丹巅峰独药师 可此时此刻 他却只能听从狗士书的命令 因为他只是药王谷弟子 可狗士书却已是直视 而且还是他的师书 在药王谷 没有纯粹的炼药师 也没有纯粹的毒师 皆是二者兼备 称之为毒药师 斋剑 这个命令 本就是狗士书下达 师书 一直等到狗士书骂完 郭本道才终于 缓缓开口说道 剑宗庇护下辖 二十七城长达万万年 想要抹出剑宗留下的痕迹 最好的方法就是温水煮青蛙 狗士书横了郭本道一眼 冷笑一声道 你的意思 是我下达的命令 欠缺考虑 你是说 这是我的错事吗 弟子不敢 郭本道低眉顺眼说道 只是 平安郡富庶且繁荣 咱们的确没必要过于急切 我觉得 话还没有说完 狗士书便直接打断插话道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现如今 有我要王谷与玄空寺庇护 任何胆胆反抗者 杀无赦 杀无赦 郭本道眼皮一跳 师书 二十七城 足足有数千万人 以咱们平安郡为例 足足四百多万 贸然杀戮 那会出大乱子 到时候 你我恐怕都无法与宗门交代 狗士书勃然大怒道 难不成就这样 让那些暴民顺心如意 那岂不是让整个天下 都耻笑我要王谷 郭本道沉默 他做了几十年成主 他知道什么是名义 他更加清楚地知道 剑宗登天之后 人族各大门派口口声声说是 妖族害了剑宗 但却始终没有出兵 去给剑宗报仇 反倒是如此极其地想要 摘剑 抹除剑宗 留在这个人世间的痕迹 这才是民怨的由来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非但不怀柔 反倒是 还要以武力镇压 民怨势必会成沸腾之势 可郭本道根本就拦不住狗士书 私存了许久之后 郭本道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郑重说道 士书 就像您说的那样 现在剑宗二十七城 已经由咱们要王谷 与玄空寺庇护 玄空寺一直在一门心思 发展信徒 根本无意插手 平安俊治理 换句话说 是民意也好 民怨也罢 您口中 这些所谓的报名 都已经是咱们要王谷的人 咱们要从他们 手里收取 纳贡 更要从中筛选 练要资质出众的人 成为要王谷弟子 既如此 咱们何不顺应民意 以此张显为 要王谷虚怀若骨 狗士书痴的一笑 明明是他们在闹事 我还要让他们顺心如意 那从今往后 是不是只要他们不高兴 他们随时都可以闹 古 本道张嘴欲言 狗士书微微一抬手 继续说道 这些报名 跟建宗一样 都是毛坑里的烂石头 又丑又硬 他们就是典型的欠收拾 不过你有句话说的没错 就算真的要以报之报 咱们要王谷 也不屑于亲自出手 跟这些贱民计较 平安郡有四百多万人 站出来的有上百万 剩下的三百人在哪 很明显 更多的人还在观望 无论如何 建宗已经不在了 这是事实 我不信所有人都会为了 捍卫所谓的建宗荣耀 连命都不要了 人之初 性本恶 我不信所有人都拥护建宗 既要我们要王谷 不方便出手 大不了 那边以恶制恶 我会想办法 从狼牙阁和极乐谷属地 调牌大批魔修过来 狗士书淡淡吩咐道 从今天开始 收拢成竹府 假释寻接力度与频率 除此之外 把关在成竹府大牢之内 那些穷凶极恶之徒 全部都给我放出来 郭本道心头一震 脱口而出道 师叔 狗士书眼神一立 这是命令 还有 我必须要提醒你 你的第一层身份 始终是我要王谷弟子 而不是那什么狗屁成主 若失去了第一层身份 你也不会有资格继续 坐在这成主之位的宝座上 你可明白 郭本道张了张嘴 最终还是只能满脸无奈地道了句 是 一个时辰后 书房之内 郭本道正一个人正正出神 手下人匆匆而至 低声道 禀城主 大牢之内所有恶徒 以尽数放出 郭本道微微握拳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城内不准杀人 这是建宗的规矩 但凡是能够被关进 城主府大狱之内的 都是赶在城内 当街杀人的恶徒 把这样一群人放出去 而且城主府假释 从今天开始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寻街 可以预见的是 用不了多久 平安郡恐怕就要彻底乱起来了 而且 郭本道始终不明白 堂堂要王谷 何至于此 先是加税 紧接着就要摘剑 现在又要乱成 就算狗士书再如何愚蠢 他难道不明白 这样做等同于是在杀鸡取卵 长此以往 对药王谷 能有什么好处 疯狂加税 短时间之内 可以为药王谷 掠夺大量财富 可从长远来看 这只会让世人 更加厌恶药王谷 尤其是有建宗诸玉在前 会凸显得药王谷 愈发不堪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郭本道总觉得 药王谷 似乎并没有想要 长期在剑宗二十七成驻扎 药王谷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属于强盗刑警 都像急了 是要赶紧捞一笔就跑 可剑宗已经登天 谁还能同时威胁 玄空寺与药王谷 难不成 剑宗还会重回人世间 郭本道到了杯酒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然后抓起挂在墙上的一把剑 枪的 一声 郭本道看着手中长剑 低声呢喃道 不知为何 我明明是药王谷弟子 但却无比怀念你们存在的日子 药王谷的动作很快 先是大狱里的恶徒涌上街头 紧接着 大批魔修涌入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万万年的时间里 二十七成百姓以及底层修士 已经习惯了剑宗的存在 也已经习惯了 在剑宗的庇护之下 很少会有性命之威 他们恪守规矩 井然有序 对于喜欢掠夺与杀戮的魔修而言 这样的剑宗二十七成 无异于是一块 他们魔修尚未开发的净土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乐园 以前有剑宗在 没人敢在下辖二十七成兴风作浪 可现在却已经是群魔乱舞 乱了 二十七成彻底乱了 而且 在药王谷的刻意放纵之下 这种混乱并未得到任何有效控制 反倒是已经开始呈现愈演愈烈之态 狗士书虽说就是一个王八蛋 可他有句话说的没错 人之初 性本恶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头魔鬼 以前有剑宗威压 人人都只能小心翼翼地 把心里的魔鬼放在囚龙里 可现在 随着剑宗登天 最多的魔修涌入 更多的人加入其中 如果靠掠夺 如果靠杀戮 就能迅速提升实力 就能迅速积累财富 谁还会老老实实苦修 谁还会安安稳稳工作 或者做生意 人不为己 天诛地面 当一个人看到住在隔壁的邻居 原本只是一个混吃等死的废物 却靠抢劫一夜报复 而且事后 还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亦或者惩罚 他能不行动吗 很明显 那绝不可能 梁子足欲 七楼 梁刚站在窗前 俯瞰着外面大街上 行人行色匆匆 眉头紧锁 大乱将至 这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 所以才会人心惶惶 这让杨刚愈发烦躁 仔细算起来 杨刚穿越十年 一直在杀戮与掠夺的道路上 渐行渐远 直到最近来到平安郡 才好不容易过了一阵子舒服日子 可惜 真的过于短暂 满打满算也没多久 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狗作者 写了二十来章的样子 现在 又要开始乱起来了 这也就意味着 杨刚目前这种安稳日子 很快就会一去不返 估计他马上就要再次变成 以前那个 最是擅长杀戮掠夺的 慈悲暴徒 亦或者 暗影魔刺 我有些不太明白 丁瑶皱眉说道 玄空寺的实力 要远超药王谷 现在是玄空寺 与药王谷一起接管我 建宗下辖二十七成 就算药王谷要胡作非为 玄空寺为何要放人不管 杨刚面色平静 反问道 那你有想过 为什么平安郡明明 已经变得乱七八糟 可梁子族裕 与洪秀昭的生意 非但没有降低 反倒是再次开始 成几何被暴涨 丁瑶严谨一该回道 因为是道不 文 是的 平安郡复述 以前有建宗 威压整个世界 无论是把原石 存在天地钱庄 还是放在储物袋里 百姓与底层修饰的日子 都非常有盼头 有希望 他们坚信 日子总会越来越好 大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建宗下辖二十七成 虽然并不算一个亡国 但却始终都是 一个整体 始终都围绕在建宗身边 完全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国度 可现在却截然相反 建宗没了 他们 亡国了 世道不稳 群魔乱舞 人人都有 随时都会死亡的危险 人死如灯灭 原石无论放在哪里 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人人自危且烦躁 为了疏解这种烦躁 最好的选择 自然就是梁子族裕 与洪秀昭 这些我都懂 丁瑶轻声道 可我还是不明白 玄空寺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阳刚眯着眼回道 很简单 世道不稳 风月之地短时间内会生意暴涨 长此以往 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不可能一直持续火爆 等所有人口袋里都没钱了 都只能勉强果腹 自然就没钱下亲谋 可玄空寺不一样 世道越乱 人心越是不稳 就越是需要心理慰藉 以及精神寄托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是需要一种信仰 来支撑自己 这种时候 随着玄空寺僧人涌上街头 佛门信徒 自然而然的 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我甚至严重怀疑 这本就是玄空寺 与药王鼓联手导演的一出戏 在建宗登天的前提下 这种时候 药王鼓表现得越是不堪 就越会凸显的 玄空寺僧人慈眉善目 建宗庇护下辖二十七成 长达万万年之久 早就已经深入人心 短时间之内 不管玄空寺与药王鼓 再如何努力 也绝对不可能 比建宗做得更好 更加不可能将建宗取而代之 如果说药王鼓是在杀鸡取卵 那么现在 玄空寺就是在 府邸抽星 一旦建宗下辖二十七成内 数千万之中 大批成为佛门信徒 沐浴在佛光之下 玄空寺将会彻底取代 建宗郭本道 只是感觉药王鼓的举动 有些过于急切 甚至怀疑 建宗是否还会重返人间 可他终究还是看得太浅 在阳刚看来 玄空寺 这是摆明了 要彻底断建宗的 跟 一旦建宗 下辖二十七成 彻底成为佛门圣地 到处都是佛门信徒 那么 就算有朝一日 建宗真的重返人间 又能做什么 一如今朝 要亡鼓斋建 平安郡会有数之不尽的百姓 于底层修士站出来阻止 一旦他们全都变成佛门信徒 建宗要动玄空寺 这上千万的佛门信徒 首先就不答应 难不成 建宗还要跟阳刚之前 对待叶城一样 直接图城 事情一旦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 估计建宗一旦屠成 建宗万年生育恐 怕就会彻底毁之一旦 待那时 建宗一旦 玄空寺僧人 在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站出来 将彻底拥有 将建宗取而代之的声望 到时候 估计建宗一旦屠下辖 所有寺庙都会香火鼎盛 就再也不会缺声望 也再也不会缺人心 更加再也不会缺原子 诋毁你 消灭你 成为你 若建宗能有建宗 今时今日之声望 玄空寺完全可以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 慈眉善目 普度众生 在阳刚看来 玄空寺这特么 简直就是最为恶毒的 绝护计 觉得是建宗根基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玄空寺这是要做建宗绝目人 君子可欺之一方 如果说书院马文远 就是用这句话来 亲手送建宗登天 那么现在 玄空寺就是在一葫芦画瓢 用差不多同样的方式 彻底断绝 彻底抹出建宗在这个人世间所有痕迹 丁瑶满脸都是冷漠 寒声道 我以前就说过 兔驴全部都该死 当年就应该提见灭了玄空寺 还是那句话 玄空寺与建宗积院已久 放眼整个天下 能够破得了玄空寺乌龟壳的 就只有建宗 不用生气 阳刚揉了揉钉摇头顶 满脸宠溺说道 君子可欺之一方 可我从来都不是君子 我一直都是个牙字必报的小人 只要你愿意 有朝一日 大不了我陪你一起踏平整个玄空寺便是 这时 天香敲了敲门 得到允许之后 推门而入 柔柔弱弱 微微一扶 观人 阳刚微微汗手 如何了 天香脸色微微有些复杂 如是回道 天地前庄答应得非常痛快 四海阁那边 虽说并不够利索 可最终却还是答应了我们两子族裔的请求 但与此同时 他们不再单纯拥有分润权 他们要求对咱们两子族裔 要有实际控制权 答应什么很简单 世道越乱 对于生意人来说 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尤其是目前两子族裔 与红袖招生意火爆 前来闹事的修士 自然也会随之越来越多 阳刚让天香 分别去了一趟天地前庄 与四海阁 谈的就一件事 从今往后 两子族裔门口 将会明刻这两大势力的标志 有了这两大势力背书 普通修士 但凡是脑子里装的不全是答辩 就理应懂得收敛才是 但 想要跟天地前庄 和四海阁获取庇护 就必然得付出足够多的代价才行 实际控制权 阳刚淡淡说道 无非就是想索要股权罢了 他们要多少 天香满脸苦涩说道 一如我们事先预料的那样 剑宗登天之后 两大势力同时狮子大开口 天地前庄要50%的股权 四海阁也要50% 其实最初去谈这件事的时候 天香其实就已经预料到现在的局面 他倒是知道 阳刚剑宗弟子身份 可问 提关键就在于 现在剑宗都已经没了 天地前庄和四海阁 凭什么还要答应阳刚继续合作 与之相比 直接把两子族狱给并购了 不香吗 甚至 在没有了剑宗庇护之后 想要对两子族狱巧取豪夺的修饰 估计大有人在 首当其冲的 自然就是天地前庄与四海阁 当初这两大势力 之所以愿意答应合作 一方面是因为阳刚剑宗弟子的身份 另一方面 自然也是因为 两子族狱恐怖无比的吸睛能力 可现在剑宗已经登天 他们根本不可能放过 两子族狱这块肥肉 他们明明可以直接去抢 偏偏还要绞尽脑汁 想一个合理的理由 阳刚讥讽一笑 两大势力估计事先已经通过气 各自50% 他们这是摆明了 要当两子族狱的老板 让咱们给他们打工 资本逐利 而现在两子族狱 就是一块香饱饱 阳刚让天香去谈这件事 本就是在投石问路 天地前庄也好 四海阁也罢 这两大势力 能把生意开遍人族108成 其身后必然有六大门派的影子 按照三一协会群 三号虎逼的说法 是人族与妖族联手 害了剑宗 送剑宗登天 药王谷与玄空寺 已经开始对剑宗使用绝护剂 现在 天地前庄与四海阁 也要对两子族狱 巧取豪夺 这摆明了 是要落井下石 斩尽杀绝 剑宗到底是如何登天 人族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在这当中 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阳刚目前的修为还太低 他所在的层级更低 很难猜透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嗯 其实他也不需要猜透 阳刚的原则 一直都挺简单的 人不犯我 我未必就真的不犯人 人若犯我 先撒一把石灰粉 紧接着就是韬当义 或者扣眼 督行剑宗的事情 其实阳刚可以暂时压下不追究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他也没能力追究 而且 阳刚跟剑宗的渊源 本就不算太深 无非是赠剑之意 可那本 就是交易的一部分 最根本的 无非是因为叮咬罢了 乱局已现 在这种情况下 阳刚绝对不会愚蠢到去 以卵击食 可现在天地前庄与四海阁 要抢两子族狱 这就是要从阳刚手上 虎口夺食 你们要出去杀人放火 咱阳刚管不着 也懒得管 可你们如果想要 从咱阳刚手里抢食吃 那就是在吃人说梦 以阳刚的性子 他宁肯掀桌子 让谁也吃不成 也绝对不可能 让两大势力如愿 怎么办 天香盈盈有些不安 满脸焦虑说道 失去了剑宗庇护 咱们恐怕很难 跟两大势力抗衡 这倒是事实 梁子族狱也罢 红袖招也好 说穿了 都只不过是风月之地 里面大多数 都是一些个 娇滴滴的小美人 让他们魅惑男人行 让他们出手打仗 甚至杀人 几乎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不 着急 再等等 阳刚平静说道 我还约了人 等他们过来再谈 天香苦笑一声 只能保持沉默 他看得出来 阳刚已有趣意 而且 阳刚恐怕并没有 要带他一起走的意思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阳刚离开 他继续待在梁子族狱 还想独善其身 恐怕更是一想天开 甚至 没有了剑宗威压 现在的天香 哪怕是想要跟之前十年那样 在天香小住隐居 恐怕也已经根本办不到 那些穷凶极恶之徒 根本就不讲规矩 必然也绝对不可能 放过他 这位赫赫有名的花魁 不多时 长庆于五号如超推门而入 长庆大师 阳刚笑名一问道 最近在梁子族狱 可还让你满意 阿弥陀佛 长庆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小施主莫要胡言乱语 小僧只不过是在历练红尘 区区红粉骷髅 完全不足以动摇小僧道心 卢超哈哈大笑道 别装了 我看大师你已经乐不思蜀 估计很快就要还俗 长庆 此次喊大师过来 是要送大师一份礼物 阳刚开门见山道 如今剑宗已经登天 我已无力庇护梁子族狱 现在的剑宗二十七成 由你们玄空寺与药王谷全面接管 既如此 我便把梁子族狱 直接赠予大师 赠予三一协会 如何 长庆 第133章 如果文明不再文明 那便让野蛮 长庆整个人都猛了 不是 我是谁 我在哪 我要干什么来着 哦 我记起来了 我前脚还在梁子族狱洗脚 跟技师小姐姐 可嗨嗨 跟红粉骷髅争战厮杀 这一转眼的功夫 我就要成梁子族狱老板了 不是 长庆当时就急眼了 小施主目要开玩笑 你这梁子族狱小僧 偶尔来逛逛上课 可让小僧做梁子族狱的老板 却是万万不能的 那可不吗 长庆是出家人 而且还是赫赫有名的玄空寺佛子 堂堂佛子来做梁子族狱的老板 传出去成河体统 好说不好听吧 我知道大师身份特殊 不方便亲自打理梁子族狱 所以 我请了卢超过来 阳刚扭头望向卢超 大家都是三一协会的人 你可以代为打理 对吧 一如建宗下辖二十七城 明明是由玄空寺与药王谷共同接管 可现在真正出面主事的 几乎全部都是药王谷 玄空寺就一门心思的发展信徒 现在 阳刚也是要卢超代替长庆 而且 卢超本就是药王谷弟子 由他出现做梁子族狱的老板 谁特么敢来找麻烦 那就是给药王谷上演药 那不就是典型的找销吗 倒也不是不行 卢超思索了片刻 眉头微微皱起 我喜欢跟济师聊天 也喜欢吃窝边草 这的确是一个没差 但 杨兄 梁子族狱是你的 我与长庆大师如何能抢你的东西 莫非 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杨刚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直接扭头望向天乡 温声道 当初 你明明已经隐退十年 是我亲自请你出面来做梁子族狱的经理 既如此 我自然就不会对你撒手不管 你放心 我走之后 你依旧可以留在梁子族狱做经理 而且 我可以跟你保证 有长庆大师在 一定没人可以为难你 同样没人 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如何 天乡微微一服 谢官人 可是 杨刚微微白手 没有可是 听说的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下去吧 天乡张嘴欲言 最终却还什么都没说 悄悄退出了包厢 杨刚转身望向卢超与长庆 坦然说道 实事求是的讲 剑宗登天 现在梁子族狱的确遇到了点麻烦 我知道 只要我肯开口 以咱们三一协会诸位的身份与实力 完全可以为梁子族狱提供足够庇护 但 这样做 一方面实在太麻烦 另一方面 梁子族狱的存在 现在已经只会对我形成掣肘 我这人喜欢无拘无束 也不想有太多牵绊 最为关键的是 我之所以搞这个梁子族狱出来 最初的目的 就是想要通过梁子族狱 寻找这个世界其他穿越者 现在 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且 梁子族狱在我手里 跟在三一协会手里 并没有 本质上的区别 更何况 我之前之所以那般急切地 把梁子族狱铺设开来 是为了给剑宗 筹备更多原始 以及战略物资 可现在 剑宗已经不在了 说到这里 杨刚略微停顿了下 然后才继续说到 而且 丁瑶也是剑宗弟子 剑宗出世 他总得做点什么 剑宗这件事 肯定与妖族脱不了干系 再加上 我正在重修 我们的确需要历练 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所以 近期我打算暂时离开平安郡 在这种情况下 还强行把梁子族狱 攥在我自己手里 属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只是希望 你们可以对梁子族狱的姑娘们 稍微宽幼一些 尤其是天香 嗯 还有对面红袖招的红袖 若是方便的话 还请替我庇护一二 长青私存了许久 微微汗手 既然小施主去意已绝 那小僧也不便多言 小施主走后 梁子族狱若是遇到任何麻烦 小僧自会出手 但 小僧不会做梁子族狱的老板 卢超想必也不会 这梁子族狱既然是你的 那么就肯定会一直都是你的 小施主既然愿意相信小僧 那么 就请小施主铭记 咱们三一协会是一个整体 无论遇到任何麻烦 只要小施主有所需要 我等自会出手 鼎力相助 卢超负贺道 没错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都是兄弟 都是自己人 杨兄 你如此磕透 反倒是显得我等兄弟不是人了 杨刚快为一笑 既如此 那么今晚我亲自设宴 再跟大伙好好喝一杯 事业 杨刚亲自设宴 除了三号虎逼之外 三一协会所有穿越者 全部齐聚一堂 由于各自修为都不低 哪怕是重修 自身本来拥有的修为境界最低 也是金丹巅峰 哪怕不刻意解酒 以他们体内的天地元气数量 以及精纯度 一直喝下去也不可能醉 所以在开宴之前 所有人都先自封了修为 然后才开始饮酒 一直喝到半夜 一群人醉醺醺的 勾肩搭背来了两子族狱 此时正是两子族狱生意最忙的时候 无数修士来来往往 甚至还有许多没有修炼资质的普通百姓 也来两子族狱消费 像这种风月之地 总能碰上一些找茶的二百五 尤其是酒后 许多人猫尿喝多了 就开始耍酒疯 杨刚一行人来的时候 正有几名喝多了的助击摩修 各大厅里大呼小叫 天香 天香呢 给我滚出来 我们搁几个大老远的 从狼牙阁属地来到平安郡 长途跋涉 为的就是一堵天香花魁芳容 若能深入交流 必能让你逍遥快活 也好让你知道 知道我们摩修炼体式的厉害 哈哈哈哈 天香冷着一张脸 明显已有几分不悦 大家都不是傻子 助击摩修虽 然不算多高的修为 但以助击修为化解酒意 那就是手拿把钻 轻而易举的事情 摩修炼体 更是如此 这几名摩修 大概率是那些个 对觊觎已久的人派来的 尤其今日天香刚去了 天地钱庄 以及四海格谈判 现在这些摩修 立刻跑过来闹事 大概率就是 天地钱庄 与四海格暗中受益 跑过来给两子足欲施压 助击不可怕 他们知道 以杨刚剑宗门徒身份 一剑救下来 几名助击摩修 估计非死极残 可这本就是他们的目的 因为杨刚一旦动手 他们就更加永远了 堂而皇之出手的理由 领头的名叫高辉 是货真价实的 助击巅峰炼体摩修 最近在群魔乱舞的平安郡 唯非作恶 嚣张的厉害 卢超醉醺醺走上前 冲高辉说道 嘿 哥们 知道我是谁不 高辉伸手指着卢超 我特么管你是谁 再特么废话 我废了你 话音刚落 卢超伸手攥住高辉的手指 狠狠往下一掰 咔嚓一声 哦 高辉惨叫一声 手指硬声而断 整个大厅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行家一伸手 便知有没有 高辉再如何不堪 至少也是正儿八经的 助击巅峰魔修 这也正是他 嚣张跋扈的主要资本 助击巅峰魔修的肉身 已经足够强悍 可在卢超面前 却似乎跟纸糊的 并没有任何太大的区别 你完了 我跟你讲 你彻底完了 高辉腾的冷汗直流 但却还是冲卢超叫嚣道 你给我等着 这事儿没完 卢超微微汗手 笑眯眯说道 好啊 我就在这儿等你 我知道你 只是一条狗 告诉你身后的主子一声 我叫卢超 要王谷核心弟子 金丹巅峰毒药师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对于普通修士而言 金丹巅峰本就已经是 他们可以接触到的天花板 最为重要的 自然还是 要王谷核心弟子这层身份 如果说以前要王谷 还只是仅次于 六大顶级修真门派的存在 那么现在 随着剑宗登天 要王谷已经完全有资格不缺 更何况 众所周知 现在是玄空寺与要王谷 接管剑宗二十七成这特马 简直就是 踢到钢板了 高辉心里头咯噔一下 赶紧躬身一礼 原来是要王谷弟子 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您莫要怪罪才是 卢超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说不怪罪就不怪罪 若我偏要怪罪呢 高辉汉流加倍 宰相度里能撑传 您大人大量 以您的身份 想必肯定不屑于 与我等计较才是 卢超毫不留情讥讽道 可你堂堂住机巅峰魔修 我看你刚刚为难天乡的时候 不是挺厉害的吗 知不知道 梁子族域是我赵的 死 梁子族域背后 有要王谷做靠山 这的确出乎 大多数人的预料 主要 以前没听说梁子 足与有这层关系 高辉咬了咬牙 转身冲天香郑重行礼 并且主动递过去 一个储物袋 天香姑娘 今日是我等冒犯 是我们的错 请务必高抬贵手 小小心翼 请笑纳 天香沉默了一瞬 扫尸一圈 重点看了阳刚一眼 突然嫣然一笑 他没有接储物袋 平静说道 打开门做生意 来者是客 只要不故意闹事 我们两子族裕 从来都没有为难客人的先例 高辉如释重负 如此便多谢了 说完 高辉还是割下手里的储物袋 然后扭伸就走 这时 齐当国突然横插一脚 我何时说过 你可以离开 有卢超诸裕在前 高辉这次学乖了 没敢发飙 而是小心翼翼说道 还未请教 您是 齐当国抬腿就是一脚 扑的一声 高辉倒飞而出 当场吐血 浑身上下筋骨劲断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 齐当国满脸 但莫说道 我叫齐当国 狼牙阁核心弟子 原因巅峰魔修 梁子族裕 我照的 高辉 攀路踏前一步 中州书院 攀路 嗯 梁子族裕也有我的份 郑丘东副手而立 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郑丘东 出窍七恋气势 我不管你背后的主子是谁 感动梁子族裕 最好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嗯 还有红袖招 阿弥陀佛 长庆挠了挠头 我叫长庆 悬空四佛子 妈了 高辉整个人都妈了 他就不明白了 小小一个梁子族裕 怎会如此藏文卧虎 此时正值高峰期 梁子族裕的客人很多 但所有人都保持了诡异的沉默 这梁子族裕 几乎已经聚齐了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想必 这里发生的事情 不出今夜 就一定可以传遍整个平安郡 甚至还会继续向外扩散 从今往后 恐怕无论任何人 想要觊觎梁子族裕 都得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分量才行 潘露冷冷说道 把人扔出去 挖个坑埋了 杀意紧摆 卢超摇头晃脑说道 不用 杀人多没意思 我刚刚已经下毒了 闹市的这几个小卡拉米 也全都已经中毒 从今往后 每隔一个时辰 他们就会浑身酸痛男人 如万一私有 然后他们就会挠 挠得浑身血肉浸烂 修为尽尸 生不如死 高辉 从头到尾 杨刚始终冷眼旁观 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不是说他不想护着天乡 护着梁子族裕 而是杨刚既然已经决定出城 接下来势必要再次展开杀戮之旅 他非常有必要跟梁子族裕 进行最大限度的切割 不然迟早会有人奈何不了杨刚 就把报复落到梁子族裕 这群女子身上 更何况 今晚 杨刚已经为梁子族裕 找来了足够强硬的靠山 走走走 上楼上楼 别被几天菜狗饮 想心情 言之有理 选台 郑秋冬轻轻一拂袖 以高辉为首的锦名摩修 全部瞬间飞了出去 躺在了门外大马路上 杨刚把几人送上六楼 可他自己并没有上去 天乡直勾勾地看着杨刚 眼神复杂到了极点 之前你曾说过 你会想法子解决梁子族裕 接下来要面临的所有麻烦 这就是你的法子 杨刚笑了笑 嗯 满意吗 天乡挽着杨刚的胳膊 何止是满意 简直是太满意了 满意到我现在就忍不住 想要直接吃了你 走 去办公室 半个时辰后 定 恭喜您掠夺到牧属姓 牧属姓资质 加116 恭喜您掠夺到福尸资质 福尸资质 加278 天乡心满意足地 依偎在杨刚怀里 满脸五妹说道 杨少侠 今日一别 日后 可还会有见面的机会 您不会就此撇下奴家 永不相见吧 杨刚捏了捏天乡的脸蛋 怎么会呢 有时间 我一定会再回来看你的 别的不说 单凭你天乡的本事 就让我流连忘返 天乡痴痴笑道 好 那奴家会一直等着杨少侠回来 宠幸奴家 从梁子族育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后半夜 不过杨刚依旧没有返回瑶居 而是转身进了红袖招 来了 怎么喝这么多酒 红袖接过杨刚的长衣 笑盈盈说道 我做了汤 亲手做的 快尝尝 杨刚缓缓催动体内天地元气 解掉所有酒意 短起汤喝了一口 红袖单手脱腮 就那般正正地看着杨刚 满脸疲惫说到原本我都想着 要不要把我手底下 那群姑娘 全都送到梁子族狱去 然后我就按照你上次说的 专心做外卖生意 没成想 你却又给了我这样一份天大的惊喜 是的 梁子族狱的事情 已经迅速传遍整个平安郡 红袖自然也已受到风声 尤其是天乡 还故意在暗中推波助澜 让手底下技师跟客人聊天的时候 似是看热闹一样 把卢超和郑秋冬做的事情说出去 自然会越传越广 如此一来 不只是梁子族狱 郑秋冬嘴里还捎带了一句红袖招 这自然也最大限度地 为红袖招避免了某些灾祸 毕竟 郑秋冬本就是货真价实的出窍七大修 普通修士连元英都没见过几次 更不用说出窍 哪怕随着妖族异动 越来越多的人族元英 纷纷破关而出 可出窍依旧是大多数人 终其一生都渴望而不可及的超然存在 更何况 郑秋冬还是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他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足以为梁子族狱和红袖招遮风党雨 今晚 三一协会的人主动亮明身份 庇护梁子族狱 这已经是非常守规矩了 这足以说明 杨刚这群人还愿意继续遵守建宗之前立下的规矩 那么从 今往后 来梁子族狱消费的人也好 基于梁子族狱的两大势力也罢 最好也守规矩 否则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到底什么是规矩 到时候 估计就真的要死人了 其实你这个想法 但也不是不行 杨刚淡淡说道 传统青楼这种模式已经落伍 吃力不讨好 你手底下的姑娘 付出那么多 赚的原石 恐怕还不如梁子族狱的普通技师多 以他们的姿色和手段 去做技师 稍微培训一二 完全可以直接去四楼天上 赚的会更多 一如杨刚上一世 许多原本风月场所的姑娘 都去做主播 在网上发点卖弄风马早 赚的钱非但没比原来少 反倒是更多了 而且风光 犹豫了片刻突然自嘲一笑 当年我赢了天香之后 就开了红袖招 一开就是十年 其实我早就已经身心俱疲 现在随着剑宗登天 平安郡恐怕真的也要乱起来了 我确实已经有些累了 行吧 那我回头就问一下手底下的姑娘们 愿意继续跟着我做外卖生意的就留下 不愿意的就去梁子族狱 至于我 红袖顿了顿 小家伙 我知道你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自不会做那种 能够被你一直带在身边的美梦 但临别之际 就让你再尝尝姐姐妙手回春的手段 如何 夜色如墨 杨刚从红袖招出来 终于返回了瑶居 进门之前 杨刚突然停下脚步流水不服 护疏不渡 水龙术 冰油火也 不及自焚 火 水火相浸 先用水冲洗干净 再用磨焰烘干 杨刚抬起衣袖袖了袖 确定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女子的脂粉味 满意的点了点头 正打算抬腿进门 却突然身体危僵 原因无他 直到此时 他才终于发现 丁瑶正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她 若是其他女子 此时 脸上理应有愤怒 亦或者讥讽 可丁瑶脸上却什么都没有 就那般满脸淡漠地看着杨刚 咳 杨刚刚咳了一声 那什么 全都收拾好了吗 可以出发了吧 丁瑶淡淡说道 我除去小青之外 身无常物 没什么好收拾的 反倒是你 阴阴厌厌不胜反击 只要你确定 你已经挨个都收拾完了就行 杨刚稍稍定了定神 那便走吧 二人一前一后 迅速走出平安郡 平安郡 杨刚扭头看着这三个字 重点看了眼 又被挂上去的那把生锈铁剑 然后 转过身去施展疾风术 贴上神行符 迅速离去 杨刚的速度很快 而且越来越快 漆黑的夜色里 夜风拂面 杨刚嘴角突然有一抹笑意 缓缓浮现出 甚至有一种想要长笑一声的冲动 丁瑶眉头微皱 你在平安郡有 许多红颜知己 我本以为离别之计 你或多或少的 应当有些许离仇才对 可现在看起来 你似乎很开心 甚至 很兴奋 哈哈 杨刚大笑一声 道 在平安郡这段时间 日子真的过得很舒服 也很惬意 让我得到了极其难得的一段休息时间 但 从古至今 温柔香一直都是英雄种 若是在平安郡这种安乐窝久居 一旦待习惯了 恐怕就真的不知道 杀戮为何物了 若非如此 区区魔修 一群外来者 又何至于搞得偌大的平安郡 鸡犬不宁 更何况 从一开始 我更加擅长的 本就是杀戮与掠夺 我敬佩建宗 我也非常喜欢平安郡 可天下人不喜欢建宗 可天下人要毁了平安郡 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做 如果换了是我 既然文明不再文明 那么 就理应让野蛮更加野蛮 话落 杨刚突然转身 抬手就是一道火焰 然后左手手持铁锤 右手冲平安郡的某些人 竖起一根中指 现在 是时候了 我知道是有些人暗中受益 我也知道 是有人想要逼迫我离开平安郡 我什么都知道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之所以什么都不说 是因为 我真的非常讨厌 你们这些藏头入尾的弯弯绕绕 与之相比 我更加喜欢真刀真枪 堂堂正正大弹一场 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能敲人天灵盖 我的铁锤 已经饥渴难耐 请 请来杀我 第134章 我要杀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平安郡 城墙之上 天地前庄 与四海阁一种金丹修士 遥遥望着杨刚 竖起了那根中指 眉头深皱 修士本就耳聪目明 再加上练气室 不像练体室那样 只会横冲直撞 练气室各种五花八门的竖法 应有尽有 在竖法的加持之下 哪怕是在夜色里 他们依旧能够 把杨刚那根明晃晃的中指 看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 杨刚真的非常贴心 还特意先扔出一道火焰 然后才竖起中指 好像生怕他们看不清 非常不适 一方面 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强 靠山更强 很少有人敢如此 明目张胆地挑衅他们 另一方面 在城内的时候 杨刚一直非常温顺的样子 哪怕有人去两子族欲闹市 从头到尾 他都始终并未出手 可现在 这才刚出城 杨刚就已经把嚣张二字 直接写在了脸上 高辉筋骨劲断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的修为已经被废 丹田被毁 没有修复的可能 如此摧枯拉朽 非大能不可为也 他重得多 我们的确解不了 药王谷与玄空寺 的确在平安郡 可是 两子族欲何时 跟他们搭上了关系 而且 大雪山与狼牙阁 还有中州书院弟子 是何时来的平安郡 会不会是假冒的 胡假虎威 正说着呢 一个声音吐响起 还有人敢假冒六大门派弟子 众人寻声扭头望去 才发现 不知何时 城墙之上 已经出现了另外一道人影 说是人影不合适 应该说是一道虚影 不是身外化身 那自然就是原因出窍 是正秋冬 天帝钱庄孙正清 深吸了一口气 不知前辈驾铃 有失远迎 雪海乌鸦打者为先 正秋冬 虽只是大雪山年轻一代弟子 可他既然 已是出窍七大修 自然就担得起前辈二字 我知道天帝钱庄 与四海阁皆有靠山 今日 我亲自走这一趟 就是要再提醒你们一句 正秋冬淡淡说道 不要动梁子族欲 也不要动红袖招 要不然 到时 就不要怪我不讲规矩 孙正清再次攻身行礼 前辈吩咐自当遵从 只是此事 我们终究 还是要跟总部汇报 所以 晚辈冒昧问一句 前辈到底为何庇护梁子族欲 是因为杨刚吗 正秋冬想了想 眼神微微有些怪异 是啊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 杨刚马马虎虎 勉强算是我的 妹夫 孙正清 妹夫 还真是 莫瑶忘了 这一世 在丁瑶成为剑宗小师姑之前 她一直都是北方大雪山圣女 正秋冬 身为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丁瑶自然就是她师妹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上次正秋冬在梁子族欲 已经见过丁瑶 一次 可丁瑶似乎不记得她了 所以她只能称丁瑶为前辈 若是按照这个逻辑 杨刚身为丁瑶道理 她正秋冬 岂不是平白无故 就比杨刚矮了一倍 一念至此 正秋冬突然有点惆怅 算了算了 我本无一根等计较 可我看杨刚的意思 似乎是有人暗中受业的 逼迫杨刚出城 正秋冬满脸何须说道 所以 能否告知 到底是谁要对付杨刚 此时正值盛下 不知何时 随着正秋冬话音落地 城墙之上 却突然飘飘了阵阵雪花 孙正清冷汗直流 咬了咬牙 颤声道 狼牙阁 孙景峰 是 是我远房表叔 正秋冬沉默了一瞬 眼瞼一概 吐出四个字 原来如此 话落 正秋冬轻轻挥了挥衣袖 有风吹过 孙正清突然觉得有点冷 抬手摸了摸脖子 下一刻 孙正清的整个脑袋 从脖梗处当场断裂 就仿佛被锋刃直接切断了一样 天空当中 雪花不停飘落 孙正清的整个身体 也如同雪花一样 碎成了不知道多少片 当所有人都在城墙处 默默注视着阳刚的时候 城内 梁子族裕 一袭白衣 飘然而至 若是阳刚在此 定然会发现 来者正是白衣圣雪李木白 此时 李木白遥遥注视着 梁子族裕的招牌 沉默了许久 嘴角突然挂起一抹笑意 梁子族裕 好一个梁子族裕 这么多年 我始终怀疑 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穿越者 不管是天地前装裔 或者是四海阁 他们的运行模式 都是上一世现代人的手法 现在 又出了的梁子族裕 梁刚 这梁子族裕 竟然是你开设 那么 这就足以证明 你也是穿越者 这也就完美的解释了 当初你 明明只是一个散修 却能越接强杀力难天 嗯 金手指 对吗 除此之外 既然你只是一个散修 凭什么能惊动各大门派 这么多所谓的青年才俊 出手相助 你一个散修 凭什么让这么多 来自各门各派的人 另眼相看 又凭什么让他们 在你的梁子族裕齐聚一堂 按照这个逻辑 答案已经昭然若揭 你 你们 你们通通都是穿越者 愚蠢啊 你们真的太过愚蠢 如此高调形式 想不被盯上都难 若是 我能把你们全部都给杀了 会不会把你们的金手指 全部都掠夺变成我的呢 李木白站在原地沉思了许久 然后静止走进梁子族裕 老板晚上好 您是天上 还是人间 既来梁子族裕 自是要上天 四楼天上 贵宾一位 城南 灵影寺 金光冲天起 照耀了整个天际 紧接着 一尊金色巨佛 在天空当中 缓缓浮现出 佛音 龙 照整个大地 无数玄空寺僧人 身穿佛衣 端坐在灵影寺前 诵念佛经 灵影寺在平安郡 存在了许多许多年 在此之前 几乎从未香火鼎盛过 可现如今 剑宗登天满打满算 还不足一个月 灵影寺就突然多出了 大批信徒 他们当中 大多数都是生活 不如意的普通百姓 以及底层修士 少数则是非常富有的人 对于有钱人来说 只要是可以用钱 解决的问题 就通通都不是问题 他们未必是 真的愿意信封神佛 纯粹是想着 给灵影寺大笔香火钱 与玄空寺结个善缘 有事发生之时 可以寻求庇护把了 后世 长庆看着天上的金色巨佛 叹息一声 道 师叔 还是快些收了神通吧 我们玄空寺 若是需要凭借这种所谓的 神迹 来让信徒信念坚定 传出去 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玄空寺手座 轻轻挥了挥手衣袖 漫天神佛 烟消云散 师叔 有件事 弟子想不明白 长庆直视着玄空寺手座 陈生道 世人皆知 我们玄空寺是整个人世间最强的盾 剑宗却是最强的矛 我们的确与剑宗有很深夙愿 但 出家人四大皆空 更何况 这么多年剑宗对整个人组有大功 可现在 何至于此 杨刚能够看出 玄空寺是在釜底抽薪 要彻底抹除 剑宗在这个人世间所有痕迹 长庆自然也能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有此疑问 玄空寺手座反问道 你可知 对于修士而言 最为重要的是何物 长庆功声道 请师叔赐教 玄空寺手座平静回道 很简单 四个字 才履法地 通俗意义上来说 才自然就是指的财富 履并不是单纯指的道履 还包括道有通道 法可以统称为修炼之法 包括术法 地 可以理解为 是寻觅一封水宝地 不过对于出身玄空寺的你我而言 地 自然也可以理解为宗门二字 因为宗门本就是 你我最好的风水宝地 之所以把 放在首位 是因为后面三个离了财 很快就会难以为继 即便在如何修为通天的 顶级大能 也需要宗门来作为支撑 因为顶级大能也有许多琐事 也会有后人 不可能势必攻卿 而这所有的一切 宗门都可以给完美地解决掉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顶级大能也是需要 仆从来侍奉的 所谓的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这里 玄空寺手座偏偏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继续说道 最初有顶级大能 需要仆从侍奉 有些仆从狐假虎威 仗着顶级大能的存在 胡乱发号施令 有时甚至把自己的私事 也借机让人来办 于是 这样的仆从很快死绝 顶级大能亲自出手镇压 更加忠心的仆 从成功将其取而代之 这时 又有真正的聪明人出现了 他们想要讨好大能 但找不到太过直接的机会 于是仆从虽然什么都没说 这些聪明人 却把大能吩咐的事情 以及仆从的家人 都给照顾得很好 这些人 就是各大宗门 以及各大修真世家的最初雏形 顶级大能之恩赐 足以让普通修士醍醐灌顶 今年累月下来 那些当年的仆从 也逐渐修炼成为强者 正所谓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当初的小仆从 他们的家人 也随之走上修真道路 最终 一步一步 成为修真家族 无数仆从的无数家族 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宗门 再加上顶级大能 发现这种宗门的存在 的确对他自己以及后人 都有极大的利处 于是默认了宗门的存在 这就是宗门的由来 比如我们玄空寺 最初是因为一位顶级大能 在一佛像前悟导 于是我们的先辈 自然而然的 就全都信奉神佛 到最后 自然而然演变成了玄空寺 玄空寺手座看着长庆 淡淡说道 你是玄空寺佛子 你所有修炼资源 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宗门给的 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 同样也全部都是为了宗门 长庆沉默了许久 扭头指向踏上那名 已经陷入昏睡的美妇人 那么她呢 你让她来你房里 也是为了宗门 玄空寺手座 没有丝毫恼羞成怒的意思 平静说道 她是平安郡高原外的正妻夫人 与本座在山脚下偶遇 当我稍稍对高夫人 表现出一丝兴趣 高原外没有任何迟疑 立刻让高夫人来到林颖寺 说是想要再要个儿子 重金球子 为此 高原外足足为林颖寺 捐赠百万元时 高原外知道 她夫人在本座这里会发生什么 但她却甘之如頤 甚至乐此不疲 每次高夫人从本座这里离去 高原外都要迫不及待地 跟本座做同道中人 在她看来 这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更为重要的是 她通过高夫人 成功与本座搭上了关系 甚至跟本座成为同道中人 本座只要高兴 随便赏她一些 就足以让她受益无穷 再不计 有高夫人这层情分 日后本座自会对高家 提供一定的关照 甚至是庇护 一如本座刚刚说过的各大宗门由来 同样的道理 长此以往 高家未必没可能成为平安郡顶级修真家族 玄空四首座温生道 而对于高夫人而言 她本已被高原外厌烦 现在 机缘巧合被本座看上 这是何等荣幸 再不计 有本座一日在 高原外就绝对不敢废掉她正妻的位子 甚至还要哄着她 捧着她 她在高家的地位 将会稳如泰山 所以 这件事 本座高兴 高原外开心 高夫人同样开心 一举三得 有何不可 在整个过程里 我们三个当事人各取所需 都非常开心 外人又如何有资格评判好坏 同理 剑宗这件事 同样也是如此 剑宗登天 是整个人族各大门派 与妖族达成的共识 换句话说 是整个天下有能力有能力的顶级大能 全都希望剑宗登天 玄空四首座淡淡说道 既如此 我们玄空四顺势而为 将剑宗取而代之 又有何不可 话落 玄空四首座起身走到榻前 注视着高夫人 头也不会说到 若是没有别的事 便退下吧 长庆讥讽一笑 起身道 把如此肮脏龌龊的一件事 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我不理解 但我大受震撼 敢问师叔 您这修的到底是什么禅 玄空四首座 脸色平静如初 答曰 环喜禅 三一邪慧群 四号 昨天窥警 孙正清已经被我所杀 现在可以确定 逼迫杨兄出城的 正是狼牙阁孙景峰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华神巅峰炼体摩修 法宝不知 拥有本命神通 具体不祥 二号 我没有文化 若当真是孙景峰要杀杨兄 现在剑宗已登天 孙景峰直接来就行 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四号 昨天窥警 因为玄空四与妖王谷也要脸 尤其是玄空四 虽说此次为了对付剑宗 人族所有大型宗门 此次心照不宣的联手 可那是为了对付剑宗 那是因为 剑宗真的已经强大到 需要他们所有宗门加起来 甚至还要再加上妖族 才能勉强让剑宗登天 然而 狼牙阁属于货真价实的摩修 玄空四与妖王谷这么多年 却一直以名门正派自居 在不面对一个足够强大的敌人时 人族名门正派与摩修 一直势不两立 关键是 以前剑宗在的时候 狼牙阁根本就不敢动阳刚 现在剑宗登天 狼牙阁就立刻堂而皇之心事动众 跑过来把阳刚掳走 这让玄空四与妖王谷的脸往哪搁 相对来说 妖王谷还稍微好一些 他们的实力 终究比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稍逊一筹 可玄空四不一样 说句不好听的 早年玄空四一直被剑宗压制一头 后来随着逍遥公主聂千月横空出世 玄空四被逼无奈牵制 隐藏在不可知之地多年 现在好不容易正式重新入世 刚好正确一个彰显自己实力的机会 剑宗二十七成 如今是玄空四与妖王谷照的 狼牙阁魔修若是敢跑到玄空四地盘上来 兴风作浪 估计玄空四会立刻出手 响妖除魔 若非忌惮玄空四 以我对孙景峰那个老不死的了解 他不需要如此兜圈子 六号雨夜带刀不带伞 既如此 我们大概就能推测出孙景峰会 在哪里动手 既然孙景峰不会在剑宗下辖二十七成动手 那么这个动手范围就有了一个大致范畴 杨刚冷不丁在群里插话道 我会想办法周旋 尽可能地把孙景峰引到咱们预设地点进行复杀 是的 就是复杀 杨刚既然从一开始就猜到是孙景峰暗中受益 逼迫他出城 他却还是胆敢如此明目张胆出城 自然有所依仗 在剑宗已经登天的情况下 目前杨刚最大的底牌 就是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 而狼牙阁之所以会对杨刚如此穷追不舍 也从来都不是单纯为了杨刚 曾经亲手屠杀百万摩修 最为重要的 自然还是因为法体双修 却能入原因的秘密 常青在群里说道 我这边已经可以确定 玄空寺手作就在平安郡之内 我甚至怀疑有佛门 罗汉金刚已经从不可知之地降临 按照这个逻辑 玄空寺恐怕真的要一步一步 迅速把剑宗二十七成彻底变成一个佛国 在这种情况下 玄空寺的确不可能允许其他宗门在二十七成肆无忌惮 最起码 不能太过分 都得体面才行 这也就意味着 哪怕孙景峰真的来了 可此次 他也不可能像上次追杀杨刚那样 带着无数原因出窍 大概率不会有太多原因以上高手 这是咱们三一协会 猎杀这位化神巅峰的最佳时机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要杀孙景峰 七号 两子族狱也要杀孙景峰 这是咱们三一协会成立以来 第一次猎杀这种级别的强者 最后再确认一次 同意出手的打一 一一一 除了三号 虎逼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同意 常青快速说道 很好 六票同意 一票弃权通过 请诸军各就各位 行动 人族108成 在剑宗范围之内 除了主城往外千里之遥 人族与妖族中间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缓冲地带 是一大片遍地荒芜的沙漠 晌午时分 刺辣一声 狼牙阁孙景峰撕裂空间而至 太多年了 孙景峰遥遥看了一眼剑宗所在的位置 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讥讽 剑宗在的时候 很少有高阶魔修胆敢靠近 可现在 剑宗已经不在 孙景峰自处无带内 逃出一壶酒 自饮自酌 大约过了一刻钟时间 数十位狼牙阁摩修 自四面八方缓缓而至 齐齐攻身行礼 参见诗书组 就像长庆推测中的那样 在这里狼牙阁并未大张旗鼓 出现在此地的摩修 大多数都是原因以下 去吧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找到杨刚的具体方位 然后立刻通知我 是 孙景峰原本以为 这必然会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 然而 过了紧紧不到 一盏茶时间 他连一壶酒都还没喝完 传音符录里 就已经传来手下人发过来的消息 师叔组 已经确认杨刚位置 孙景峰微微愣了一下 撕裂空间 一闪即逝 广袤的大漠 一览无影 杨刚带着丁瑶行走在沙漠 百无聊赖 随手拍死几头零散妖兽 这种品贴的妖兽 对磨练建议 不会有任何意义 丁瑶扭头望向杨刚 所以我不明白 你为何要在这里来回不停兜圈子 杨刚坦然回道 因为我要杀一个人 丁瑶眉头一挑 杀谁 就在此时 刺拉一声 正前方 空间骤然撕裂 孙景峰的身影迅速浮现出 杨刚微微眯了眯眼 我要杀的人 一个都跑不掉 比如眼前这条老狗 孙景峰先是看了丁瑶一眼 然后将目光对准杨刚 面无表情说道 杀我 一只蝼蚁而已 是谁给你的勇气 上次若不是剑宗坏了我的好事 你早已被我夺赦 孙景峰已经不在 我倒要看看 这次谁还能救你 杨刚平静回道 屁股不疼了 一段不太美好的回忆 突然袭击了孙景峰 他永远都不可能忘记 在杨刚的铁锥以下 曾经有一朵鲜艳的菊花 是如何灿烂绽放 孙景峰当场勃然大怒 你找死 话落 孙景峰骤然闪现而出 直奔杨刚而来 杨刚脸上突然露出一抹讥讽 动手 咔嚓一声 青天白日 一道惊雷 直接从天而降 四号坐天窥井 飘然而至 他 一袭白衣 周身还漂浮有五眉雷球 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郑秋冬 请赐教 第135章 图画神 掌乾坤 郑秋冬 听到这个名字 尤其是看着郑秋冬周身 漂浮旋转的那五眉雷球 孙景峰忍不住瞇起了双眼 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的名号 孙景峰当然听说过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因为郑秋冬真的很强 正如之前丁瑶跟杨刚说过的那样 郑秋冬在筑基七时 放眼整个天下 他就是筑基第一 当初杨刚以暗影摩刺之名 登陵人族天地人三榜中的人榜 被誉为金丹以下第一人 实事求是的讲 那时候的郑秋冬早就已经入金丹 若郑秋冬还在 估计暗影摩刺也拿不到这个第一 而郑秋冬入金丹后 立刻又成为金丹第一 一直到原因 一直到出窍 郑秋冬在每个境界 都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除去郑秋冬的修炼天赋真的强大到离谱之外 最为重要的是 郑秋冬本就具备雷属性 而且 他觉醒了本命神通 神骁五雷 其破坏力之强 已经到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地步 一度有传言称 如果不出意外 只要郑秋冬不陨落 待他渡劫之后 便一定可以成为阶梯赵四海 成为北方大雪山新一任大长老 待那时 郑秋冬手持好天境 其恐怖破坏力 必将达到另外一种极致 北方大雪山与南方狼牙阁互相厮杀多年 彼此都非常的熟悉 哼 孙景峰突然吃得一笑 大雪山一向以名门正派自居 现在却要替杨刚这样一个小小魔羞出头 传出去 岂不让人耻笑 郑秋冬微微汗手 言之有理 那就只好杀了你 孙景峰脸色僵硬 不是 你特么什么脑回路 你不帮杨刚不就得了 杀了我就传不出去了对吧 你是狗妈 回应他的 是郑秋冬的一道惊雷 滑池玉燕 灌我神势流入晶圆 混合归一 神霄五雷 第一雷 金雷 郑秋冬周身五枚雷球开始疯狂旋转 最终 金色雷球光芒大胜 与此同时 咔嚓一声 一道金色神雷直接从天而降 孙景峰嘴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为何 因为他发现他除非强行撕裂空间直接闪人 如若不然 哪怕施展瞬移 他也避不开郑秋冬的神霄五雷 有个词叫做寂静呼道 郑秋冬之所以能够明动天下 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神霄五雷 的确已经真的撑倒 而不再仅是局限性武法 不过 若说惧怕 那也绝对谈不上 孙景峰本就是化神巅峰 足足比郑秋冬高出一个大境界 再加上他是炼体魔修 肉身强横 必然必无可避 那便直接硬抗便是 孙景峰缓缓抬起头 一拳轰出 对于高阶修士来说 空手接白刃 真的只是南登大雅之堂的江湖小儿科 空手接天雷 才是真正的猛 是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孙景峰硬生生把金色神雷一拳轰碎 哈哈 孙景峰狂笑道 见面不如闻名 神霄五雷 不外如是 今日 话还没有说完 木雷 咔嚓 第二道绿色天雷降临 孙景峰把嘴巴里没说完的话 硬生生吞下去 只能再次出拳 与此同时 郑秋冬双手迅速结印 太乙正夜 金融闭塞 请照真气 惯我神事 飞入泥丸 照消体宅 水雷 火雷 土雷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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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了 孙景峰整个人都骂了 一方面是真的被五道金雷给劈妈了 另一方面 人家哪个高阶修士 在动手之前 不得唧唧歪歪打打嘴炮 好显得自己厉害得不得了 啊 人家历史名将 都会振前叫振 结果现在可倒好 你郑秋冬满打满算说了两句话 你不愿意多说没关系 你特么好歹让我把话给说完啊 可我特么一句话都还没说明白 你郑秋冬直接就特么轰了老子五道神来 把老子的思路都给轰断了 这特么传出去 像话吗 啊 年轻人不讲武德 有个词叫做五雷轰顶 现在郑秋冬就是二话不说 直接赏了孙景峰一个五雷轰顶 孙景峰被劈得浑身焦黑 感觉小脑都快要被劈萎缩了 小畜生 孙景峰咬牙切齿说道 你的神小五雷的确非常厉害 我必须要承认 你若是去了化神或许我真的不是你的对手 甚至我见到你的第一时间就得立刻跑 可惜 现在的你还不是化神 初竅期第一人也终究不是化神 只是初竅 你在如何厉害 想要以初竅强杀化神 也是在痴心妄想 低阶修士如果有强大术法或者神通以及法宝 想要越阶强杀并非没有可能 可一道过了原因 难度之大 一步一登天 意思就是 高阶修士想要越阶强杀 难如登天 除非开挂 嗯 一般的挂都未必好使 今日 本作便让大雪山永远失去未来大长老最佳继任者 化魔大法 死 化落 孙景峰双臂一阵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一蹴而就 场间 瞬间出现了无数道残影 这是他的速度太快导致 是残影 但却又不全是 每一道残影都可以随时化为孙景峰本尊 都具备孙景峰本体的实力 这就是孙景峰觉醒的本命神通 化魔大法 与此同时 正秋冬的身体开始在短距离之内迅速顺移 如同微操一般 进行精准闪躲挪移的同时 手上再次开始迅速结硬 天刚大圣 破均前兴 流光万里 直冲京庭 混合归一 生我元神 三气化结 照耀太清 入我黄房 万神化生 神霄五雷 五 雷合一 轰隆隆 天空当中迅速有一道五色结云 酝酿而成 下一刻 一道五色神雷 直接从天而降 五色神雷 代表着金木水火土 正秋冬明明是雷属性 并不具备阳刚那种五行奇具 却以雷属性操控神霄五雷 硬生生将五行合一 但从这一点言 正秋冬的确比阳刚更强 也已经做到了 他这个修为 所能做到的极致 甚至 随着五色神雷从天而降 连周遭的空间都已经开始迅速军裂 空间塌险 这是化神七方能做到的事情 毫无疑问 正秋冬虽然只是出窍 可他这全力一击 却已经完全具备化神七修饰的恐怖杀力 孙景峰猛的两眼微缩 危险 直觉告诉他 正秋冬这一招 已经完全具备重创 甚至杀死他的可能 孙景峰忍不住尖叫一声 道 化魔大法 容 所有残影 全部迅速涌入孙景峰体内 与孙景峰彻底融为一体 一股强大无匹的气势 直接冲天起 这一刻 孙景峰再无任何留守 已经将他化神巅峰的实力 给催动到了极致 朱雀之力 咻 伴随着这声凤鸣 一道通体燃烧着火焰的火鸟 自孙景峰身后振齿 此乃南方狼牙格户山神兽朱雀赐予的图腾之力 孙景峰周身燃烧着火焰 整个人拔地而起 直接一拳轰向五色神雷 轰 轰 轰 飞沙走石 尘土飞扬 看着以出窍修为正面 硬刚化神巅峰的郑秋冬 连杨刚都不得不承认 一袭白衣的郑秋冬 无论是实力气度还是风采 都的确非常符合正道领袖作派 在杨刚认识的所有人当中 若说血一风流 大概就只有白衣胜血的李木白 可以稍稍与郑秋冬比肩 但 李木白是魔修 而且上次一别 李木白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实不如金丹 可郑秋冬 却是货真价实的出窍巅峰大修 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 堪称云迷之别 其实杨刚此时还并不知道 李木白也是穿越者 李木白与郑秋冬最大的区别 从来都不只是实力问题 最关键的 还是背景 问题 没有足够的背景 哪怕李木白在如何资质出众 哪怕他一直有着质多 近夭的美誉 没有门路 没能加入大型宗门 一个金丹巅峰的傀儡实力难天 就能把他给压得死死的 反观郑秋冬 有大雪山作为靠山 一路扶摇而上 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 穿越就等同于一次投胎 若能直接穿到大型宗门大型修真世家 就可以立刻进入快车道 反之 就只能一个人举举独行 方才能博取那一丝出人头地的机会 无论前世今生 古往今来 皆是如此 此时 随着郑秋冬大发神威 待尘埃落定 杨刚便清楚地看到 孙景峰虽然依旧没有 倒下 依旧无比强横地站在原地 但他整个身体 都已经变成了焦炭一般去黑 而且 周身还有数之不尽的电光 时影实现 结束了吗 不 当然没有 堂堂化神巅峰 怎么可能是那么好杀的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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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阵阵脆响 孙景峰周身去黑的表皮 开始迅速军裂坠落 就仿佛退了一层皮 枯木逢春 恍如新生 神霄五雷 名不虚传 我必须要承认 你的确具备跟本座交手的资格 孙景峰轻轻揉动着手腕 满脸冷峻说道 你若是化神 我必死无疑 可惜 我刚刚已经说过 你还不是化神 而且 今日之后 你再也没有任何化神的机会 因为 我会亲手打死你 说话间 孙景峰一步一步 开始迅速逼近郑秋冬 他的动作初时看起来很慢 可几步迈出 就已经直接出现在郑秋冬面前 然后 孙景峰抬起右臂 劈头盖脸 就是一拳 这一拳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但众所周知 只要炼气势的术法 才会是五光石色绚丽夺目的大场面 魔修炼体势的进攻 向来都是朴实无华 炼气势一旦被炼体势近身攻击 非死即残 这还是指的同街修士 可孙景峰的修为 本就比郑秋冬足足高了一个大境界 最关键的是 过了原因之后 炼气势的速度 以及神出鬼没 在炼体势面前 就已经大打折扣 更何况 神霄五雷威力惊人 可消耗却同样巨大 此时的郑秋冬 想要应接孙景峰这一拳 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即使如此 郑秋冬依旧没有任何躲闪的意思 孙景峰忍不住眯起了双眼 在出拳的过程里 其实他一直都有在留意杨刚的动作 虽说杨刚巅峰的时候 才只不过是原因 可孙景峰在杨刚手上 吃过很大的闷亏 他口口声声看不上杨刚 可事实上 他一直对杨刚非常警惕 同样的错误 他绝对不会犯第二次 可从头到尾 杨刚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要出手的意思 既如此 谁还能救郑秋冬 近了 近了 更近了 就在此时 一旦无比魁梧 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吃肥的身影 自郑秋冬面前迅速浮现出 是齐当国 法天相帝 齐当国自知修为境界差距太大 一出手便直接放了大招 一道硕大无比的金光骤然绽放 一道庞大无比 三头六臂 凶神恶煞的金色身影 以齐当国为中心 迅速升腾而起 哄 哄 哄 孙景峰指出了一拳 齐当国以法天相帝三头六臂 一口气连出六拳 然而即使如此 齐当国的六拳 却终究还是没能挡住孙景峰一拳 孙景峰的拳头 硬生生凿穿了齐当国六拳 以催 哭拉巧之势 直接狠狠地轰在齐当国的法天相帝之上 哄 伴随着这声参天巨响 齐当国的法天相的闪烁了几下 当场崩溃 好在 无论如何 这一拳 终究还是挡下了 但 问题就在于 孙景峰的进攻 并未就此戛然而止 他再次出拳 齐当国横在郑秋东面前 再次强行召唤法天相帝 咳 郑秋东轻咳了一声 抬手自除物带内 掏出几枚丹药 吞入腹中 低声道 给我点时间 齐当国微微摇头 我恐怕撑不了太久 时间 是的 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 最缺的就是时间 齐当国目前真实修为 只是原因巅峰 他正在进行第二十一次重修 只要让他入了出窍 他绝对不至于 被孙景峰一拳轰碎法天相帝 若是郑秋东入了化神 也可以将孙景峰 直接避于神霄五雷之下 可惜 孙景峰来得太快不过 三一协会 竟然敢以阳刚为耳 猎杀化神孙景峰 自然有所依仗 阿弥陀佛 随着一声佛号 一个秃秃的脑袋 从地底缓缓钻了出来 别人都有甜甜的恋爱 而我却只有秃秃的脑袋 长庆满脸生无可恋 又特么的挨打了呀 草 天下皆知 在剑宗剑到大城之前 无人能破玄空寺 金刚神宫之恐怖防御 问 金刚神宫是如何练成的 打 挨揍 不停挨揍 揍着揍着就成了 金刚神宫 一道道经期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弥漫 覆盖了长庆全身 但 这还远远不够 长庆不是出窍 也不是原因 他的真实修为 本就只是金丹巅峰 这种修为 就算金刚神宫的防御力 再如何强大 也绝对扛不住 孙景峰这种化神 巅峰魔修的拳头 于是 长庆也直接放了大招 本命神通 如来今生 看 请佛 一道金色如来虚影 迅速自长庆身后 缓缓浮现出 再请 如来虚影 开始迅速凝食 三请 如来虚影 已经凝食到一种 恍如真实的存在 纵观整个玄空寺 能够请佛的佛门弟子 少之又少 能够强行三请的弟子 在长庆出现之前 更是闻所未闻 这也是玄空寺顶级大能 圣赞长庆与佛有缘 并且直接让长庆 成为佛子的主要原因 金刚神宫 加如来今生 这绝对是最佳组合 暂且不提攻击力如何 防御力绝对可以独步天下 然而 修为境界实在太低 这是长庆目前最大的硬伤 一如此时 哪怕长庆三请如来 但却依旧挡不住 孙景风的拳头 哄 孙景风一拳之下 周身绽放着金光的 如来今生 当场碎裂 这一刻 孙景风当真像极了 屠佛灭仙的魔 不过 长庆终究还是大幅度 削弱了孙景风 这一拳的威力 身后的齐当国 召唤法天象的弥漫开来 把长庆与郑秋冬 全部笼罩其中 硬生生挡下了孙景风 这志在必得的一拳 与此同时 在此之前 始终没有任何动作的杨刚 在此刻终于动了 他从储物袋内 扔出原因傀儡 原因傀儡 在落地的过程里 迎风暴涨 很快就变成了 威风鼎鼎的威震天 而后 杨刚带着丁瑶纵身一跃 直接坐在了威震天丹田处 就在杨刚打算 全力出手的时候 丁瑶冷不丁插话道 不准使用大型术法 不准让人知晓 你是法体双修加五行齐聚 杨刚猛地身体微僵 丁瑶皱着眉头 瑶瑶看着沐浴 在金光之内的长庆 解释道 之前我就说过 重塑剑体之后 我忘记了许多事 也记起来许多事 莫要忘了 狼牙阁为何会对你穷追不舍 甚至不惜派出化神巅峰 亲自来追杀你 法体双修的尽头 是一条断头路 近十万年以来 无人能在法体双修的前提下入原因 剑宗不在乎你的秘密 可并不意味着别人也不在乎 除非 你想被强行带到玄空寺 出家为僧 最起码 狼牙阁在乎 既如此 玄空寺自然也在乎 这么多年以来 玄空寺最为被人诟病的就是 防御强大到攻击力不足 最后连最负盛名的防御在 剑宗之下 也被囊得跟纸糊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被玄空寺得知 阳刚是法体双修 玄空寺绝对不可能放过阳刚 阳刚现在已经惹到了狼牙阁 若是在被玄空寺盯上 就像丁瑶说的那样 难不成直接去玄空寺出家为僧 草 那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 明白了 阳刚当场掏出天机与雷炎 丁瑶再次插话道 把雷炎的控制全给我 阳刚与丁瑶是可以施展组合剂的 阳刚是持剑人 天生剑体的丁瑶 就是整个人世间最为锋利的一把剑 但现阶段 两人虽说日复一日 却还远远没有真正做到 人剑合一的地步 若阳刚用天雷双剑 丁瑶用青龙剑 威力会大打折扣 最起码绝对不可能真正对 华神巅峰的孙景峰 造成任何有效威胁 可天雷双剑不一样 当初在剑中 不只是剑宗选择了阳刚 甚至都不是天叔子选择了阳刚 而是天雷双剑 主动选择了阳刚 事实上 阳刚身为持剑人 他既然连丁瑶这把 当时最强的剑都能驾驭 自然可以轻松掌控任何剑 这也是 他能将天雷双剑 直接合二为一的主要原因 这些隐秘 阳刚不知道 可丁瑶心里却门清 在这种情况下 丁瑶与阳刚 分别掌控天机与雷炎 完全有可能形成 一定程度上的人剑合一 说到信任 阳刚最为信任的 就是丁瑶没有之一 于是 阳刚直接把天雷双剑 给扔了出去 天雷双剑开始疯狂暴涨的同时 阳刚操 空着微震天 双手持剑 与此同时 中州书院攀路自郑丘东身后钻出来 猛地张开双臂 急声道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一书在手 天下我有 虚妄之书 掌中乾坤 开 书院院长手里 有一本无字天书 攀路手中有虚妄之书 随着攀路翻动书页 虚妄之力 瞬间弥漫笼罩了孙景峰 郑丘东猛地踏前一步 单手一指 神霄五雷 五雷齐聚 禁锢 一个小型雷震 迅速自孙景峰周遭凝聚成形 如来今生 法天相帝 长庆与其当国冲上去 死死抱住孙景峰 要往古卢超冲出来 抬手先撒了一把毒丹 而后猛地张开双臂 双手食指与中指并拢 只在他自己左右太阳穴位置 尖声道 二郎睁眼 开 卢超眉心处 有一道裂缝缓缓浮现 仿佛真的要生出第三只眼 与此同时 半空之中 真的出现了一道 巨大无比的巨眼虚影 那巨眼 威严淡却又忧森 巨眼缓缓睁开 看了孙景峰一眼 直接在孙景峰左眼做了标记 卢超哈哈大笑道 左眼就是他最大薄弱处 杨凶 囊塌 孙景峰猛地心头一紧 杨刚与丁瑶人剑合一 操控着威震天狂奔而至 抬手就是一个储物带 爆 石灰粉猛地弥漫开来 瞎了 长青与郑秋冬一行人 满脸猛逼 当场差点被迷瞎了眼 简直 防不胜防 反倒是孙景峰早有准备 死死护着左眼 狂笑一声 道 杨刚 你以为 同样的错误 我还会犯第二次 幼稚 本作 哦 组合计 吞天剑 石灰粉一出 看不见 走位 回手 套 杨刚以组合计吞天剑 直接掏了孙景峰的当 哦 第136章 手持锯锤 轻轻敲开你沉睡的心 痛 歇斯底里的疼痛 瞬间传遍全身 孙景峰整个人都梦了 他曾说过 同样的错误他 绝对不会犯第二次 可现在 一如当初第一次追杀杨刚时 就被杨刚给掏了当 此时此刻 孙景峰再一次重蹈覆辙 不 准确地说 这一次孙景峰要远比上一次更惨 因为上一次 杨刚用的是铁锥 铁锥的破坏力 在化神面前 终究非常有限 可这一次 杨刚用的是剑天雷双剑 剑宗的剑 是公认的当时杀力最强 没有之一 那一朵鲜艳的菊花 就已经不只是盛开绽放的问题了 而是硬生生被摧残凋零致死 这种感觉该怎么形容呢 大概就是 爽是真的爽 但疼也是真的疼 更为可怕的是 这就足以证明 孙景峰这位化神巅峰魔修 已经再次被杨刚破坏 嗯 所以说 这玩意真的轻易不要尝试 连化神巅峰都顶不住 你觉得你能行 能行的那都是真正的猛事 破坊之后 杨刚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 释放天雷双剑之内的剑翼 以及剑气 天机与雷炎 来剑宗除去丁瑶之外 杀力最强的剑 这么多年 一直被天叔子封存在剑种之内 被剑种灌注了 不知道多少剑翼与剑气 这一刻 自孙景峰体内汹涌澎湃 倾巢而触摸修炼体 他们最为强大的 就是无与伦比的防御 可他们一旦被破坊 被从内部发起进攻 就跟炼气是被近身攻击一样 跟止胡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哪怕魔修炼体势 已经把自己给淬炼成铜皮铁骨 可体内的防御能力 依旧远远 无法跟体外相提并论 最为关键的是 若他换了其他进攻手段 孙景峰也未必扛不住 可此时在他体内纵横驰骋的 乃是天雷双剑的恐怖剑翼 以及剑气 有个词叫做千刀万剐 以魔修强横的肉身 他们根本不在乎体表的千刀万剐 然而此时 杨刚却是用剑翼与剑气 在孙景峰体内 把孙景峰的五脏六腑所有器官 给千刀万剐 这谁顶得住 瞬息之间 孙景峰就已经遭遇到 真正意义上的重创 论修为 杨刚在三一协会当中 绝对不是最高的 论综合战力 目前杨刚同样也不是最强的 可他手中有剑 可他是剑宗门徒 而且他身边还有叮咬 剑宗始终是当事杀力最强 这就是三一协会 最终选择为杨刚 找出这个机会出剑的原因 其实最初杨刚并不是首选 毕竟 杨刚目前的修为境界还太低 哪怕他拥有杨英傀儡威震天 可三一协会的首选 依旧是声名在外的郑丘东 按照计划 由杨英巅峰摩修齐当国 召唤法天向帝 玄空寺长庆 使用如来精深 二人主防御 由药王古卢超 卢超与书院攀路打辅助 最终由郑丘东亲自出手 强杀孙景峰 至于杨刚 他存在的最大意义 就是以自身为诱饵 引孙景峰进入三一协会 预设的复杀地点罢了 可事实证明 华神终究是华神 郑丘东根本就杀不掉孙景峰 于是 三一协会立刻启用备用计划 由杨刚亲自出手 卢超的二郎真眼 成功找出了孙景峰最大的薄弱点 可那从一开始就只是个幌子 包括撒湿灰粉在内 通通都只是为了最大限度地 吸引孙景峰的注意力 杨刚真正要做的 依旧还是他最为擅长的 饕当 杨刚原本就只是出入原因 重修之后 他只是刚刚重回助击 哪怕操控着原因傀儡威震天 本来也绝对不具备重创 甚至杀死孙景峰的实力 可他有天雷双剑 丁瑶曾对杨刚解释过 天雷双剑所能使用的剑意也好 剑气也罢 都跟杨刚的自身修为直接挂钩 换句话说 原本单凭杨刚自己 哪怕手持天雷双剑 也依旧奈何不了孙景峰 幸运的是 他还有丁瑶丁瑶目前的修为境界同样很低 可他的剑道本源之力之强 强大到连杨刚都始终无法掠夺半分 当丁瑶以他的本源之力 催动天雷双剑 当他与杨刚人剑合一使用组合剂 二人已经足以发挥出 天雷双剑应有的恐怖杀力 而且 郑丘东的神霄五雷 虽然威力滔天 可他过于君子 过于堂堂正正 他 不会掏挡 可杨刚却真的是在掏挡 有人见过 用威力强大的组合剂掏挡吗 没人见过 孙景峰 今日算是彻底领交道了 若是杨刚在外面堂堂正正出剑 孙景峰根本就不在乎 可现在 杨刚是在孙景峰体内 直接释放剑气与剑意 却让孙景峰痛不欲生 体内与体外 天差地别 多么痛的领悟 孙景峰扫尸一圈 一位北方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拥有神霄五雷的出窍巅峰郑秋冬 一位拥有法天相帝的原因巅峰 摩修其当国 一位拥有如来今生 加金刚神功的玄空四佛子长庆 一位拥有二郎真眼的 要王谷不要试如钞 一位拥有虚妄之书的中州书院攀路 一位拥有威震天 加天雷双剑的剑宗门徒杨刚 这 就是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的恐怖实力 孙景峰更加清楚地知道 阳刚并未火力全开 法体双修加五行 齐聚加天雷双剑 才是阳刚的巅峰战力 更何况 还有一位剑宗小师孤丁瑶 孙景峰立刻判断出 在他已经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若是还继续留在这里 说不定 今日真有可能就这般陨落于此 于是 孙景峰再无任何迟疑 刺了一声 孙景峰用尽肉身最后一丝力气 强行撕裂空间 紧接着直接原鹰出窍 肉身毁了就毁了 只要原鹰成功逃出生天 孙景峰随时都可以重新换一尊肉身 继续活下来 但 修为尽 借恐怕却要因此骤降 估计得从化神巅峰 直接跌到出窍期 甚至极有可能跌到原鹰期 阳刚 你 你 还有你 你们给我等着 孙景峰满脸冰冷说道 待本座返回狼牙阁 便是二等死期 最好的选择 就是把孙景峰留下 一劳永逸 斩草除根 然而 孙景峰终究是化神巅峰 哪怕被逼到舍弃肉身 可他撕裂空间原因出窍 速度实在太快 何人能拦 阳刚做不到 丁瑶做不到 连三一协会目前修为进阶最高的郑秋东 也同样做不到 就在此时 要往古炉超猛地踏前一步 你走不掉 二郎睁眼 炉超没心处异翼生辉 双目开始迅速流淌出道道血色 与此同时 半空之中 那一道巨大无比的竖眼虚影 深深地看了孙景峰的原因 一眼一道金色光芒 自树眼之内 瞬间落在了孙景峰的原因之上 有人曾言 何为顶级大能 看你一眼 你就死了 这就是顶级大能 现在 卢超用二郎睁眼看了孙景峰一眼 孙景峰的原因 瞬间如遭雷击 郑秋冬双手疯狂结印 攀路瞬间心领神会 虚妄之书 虚妄之书内 跑出数之不尽的原石堆积成山 甚至还有足足十八位姿态各异的赤足女子 风情万种 围绕着孙景峰原因周遭 在歌在舞 开始发烧 杨刚福娥 嘴角剧烈地抽搐了一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乌 虚妄之书 是这样用的是吗 你他妈可真是个人才 原石也好 女子也罢 实则皆是幻想 皆是在用虚妄 强行迷惑孙景峰 疾风术 杨刚操控着微震天 杨起手中长剑 握向孙景峰 法天相帝 如来今生 长庆与其当国 以庞大无比的身躯 硬生生挡在了孙景峰 与空间裂缝中间 与此同时 郑秋冬结印完成 神霄五雷 五雷合一 落 咔嚓一声 一道五色神雷从天而降 直接狠狠砸在了孙景峰的原因之上 魔修最为强横的始终是肉身 之前孙景峰能够以肉身 硬抗郑秋冬的神霄五雷 可现在 他已经舍弃肉身 仅仅还只剩下原因 轰 轰 轰 五雷轰顶 孙景峰的原因瞬间尾米到了极点 空间裂缝正在缓缓关闭 孙景峰满脸都是绝望 他无比清楚地知道 他 恐怕真的回不去了 雷震 虚妄之书 郑秋冬与潘鹿同时出手 彻底将孙景峰的原因束缚在原地 不要杀我 孙景峰颤声道 我是化神巅峰 我是狼牙阁长老 杀了我 你们终其一生 都将会面对狼牙阁 无穷无尽地追杀 潘鹿撇了撇嘴 严谨一概吐出两个字 扯淡 三一协会每个人身后的门派 都不比狼 牙阁若 现在无非是剑宗登天 杨刚没有剑宗庇护罢了 可杨刚既然敢以自身为尔 扶杀孙景峰 他就根本不怕狼牙阁 杨刚扭头看了齐当国一眼 你来吧 齐当国突然沉默 孙景峰坚声道 齐当国 我是你师叔 你敢杀我 与背叛没有任何区别 狼牙阁不可能放过你 齐当国眉头一条 我懒得再理会孙景峰 转身冲阳刚说道 是你以自身作耳 最后也是你成功将孙景峰中创 于情于理 孙景峰都应该交给你亲自解决 唯一的问题是 一旦你亲手杀了孙景峰 狼牙阁恐怕会立刻使用命魂灯 驱使七日追杀令追杀你 阿弥陀佛 长庆插话道 区区七日追杀令 小道尔 小僧可以代为解决 如超几眉弄眼说道 大师 你好歹是出家人 咋对杀人约祸的事这么熟悉呢 看来 你以前没少干过这事 长庆当时就不乐意了 你再给我鸡歪 晚上去梁子族狱 你最喜欢的那位技师 小僧就不让给你了 别见 卢超揽住长庆的肩膀 大师 莫闹 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那技师今儿让给我 明儿再让给你 杨刚从威震天上跳下来 一步一步逼近孙景峰的原因 孙景峰心里慌得一批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啊 杨刚单手附在孙景峰原音头顶 心中默念 吞天魔宫 惜心大法 给老子惜 孙景峰的原因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迅速缩小 与此同时 杨刚的修为境界 开始疯狂暴涨 筑击四层 筑击五层 筑击七层 筑击巅峰 郑秋冬与长庆一群人 彼此对视一眼 目光威夷 摩修擅长掠夺杀戮不假 可摩修掠夺的是 修士死后的血诛精华 事实上 刚刚齐当国 之所以要把这个亲手 解决孙景峰的机会 让给杨刚 也是想着 可以让杨刚掠夺 孙景峰死后的血诛 迅速提升自己的修为境界 现在 杨刚的修为境界 的确在迅速暴涨 却是用了一种 他们闻所未闻的方式 若是换了其他人 估计真的会觉得 杨刚这是用了什么 邪门歪道的邪术 可三一协会 全部都是穿越者 他们瞬间就已经意识到 这恐怕就是杨刚的金手指 一位化神巅峰的原因 足以为杨刚 提供海量的修为 杨刚的修为疯狂暴涨 很快就已经抵达 驻击巅峰极限 即将正式迈入金丹 可就在此时 孙景峰突然气然一笑 大笑 狂笑 想要掠夺我的修为 我宁肯死 也不会成全你 说话间 孙景峰的原因 突然开始疯狂暴涨 就像一个巨大的气球 他 居然想要自爆 原因自爆 除非顶级大能强行出手 否则基本不可逆 杨刚想都没想 杨起手中天击剑 直接一剑 挡在了孙景峰的原因之上 杨刚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 不得好死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扑一声 孙景峰的原因 如同膨胀到极致的气球一样 当场爆裂 您杀死了化神巅峰魔修 经验值加999 嗯 就跟打游戏一样 月计太多了 经验值的上限就是999 也只能拿这些 有些浪费 不过杨刚不在乎 他必行最大的目的 就是杀人掠夺 一枚血珠自孙景峰的尸体上 迅速飘浮而起 杨刚倒也并未 直接当场吞入腹中 而是封存在了一个白色小刺屏之内 做完这些 杨刚对准孙景峰的尸体 屈指一谈 一枚金色傀儡种子 钻入孙景峰的尸体 开始迅速生根发芽 不多时 孙景峰的尸体 就如同起死回生一般 又缓缓站了起来 然后单膝跪在杨刚面前 杨刚俯看着跪在地上的孙景峰 面无表情说道 我这人心眼小 牙子必爆 你说你做鬼都不会放过我 可惜 我连做鬼的机会都不会留给你 话落 杨刚心念一动 威震天与孙景峰的身体 开始迅速缩小 钻入杨刚储物袋之内 牛逼 卢超伸出一根大拇指 赞叹道 傀儡师真可怕 这下 估计孙景峰是真的连死都不能瞑目了 这就是傀儡师另外一个 让人觉得棘手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只要给傀儡师足够的尸体 他们就能把尸体变成傀儡 虽说每一位傀儡师 能够操控的傀儡数量 是有上限的 可架不住孙景峰是化神 哪怕以杨刚目前的自身修为受限 很难发挥出 孙景峰这样一尊化神傀儡 原本所应有的恐怕杀力 但即使如此 以孙景峰化神 巅峰魔修肉身之强 拥有这样一尊傀儡 再不济 杨刚也等同于拥有了一位 无比强悍的肉盾 就在此时 一道血色光芒从天而降 直接钻入杨刚体内 消失不见 避无可避 杨刚也没打算避开 很明显 这时狼牙阁察觉到了 孙景峰命魂灯熄灭 以血魂术强行催动 七日追杀令 方能如此横跨空间 然而 还没等七日追杀令的 杀字冲天起 长庆便已经动手 金刚怒目 只杀不动 进化 长庆身后 骤然出现一道巨大佛影 佛影弥漫苍穹 佛光直接笼罩了杨刚全身 万 一个硕大的佛影 自杨刚周身一闪即逝 长庆收了神通 可以了 潘鹿踏前一步 我再来加一层保险 虚妄之书 待潘鹿收工 郑秋冬又屈指一弹 神霄五雷 落 一道道神雷落在杨刚身上 电闪雷鸣 二郎睁眼 卢超仔仔细细上下 看了杨刚一遍 点头 说道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最起码我的二郎 真也没有发现 血魂术在杨兄体内 有任何一流 杨刚心里头五位杂陈 游记得当初 他只不过是杀了区区一个立飞羽 就被立南天 用七日追杀令 给到处追杀 后面更是因为杀了 狼牙阁原因大修 被狼牙阁用同样的法子 给追杀得狼狈不堪 可现在 三一协会这群家伙 三下五除二 不但把血魂术 给强行进化了 而且 特末居然还能开 二郎真眼 检测一下看看 还有没有遗留桥 这个就叫专业 上图 而且 连化神巅峰 都如此干净利索地 死在了三一协会 这群穿越者手里 这再一次证明了 三一协会的恐怖实力 也再一次证明 每个穿越者 的确都有自己的金手指 比如孙景峰 见状不妙撕裂空间 原因出窍打算跑 正常情况下 很难强行把他留下 可要王谷卢超 却用二郎真眼 硬生生把孙景峰的原因出窍 给强留了一瞬 也正是因为这一瞬 才给了杨刚 一行人群起而攻之 最后成功将其灭杀的机会 莫要望望 卢超才是金丹巅峰 就已经可以强留化神巅峰巅峰 有朝一日 等他的修为境界也提升上来 可以预见的是 他这个金手指 该会恐怖到何种地步 若是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 全部都成为顶级大能 什么六大门派 什么十大凶兽 通通都是地中地 保不齐直接当场开天 整一出 先为蒲地为奴的戏码 此件事了 我打算立刻返回大雪山 郑秋冬微笑着说道 我总觉得 建宗登天这件事有问题 我们大长老手持号天静 这个天底下 应该没什么事能瞒得过他 我得去要一个准化 长庆张嘴欲言 但最终却还是什么都没说 岂当国微微汉手 此次下山 获益良多 我感觉我已密德突破契机 返回狼牙阁之后 我会立刻闭关 争取一鼓作气 破原因 入出窍 潘露叹息一声 满脸愁苦说道 我倒是希望可以多留一段时日 再跟技师们探讨一下人生 可惜 书院已经下令 我得尽快返回中州 话落 潘露突然扭头望向阳刚 那什么 我们中州书院弟子 最是喜欢到青楼饮酒做师 你的两子族狱 完全可以去中州开个分店 安全问题可以交给我 阳刚点头说道 没问题 这事我让天香安排 你走的时候 把技师们一起带过去便是 潘露眼睛一亮 阳兄高义 卢超嘻嘻哈哈插话道 你们都走了 那平安郡的技师们 就交给我和常庆大师来观照了 哈哈 阿弥陀佛 常庆宣了一声佛号 双手合十 无论在何时何地 请朱军谨记 咱们三一协会的口号是 一定要好色 一定要活着 一定要回家 朱军 山高水远 就此别过 江湖再见 一行人微微拱手 各自扬长而去 丁瑶走上前来 轻声道 你既已不愿留在平安郡 接下来咱们去哪 阳刚如实回道 我打算继续杀人 杀什么人 杀所有该杀之人 杀戮与掠夺 本就是杨刚最为擅长的事情 而且 杨刚强调过多次 他心眼小 骨子里就是牙字必报的小人 正所谓 来而不枉非离也 狼牙阁一而再再而三地 找杨刚麻烦 在此之前 杨刚一直非常被动 可现在 他打算主动出击 杀人掠夺 提升修为 两不耽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现在未出城 天大地大 没有了七日追杀令 我估计狼牙阁应该无论如何 都绝对想不到 我会再杀回到他们狼牙阁属地 摩修聚集地 才是我快速提升修为的首选 不过在此之前 我得先去解决掉 孙景峰手底下那群狗腿子 话落 杨刚自储物带内 逃出他那把锯锤 笑眯眯说道 确切地说 我打算用锯锤 轻轻敲开狼牙阁那群 废物沉睡的心灵 以及天灵盖 第137章 以前我觉得 我不喜欢烧的 后来 此地乃建宗属地平安郡城外 从大漠继续往东 就会渐渐进入妖族领地 一路往西往南 则会陆续进入极乐谷 与狼牙阁所属 此时 距离杨刚与孙景峰交手百里之外 狼牙阁一众摩修在此齐聚 他们并没有要出手相助的意思 在他们看来 孙景峰堂堂化神巅峰 对付杨刚那些人 就是手道擎来 与之相比 他们更加想要保命 这也是他们远远避开的主要原因 毕竟 化神七高手的交锋 单凭余波 就能让他们死伤惨重 篝火上烤着一头低阶妖兽 是一头梅花露 肉质极其鲜美 待烤得差不多了 一名助姬摩修起身 先把鹿腿双手奉上 送到三名元英面前 这里毕竟是剑宗所属 哪怕剑宗不在 却依旧有玄空寺的突驴在 此次狼牙阁除了孙景峰之外 就只有三名元英带队 老顾 一名元英啃着鹿腿肉 含糊不轻说道 看日头也待差不多了 孙长老怎么还没回来 另外一名元英 几眉弄眼说道 听说上次孙长老 在那个阳刚手上吃了大亏 屁股 嘿 那就叫一个精彩 老顾 全名顾熙峰 狼牙阁外门长老 元英中期摩修 而孙景峰 是狼牙阁内门长老 一内一外 一字之差 天差地别 顾熙峰喝了口酒 面无表情说道 化神奇的事情 非你我可一论 恰在此时 阳刚操控着孙景峰的肉身 缓缓从地底钻了出来 孙长老 给孙长老请安 大屁摩修赶紧站起来 给孙景峰问安孙长老 端坐在威震天体内 正操控着威震天 躲在地底的阳刚 突然沉默 孙长老 这个称谓 阳刚总觉得似曾相识 旋即阳刚恍惚间记起 上一世年少时 寒暑假最为经典的 那个电视剧里 有一位大闹天工的主 后来取经路上 就经常被人称之为孙长老 有时还会被称之为孙行者 咦 孙行者 阳刚眉头微皱 记上心来 他一直都觉得 孙景峰这个名字太蠢 现在 名字不就有了吗 一号元英傀儡 威震天 二号化神傀儡 孙行者 行 这名字可太行了 于是 阳刚心念一动 操控着孙景峰 抬手冲那三名元英 轻轻勾了勾手指 三名元英愣了愣 彼此对视一眼 终究还是不敢违逆 只能迅速上前 顾熙峰低眉顺眼说道 师叔组有何吩咐 孙景峰不只是修为高 在狼牙阁的辈分 同样也不低 比如眼前这位顾熙峰 就隶属于孙景峰一脉 自然毕恭毕敬 可惜 他并不知道的是 眼前这位已经不是 他的师叔祖孙景峰 而是已经变成阳刚的傀儡 孙行者 回应顾熙峰的 是孙行者的一记老拳 喷喷喷 一拳之下 包括顾熙峰 在内 三名元英同时倒飞而出 当场吐血 遭遇重创 连肉身都已经 叮铃崩溃的边缘 元英以上每个境界 一步一登天 若是孙景峰还活着 他全力一拳 就能把这三位元英 给硬生生当场捶爆 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 可惜现在阳刚的 修为境界还太低 就算强行把孙景峰 给炼制成傀儡 无非也只能是 凭借孙景峰强横的肉身 以蛮力伤人 无法完全发挥 孙景峰应有的实力 但 即使如此 也已足够 或许是迫于 孙景峰化神凶威 哪怕孙景峰已经出拳 可三名元英 也依旧不知 孙景峰为何暴怒 也没敢直接元英跑路 因为在他们看来 在化神面前 强行元英出窍跑路 与找死并没有任何区别 这就给了阳刚充足的机会 阳刚二话不说 操控着威震天 从地底钻出来 抡起他那把锯锤 对准顾熙峰的天灵盖 当头就是一锤 慈悲暴徒 物理超度 以锯锤抚慰魔修的心灵 以及天灵盖 是阳刚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恩赐 扑吃一声 顾熙峰本就已经身负重伤 阳刚的威震天 是元英傀儡 手中锯锤 更是从夜城与宁城 两位狼牙阁元英手里 抢来的护城大阵的钥匙 属于真正的上品法宝 此消彼长 两相叠加 顾熙峰根本都没能来得及 做出任何回应 就直接一命呜呼 您杀死了元英六层摩修 经验之家999 阳刚没有丝毫迟 连续出锤 网声极了周遭 其他狼牙阁人都傻了 他们根本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 孙锦锋为何突然痛下杀手 更不清楚 这满目猙獰的巨人傀儡里的人 又为何会大开杀箭 可求生的本能 却在驱使着他们 跑 数十名摩修 当场就要夺路而逃 然而 他们实在过于密集 因为他们 刚刚正在吃口肉 等他们想要逃跑的时候 孙行者 已经从天而降 哄 孙行者一拳轰出 数十名摩修备齐齐震飞 与此同时 阳刚操控着威震天 疯狂轮垂 正所谓 孙行者正面大发神威 威震天绕后组织收割 波费特 您杀死了原因三层摩修 经验之家999 您杀死了 久违的系统提示 开始疯狂刷新 阳刚待在平安郡这一个多月 几乎没有杀戮 现在 终于再次品尝到了这种 肆意杀戮的畅快 你别说 阳刚还真就感觉非常的爽 唯一让阳刚不爽的是 按理说 他都杀这么多摩修了 其中还有仨原因 他居然还是没能入金丹 掠夺 数十枚血珠凝聚 阳刚这次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把血珠全部一口吞入腹中 可特么居然还是没生结 反倒是体内的剑 意 变得愈发凛冽 阳刚当时就剑了 咋回事啊 我还想着 入了金丹再去破你的门呢 咋无法破镜了 丁瑶瞪了阳刚一眼 私存了片刻 缓缓开口说道 还记得天叔子师兄曾对你说过什么吗 阳刚正了正 明显若有所思 你的意思 丁瑶微微汗手解释道 摩修擅长杀戮与掠夺 这本就与那所谓的天道 以及仙人有脱不了的干系 天上的仙人没那么好心 他们赐予摩修这种能力 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 最初 他们是想要用摩修来制衡人族练气势不假 可与此同时 他们更加不希望 本就极其擅长杀戮的练体势 在拥有了这种掠夺能力之后 变得更加不受控制 所以摩修掠夺血珠 看似修为境界提升非常迅速 实则后患无穷 杀戮太多容易滋生心魔 到了大后七度节 会变得无比艰难 而掠夺来的血珠 终究不是自身逐渐得来的 过于博杂 前期虽然会迅速提升修为 可到了后期稍有不慎 就会因为体内各种能量太多太乱 而走火入魔 甚至暴体而亡 阳刚神色微动 该怎么形容呢 类似有点类似 《笑傲江湖》里的灵狐冲 身负重伤之后 被桃骨六线一顿操作 又被六根不尽的大和尚 堵入真气强行镇压 最终导致体内各种真气乱窜 神仙打架一样 把灵狐冲的身体当作战场 让灵狐冲命悬一线天书子 在你体内留下了足够强大的剑意 并且赠予你天雷双剑 就是在未雨绸缪 从根本上解决掉 掠夺若带来的巨大隐患 丁瑶温声道 你在每个境界抵达巅峰之后 由于你体内积累的各种 博杂的力量已经达到破镜的极限 剑意就会自动激活 开始强行切割你体内的力量 你可以放心 你掠夺来的这些力量 并不会就此消失 你可以理解为 这些博杂的力量 是被天书子与天雷双剑之内 强大的剑意 给强行切割成无数细小的力量 细小到可以被你凭借 法体双修加五行齐聚 以及你的魔咽 把这些力量彻底熔炼 变成你自己的力量 然后厚积薄发 破镜 破镜之后 随着那些细小的力量 被你再一次缓慢吸收 会进一步加快 你提升修为的速度 杨刚突然沉默 丁瑶亚然道 是我解释的 还不够清楚吗 与你而言 这件事有百利无一害 你根本无需担心 若是当真有问题 我自会亲自出手 动用本源之力 替你解决掉所有问题 你知道的 在其他方面 包括人情事故 我都不太行 可在见到这方面 我确实还是蛮擅长的 杨刚微微摇头 之前我就跟你说过 我虽然对剑宗 并没有什么太深的归属感 却一直非常敬佩剑宗 更何况 有你在 我道 是并不认为 天书子会害我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愈发不安 因为 这个人情 真的欠得太大 杨刚一直都在强调 自己骨子里 是个牙子必报的小人 可与此同时 有仇必报 有恩必偿 这同样也是杨刚的原则 剑宗已经登天 杨刚其实一直都非常 不想卷入剑宗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真的太大 层纪也太高 杨刚始终坚持认为 为了某些虚头巴脑的破事 就把自己无端 卷入漩涡的那种人 真的太蠢 仔细算起来 杨刚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完全跟自己息息相关 包括杀利南天 也是为了给林坏 给林坏的亲娘报仇 说穿了 这都是私怨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想过只在乎自己 身边的人 有句话说得很好 走得越远 见识越多 认识的人越多 你就越能清楚地体会到 人这一辈子 你真正在意的 同时又在意你的人 就那么几个人 这几个人 其实就是你的全部 三两知己 爱人在侧 父母康健 看起来平平无奇 其实便已是 中等篇上的答卷了杨刚 很怕大意 他非常厌恶别人 给他脑袋上扣那种大帽子 逼迫他去做 他不想做的事情 他跟建宗接触的时间 其实一直都不长 但却偏欠了建宗 如此之大的人情 咋的 总不能让杨刚 去为了给建宗讨说法 讨一个公道 投铁去跟六大门 算了算了 先不管这些 将来的事 将来再说 现在先干正事 杨刚将目光对准 狼牙阁那三名猿鹰魔修 其他魔修我瞧不上 可这三位猿鹰 是绝佳的傀儡材料 赞美丽南天 要不是他 我也不会成为傀儡师 话落 杨刚屈指一谈 三枚金色傀儡种子 便直接各自 钻入三位猿鹰魔修尸体之内 丽南天在傀儡术方面的造诣极强 当初他曾拥有九大傀儡 并且还拥有本命傀儡 让杨刚和丁瑶交头烂额 现如今 强行掠夺了 利南天傀儡术本源之力的杨刚 也正在这条道路上狂奔 以杨刚目前的水准 普通修士他还真就瞧不起 原鹰以下 就不配浪费一个傀儡名额 此时 随着杨刚度入天地元气 傀儡种子迅速生根发芽 三名原鹰很快就站了起来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此时的他们 脸上的表情过于呆滞 不只是他们 连孙行者孙景峰 同样也是如此 这倒不只是受限于 杨刚目前修为境界还太低 主要是得给傀儡种子足够的时间 带金色傀儡种子彻底成长起来 弥漫傀儡周身 这些傀儡自会变得愈发得心应手 杨刚也懒得特意取名 给顾熙峰命名了个 原因一号 其余为原因二号三号 做敌人的时候 杨刚看眼前这些家 火非常不顺眼 尤其是孙景峰 可现在变成傀儡 杨刚却越看越满意 尤其是孙行者 有了这些傀儡在侧 杨刚与丁瑶的安全问题 有了很大的保证 正常情况下 普通原因猝不及防 那就是非死即残 哪怕是面对出窍 别看咱杨刚表面上 只是个重修的筑击巅峰小魔修 可拥有这些傀儡 杨刚至少也已经拥有了一战之力 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 曾几何时 杨刚只是一个在家缝里求生的小角色 可自从拥有了丁瑶 觉醒了金手指 他就开始疯狂逆袭 杀利南天掠夺元英傀儡威震天 面对狼牙阁追杀 却被剑宗强势破局 从而拥有了天雷双剑 开两子族域加入三一协会 联手强杀化神巅峰孙景峰 更是因为 最初从利南天那里掠夺的傀儡术本源之力 从而硬生生拥有了孙行者这样一位化神傀儡 紧接着又用孙行者连续练化三名元英傀儡所以 朋友们 如果您现在风光无限 那咱杨刚祝您一直继续风光下去 可如果您现在正面临坎坷 没关系 撑下去 车到山前必有路 看看咱杨刚 只是偶然的机会 遇到了丁瑶 抓住了机遇 从此一飞冲天 杨刚都能 相信您也可以 言归正传 杨刚站在威震天尖头 摇摇看着晚霞满天 心中豪情万丈 无论接下来还要面对多少艰难险阻 包括狼牙阁在内 杨刚都已经无所畏惧 毫无疑问 现在的杨刚 已经正式进入人生快车道 以前那么难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以后总会越来越好的 广袤的沙漠 一览无垠 当夜幕降临 繁星点点 大漠变得愈发幽静 杨刚吃着狼牙阁魔羞的烤肉 突然屈指一弹 下一刻 躺在白玉棺里的丽飞雨 就直接出现在了面前 丁瑶眉头一挑 你居然到现在 还留着丽飞雨的尸体 杨刚横了丁瑶一眼 你不是说你忘了很多事吗 丁瑶微微一致 可我最近又渐渐想起来许多事 杨刚满脸不置可否 轻轻一挥手 在丽飞雨体内 也种下了一枚金色傀儡种子 并且堵入天地元气 很快 丽飞雨就从棺材里爬出来 单膝跪地行礼 杨刚目前操控原因 与化神傀儡稍显吃力 但操控丽飞雨这种 区区助击傀儡 却非常得心应手 丽飞雨的一举一动 虽然还是稍稍有点生硬 但已经与常人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丁瑶狐一问道 你连金丹修士的尸体 都看不上 为何却要让丽飞雨 这样一个助击 占据你一个傀儡名额 杨刚嘴角挂起一抹笑意 摇头晃脑说道 你不懂 有位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 曾经说过一句话 杀人放火丽飞雨 救苦救难寒天尊 你我现在勉强也算是名人 许多是没必 要咱们亲手去做 非常容易被人盯上 我打算让丽飞雨 去背这口大黑锅 大概意思就是 以后杀人放火 都是他丽飞雨做的 跟咱杨刚没有任何关系 丽飞雨 我谢谢你啊 我特么都死了 你还要让我背过 我感谢你八倍祖宗 杨刚收起丽飞雨 扭头冲丁瑶再次说道 说起来 当初第一次见你 我曾默默赴诗一首 很巧就与沙漠有关 丁瑶眉头一挑 哑然道你还会淫尸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 可 杨刚轻了轻嗓子 那可不 咱们可是文化人 你听好了 大漠孤烟 我醉直 长河落日 你醉原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丁瑶沉默了许久 渐渐品出杨刚这手破诗的意思 却还是不动声色问道 这就完了 下去呢 似乎不够工整 杨刚黑得一笑 嗯 怎么样 不错吧 丁瑶微不可见 恩轻轻点了点下巴 屈指一弹 排绕在他手腕处 小青蛇迅速化为青龙剑 争 伴随着这声剑鸣 丁瑶手持青龙剑 对准杨刚 劈头盖脸 就是一剑 我让你大莫孤烟 哦 青龙剑直接抽在了杨刚左臂 杨刚疼得呲牙咧嘴 不是 君子动口不动手 啪 我让你长河落日 丁瑶第二剑 直接抽在了杨刚的屁股上 哦 杨刚就纳闷了 他的真实修为 好歹也是原音魔修 哪怕此时正在重修 可他强大的肉身依旧存在 而且 他好歹 也已经重回助击 为何丁瑶的剑落在他身上 却如此的疼 最为重要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杨刚明明已经竭尽全力 去进行躲避 可丁瑶的剑却始终如影随形 仿佛根本就避不开 既然避不开 杨刚索性就不避着了 反手一把 直接把丁瑶抱在怀里 丁瑶稍稍有点慌乱 你 你放开我 杨刚直视着丁瑶 你根本就没失忆 你什么都记得 对吗 丁瑶沉默了一瞬 缓缓低下头 满脸羞难说道 重塑剑体之后 我脑袋里突然多出了许多上一世的记忆 这让我有时会有些思维混乱 上一世 我一直在剑踪苦修 甚至几乎没下过山 最为重要的是 我仔细想过 哪怕这一世 你我虽共患难 同生死 可说穿了 从始至终 我都不知道你 到底喜欢怎样的女子 我甚至不知道 该用各种态度来面对你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你身边女子太多 让我心里非常不喜 于是 我把她们全部都给赶走了 我不喜欢你 身边那些阴阴厌厌 我就是很单纯地想着 只要只有我一个人留在你身边 总能一点一点 知道你到底喜欢怎样的我 杨刚的目光 微微有些异样 哪怕两世为人 哪怕觉醒了上一世的记忆 你骨子里 果然依旧 还是一个憨包 杨刚揉了揉丁瑶头顶 满脸宠溺说道 至于我喜欢怎样的女子 这个简单 我给你打个比喻 以前我有个女邻居 整日跟我说 张家长李家短 邻里关系打得极好 都是同道中人 丁瑶愣了一下 玄机满脸通红 骤然明白了杨刚的意思 呸 无耻 神特么张家长李家短 神特么邻里关系打得极好 都是同道中人 张家长李家短 以后 丁瑶都不敢支持这个词了 哈哈 杨刚打趣道 以前我非常讨厌我 这位女邻居 我觉得 她就是个烧饼 以前我觉得 我不喜欢烧的 后来我才发现 以前我挺能装的 比如雪姨和桂姨那种 尤其是桂姨 丁瑶一脸纳闷问道 雪姨骨子里就是个避浪 这跟桂姨有何关系 杨刚深深地看了丁瑶一眼 桂姨 桂姨 你还年轻 所以你真的不懂 丁瑶犹豫了一下 冲杨刚一脸认真说道 桂姨 其实 我也可以的 要不 我试试 杨刚 第138章 聚散流沙 让两子族狱成为最大 只有还没长大的小男孩 才会喜欢像木头一样 所谓的清纯或高冷的女子 但凡是已经长大的LSP 第一层无一例外 都是喜欢烧的 比如雪姨桂姨 红袖天香 别酱 不说别的 要不是男人都好这口 抖音上你刷的那些小姐姐 能那么多点赞吗 你难道心里不清楚 一个能跑大街上穿成那样 拍短视频 还敢直接发网上的是什么货色 你难道不清楚 敢如此堂而皇之搔手弄姿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鸟 你知道他就是个烧饼 可你依旧喜欢 为什么 因为烧饼虽然烧 可他真的懂男人 比如杨刚之前跟雪姨这个闭浪在一块的时候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跟雪姨探讨工程隧道 多久探测一次最佳 以及施工的时候会不会有涉水问题 甚至还可以讨论隧道周围边坡 多久除一次草 有时候偶尔开车上高速的时候 还可以试试突然拔出钥匙 音乐会不会因此而停止 以及大雪封山六七天的时候 可不可以走后面的小道 这就是雪姨这种烧饼闭浪的好处 是那些跟木头疙瘩一样的女子 绝对无法比拟的存在 等男人进化到第二层 更进一步 大概率就开始喜欢那种 在别人面前高冷 在自己面前却烧得很的女子 比如杨刚现在 就非常想要把丁瑶给培养成这种 原本以丁瑶的骄傲 杨刚是断然没这种机会的 丁瑶也绝不可能亲见了自己 可妙就妙在 天生剑体实在过于强大 强大到丁瑶重塑剑体之后 杨刚莫说是一针剑血 他连破门而入都做不到 在这种时候 丁瑶觉得 他自己对杨刚是有所亏欠的 再加上杨刚身边的女子实在太多 有时丁瑶难免会患得患失 话重点 有所亏欠 以及患得患失 是两个关键词 凑齐这两个关键词 就足以证明 日复一日也好 日久生情 丁瑶对杨刚是动了真感情 众所周知 恋爱期期间 但凡是一个女人 敢对一个男人动辄就说 你不给我买这个就是不爱我 增加各种各样的条件与套路 或者在谈婚论嫁时 索要超出双方承受能力的彩礼 而且还不带回 并且买房时一分钱不出 却必须要求在房本上加名 以及在婚后 自己整天屁事 不干刷手机买买买 却口口声声说 男人不上镜 这所有的一切 都只证明一件事 他对你的感情不够深 说难听点就是 他对你根本就没感情 随时都打算跑路换人 费洋洋千万不要从自己身上 找任何理由 或者所谓的客观存在的借口 他对没感情 这就是唯一的原因 一如此时 丁瑶是堂堂建宗小师姑 以他的骄傲 若非是真的对杨刚动了感情 他是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有的女人天生水性洋花 可也有的女人 既然 选择了一个男人 就一定会从一而终 唯一的问题就在于 丁瑶确实不会这些手艺 所以显得格外笨拙 一刻钟后 看着手足无措的丁瑶 杨刚哈哈大笑道 没关系 我亲自教你 让你从生疏到熟练 会更有成就感 实在不行 咱们现在就去找贵仪 让他手把手教你 丁瑶瞪了杨刚一眼 没好气说道 你想都别想 而且 你之前已经说过 要去狼牙阁属地 结果现在突然就背道而驰 是何道理 杨刚懒杨阳回道 是要去狼牙阁大开杀剑 但如今剑宗二十七成也不安稳 也有摩修 再说了 我也没说不去狼牙阁 都一圈再去 顺便让贵仪传授你几门手艺 又有何不可 丁瑶眉头微皱 直觉告诉我 你在撒谎 你明显是在故意兜圈子 想要混淆是听闭人耳目 找雪姨纯粹是你的借口 你就是 不想被人知道你的具体行踪 话落 丁瑶稍稍顿了顿 然后一脸笃定说道 而且 你要避开的 不只是狼牙阁 你大概率是要避开 刚刚三一协会那群人 嗯 杨刚横了丁瑶一眼 笑盈盈说道 何出此言 丁瑶淡淡说道 我只是不太懂人情事故 但我并不笨 三一协会那群人 刚刚跟你一起联手杀了化神巅峰孙景峰 我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避开他们 但我了解你 你从来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杨刚看着丁瑶 眼神微微有些复杂说道 真的是长大了 成大姑娘了呀 是的 穿越十年 杨刚很多年以前 就一直隐隐猜到 这个修真世界 还有其他穿越者存在 当初在一红月买丁瑶的时候 老宝就是让杨刚扫码之父 后来来了平安郡 杨刚进一步确认 这个世界绝对有穿越者 他搞这个梁子族狱 就是在投石问路 并且成功引来了长庆 并且顺利加入了三一协会 但杨刚对穿越者的警惕 从来都没有放下过 若非如此 十年前 他就该全力搜寻其他穿越者下落 根本不需要等到现在 哪怕现在 三一协会联手杀了孙景峰 彼此底牌跌出 可又能证明什么呢 充其量 这只不过是证明了 三一协会这群穿越者的实力 的确很强 并且向彼此 彰显了各自部分底牌罢了 归根结底 说穿了 三一协会的存在 就有点类似于 秦时明月里的刺客组织 聚散流沙 聚散流沙 生死无踪 数以之间 以行止行 这就是聚散流沙的宗旨 同样的道理 三一协会一群穿越者 在平安郡搞了一次团建 其当国要杀孙景峰 很巧 杨刚跟孙景峰 同样有很深的过节 于是 三一协会一拥而上 动用各自金手指 强杀孙景峰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 以他们目前的修为境界 能够强杀一位 化神巅峰 这都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 但这并不足以让杨刚 就对三一协会所有人 信任无鉴 先小人 后君子 杨刚眯着眼说道 我并没有要害三一协会的意思 但你知道的 我以前曾经以 暗影摩刺之名 在夜城闯荡 我非常清楚 被人被刺的感觉 你有句话说得很对 我不喜欢被人出卖 所以 我从来都不肯轻易相信任何人 我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 我担不起这样的风险 而且 我已经跟你讲过 我是两世为人 我也是穿越者 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穿越者 三一协会的群规 是一定要好色 一定要活着 一定要回家 好色排在首位 可活着 排在回家前面 之所以会是这种排序 是因为群里所有人 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回家虽说是所有穿越者的执念 可这本 就是无比艰难的一件事 而且 想要回家 总得先活着 总得成为顶级大能 才能有机会绊倒 在这个过程里 到底会发生什么 谁都无法确定 杨刚扭头摇摇望着平安郡所在的方向 今日 我们三一协会 可以强杀孙景峰 以此来表明彼此的诚意 但与此同时 谁也无法保证 日后彼此会不会为了更大的利益 而直接互相背刺 估计不只是我这样想 三一协会群里 其他人也是这样想的 若非如此 长青最后不会预言幼止 郑秋冬 也不会在明明看到 长青预言幼止之后 却还是非常理智的 并没有继续追问 整个三一协会 大家彼此都是穿越者 彼此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能够在这个修真世界 风风光光地活着 是何等艰难的一件事 所以 有肉大家一起吃 有苦自己扛着 点到极止 就够了 正说着呢 储物带之内的传音符禄 突然震动了下来 是天香发过来的 刚刚潘鹿带了一批技师离开 前往中州书院 打算在那里开设一家 咱们两子足域分店 中州过于重要 红秀打算亲自前往 另外 潘鹿临走之前 让我转达给你一句话 人心隔肚皮 别的暂且不提 看到最后这句话 杨刚忍不住两眼微缩 传音符禄在平安郡城内 几乎可以时时同步 距离越远 就会有越长的延迟 杨刚现在才收到 天香通过传音符禄 发过来的消息 估计这会儿 潘鹿早就已经动身 红秀也已经亲自带队 率领大批技师前往中州 相对来说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潘鹿为什么要天香 转达给杨刚这样一句话 原因有二 首先 三一协会群 其实是可以单独私疗的 但问题是 三一协会群的存在 是建立在佛珠之上 这佛珠本就是佛宗重宝 是长庆给的 谁能确定 长庆能不能看到私疗 消息 谁能保证 玄空寺能不能亏评 其次 潘鹿为什么不亲自传讯给杨刚 而是要假手于人 让天香传话 是否是因为他不想留下 任何痕迹或者证据 而且 更加有意思的是 按理说 杨刚与潘鹿之间 并没有太深的交情 他为什么突然要提醒杨刚 这么一句话 他又是要让杨刚警惕谁 三一协会这个穿越者小团体 挺有意思的 郑秋冬 风神如玉 翩翩君子 一手神霄五雷 又是出窍巅峰大修 等同于是个大法师 主公 其当国浑身吃肥 原因巅峰魔修 一手法天向帝 等同于肉盾 如超最是活跃斗逼 看起来整天一副 没心没肺的样子 攀鹿话很少 俩人交情最深 喜欢打辅助 三号 虎逼 神神秘秘 连面都没路过 一看就是 喜欢玩刺客的主 长庆 则是整个三一协会群主 杨刚扭头望向丁瑶 你怎么看 丁瑶私存了片刻 将没说到 于情于理 都不应该是攀鹿来提醒你 可他偏偏还是这样做了 而且 如若攀鹿与卢超之间的交情是真的 那么在攀鹿提醒你之前 两人应该已经通过气 换句话说 这可能不只是攀鹿的意思 同样也是卢超的意思 有件事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卢超和攀鹿二人的本命神通 皆很强 但在整个三一协会里 除去暂时不知身份的三号之外 攀鹿与卢超的 修为境界是最低的 而且 目前二人在耀王谷与书院 同样也是名声不鲜 远不像郑秋冬与长庆 一位是大雪山首席大弟子 一位是玄空四佛子 论修为境界 二人也比其当国要低很多 自古仗义多是土狗辈 父亲多是读书人 混得不好的人 往往反倒是最为愿意付出真心 并且说真话的人 杨刚目光威易 恍惚之间 他记起了上一世人均985的知乎 和人均小丑的贴八 就像皮城和祖安 你在皮城的寒夜里 四季如春 我在祖安的艳阳里 大雪纷飞 贴八老哥的确很抽象 而且嘴巴很臭 他们谁都骂 可他们从来不骂穷人 不骂若是群体 遇到有困难的 真会有贴八老哥 无条件伸出援手 哪怕自己本身就是个苦哈哈 哪怕被人阴阳怪气 却依旧还是初心不改 乐此不疲 就像某次 有位听障女孩 在小红薯上晒了个别针卫生巾 被各路XXN嘲讽辱骂 贴八老哥们得知消息 千里奔赴 把那群XXN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还联系了听障女孩 当地有关部门 解决了这件事 虽说事后 这姑娘反手感谢了小红薯的吉美们 却对贴八老哥的帮助 只字不提 可贴八老哥也不恼 其美名约试了服衣去 深藏功与名 一副臭德性 须知少年林云志 曾许人间第一流 杨刚之所以对贴八老 哥如此推崇被制 倒不是喜欢他们这种臭德性 更多是因为 当年在互联网混迹的时候 贴八老哥手把手 教了杨刚一个无比奇特的法子 图片右键保存 后缀改为RAR 有特么巨大福利 这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工匠精神 可 扯远了 杨刚稍稍定了定神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潘露会不会就像是贴八老哥 察觉到了三一协会 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铁板一块 再加上潘露这阵子 一直泡在梁子族狱和洪秀昭 现在又从我手里 带走了一堆祭师去中州 成这份人情 直接仗义直言 提醒我一句 人心隔肚皮 如若当真是如此 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杨刚的判断 他当然要跟三一协会继续保持联系 毕竟能够从群里 获取许多他想要知道的消息 甚至是帮助 但与此同时 他也必须要对三一协会 保持足够的警惕 就像混贴八 你可以跟贴八老哥聊天打屁 但你也不能对他说的每句话 都完全相信 丁瑶插话道 所以 你突然决定要去找雪衣是假 你是真的想要让所有人 连三一协会的人 都摸不清你的具体行踪才是真 杨刚想了想 坦然回道 去找雪衣也是真的 毕竟 得让他教你手艺 哈哈 别跟我急 好吧 我必须要承认 我让梁子族狱 开遍剑宗二十七城 不只是为了转圆石 也不只是为了投石问路 守株待兔 等待其他穿越者到来 我还有其他目的 除此之外 也必然是为了兜圈子隐匿踪迹 我已经离开平安郡 我正在重修 我本就是摩修 我最擅长的就是杀戮 我跟狼牙阁 有很深的过节 三一协会的稍微猜测一下 就能猜出我一定会去狼牙阁 我不喜欢被人盯着 话落 杨刚屈指一谈 直接再次放出了傀儡丽飞羽 解释到杀人放火丽飞羽 我不只是要让丽飞羽背黑锅 我还需要用他来以假乱真 混淆视听 说不定有朝一日 丽飞羽之兄名 会名震整个修真世界 那画面太美 哈哈哈哈 夜半十分 昆城 两子足欲分店 易容之后的杨刚 与丽飞羽一前一后 缓缓而至 两排身穿旗袍 加黑丝的家里 齐齐攻身 老板晚上好 贵仪摇摇看了丽飞羽一眼 好看的双眸里微微亮起 主动迎上前来 低眉顺眼问道 老板 您是天上 还是人间 丽飞羽严谨一概吐出两个字 天上 四楼天上 贵宾一位 老板您这边请 这两位是贵客 我亲自招待 进电梯之后 贵仪让里面的家里退出去 让丽飞羽在四楼下了电梯 他则亲自带着杨刚来了七楼 昆城两子足欲分店的格局 与平安郡那边一般无 二 也是一共分七层 天上与人间占据六层 第七层是完全不对外开放的 抵达七层 走进办公室 贵仪立刻反手抱住杨刚 满脸都是妩媚 娇滴滴说道 我的小冤家 你总算来看奴家了 是的 别人不认识丽飞羽 可贵仪自然是认识的 哪怕杨刚义了容 贵仪却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杨刚 杨刚笑盈盈打去道 你就不怕 万一认错了人 贵仪反手一记黑虎掏心 准确地说 他使用了杨刚最为擅长的方式 掏荡 回首 掏 就算你义了容 可有些东西 你是一不了的 贵仪笑盈盈说道 我完全可以确定 这就是你 好家伙 原来还可以这样用 杨刚直呼内行 贵仪没有任何废话 当场化身贵仪 大发神威 躲在暗处偷偷学习的丁瑶 大开眼界 自愧不如的同时 却又受益匪浅 就在此时 杨刚突然眉头一挑 旋即又故意装作 什么都没察觉到 下一刻 方秦突然推门而入 看着杨刚与贵仪 猛的身体微僵旋 方秦转身就要走 杨刚抬手把方秦给拽了回来 呸 不要脸 躲在暗处的丁瑶直接溜之大吉 不多时 却又翘无声息的劝复反 半个时辰后 定 恭喜您获得封属性资质 封属性资质加22 定 恭喜您获得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加117 恭喜您获得镇师资质 镇师资质加777 恭喜 镇师品阶加1 杨刚 法体双修 五行齐聚 修为 筑击巅峰 经验 主修功法 饕餐吞天魔宫 本命魔宫 天赋神通 一 入魔 二 祭灭止 组合计 吞天剑 武器 一 锯锤 法宝 二 铁锥 法宝 三 天雷双剑 零剑 金属性资质 9867 1万 钻11 木属性资质 9826 1万 钻11 谁属性资质 9645 1万 钻11 火属性资质 9812 1万 钻11 土属性资质 9951 1万 钻11 封属性资质 7290 1万 钻13 兵属性资质 1297 1万 钻13 岸属性资质 6999 7000 钻金2 雷属性资质 9999 1万 钻13 炼药术 2999 3000 钻13 傀儡术 1999 3000 钻13 机关术 229 3000 钻金3 阵法 2221 3000 黄金1 服饰 891 2000 黄金3 炼器 1166 2000 黄金3 1 道吕 钉瑶 剑修 轻密度 加9999 同生共死 2 陆水鸳鸯 方晴 风属性 轻密度 加521 登堂入室 3 奴仆 柳如玉 谁属性 轻密度 负999 仇身四海 4 剑壁 沈薇 金属性 轻密度 加999 日复一日 5 丫鬟 温灵 图属性 轻密度 加999 令辟蹊径 6 宜宜 贵宜 水属性 阵法师 轻密度 加999 知根知底 7 碧浪 雪宜 火属性 机关师 轻密度 加999 碳为观止 8 花魁 天香 木属性 辐尸 轻密度 加777 吃精魅 黑白搭配干活不累 善口记者 9 花魁 红袖 水属性 炼器室 轻密度 加666 伏地魔 经验值 已经暴涨到一出 就差破进入金丹了 除此之外 五行属性资质 也已经全部都达到一种 即将突破的极致 杨刚只感觉神清气爽 方秦脸皮薄 直接掩面而走 桂仪笑盈盈说道 瞧 这小妮子还不好意思了呢 爷 你可对方秦负责 切莫亲见了她 杨刚笑了笑 你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故意把方秦给叫过来的 桂仪千娇百妹说道 只要爷开心 妾身做什么都是值得的 若非如此 妾身怎会特意选了昆城 话落 桂仪为杨刚点燃烟丝 笑嘻嘻说道 我听说天乡一直称呼你为杨少侠 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够深度 应该叫你杨坤杨少侠 才更加符合你的气质 杨刚乐不可知 瞧瞧 要不说男人都喜欢烧的呢 桂仪这种烧饼的驾驶技术 比杨刚只高不低 在昆城可遇到过麻烦 但是没有 上次在平安郡 郑秋冬几人 在梁子族裕亮明身份之后 这件事传得很快 目前天地钱庄和四海阁都比较消停 至于剩下的小鱼小虾 我们自然有办法应对 杨刚微微汗手 抽了口烟 吩咐道 这方面 我相信贵以你的能力 我此次来昆城有两件事 第一 你得找机会跟丁瑶聊聊 把你的高超手艺传他几招 他很好 就是在某些方面过于笨拙了一些 第二 赚钱很重要 但你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事情要替我办 我在这里没有跟机 消息源太烧也太慢 目前梁子族裕已经开遍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来梁子族裕消费的人 鱼龙混杂 我要让梁子族裕成为最大的信息集散地 我要让你们成为我的耳朵 以及眼睛 我每张诗六千字到一万字 今天有大佬一致千金 打赏十万书币 直接上盟主 牛逼普拉斯 这一张算是正常更新 盟主张杰 我再慢慢加更 感谢大佬 祝大佬牛逼帅气且发财 桃花朵朵开 第139章 顿悟 水漫金山 天地五行 道 对杨刚来说 三一协会的穿越者 就类似于秦时明月的刺客组织 聚散流沙 杨刚需要对三一协会保持一定的警惕 但也没必要因此便卑躬蛇影 这群人现在与杨刚联手 就可以强杀华神巅峰 以后只会越来越强 换句话说 加入三一协会 在不被被刺的提前下 杨刚就已经拥有了正面 强杀的一股力量 但与此同时 由于杨刚没有背景 没有强大的宗门作为靠山 这也就意味着杨刚缺少足够的信息来源 他不想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无论是为了自保 还是杨刚想要做点什么 他都必须要耳聪目鸣才行 毫无疑问 两子族狱目前就是最好的选择 风月之地 人多眼杂 而且许多修饰是喝多了才来的 尤其是在漂亮的祭师面前 非常容易变成大嘴巴 这些讯息汇集在一起 足以为杨刚提供足够的信息 支持贵仪稍稍有些惊愕 犹豫了一下 轻声道 可是 我们只是一群弱女子 我们修为太低 我并不认为我们有这个能力 担当大人 杨刚吐出一口浓烟 事实上恰恰相反 就是因为你们只是一群弱女子 就是因为你们修为低 再加上 这里本就是风月之地 才更加容易让人下意识地忽略你们 话落 杨刚一脸认真说道 不要太瞧不起自己 对我而言 你们很重要 呸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可那又怎样呢 架不住女人 就喜欢听啊 甜言蜜语又不费劲 唾沫星子从来都不是用来吵架的 而是用来哄女人 以及赚园子的 贵仪抱着杨刚的胳膊 把下巴搁在杨刚肩头 这件事 其他人知晓吗 其实这事最早知道的 是 红袖天香 毕竟之前在平安郡 这两位花魁人脉极广 手腕极强 可当着贵仪的面 杨刚自然不会坦诚相告 直接选择了睁眼说瞎话 不 截至目前为止 就只有你一个知晓 我想要用梁子族语做什么 贵仪明知杨刚这个小家伙 是在说鬼话 却下意识地选择 愿意相信杨刚 直接心花怒放 道 杨坤杨少侠如此信任妾身 既如此 妾身自然也得拿出 足够的诚意才行 这样吧 今晚你就留在我这里别走了 我好好报答报答你 如何 杨刚下意识地摸了摸老腰 心说你这是报答吗 你他妈这摆明了 是要报复老子 你还不如直接嘎我腰子 再者说了 丁瑶还在外面呢 杨刚若是今晚 敢就住在梁子族语 估计丁瑶就得提着剑进来了 咳 杨刚刚咳了一声 赶紧岔开话题 不是 这个不着急 先谈完正事再说 之前在平安郡 当我意识到 是有人在暗中受益针对 所以我以退为进 宣称要把梁子族语 直接赠予长庆与郑秋 懂他们 他们虽然亲自出面 为咱们梁子族语站台 但却并没有真的要将梁子族语 站为己有的意思 不过 他们不愿意要 咱们也不能真的没有任何表示 杨刚私存了片刻 吩咐道 这样 从今往后 把咱们梁子族语20%的纯粒 拿出来单独存放 当作是我们送给长庆 他们的好处费也好 出厂费也罢 总之 我们必须要还了这份人情 梁子族语 如今遍地开花 已经开遍建宗下辖27成 20%的纯粒 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 这笔买卖其实非常划算 不说别的 若是当真花点元石 就能把郑秋冬那种 出窍巅峰大修来站台 估计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 可惜 他们请不来除去这20% 赚的其他元石 你们全都可以自由支配 你不要 杨刚微微摇头 坦然回道 首先 我并不缺元石 其次 建宗登天 乱世将至 把元石攥在自己手里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与之相比 还是要想办法 把元石花出去 才是明智之举 比如 就算咱们手底下技师 从客户嘴巴里得到了情报 到底要如何进行二次三次 甚至多次整理 从而得出我们想要的 专业的事 就得找专业的人去做 咱们的技师当中 若是恰好有人 擅长此道自逝最好 可若是没有 就需要花大价钱去外面请 除此之外 虽说咱们两子族狱 目前有郑秋冬 与长庆他们一群人站台之后 天地钱庄与四海阁 在明面上 已经不敢使绊子 但 明枪一朵 暗箭难防 两子族狱 想要在建宗27成立足 除去技师 除去背井靠山 我们还必须培养一批 自己的心腹 我们必须要有 强大的修士做阵才行 你修为低没关系 只要有足够的原石 总能让强大的修士 为我所用 在这个世界上 包括修士在内 所有人都是有价码的 如果你觉得挖不动 那只不过是 你出的价码还不够 说到这里 阳刚稍稍顿了顿 抽了口烟 然后才继续说道 没有高手 那就用原石去砸 不用替我省钱 当然 也不能惯得他们 贪婪无度 这里面的分寸 你自己把握 其实阳刚的意思非常直白 郑秋冬与长庆那群人的站台 就是典型的防君子不防小人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像天地前庄与四海阁这种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的 庞然大物 必然不敢在明面上 继续为难梁子族狱 可悲地理 他们肯定可以花钱拆人来做 更何况 随着建宗登天 随着药王谷杀鸡取卵 以及玄空寺的釜底抽薪 现在的建宗二十七成 已然是群魔乱舞 那些个散修 尤其是摩修 无家无业 无牵无挂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若是他们被有新人收买 或者纯粹是想要在梁子族 预竿一票就走 天大地大 上哪找他们去 就算能找到 那也只能是吃力不讨好 与之相比 远不如直接养一匹打手一样的存在 就直接在梁子族狱作证 贵仪想了想 如实回到 元英大修 很难单纯用原石拉拢 不过 尤其是散修当中的金丹 他们当中 虽然有许多直接加入了各大修真世家 但还有更多不喜束缚的散修金丹 依旧是闲云野鹤 不愿束手束脚 咱们梁子族语没那么多规矩 而且美女如云 既是一个个长得漂亮 说话又好听 想必 只要钱到位 拉拢金丹 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杨坤杨少侠 虽然你说得非常隐晦 可我已经非常清楚地明白 你这是有意培养一批自己的心腹 贵仪指示着杨刚 笑音音说道只是 如此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要交给我来负责 杨刚哈哈大笑道 我就知道瞒不过你 其实我也没打算瞒着你 你说得很对 我没有太深的背景 也无意加入任何宗门 但我又不可能势必恭清 所以很多事 我需要有人替我去做 至于为什么交给你来做 实事求是的讲 除了丁瑶之外 在我身边所有女子当中 其实我最信任的就是你 红袖天香 虽然人脉极广 但却仅限于平安郡 而且 他们两个跟我的时日尚短 哪怕种下了傀儡种子 我也未必可以完全信任他们 雪姨的能力 手腕不逞多让 可她出身极乐骨 而且 我总觉得她有点问题 至于其他女子 信任暂且不提 她们的能力 就不足以单此大任 可你不一样 我信任你 而且 你的能力完全足够 贵仪的情况 的确非常特殊 她跟丽南天之间 本就有着血海深仇 当初贵仪为了配合杨刚杀丽南天 不惜玉石俱焚 虽然最终侥幸未死 可她现在也纯粹是以 傀儡之身 活着 王好了说 证明她完全值得杨刚信任 王坏了说 她现在之所以能活着 她这具肉身 本就是杨刚的金色傀儡 种子在支撑 一旦失去 必死无疑 她根本就不具备 背叛杨刚的可能 杨刚如果想要通过两子族狱 来发展 壮大自己的势力 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考虑 贵仪都是最好的选择 哥哥喽 贵仪望着杨刚的眼神 都快要拉丝了 满脸妩媚说道 小家伙 你对我如此信任 你自己说 妾身到底该如何报答你才好 杨刚心里头咯噔一下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特么的 来 办公室 西流池 一只只能攻腰的年轻小虾 已经匆匆离去 而现在 年长的老虾 终于开始肆无忌惮地沉腰 杨 刚开始重新从大后方 探索工程隧道 而且 这次的工期 极其漫长且复杂 一般的工程师 根本就不具备这种能力好在 咱杨刚不只是魔修 而且还是法体双修 方能顺利完成 此次庞杂且漫长的工期 处理完此次工程隧道施工时的涉水问题 系统提示 在此如约而至 定 恭喜您掠夺到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 加168 恭喜您掠夺到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 加293 恭喜您掠夺到镇师资质 镇师资质 加371 定 您的谁属性资质 正是达到目前品阶极致 是否突破 突破 谁属性资质 315 星耀3 金木水火土 五行属性当中 终于率先突破钻石品阶 成功突破到星耀断位 虽说在此之前 杨刚就已经做好准备 但真正突破的那个瞬间 杨刚还是忍不住 微微有些欣喜 按照目前这个速度 他一边杀戮 一边在剑宗下辖27成梁子族域溜达一圈 多找几个技师聊聊天 探讨一下人生 估计他的五行属性 就可以全部突破到星耀断位 这也就意味着 待他重修结束重回巅峰 就可以直接从原因正式迈入初巧期 就在此时 一个杨刚预料之外的情况 突然出现 准确地说 是周遭的天地元气 突然开始变得暴动不安 轰的一声 或许是因为水属性资质 再次突破的缘故 而且还是突破的一个大段位 杨刚周身突然绽放出到的光彩 周遭 数之不尽的水属性天地元气 汹涌而至 迅速涌入杨刚体内 这种情况 被称之为顿悟 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事情 一旦顿悟完成 修士就可以因此 而觉醒一个大型术法 或者武技 甚至还有修士 从顿悟当中 二次觉醒 本命神通 一如此时 随着水属性天地元气 大范围涌入体内 杨刚的脑海当中 突然出现一幅幅灰红画面 如水漫金山 他甚至都来不及 多跟桂仪说一句话 便直接果断盘膝坐在榻上 缓缓闭上双眼 开始迅速入定 丁摇身形一闪 骤然出现在办公室之内 仔细打量了杨刚几眼 确认不是走火入魔之后 丁摇稍稍松了口气 扭声冲桂仪吩咐道 跟我出来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他 好的呀 桂仪一步三摇 跟着丁摇 缓缓从办公室里走出来 还非常贴心地 为杨刚关上了办公室房门 丁摇就那般静静地守在门外 一语不发 反倒是桂仪 一直非常好奇地看着丁摇 丁摇眉头微皱 你一直盯着 我做什么 桂仪笑意宁说道 在修炼这方面 您是前辈 但在其他某些方面 我才是行家 杨刚身边的女子很多 可在她心里 从始至终你 才是最重要 也最特殊的那个 这会儿刚好杨刚在忙 咱们也算是姐妹一场 要不 姚慧天 要不说桂仪聪明呢 明明是杨刚要求桂仪 传授丁摇棘手 可桂仪若是当真告诉丁摇 估计丁摇就算不当场翻脸 心里头也必然会不太舒服 可现在桂仪这套说辞 却又完全是另一种概念 丁摇脸上顿时就挂起一抹羞难 她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太擅长 可她并不笨 她非常清楚地知道 桂仪是怕她脸皮薄 所以才会说得如此委婉 犹豫了一下之后 丁摇低声道 我跟杨刚最近的确遇到一点问题 准确地说 我重塑健体之后 杨刚 她 用她的说法 她始终无法破门而入 无法破门而入 就是说 门就在那里 可杨刚却偏偏进不去 就明白了丁摇的意思 猛地瞪大双眼 娇笑道 还有这种事情 哥哥哥 那杨少侠最近岂不是非常苦闷 丁摇脸上稍微有些挂不住 桂仪主动走上前来 挽着丁摇的胳膊 温声细语说道 没关系的 你我都是杨刚的女人 我刚刚已经说过 咱们也算是姐妹一场 在我面前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直说就行 丁摇沉默了一瞬 小声道 有些事 我的确不太懂 也不太会 桂仪嘴角微翘 没关系 我会 我教你啊 话落 桂仪附在丁摇耳盼 小声说着 如何如何 怎样怎样 丁摇的眼睛越睁越大 脸上的震惊 更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桂仪说的这些话 就如同给丁摇推开了一扇窗 就仿佛为丁摇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丁摇终于明白 原来 还可以这样 当桂仪与丁摇姐妹情深 正在低声叙述一些 平日里根本羞于其耻的悄悄话的时候 另一头 杨刚的顿悟 也已经进行到最为关键的时刻 他看到了 水雾凝聚成雨滴 他看到了 雨滴变成暴雨倾盆 他看到了洪水汹涌而出 他看到了大江大河 最后 他看到一白衣女子 水淹金山 白素贞水漫金山 是因为法海他不懂爱 只会大威天龙 可杨刚却真的懂 整个画面 就是从水雾 到一滴水 到水漫金山的全过程 就仿佛是有人正在施展一个大型水属性竖法 而且 将这个竖法 给强行灌注到了杨刚脑海 然后将其彻底融会贯通 冥冥之中 杨刚突然似有所感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 定 恭喜您觉醒大型水属性竖法 水漫金山 恭喜您觉醒组合计 天地五行 道转乾坤 天地之方寸 阴阳之五行 八卦道乾坤 其门有遁甲 法相亦无字 自在心中明 法本无相 皆由心生 杨刚满脸都是惊恶 他虽是法体双修加五行齐聚 可受限于散修身份 没有宗门与家族加持 杨刚在竖法这方面 除了一手魔研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能够拿得出手的大型竖法 直到此时 与贵仪深入探讨 庞杂且功期漫长的工程隧道 从而掠夺到无数水属性资质 断位突破到星耀 没成想 却拥有了如此一个意外惊喜 更为重要的 是组合计 天地五行 道转乾坤 目前金木水火土 只点亮了 火 换句话说 日后其他五行属性突破到星耀断位 也全部都能觉醒一个大型竖法 而且 众所周知 正常情况下 组合计大多数都是需要两人 甚至多人才能完成 能够一个人施展组合计的特例 倒也并非没有 但的确少之又少 可如今看起来 有朝一日 待五行属性全部突破 杨刚极有可能 自己就能施展一个 威力无比强大的组合计 组合计 是仅次于神通的存在 什么特例 特例就是指的 有部分顶级大能 能够将自身两个或者三个竖法 强行融合在一起 从而杀伤力成几何倍暴涨 可现在 杨刚却似乎是要用 天地五行五种属性 五个大型竖法融合在一起 施展一个超级大型组合计 其恐怕杀伤力 自然可想而知 这也就意味着 从今往后 杨刚的五行棋具 将会正式开始展现 其应有的强大威力 一念至此 强如杨刚 也是忍不住 微微有些兴奋 要知道在此之前 杨刚一直更多地 在使用法体双修 反倒是五行棋具 始终显得有些鸡肋 非但无法为他提供太多帮助 反倒是特么地 直接引来了 更加强力的天节降临 直到此时 杨刚才终于明白 原来不是五行棋具鸡肋 而是自己太菜 品阶段位不够 根本就不足以 发挥五行棋具的威力 就像打农药 一个真实水平 只有薄金段位的菜积 就算拿着个荣耀王者账号 也不可能C得起来 反倒是极有可能 被揍得更狠 此次杨刚 从贵仪这里觉醒的 谁属性术法是 水漫金山 这个名字 属实是秀的一批 非常符合 贵仪一言不合 就直接开车上高速的性子 这是杨刚所拥有的 第一个能够单独施展的组合剂 除此之外 他还有另外两个组合剂 一个是跟灵坏 可惜灵坏始终沉睡 生死不明 另一个是跟丁瑶 吞天剑到底强不强 已经变成傀儡孙行者的孙景峰 最是清楚 不过拥有这些组合剂 觉醒新的大型术法 再加上傀儡威震天 以及孙行者 此次杨刚的杀戮掠夺之旅 必然会更加畅快 稍稍定了定神 杨刚轻轻一挥手 打开办公室房门 哈哈大笑道 进来 让你尝尝我新学的术法 保证让你水漫金山 哈哈 贵仪挽着丁瑶 一前一后走了进来 杨刚猛的一掷 你怎么也过来了 丁瑶低着头不说话 贵仪把丁瑶推出来 笑一宁说道 杨坤杨少侠 可不止是你顿悟了新术法 咱们丁瑶也刚刚学了许多新招数 正打算实践一二 与你一较高下 杨刚目瞪口呆 不是 你们什么时候成好姐妹了 贵仪娇笑道 我们女人之间的事情 你不会懂的 杨少侠 提醒你一句 咱们丁瑶为你付出了很多 你可千万不能付了它 丁瑶无比紧张地拽着贵仪 低声道 姐 我 我还不太会 贵仪笑眼如花 没关系 这场时间课 你随意发挥 我手把手教你 杨刚 本章六千字 为盟主加耕 感谢大伙支持 另外建了的群 9138 448 有兴趣的可以进来玩哈 第140章 点火 亮剑 破晓时分 贵仪带着丁瑶离去 杨刚则办公室里面隔间的休息室 迅速沉沉睡去 累 杨刚真的很累 这倒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哪怕再如何勤恳的老牛 也总是需要休息的 虽然男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什么 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 只要给草就行 可特么牛马也会累 于是 杨刚这一觉睡得真的很沉 等他一觉醒来 已经又是晚上 随着夜幕降临 昆程两子足欲分店的客流量 也正在迅速激增 杨刚稍稍定了定神 遥遥操控着傀儡丽飞羽 从楼上走下去 贵仪在看到丽飞羽之后 瞬间就明白杨刚已经醒来 立刻让人去准备韭菜 不过 率先走进办公室的 却是丁瑶 杨刚轻轻嗅了嗅 闻到了一股狠淡的血腥味 忍不住微微皱起了眉头 你杀人了 丁瑶轻轻点了点下巴 坐在杨刚身边的椅子上 闭目仰神 低声道 在城内逛了逛 遇到几名魔修 正在烧杀抢掠 便顺手杀了 昆程同样属于剑宗属地 以前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城内几乎很少有人敢兴风作浪 可现在随着剑宗登天 在药王谷与玄空寺的友谊纵容一下 现在二十七城 的确可以称得上市群魔乱舞 杨刚微微摇头 你不应该出剑 你应该很清楚 这样子会增加咱们暴露的风险 丁瑶稍稍沉默了一瞬 我知道 可我就是忍不住 下下二十七城 不准杀戮 这是我剑宗立下的规矩 无论如何 我也是剑宗一份子 哪怕剑宗已经不在 可是看到有人 敢破坏我剑宗立下的规矩 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出剑杀人 话落 丁瑶睁开眼看着杨刚 微微有些歉意 抱歉 我以后会尽可能地控制自己 杨刚抬起右手 揉了揉丁瑶头顶 满脸宠溺说道 我指的是你不应该出剑 可我从来都没说你不该杀人 丁瑶微微有些恶然 杨刚温声道 我对剑宗始终并没有太强的归属感 但我知道你对剑宗的感情很深 所以我并不认为你杀人是错的 只要你想杀 杀了便是 我的意思是 下次杀人的时候 不要用剑 懂我意思吗 丁瑶心头微暖 可是我只会用剑 杨刚哈哈大笑道 这不巧了吗 我不咋会用剑 可我其他杀人手段 却多得很 你要杀 那我就陪你杀 你不能出剑 那我就替你杀 跟我走 夜色如墨 杨刚与丁瑶 以及傀儡丽飞宇 分别站在街上三个角落里 静静地看着 街东侧一个烟纸铺 一名铸鸡七层摩修 堂而皇之地 强行把一名年轻女子掳掠 在街上拖行 周围无数人避之不及 根本不敢阻拦 生怕惹祸上身 杨刚也并未出手阻拦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当那名铸鸡摩修 落过杨刚所在的位置时 杨刚屈指一弹 不动声色地 抛出一枚三品毒丹 铸鸡摩修拽着女子拖地而行 满脸都是狂妄 往前走了七步之后 一头栽倒在地上 当场弃绝身亡 定 您杀死了铸鸡七层摩修 经验值 加二七八 三品毒丹 连金丹都可杀 更何况区区一个铸鸡 女子劫后余生 满脸心有余悸 等了许久 确认那摩修一动不动 这才爬起来 匆匆而逃 西街青楼 一名金丹赤着膀子 正在喝花酒 脚下去踩着一名清官人的头颅 身前正是跪着七名 衣不蔽体的女子 人之初 性本恶 她不是摩修 她是昆城土生土长的炼气室 以前她在昆城本本愤愤 可还是那句话 随着剑宗登天 乱世将至 人类的劣根性驱使之下 不管是摩修还是炼气室 但凡是觉得自己稍微有点能耐的 许多都已经开始作恶 除非各大门派强压 或者城主府亲自出面 如若不然 在这样一座城池里 金丹修士 只要不惧招惹不该招惹的存在 几乎已经可以肆无忌惮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无异于是一场灾难 尤其是他们这么多年 早都已经习惯了建宗庇护 安稳度日 当灾厄降临 普通人根本就难以招架 杨刚自除物袋内 悄悄释放出 元英一号傀儡 元英一号傀儡走进青楼 二话不说 一拳将那名金丹炼气室 避于拳下 宁杀死了金丹三层 炼气室 经验值 加999 对面 一名助击巅峰炼气室 强行闯入一户人家 意图凭借自身修为 强行羞辱一名美妇人 孩童被吓得啼哭 她也依旧视而不见 杨刚掏出酒壶 喝了口酒 在心中默念一声 水漫金山 水属性天地元气迅速凝聚 组成一道水墓 直接覆盖了 那名助击巅峰炼气室的整个头颅 她呼吸困难 亮亮呛呛跑出来 杨刚确定 孩童已经看不见 眼瞼一概吐出一个字 爆 水墓爆裂 那名助击巅峰炼气室的脑袋 也随之爆裂开来 您杀死了助击巅峰炼气室 经验值 加666 这一页 类似的一幕 在昆城四处上演 这一页 杨刚或用毒丹 或用竖法 或用锯锤 或用铁锥 或直接操控原因 123号傀儡 大开杀戒 一时间 整个昆城 风声鹤唳 有人说 昆城来了一位杀人狂魔 也有人说 是本地某些大型修真世家 对昆城的乱象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亲自派高手镇压 可事实上 在剑宗登天 要往古宇玄空寺 全面接管27成的情况下 本地那些大型修真世剑 如今只求自保 根本就不会理会普通人生死 但 无论如何 随着这一夜的屠戮 那些敢于在昆城四处烧杀抢掠 如同群魔乱舞一样 得处上 终究是骤然停止了作恶 剑宗已经登天 可由于丁瑶不喜 可由于阳刚的存在 却如同一把悬在所有恶徒 脑袋上的利剑 如芒在背 直到后半夜 一个无比炸裂的声音响彻全城 无数人奔走相告 昆城东门正门之上 剑宗悬挂的那一把生锈铁剑之下 不知是谁 悬挂了足足四十七颗人头 这些人头 皆是最近在昆城恶名昭著之人 城墙之上 留有一排用鲜血浇灌成的大字 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修饰 一种叫建修 一种叫其他 昆城两子足欲分店 七楼 水漫金山 火 水火相尽 阳刚用术法 强行将他与丁瑶身上的血腥味洗涮干净 现在你满意了吧 谢谢 丁瑶笑了笑 胡怡问道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出气 可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在城墙上留下那句话 这样做 岂不是更加容易暴露 阳刚摇头道 我的确是用建宗弟子身份留下的那句话 但 今晚的事情 要王谷只需要派成主府稍微查一下 就知道 出手的根本就不是检修 他们可以理解为 是有人在假借建宗之名 故意混淆视听 也可以理解为 是有仰慕建宗之人 真的看不惯现在的乱世 与以前建宗在的时候的差距 才会决定强行出手 他们要怎么理解都行 随便他们 重要的是 我是想要用这种方式 再一次强行让昆城所有人都记起 以前建宗的好 话落 阳刚点燃烟丝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才继续说道 以前建宗在的时候 其实下辖二十七成都 已经习惯了这种岁月静好 一旦成为习惯 很多人估计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这座城池本来就会如此 反倒是不知道感恩 现如今 要王谷是摆明了 要杀鸡取卵 悬空寺要釜底抽星 抹除建宗留在这个人世间所有痕迹 我就偏偏要用这种方式 让所有人都记起建宗在时 二十七成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又是过的什么狗屁日子 阳刚坦然回道 以前我并未打算这样做 可就在刚刚 我突然临时起义 打算在昆城点一把火 丁瑶沉默了许久 突然冲阳刚说道 吃饭吧 阳刚愣了愣 好 炼体是本就饭量大 阳刚一整日都没有进食 起来就开始全程杀戮 这会儿是真的饿了 狼吞虎咽 大快朵頤 风卷残云 吃完之后 阳刚正打算再抽口烟 丁瑶却突然抬手阻止 等等 与此同时 桂夷推门而入 丁瑶起身 直视着阳刚 吃饱喝足了对吗 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 现在 该轮到我们仕途两个 来感谢你了 阳刚 当阳刚与桂夷 以及丁瑶师徒 切磋记忆的时候 另一头 被挂在城墙上的人头 也已经被城主府假释 给全部摘了下来 围观的人群 已经全部被驱散 要往古外门长老 康文西正暴跳如雷 大发雷霆 剑宗余孽 一定是剑宗余孽 查 给我查 哪怕绝地三尺 也一定要把这些剑宗余孽 给我找出来 记住 不管真的是剑宗弟子 亦或者是仰慕剑宗的修士座的 您错杀 不错放 一个不留 昆成城主 上山虎无比平静地擦干脸上的唾沫星子 严谨一概吐出一个字 是 康文西带着要往古的人走后 一名假士走上前来 功身一礼 低声道 大人 咱们怎么办 上山虎淡淡吩咐道 既是要往古下令严查 那近日咱们城主府假释的巡接力度 就理应恢复从前 不 为了尽快抓捕凶手 巡接力度理应更胜从前才对 您错杀 不错放 这是要往古亲自下的命令 既如此 那么就将近期所有敢于在城内兴风作浪之徒 全部抓起来下狱 一个不留 封进所有城门 不准任何人进出 全城搜捕凶徒 如遇抵抗 杀无赦 是 这一日 大批消失已久的城主府假释 再次重新涌上街头 地痞流氓 烧杀抢掠 近期所有作恶之人 似乎全部早都已经被城主府给盯上了 他们手里甚至还有名单 直接挨个开始满城搜捕 一时间 混乱多日的昆城 颇有几分重现光明之征兆 身为昆城城主 上山虎始终亲自坐镇城门口 就那般哭作了一整夜 破晓时分 东方缓缓出现一抹鱼堵白 上山虎站起身来 脸上极其难得的露出一抹笑意 蓄日东升 好兆头 日出东方 剑宗同样也在东方 不知上山虎到底是看的剑宗还是日出 总之 他眺望东方 看了好久好久 最后 他转过身来 抬头看了眼悬挂在城门上方 那把已经生锈的长剑 低声呢喃道 是时候 让你恢复你 原本就该有的样子了 对吧 以前的时候 或许是因为剑宗真的太强 或许是因为下辖二十七成 真的已经习惯了剑宗的存在 所以哪怕挂在城墙上的 那把铁剑已经生锈 也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在意 因为只要剑宗在 哪怕挂在城头的 只是一把已经生锈的铁剑 却足以让人望而生畏 可现在 剑宗已经登天 以前没注意 现在上山虎还真的就想 要把这把生锈的铁剑 给重新擦干净 可惜 以前他不敢 或许是怕死 或许是因为他并不想让出这个城主之位 无论是因为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他真的想要把这把生锈的铁剑 给重新擦干净 变得锋芒毕露 日出东方 朝阳照耀在生锈的铁剑之上 这一幕真的很美 上山虎正正地看着 悬挂在城头的 那把生锈长剑 看了许久许久 身后 无数前来报备的城主府甲氏 也在正正地看着 那把生锈长剑 周遭 或许是阳刚昨晚的杀戮 真的唤起了太多太多人 对剑宗的会议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 普通百姓 普通修士 缓缓走到城门 越举越多 所有人都在看着那把生锈剑 康文西火急火燎 匆匆而至 跳着脚赤骂道 干什么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想反了 一把生锈的破剑 有什么好看的 我现在就把它摘下来折断 话落 康文西抬手就要摘剑 可就在此时 他却突然浑身僵硬 周遭 上山虎在看着他 无数城竹府甲氏在看着他 无数普通人 普通修士在看着他 所有人 就那般静静地看着他 如果眼神真的可以杀人 那么此时 康文西里英已经被万剑穿心 然而 眼神杀不了人 可越是如此 却越是让人心惊 因为 无数人沉默着拔出了手中的长剑 上一次要往古命令城主府摘剑的时候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曾经有无数人拔剑 那一次 他们同样是沉默着拔剑 可是 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们并没有真正想要出剑的意思 可这次不一样 有位先贤曾言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会有反抗 当初 剑宗登天之初 要往古与玄空寺 急于将剑宗取而代之 那个时候 虽然二十七城 足足有数千万人站出来阻止摘剑 可事实上 那时候大多数人还并不真正清楚 剑宗登天 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们那时候 愿意站出来维护剑宗 更多的是出于这么多年 对剑宗的爱戴 可杨当也曾经说过 仇恨 往往比爱更加具有生命力 时至今日 剑宗登天两月有余 在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以昆城为例 这里的人 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水深火热 群魔乱舞 烧杀抢掠 说是礼乐崩坏绝不为过 之前之所以没人反抗 是因为很多普通人 以及底层修士 忘了反抗 也不敢反抗 他们实力太低 他们人微言轻 岂能反抗 岂敢反抗 蝼蚁尚且偷生 更何况是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根本就没人敢做这个出头鸟 可昨晚 杨刚大开杀戒 就等同于再点火 他 点燃了昆城数百万人心中的火焰 点燃了昆城数百万人对剑宗向往 点燃了昆城数百万人复仇的决心 足足两个多月 有余的压抑 在这一刻 开始熊熊燃烧 实力低又怎样 人微言轻又怎样 真的 要一只狗且偷生下去吗 长达万万年以来 所有人都已经习惯 而岁月静好不假 可也不要忘了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人人练剑 更加不要忘了 剑宗骨子里是骄傲的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之内所有原住民 骨子里同样也是骄傲的 他们从来都不缺少 玉石俱焚的勇气 只不过 在此之前 说是措手不及也好 说是习惯了岁月静好也罢 他们把这种勇气暂时给忘了 可昨晚 可现在 杨刚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勇气 也点燃了他们骨子里的骄傲 于是 他们开始拔剑于是 这一次 他们不但有勇气拔剑 而且也真的有勇气出剑 实力不足 人微言轻 那又如何 大不了鱼死网破 玉石俱焚 于是 杨刚点火 他们亮剑 气氛 越来越浓 剑翼 愈演愈烈 悬挂在城门的那把铁剑 在这一刻 显得无比明亮 汤文西终于忍不住 有些慌了手脚 他扭头望向上山虎 立声道 上山虎 我命令你 把这些暴民赶走 统统全部赶走 上山虎沉默了一下 面无表情说道 以前跟妖族的小崽子们厮杀的时候 由于我冲得太猛 而且 虽然很多人一开始叫我上兵虎 可事实上 我本来就叫上山虎 于是 兄弟们私底下给我取了个 上山虎的名号 那些年 我跟兄弟们九死一生 在前线浴血奋战 不知杀死了到底多少妖兽 也不知道到底因此死了多少兄弟袍则 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身边的兄弟越来越少 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少 上前线的甲氏 换了一批一批又一批 可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守不住战线 说好听了 是且战且退 说不好听了 就是被妖族冲击 只能溃败 只能勉强杀贼 后来 我们淡尽粮绝 在我们已经绝望的时候 有无数手无寸铁的百姓冲了上来 拼死掉我们粮草 有无数从来都没有 上过战场的底层修饰 飞蛾扑火一般涌了上来 他们死了 他们从一开始 就知道他们只要上来 就只有死亡这一个解决 可他们还是来了 他们觉得 用他们的死亡 可以为我们争得一线生机 再不济 哪怕只是 为我们缓一口气 同样也是死得其所 他们舍生忘死 杀身成人 我们也同样誓死如归 到最后 是剑宗从天而降 灭了妖族 老子不属于药王谷 也不属于玄空寺 甚至都从来不曾登山入剑宗 老子这个城主之位 是老子赤手空拳 一点一点打出来的 坐上昆城城主之位这些年 老子或许从来都不是一位 合格的城主 但 老子自问 从未弃压过任何普通百姓 从未亲见过任何一位底层修士 更从来没有任何人 因为贫穷或者饥饿 出现伤亡 老子从未忘记 老子 之所以能有今时今日之风光 是当年那些兄弟 是当年那些袍泽 是当年那些舍生忘死的普通百姓 以及底层修士换来的 老子更加从未忘记 是剑宗救了老子的命 做人 不可忘本 可你们都做了什么 剑宗登天区区两月有余 有多少人因为你们药王谷 与玄空寺而死 又有多少人死不瞑目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可他们死了 为什么 凭什么 话落 上山湖猛地拔剑 宁笑一声 道 老子连妖族都不怕 你这样一个杂猫鸟 又特么算是个什么东西 真特么以为出身药王谷 就可以为所欲为 打不过你们药王谷是一回事 敢不敢打 是另外一回事 大不了 同归于尽 就算是死 老子也要拉着你这个老杂猫一起死 上山虎拔剑 城竹府甲氏拔剑 昆城万万人拔剑 这一刻 剑宗明明已经不在 可见一羽剑气 以及心中的傲骨 却弥漫了整个昆城 气冲斗牛 争 伴随着这声剑鸣 下一刻 那把悬挂在城墙之上的生锈铁剑腾空而起 瞬间刺穿了康文西眉心 六千字 感谢一个名叫 非言空尘的率比 连续三天打赏了三十万数币 感谢兄弟们支持 嗯 我继续写 待会儿应该还会有加更 第一百四十一章 剑锋所指 所向披靡 明星所向 写 一滴一滴 自生锈的长剑之上 缓缓滴落到地面 剑起一朵朵鲜艳无比的细花 好看极了 康文西猛地瞪大双眼 满脸不敢相信 他不理解 他不明白 明明只是一把悬挂在城门之上 风吹雨打日晒了 不知多少年的生锈铁剑 为何依旧会如此的锋利 如此的厉害 而且 这生锈铁剑 本应是一个无主之物 到底是谁驱动了铁剑 没有答案 就算是有 康文西也已经等不到了 因为 铁剑在洞穿其眉心 自脑后一穿过的同时 汹涌澎湃的剑翼 以及剑气 就已经迅速充斥了其全身 将其所有生机 尽数斩断 长老 要往古弟子 赶紧冲上前来 想要扶着康文西 可就在他触碰到 康文西的那个刹那 康文西整个身体 都开始迅速崩溃 不 准确地说 是崩碎 万众瞩目之下 康文西的整个身体 就那样碎了 稀碎 彻底死透了 静 整个场间 鸦雀无声 死一般沉寂 安静地可怕 抖 所有要往古弟子的身体 全部都在止不住地颤抖 跑 在某个瞬间 或许是压力 已经超出了 承受极限的那个瞬间 所有要往古弟子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四散而逃 可是 四面八方 全部都是密密麻麻 手持常见的人 他们能往哪里逃 他们又能逃到哪里去 滚开 要往古弟子 恶向胆边生 伸手抓向除无带 当场就要释放独担开路 然而 就在此时 剑名再起 争 那把杀死康文西的铁剑 再一次呼啸而至 几乎是在瞬间之间 就已经将在场 所有要往古弟子的身体 洞穿血色弥漫 血腥味 瞬间弥漫全场 死了 在场所有要往古弟子 瞬间全部死绝 莫说是旁人 连上山虎都忍不住愣了一下 他明明已经拔剑 并且已经做好了出剑之后 便玉石俱焚的准备 可是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递出 哪怕任何一剑 包括那些持剑的人 都还没能真正出剑 要往古弟子 就已经死绝了 这 似乎是有人 在暗中保护他们 不想让他们手上 真的染上要往古弟子的鲜血 虽说 双方已经撕破脸 可手上染血与没染血 终究还是有本质上的巨大区别的 所以 真的是有人 在暗中保护他们 那么 这个人 到底是谁 上山虎猛地抬头 扫尸一圈 他非常想要把这个人 给找出来 因为 他已经可以断定 能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毫不留情屠戮要往古弟子 并且还能驱动剑宗常见的 必然是剑宗门徒 可还没等他把这个人找出来 一便再起 准确地说 大批药王谷高手 直接从天而降 这个不重要 更加可怕的是 由高手直接顺移而至 能 够施展顺移的 至少都是原音七大修 是至少 见状 上山虎忍不住两眼微缩 药王谷大修居高临下 俯瞰全场 重点看了眼 那把生锈的铁剑 转而将目光直接对准上山虎 你是昆城城主 这件事 你必须给我们药王谷 一个满意的交代 上山虎沉默了一瞬 面色平静如初 你也说了 我才是昆城城主 今日的事情 与其他人无关 由我全权负责 此言一出 周遭 无论是城主府假事 亦或者是普通持剑的人 都忍不住有些骚动 你来负责 药王谷大修 直视着上山虎 寒声道 你可知你在说什么 你确定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上山虎淡然一笑 当年 若不是那么多人舍生忘死 我早已死在战场上 这是我欠他们的 现在 无非是把命还给他们罢了 药王谷大修冷笑一声 道 用不着动不动就跟我提当年 你是想要妖宫 你能坐上这城主之位 就足以证明 你的赫赫战功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认可的 可即使如此 那又如何 你莫要忘了 你充其量 也只不过是一个金丹 像你这样一个金丹 就算你真的 在前线豁出命去 又能杀死多少妖兽 又能杀得死几头真正的大妖 可我们药王谷不一样 这么多年 死在我们药王谷手里的妖族 无论是等级还是数量 都远远不事等凡人可以比你的 上山虎反问道 你们杀的妖族足够多 所以 反过头来 你们就可以肆意妄为 为虎作仓 完全不把普通百姓的性命 放在心上 肆意践踏 药王谷大修 猛地一掷 上山虎猛地踏前一步 扬起手中长剑 抱贺一声 道 更何况 我虽只是一个小人物 你拿药王谷 跟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做对比 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这是在耍流氓 有能耐 你们妖王谷去跟剑宗比 若说是与妖族厮杀 若说到战功赫赫 剑宗才是当真无愧的天下第一 可现在 剑宗在哪 剑宗登天之后 你们又为剑宗做过什么 你们口口声声说 是妖族害了剑宗 可剑宗登天之后 你们非但从未去找妖族复仇 反倒是立刻趁虚而入 纠占雀巢 霸占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这才是事实 妖王谷勃然大怒道 我们妖王谷与玄空寺 接管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是为了保护你们 保护 上山虎毫不留情讥讽道 剑宗登天 你们要王谷与玄空寺 接管二十七成之后 被欺辱 被害死的人不计其数 数之不尽的恶徒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你们是瞎了吗 你们可以瞎 我们可不瞎 瞪大你的双眼 就现在 你来问问 你问问这昆城数百万百姓 他们到底需不需要你们所谓的保护 需要吗 不需要吗 昆城数百万百姓 以及底层摩修 没有用言语来回答 而是用手中的剑给出了答案 他们实力低微 可面对要王谷原因大修 他们非但没有放下手中的长剑 反倒是愈发坚定地 举起了手中长剑 保护 这样的保护 他们不需要 若非得说需要 那么他们需要的剑宗 而绝对不是要王谷义 或者玄空寺 有能耐 你们就直接撤出去 哪怕妖族攻城 哪怕就这样死在妖族手里 也总比窝窝囊囊地 死在自己人手里强 死在妖兽手里 还可以说自己死得光荣 死得其所 可死在你们妖王谷 这群狗东西手里 那才叫一个窝囊 宁肯站着死 绝不跪着生 人人都说 剑宗弟子 就是毛坑里的烂石头 又臭又硬 可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所有百姓 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他们骨子里的骄傲 被杨刚一把火点燃 他们也全都变成了一把把剑 他们也全都变得 跟他们手中的剑一样 宁折不弯 极远处 杨刚也混在人群里 满脸都是感慨 不愧是剑宗 叹为观止 哪怕剑宗已经登天 可以正是因为 剑宗已经登天 可以正是因为 剑宗已经不在了 下辖二十七成百姓 还能如此宁折不弯 方显剑宗之风骨 剑宗默默庇护 下辖二十七成万万年之久 看似久不入世 看似是在散养 可事实上 剑宗对下辖二十七成的影响 无处不在 二十七成百姓 之所以能够如此骄傲 之所以能够如此宁折不弯 就是因为剑宗就是他们的信仰 宁为玉碎 不为瓦权 一如当初 哪怕天下皆敌 剑宗依旧要出剑 一如现在 哪怕药王谷原因期大修降临 可昆成百姓 依旧态度决绝 死战不退 既然事情已经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那么咱们不如打开窗户说亮话 自药王谷与玄空寺接管二十七成之后 你们所做的所有一切 我全都看在眼里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你们药王谷一个劲的要加税 要从二十七成收取 纳贡 掠夺财富 你们就是摆明了 要杀鸡取乱 你们刻意纵容 甚至主动引魔修入城 无非就是想要让二十七成乱起来 只有足够乱 百姓才更加需要你们 只有足够乱 玄空寺才能吸纳更多佛门信徒 这是摆明了要釜底抽心 彻底断了剑宗的根 以前我虽然看穿了你们的龌龊行径 可我并没有真正的勇气 去直面药王谷与玄空寺 可今日不同往日 昨晚那位在城内大开杀戒的人 点燃了我内心的火焰 今日悬挂在城门之上的 这把生锈的铁剑 给了我足够的勇气 我终于意识到 哪怕剑宗已经登 天 可我身为昆城城主 哪怕未备言轻 可我终究也需要为昆城做点什么 上山虎直视着药王谷大修 斩钉截铁说道 自即日起 只要我上冰湖 还在昆城城主这个位子坐一天 那么 从今往后 我昆城绝不会再给你们药王谷任何 纳贡 绝不 自即日起 我昆城境内 三百万百姓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人 成为佛门信徒 绝不 上山虎这番话说的 掷地有生 康腔有力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也彻底触怒了药王谷大修 上山虎所言 几乎完全可以说是 戳中了药王谷与玄空寺的废管子 如若当真如上山虎所言 那么从今往后 药王谷与玄空寺 将再也无法从中得到任何好处 难道 他们当真要吃力不讨好 具体建宗庇护 下辖二十七成 他们图什么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没有任何利益可图 谁会来庇护二十七成 有这种傻子吗 有 比如建宗 这么多年 建宗是出了名的强 但却也是出了名的穷 可从头到尾 他们始终不曾从下辖二十七成 拿过一分钱 若说 利 万万年下来 这是多大的 利 可建宗偏偏分文不绝 这个世界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从来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可建宗却偏偏这样做了 有人孝建宗蠢 有人孝建宗傻 有人孝建宗拧巴又愁又硬 直到此时 直到此刻 看到昆成是如何对待建宗的 恐怕才终于会有人明白 这 恐怕才是二十七成 对建宗的归属感 如此之强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如现在 上山虎明明非常清楚地知道 一旦他亲自站出来 触怒要亡谷与玄空寺 大概率必死无疑 可他还是站出来了 因为他不想要亡谷 祸害昆成的百姓 他更不想玄空寺 断了建宗的根 好 很好 非常好 药王谷大修立声道 既然你一心求死 那我便成全你 你说 你坐在城主之位一日 就不再给我药王谷一份纳功 就不准任何人成为佛门信徒 那么现在 我便用死亡 正式宣告 自即日起 你 不再是昆成城主 上 药王谷大修 轻轻一挥手 淡淡吩咐道 不要让他太过痛快地死去 要让他尝尽所有折磨之后 是 药王谷庶名修士 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 缓缓逼近上山虎 这是摆明了 要杀一锦百 可就在此时 一名城主辅甲氏 突然踏前一步 面无表情说道 很遗憾 当年没能跟城主大人 一起在前线与妖族厮杀 未能与建宗弟子 一起并肩作战 更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但今日 若是要死 属下愿与城主大人一起赴死 大批城主辅甲氏 将上山虎死死包 唯 严丝合缝 更多城主辅甲氏 齐齐单膝跪地抱拳行礼 愿与城主 童生 供死 数之不尽的百姓 则把城主辅甲氏 给拱卫在最中间 齐声道 童生 供死 童生 供死 童生 供死 药王谷大修 脸色骤变 上山虎满脸复杂地 看着身边密密麻麻的人 药王谷最是擅长用毒丹 城主辅甲氏难道不知道 人员越是密集 死得就越快吗 不 他们知道 百姓也知道 可他们依旧 还是这样做了 他们还是要把上山虎 护在中间 他们就是在用实际行动证明 若是要死 他们先死 醉酒当歌 人生几何 一个人 这辈子 若是能有这样一次壮举 值了 于是 上山虎突然笑了 大笑 狂笑 他笑得疯癫 他笑得狂妄 药王谷大修 当场恼羞成怒 你笑什么 不准笑 上山虎哈哈大笑道 我笑你们愚蠢 我笑你们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可最终 却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看 瞪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这就是明星 这就是明义 见风所指 所向披靡 明星所向 圣之所往 我知道你们要王谷厉害 我也知道 你们一个个都是大修 我更加清楚地知道 你们高高在上 可是 然后呢 你要王谷也好 悬空寺也罢 你们敢图城吗 就算你们敢图一座城 就算你们今日图光整个昆城 可你们敢把剑宗下辖 二十七城所有人 你们敢把数千万人 全部都给图入一个干干净净吗 就算你们真的敢 但那时 你们能够得到的 也只不过是一座空城 一座死城 杀鸡取卵 鸡都没了 你取什么卵 你从哪拿 纳贡 府邸抽星 把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都变成你悬空寺佛门信徒 人都死绝了 你上哪找信徒 上山虎直视着药王谷大修 满目猙獰说道 你当当问我 能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现在我想问问你 图进昆城三百万 让药王谷与悬空寺明星尽失 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盟主加更 建了个群 在评论区置顶也有 六九一三八四四八 兄弟们有空来玩哈 里面的人一个个亮女帅比 长得好看也就罢了 说话还好听 速来 第142章 护道人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药王谷大修 是不得不沉默 以上山虎为首的昆城三百万百姓 则是沉默着拔剑 并且准备沉默着出剑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连混在人群里的杨刚 也骤然变得沉默 实事求是的讲 虽然昨晚杨刚曾对丁谣言 说他是要在昆城点一把火 可他的确没想到 他只是抛出来一个小火苗 结果 却最终呈现如此燎原之事 这是杨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 说真的 之前杨刚其实挺瞧不上 建宗二十七成这些人的 因为在建宗登天之后 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进行任何有效的反抗 就仿佛是温室里的花朵 一旦失去建宗庇护 稍稍一点风吹雨打 他们就迅速凋零 完全不堪一击 可现在 未曾想 他们的反击居然来得如此凶猛 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 沉默呀沉默 不在沉默中死亡 就一定会在沉默中爆发 要王谷与玄空寺本以为建宗已经登天 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吃定了这些底层修士与百姓 万万没想到 被欺压到极致的百姓 终究还是选择了爆发 要王谷大修沉默了许久 他叫贺人 可他的为人 却与仁慈搭不上任何 哪怕一丁点关系此时 贺人扫尸一圈 然后将目光再次对准上山虎 法不则重 你以为明星所向 我就不敢杀你 上山虎无比平静回道 你可以杀我 但也请你记住 杀了一个我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 贺人笑了笑 淡淡说道 可你恐怕忘了一件事 众所周知 在这个修真世界 原因以下 皆为蝼蚁 蚁蚁 就只能是蚁蚁 妄图浮游汉术 本就与找死没有任何区别 在绝对的实力碾压面前 任何所谓的挣扎与努力 都注定徒劳无功 你以为明星所向 我就不敢杀你 可你算错了一件事 今日昆城已经彻底失控 如若我要王谷无法镇压 你是否有想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上山虎猛地心头一沉 贺人轻笑一声 道 很明显 你已经想到了 在你决定站出来 与我要王谷正面对抗的时候 在那一刻 你的脑海中 一定出现过无数美好的画面 比如 昆城率先揭竿而起 一传十 十传百 传遍剑宗二十七成 而后 你登高一呼 二十七成数千万之众 全部拔剑 逼迫我们要王谷 与玄空四让步 你能想到的 试问 本作又怎么可能想不到 既然我已经猜中你心中所想 试问 又怎会让你如愿 你有句话说的没错 我们不可能途径二十七成 但我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失控 我决定屠城 说话间 贺人自处雾带 内掏出一瓶毒丹 这是我亲手炼制的五瓶毒丹 我打算途进昆城三百万 杀鸡儆猴 阻止事态进一步蔓延 并且用昆城三百万人的死亡 来警告其他二十六成 来给他们做出一个表率 谁敢反抗 谁就死 你 又能如何 上山虎瞬间汗流加倍 贺人笑眯眯说道 不管是我们要王谷 一或者是玄空四都不可能放弃已经到手的二十七成 上山虎 你以为昆城三百万人支持你 就可以让我们投鼠忌器 可你恰恰忘了 从这三百万人站出来 支持你保护你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他们的死亡 剑宗已经不在 下线二十七成 没有任何人可以挑衅我们要王谷 与玄空四之威严 上山虎 记住了 是你间接害死了昆城三百万人 这番话说得何其无耻 但真相却又是让人那么的绝望 因为贺人说的其实都是事实 原因之下皆为蝼蚁 在没有其他原因修饰阻拦 也没有护城大阵保护的前提下 只要原因大修愿意 他真的完全有能力以一人 图一成这样的事情 杨刚以前就做过 并且已经证明过 原因大修的恐怖杀伤力 为什么 以原因魔修为例 就算上百万普通人 与底层修饰加起来 也很难破得了 原因魔修强横肉身 就跟打游戏一样 不破防 那点强制扣血 还没有boss自己回复得快 自然打不死 这与原因七炼气室的元气盾 有着本质区别 元气盾是修饰 用自身天地元气构建而成 换句话说 哪怕是原因大修 想要持续保持元气盾的 强大韧性值 也是需要耗费体内天地元气的 一旦蓝条耗尽 或者技能瞬间攻击力 超过元气盾上限 元气盾就会碎裂 炼气室的处境 就会变得无比尴尬 不过 魔修强横的肉身 虽然很难被破防 可一旦出现损伤 正常情况下 很难通过常规手段来迅速恢复 比如利南天 当初他在阳刚手上遭遇重创 重伤垂死 他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 几乎是彻底抛弃了自己的肉身 用傀儡术本源之力 强行把自己的肉身 给炼制成了傀儡之身 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 才能迅速恢复如初 而炼气室的元气盾 哪怕碎了 只要有蓝条 就能迅速重新开启一个崭新的元气盾 炼气室体内天地元气的恢复 可以用各种方法迅速得到补充 肯定比魔修要快得多 也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熟强熟弱 倒也很难分辨 赫人是炼体式魔修吗 他不是 他是货真价实的炼气室 他不可能像元音魔修那样 直接无视昆成三百万人的进攻 他的元气盾 扛不住如此频繁的密集进攻 可他可以顺移 一旦施展顺移 他就几乎能完美规避所有进攻 这也是元 应能以一人图一成的主要原因 这同样也是那句 原因以下 皆为蝼蚁的由来 顺移 是元音的标志 也是能为大修的招牌 最为关键的是 元音大修不只是可以顺移 他们的进攻手段实在太多 而且威力太强 比如赫人 他是要往古元音七毒药师 若他顺移而走 以毒丹大开杀戒 试问 整个昆城 谁能挡得住 败难时 必然是生灵涂炭 所有人都会死 整个昆城 将真正意义上 变成一座死城 我给你三夕时间考虑 赫人居高临下 俯看着上山虎 沉浮 亦或者死亡 自己选 三 二 一 赫人露出一口大黄牙 咧嘴一笑 那就死吧 话落 赫人屈指一谈 当场就要引爆毒丹 就在此时 争 对一声 剑民再起 杨刚猛地转身 将目光死死对准了丁瑶 之前城门上 那把生锈铁剑杀人的时候 杨刚就怀疑是丁瑶的手笔 只不过丁瑶不动声色 杨刚始终没有找到证据 可现在 杨刚终于确定出剑的真的是丁瑶 因为 杨刚自丁瑶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剑道本源之力 甚至 随着丁瑶出手 杨刚体内的剑翼 包括他的天雷双剑 都已经隐隐有所异动 争 生锈铁剑一蹴而就 瞬间将赫人的右手 自手腕处整齐切断 整个场间 所有人都猛地停滞了一瞬 旋即 哗然一片 上山虎狠狠握拳 兴奋 昆城三百万人 皆满脸都是兴奋 他们非常确定 哪怕剑宗已经登天 可这昆城 依旧有强大无比的剑修在保护他们 赫人浑身僵硬 所有要王谷弟子 全部如临大敌 杨刚扭头望向丁瑶 眉头深皱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康文西的死 杨刚还勉强可以接受 毕竟 康文西只是金丹 可赫人是货真价实的原因 杨刚原本以为 如若丁瑶铁了心 要以剑宗弟子身份庇护昆城 或许 他只能亲自出手 召唤化神傀儡 孙行者 万万没想到 丁瑶居然自己一剑 就切断了赫人的手腕 这简直匪夷所思 就算丁瑶天生剑体 就算他拥有强大的剑道本源之力 可他现在正在重修 他连助击都不是 他甚至都没让杨刚出手 也没与杨刚一起施展组合剂 却能一见重创原因 这特么根本就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不是我 丁瑶沉生道 是这座城在杀人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是我在用这座城杀人 杨刚脑海中金光一闪 脱口出道 护城大阵 丁瑶微微汗手 没错 就是护城大阵 化落 丁瑶看了眼 那把生锈的铁剑 眼神微微有些复杂 之前我就告诉过你 重塑剑体之后 我忘 记了很多事 也记起了许多事 忘记了许多是假的 纯粹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 可记起了许多事 却是真的 比如 悬挂在剑宗二十七城城门之上的生锈铁剑 并不是普通的剑 它与你从夜城与宁城抢来的狼牙阁铁锤一样 它本身就是剑宗下辖二十七城护城大阵的钥匙 想要激活这把钥匙 只有拥有强大 见到本源之力的剑宗门徒可以做到 本源之力越强 护城大阵能够发挥出的威力就越大 因为 剑宗二十七城只是阵机 因为我剑宗所属 所组成的二十八星秀大阵 核心就是我剑宗山门 剑宗弟子虽然已经全部登天 可我剑宗山门犹在 剑种犹在 青龙犹在 说到这里 丁瑶稍稍停顿了一下 然后扭头冲阳刚说道 我总算明白 天书子之前为何要赠你天雷双剑 也总算知晓 他为何同意我待在你身边 而不是待在剑宗 你有句话说的没错 剑宗登天这件事 恐怕隐藏了很多真正的隐秘 至少 天书子在剑宗登天之前 估计就已经提前察觉到这件事 我现在甚至严重怀疑 他早就知道剑宗会登天 他是故意把你我留下来 留在这个人世间 剑宗二十七成 因为这才是我们剑宗的 根 因为只有你我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护城大阵的威力 剑宗下辖二十七成 人人练剑 只要二十七成在 剑宗就等同于 一直拥有数千万之巨的 预备翼剑宗门徒 估计这也是玄空寺 想要釜底抽薪 直接断绝剑宗根基的主要原因 然而 剑宗终究是剑宗 哪怕剑宗已登天 却依旧是天下第一 杨刚稍稍沉默了一瞬 我也可以操控护城大阵 丁瑶轻轻点了点下巴 你是持剑人 只要彻底将天书子 留在你体内的剑一融会贯通化为己用 你 当然也可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剑宗充当了阳刚与丁瑶的 护道人 可现在 阳刚与丁瑶 却又是剑宗下辖二十七成的 护道人 由于护城大阵 与剑宗山门 与剑宗一脉相成 有剑宗山门与剑宗 为护城大阵 源源不断地提供 数之不尽的剑义 以及剑气 护城大阵 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大杀器 哪怕阳刚与丁瑶 目前的修为境界还非常低 出了城 他们奈何不了真正的顶级大能 可在这城内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阳刚突然抬手 阻止了丁瑶下一步动作 一脸认真说道 可以杀人 但 绝对不能暴露自己 一旦被人察觉到 阳刚与丁瑶的存在 一旦被人知晓 他们两个可以操控护城大阵 势必会立刻成为 悬空刺与药王谷的眼中钉肉中刺 好 钉瑶缓缓闭上双眼 迅速将体内的剑道本源之力 催动到了一种极致 针 针 针 剑鸣 响彻全城 昆城护城大阵正式开启 与此同时 昆城三百万人手中长剑 突然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 汇聚成河 汇聚成剑河 而在剑河当中 最为醒目的 依旧是那把 原本悬挂在城门之上的生锈铁剑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随着护城大阵的正式开启 铁剑之上的铁锈 迅速寸寸掉落 争 一声清脆的剑鸣 自铁剑之内响起 它不再生锈 而是变得寒光熠矣 锋芒碧露就仿佛 这 才是它本来应有的模样 它 带着身后三百万把铁剑组成的剑河 直接轰向药王谷弟子 贺人满脸都是惊恐 不 可惜 已经太迟了 这一日 万众瞩目之下 昆成万万剑齐发 要亡谷弟子 禁术死绝 晚上还有 第143章 火炬手 天下震动 死了 所有人都死了 原因大修也好 金丹也罢 就这般死在了丁瑶手里 死在了护城大阵之下 满城皆末 玄疾 就是欢呼 震耳欲容的欢呼 响彻全城 赢了 整个场间 唯一一个还可以相对保持冷静的 就是昆城城主上山虎 护城大阵已经开启 传我命令 上山虎猛地大手一挥 以我城主府假释为先锋 把全城都给我离一遍 把最近所有胆敢 兴风作浪之徒 尽数捉拿下狱 是 一如之前 阳刚在黑夜里大开杀戒一样 近期在城内兴风作浪的 不只是外来者 也绝对不只是 要王谷与玄空寺 还有许多土生土长的本地修士 人之初 性本恶 之前他们趁乱兴风作浪的时候 有多嚣张 现在 他们就会有多狼狈 护城大阵已经开启 只准进 不准出 最为关键的是 这些恶徒 现在已经彻底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完全无所遁形 不用这些普通恶徒 就连还滞留在城内的 耀王谷余孽 以及玄空寺的僧人 也全部都被迅速搜了出来 而且 在丁瑶的指挥下 护城大阵 驱使无数把长剑 把耀王谷弟子 与玄空寺僧人团团为主 但却求而不杀 玄空寺的僧人 满脸都是愁苦 盘膝坐在地上诵经 祈求佛祖保佑 再不计 也希望死后 可以涌登西方极乐世界 反倒是耀王谷弟子 满脸色力内人 我等出身耀王谷 若是在此出了意外 你们全城所有人 通通都得为我等陪葬 上山虎面无表情说道 抱歉 刚刚在城门口 你们耀王谷大修 已经在万众瞩目之下被杀 耀王谷弟子 浑身僵硬 上山虎看起来非常自信 可事实上他心里也没底 因为这户城大阵 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决定要王谷弟子 与玄空寺僧人死活的 同样也不是他 杀与不杀 现在取决于丁瑶 更取决于阳刚 我还没想好 到底要不要斩尽杀绝 丁瑶冲阳刚低声道 有户城大阵在 我在城内已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 我不可能始终不出城 二十七城的百姓 不可能永远不出城 阳刚平静说道 我一贯的原则是 要么不做 要做 就一定要把事情彻底作绝 丁瑶眉头微皱 可如此一来 就等同于彻底 把玄空寺与药王谷 给得罪死了 你我不怕 可万一玄空寺 与药王谷恼羞成怒 二十七城的百姓怎么办 就算他们不敢进城 可是在建宗更天的前提下 药王谷与玄空寺 完全有能力 从最外围封城 一旦从旷野之外 彻底堵死二十七城 不允许任何粮草 与原石供给 进入二十七城 那就只能是坐手枯城 与等死并没有 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道理我都懂 杨刚扭头望向丁瑶 反问道 可问题就在于 就算你今日不杀这些人 药王谷与玄空寺 就会放过建宗二十七城吗 很明显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既如此 何不斩草除根 赫人那个老畜生 有句话说的没错 用昆城境内药王谷弟子 与玄空寺僧人的死亡 杀鸡儆 表明我们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我觉得也是完全可行的 丁瑶微微汗手 好 听你的 话落 丁瑶心念一动 护城大阵再一次万箭齐发 昆城境内 所有药王谷弟子 与玄空寺僧人 尽数被捅成了马蜂窝 尽数皆死 杨刚哭笑不得 不是 你就没点自己的想法 我说啥就是啥 丁瑶歪着头看着杨刚 胡一问道 你都已经拿定主意了 我何必还要继续考虑 你的看法 就是我的看法 就可以代表我的态度 杨刚揉了揉丁瑶头顶 满脸宠蜜说道 我看你从贵仪那里 可不只是 学会了高超手艺 还学会哄男人了对吧 话落 杨刚稍稍定了定神 清了清嗓子 以传音入密的手法 直接冲步远处的上山虎传音道 一刻钟后 护城大阵会暂时关闭 派你的信得过的人 通过传送大阵 去其他二十六城 昆城的事情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传遍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上山虎脸色微僵 扫尸一圈 似乎非常想要找出 到底是谁在给他传音 来人 在 从城主府假释当中 挑选最为信得过的人 分二十六个小队 一刻钟后 穿过传送阵 去往其他二十六城 务必确保 将咱们昆城的事情 传遍其他二十六城 是 不只是城主府假释 还有许多其他修士 自发地通过传送大阵 去往其他二十六城 奔走相告 毫无疑问 这些敢于去其他城市散播 昆城惊变的人 都是真正的勇士 因为 他们这样做 就等同于是在挑衅药王谷 与玄空寺的底线 可即使如此 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 并且如飞蛾扑火一般 前赴后继 杨刚沉默着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 走进传送阵法 去往其他二十六城 心底突然微微有些枉然 穿越十年 杨刚对这个修真世界的观感 一直非常非常的差 之前被逼到绝境 他甚至有要拉着所有人发疯 拉着全世界一起去死的疯狂想法 时至今日 关于这一点 杨刚始终没有改变过 可这一刻 他必须要承认 剑宗 以及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的确深深地触动了他 其实杨刚一直隐隐都知道 他是 穿越者这层身份 能瞒得住其他人 可在这个修真那几位 真正站在金字塔间的顶级大能而言 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毕竟 这个修真世界的穿越者 不止他一个 尤其是天地前庄与四海阁 深 后明显都有穿越者操盘的痕迹 而且就目前来看 大概率不属于三一协会 这变相地证明 除了他们三一协会七人之外 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穿越者 而且 恐怕曾经很高 若非如此 断然不可能开设天地前庄 与四海阁这种庞然大物 杨刚一直都隐隐猜到 似乎有顶级大能 一直在把他当作棋子 包括天叔子在内 似乎也有意一直在强调他 实践人的身份 这让杨刚心里头非常别扭 他不喜欢 做别人手里的棋子 所以他一直刻意回避剑宗 哪怕剑宗 还在的时候 他也一直都在 跟剑宗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剑宗登天之后 他同样也在刻意回避这件事 他不想掺和这滩浑水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做棋子 极有可能没有任何好下场 而且 那些顶级大能 不只是手段通天 城府同样深不见底 上一世 他看过很多穿越小说 尤其是历史穿越小说 很多主角仗着自己是穿越者 总能把那些 在朝堂沉浸数十仔的老狐狸 给耍得团团转 可杨刚觉得 这样的主角 明显是在侮辱所有人的智商 沉浸朝堂数十仔的老狐狸 不可能是蠢货 同样的道理 能够修炼到肚结期和体期 活了上万年的顶级大能 也同样不可能是蠢货 杨刚从来不认为自己 单凭一个穿越者身份 就可以在智商上 凌驾于所有顶级大能之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一直非常谨慎地 游异在边缘地带 始终不愿真正入局 可现在 看着这么多纯粹的普通人 为了剑宗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坦然赴死 杨刚终究还是被触动了 他一直说他骨子里 就是一个牙字必报的小人 他甚至坚持认为 自己没什么道德观 也没什么所谓的良知 可他终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终究也有自己的是非观 他静静地看着 看了许久许久 然后突然扭头冲钉摇 轻笑一声 道 昨晚 是我亲自点了一把火 这把火 现在已经开始迅速燃烧蔓延 但却燃烧得还不够旺盛 既然是我主动点了这把火 那么 我觉得我就没必要为了刻意回避 而继续选择置身事外 是我点了火 如若我不出手 这些飞蛾扑火的普通人 一定会死 如若我没有能力庇护他们 我绝对不会以身涉险多管闲事 可既然你我可以开启 护城大阵 庇护剑宗下辖27成所有人 那我觉得 我终究还是要做点什么才对 一味地逃避 解决不了问题 反倒是极有可能会 加剧问题的严重性 只有先正式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 解决掉所有问题 所以 我不只是要点火 现在 我还打算去做一个火炬手 点燃所有火焰 你 愿意陪我一起吗 丁尧直视着杨刚 展颜一笑 这样的你 才是真实的你 之前我就已经说过 无论你 到底要做出怎样的选择 我都会陪你 这一日 杨刚牵着丁尧的手 连续穿过各大城池传送阵 这一日 杨刚与丁尧点燃火炬 剑宗27成 悬挂在城门之上的生锈铁剑 全部腾空而起 这一日 剑宗27座护城大镇 全部开启 这一日 27座护城大镇 与剑宗山门 与剑种遥相呼应 万剑下山 剑意 弥漫了整个苍穹 天下震动 第144章 这 就是一场战争 平安峻 随着护城大镇开启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上街头 手持长剑 围堵城主府 起声呼喊道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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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没人为剑宗27成说话 现在依旧没有 可护城大镇既然已经开启 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态度 药王谷外门长老狗师叔 亲自率领大批药王谷弟子 从城主府走出来 满脸阴沉说道 剑宗已经登天 而等以为 区区一个护城大镇 当真可以 奈何得了 我们药王谷 与玄空寺吗 你们这是在找死 平安峻城主 郭本道 带领一对城主府假释 缓缓跃众而出 狗师叔如释重负 一气指使说道 郭本道 我命令你 立刻将这些报名 全部驱散 现在立刻马上 郭本道走上前来 微微躬身一礼 一脸认真说道 师叔 听我一句劝 快走吧 若是迟了 估计您今日就真的得死在这里 何必呢 狗师叔愣了愣 指着郭本道的鼻子 破口大骂道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不要忘了 你也出身要亡谷 话音刚落 扑痴一声 郭本道二话不说 拔出背在身后的长剑 一剑 直接挡进了狗师叔的身体 长剑 自心口入 一穿而过 自后心透体而出狗 师叔满脸 不敢相信地看着郭本道 立声道 你 你怎么敢 你这是在欺师灭祖 你这是背叛 郭本道面色平静回道 师叔 我已经劝过你 是你自己不惜命 怨不得旁人 还有 劳烦师叔看清楚 我是用剑杀了你 我担任平安郡城主 近百年之久 我一直都仰慕剑宗 并且也一直都在练剑 实事求是的讲 我虽出身要亡谷 可我现在非常瞧不起妖王谷 天下皆知 剑宗 乃我人族最为锋利的一把剑 可剑宗登天之后 你们到底都做过什么 你们就只知道窝里斗 剑宗二十七成 被你们给折腾得乌烟瘴气 我是平安郡城主 我有责任为平安郡 数百万百姓负责 狗师叔坚声道 你这是背叛 妖王谷不会放过你 郭本道猛地拔出长剑 一剑刺穿了狗师叔的脖子 狗师叔轰然倒地 却依旧还是那般死死地 看着郭本道 郭本道俯看着狗师叔 无比冷漠说道 若这就是背叛 那我今日就叛了 你又能奈我何 妖王谷弟子当场就要释放独担 与此同时 数之不尽的剑气从天而降 将所有妖王谷弟子 尽数当场轰杀 在这个瞬间 平安郡郊外 灵影寺 有一座周身闪烁着佛光的 巨大无比的佛祖法箱 腾空而起 瞬间就已经抵达平安郡上空 法箱高高在上 就那般端坐在云端 身外化身演化而成 威能极强 然 而 他虽然来了 并且也亲眼看到了 可他终究还是什么都没做 最起码 他并没有真的尝试 强行入城 郭本道沉默了一瞬 转身下令道 把城内所有妖王谷弟子 与玄空寺僧人请出城 除此之外 把近期所有胆敢为妃作乱之徒 找出来 全城搜捕 如遇抵抗 杀无赦 是 这一日 与平安郡类似的一幕 几乎同时 在剑宗下下二十七城不停上演 妖王谷弟子也好 玄空寺僧人也罢 要么被驱赶出城 要么 就是当场被护城大阵所杀 有去之处就在于 二十七城护城大阵同时开启 声势滔天 震动天下 可从头到尾 妖王谷与玄空寺之内的顶级大能 却始终没有亲自出手阻止 而是一直都保持沉默 于是 整个天下都只能保持沉默 有件事我不明白 杨刚静静地看着二十七城所发生的一切 扭头冲丁瑶问道 护城大阵能杀的了原因 能杀出窍 我相信 以护城大阵今日所展现出来的威力 镇压强杀化神 也绝对不在话下 但 整个剑宗 包括戚风手作在内 全部都已经登天 单凭一个护城大阵 绝对挡不住真正的顶级大能 妖王谷与玄空寺 为什么宁肯吃这个哑巴亏 也不愿亲自出手 何至于此 丁瑶坦然回道 因为我剑宗山门还在 因为剑种还在 阳刚愣了愣 两眼微缩 你的意思是 丁瑶轻轻点了点下巴 耐心解释道 所有修士都非常讲究 才屡法地 四字 普通人更重前三个 未必重视最后一个 可对于一个大型宗门而言 地 乃重中之重 所有大型宗门 尤其是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宗门选址 都非常考究 六大门派每一个宗门所在 包括一直以不可知之地 自称的玄空寺 实则都是真正的动天伏地一样的存在 对于咱们整个人族而言 更是如此 六大门派之所以 是以现在所处的位置来进行选址 最初本就是为了对抗妖族 尤其是东方建宗 西方极乐谷 南方狼牙阁 以及北方大雪山 这四大门派的选址 非常经过仔细勘验之后 才最终确定 以我们建宗为例 山门所在 本就是 牧属性最为浓郁所在 地底不只是有大量原石矿满 而且以牧属性最强 再加上长达万万年的西新灌溉 若是说到牧属性 建宗所在 就是人族最强之地 其余门派也是如此 这四个门派 组合在一起 就是传说当中的四象阵 建宗属牧 极乐谷属经 狼牙阁属火 大雪山占据着水与土双属性 如此一来 四象阵搭建完成 五行相生相克 一旦正式开启 就可以 像你的五行齐聚一般 阵法之力源源不断 人族是以这四象阵为基础 从而一步一步选址 逐渐构建人族108城 而构建人族最为庞伐 也最为强大的108天钢地煞阵 说到这里 丁瑶稍稍停顿了一下 扫视着眼前的昆城 然后才继续说道 万万年以来 人族的地盘始终从未向外扩张过 不是人族不想对外扩张 归根结底 是因为一旦失去了108大阵 继续对外扩张 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就算勉强夺取几座山头 妖族随时都会进攻 除了平天伤亡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08天钢地煞阵 是人族赖以生存的最大根基 为了构建这个大阵 人族付出了太多太多 以你我脚下的昆城为例 地下买有阵法 更有严禁开发的原石矿脉 这矿脉为阵法提供了 源源不绝的天地元气以及能量 想要继续往外扩张 除非也能找到类似的矿脉 并且 位置刚好符合扩建阵法所在才行 千亿发动全身 人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实力 以及精力去做这些 而阵法之所以如此强大 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想要破阵 首先就得一起破二十八星秀大阵 还得破四大门派宗门才能做到 虽说每个门派的二十八星秀大阵 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个体 可想要破阵 本就远非常人能办到 若非如此 我们人族根本不可能凭借阵法 阻挡妖族进攻的脚步 话落 丁咬脸上突然挂起一抹傲然 而且 我剑宗的二十八星秀大阵 本就是最强的那一个 为什么 因为剑宗剑种 想要毁掉剑种 首先就得毁掉剑宗护山大阵 可剑宗护山大阵 本就是二十八星秀大阵核心 想要破剑宗护山大阵 首先就得破二十八星秀大阵 想要破二十八星秀大阵 又得先破了剑种 以及剑宗护山大阵 人族始终无法做到万众一星 六大门派也始终无法做到守望相助 可剑宗与下辖二十七成 却真正做到了同气连之 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闭环 并非说 那些顶级大能真的无法破阵 在剑宗弟子集体登天一战的前提下 其他顶级大能完全有能力破阵 可就像丁瑶说的那样 一百零八天刚地煞阵 这是人族对抗妖族之根本 一旦强行破了剑宗这边的二十八星秀大阵 人族的一百零八大阵就此少了四分之一 而且根本不可能迅速重新补齐 但那时 妖族一旦清朝而出 人族失去了一百零八大阵 就只能用人命来填 甚至连人命都无法填补这片空白 在这种大前提下 拥有强大的剑道本源之力的丁瑶 既能操控护城大阵 又能调动剑宗的力量来作为支撑 完全就是无敌一般 得存在 最起码 如果说是在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哪怕丁瑶目前修为还非常低 却也依旧已经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杨当私存了片刻 如若我没猜错 二十八星秀大阵 以及地下矿脉 非战时 恐怕不准全部开启 对吧 丁瑶抚摸着手中的青龙剑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我大多数的时间里 一直都在闭门苦修 我只是一个女子 眼眶子太浅 看不了太远 但前阵子你提醒了我 现在 要王谷摆明了 是要杀鸡取卵 悬空寺妄图釜底抽薪 断我剑宗根基 丁瑶猛的挥剑 斩钉截铁说道 对于我剑宗而言 这 就是一场战争 三一邪汇群 二号 我没有文化 我一直都知道 剑宗是最牛逼的 没想到 剑宗下辖二十七城 同样也如此牛逼 五号 我要回家取古力那扎 剑宗庇护二十七城 万万年之久 下辖二十七城 满城接练剑 也已经传承万万年 一代又一代的积累 悬空寺想要将剑宗取而代之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一号 帅气的光头 所以我一直都说 手作搞那些装神弄鬼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纯粹就是在一笑大方 六号 雨夜带刀不带伞 悬空寺做不到 其他各大门派 其实也很难做到 除了书院 中州书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它不像东西南北四大门派那样 坐镇人族四周 也不像玄空寺那样 藏身于不可知之地 它一直都坐镇中州 中州 乃是整个人族最为富庶繁华之地 没有之一 书院之所以能够坐镇中州 是因为一旦妖族大军压境 书院可以随时支援东西南北四大门派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 书院是何等的强大 有人说 书生造反 十年不晚 可中州书院学子却是例外 身为夫子门生 书院学子可不只是读四书五经 吟诗作对 他们全部修的都是儒道 何为儒道 杨刚目前所在的这个修真世界 用四个字来解释儒道 那就是 言出法随 从理论上来讲 只要书院学子愿意 他们只需要高呼一声 貂缠在腰上 他们就真的能说到做到 然而 虽然理论上的确可以 现实里也的确可行 但 如此有被常理的言出法随 反事也会无比剧烈 会让人痛不欲生 所以 哪怕可以言出法随 书院学子也不可能真的为所欲为 书院坐镇中州万万年 早已把中州给经营的铁板一块 到处都是书院学子 这是唯一一个 可以跟建宗下辖二十七成 相提并论之地 其他门派下辖城池 都远远没有这种号召力 三号 虎逼 7号 两子足欲 建宗二十七成的事 是你做的吗 杨刚稍稍沉 没了一瞬 回了一个字 是 群里突然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其实 之前他们说了那么多 话里话外 就是想问到底 是不是杨刚做的 毕竟 杨刚的女人是建宗小事故 这件事三一协会几乎都知道 只不过其他人都比较委婉 三号 虎逼 是直接at杨刚发问 更加让三一协会没想到的是 杨刚居然如此干净利索的就承认了 牛逼 霸气 加一 五号 我要回家取古力那扎 老七 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刚刚收到准确消息 我们要往古 极有可能马上就要采取一系列 针对二十七成的大动作 三号 虎逼 不是极有可能 而是已经开始了 一号 帅气的光头 既然三号这样说 那么这件事 就肯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七号 你要小心 杨刚站在昆城城头 看了城外一眼 在群里打字说道 的确已经正式开始 昆城 十里之外 大批药王谷原音大修 顺移而至 他们抬头看了昆城一眼 却并没有要强行攻城的意思 而是在扔下一堆储物袋之后 立刻选择了顺移而走 爆 储物袋当场爆裂 里面有无数个白色小瓷瓶爆裂开来 数之不尽的毒丹 洒满周遭 不只是昆城如此 剑宗二十七成 全部都是如此 这一日 药王谷突然高调宣布 剑宗登天之后 妖族一直对剑宗下辖二十七成虎视眈眈 随时都有可能会大军压境 为了保证剑宗二十七成百姓安全 药王谷主动请鹰 慷慨解囊 自剑宗二十七成周遭撒满毒丹 以此来震慑妖族 保护剑宗二十七成 话说得冠冕堂皇 可但凡不是傻子 就都能看明白 药王谷这是摆明了 要用毒丹 强行封锁剑宗二十七成 他们进不了城 也并不打算强行攻城 但他们可以封城 不准任何人进出 就像杨刚与丁瑶之前猜测中的那样 他们这是摆明了 要把剑宗二十七成 变成一座座孤城 想要维持一座人口 数百万的城池正常运作 是一件无比庞杂的事情 别的不谈 数百万人 一天光吃饭 就需要消耗多少粮食肉蛋 修饰是需要修炼的 一天光修炼所需 得消耗多少原始 更何况 还有丹药俘虏等原材料 一旦剑宗二十七成 变成一座座孤城 连这些最基础的日常消耗 都无法保证 用不了多久 二十七成就会不攻自破 药王谷就是在用这种方式 让二十七成 数百万百姓臣服 丁瑶有句话说得没错 这 就是一场战争 三日后 清晨一大早 昆成 杨刚操控着傀儡力飞语 与丁瑶一起来到了四海阁前文说过 四海阁就是一个 巨大无比的连锁超市 什么都卖 封城之后 四海阁的生意已经火爆到 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才刚刚早上 前来四海阁采购的百姓 就已经是人山人海 一斤粮食十七元时 你们怎么不去抢 野猪肉四十九元十一斤 卧槽 把我卖了都不值这个价钱 区区二品元气单 你们就敢卖三十六元时 四海阁桂园走上前来 更新了价格标签 无比冷漠说道 不好意思 这是昨天的价格 今天已经不是这个价了 粮食二十八元时 金 野猪肉六十一元时 金 二品元气单更是暴涨到了七十元时 沉默 沉默 还是沉默 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四海阁就是摆明了 在哄台物价 可是 外面街上的小摊小贩 早就已经没货了 只有四海阁由于渠道广 并且仓储充足才有货 买还是不买 买 就是被宰 可如若不买 原食可不能当饭吃 相当于来说 修饰还好一些 就算似曾修饰 无法完全做到壁谷 也还能扛得住 可无法修炼的普通百姓 却真的不抗恶 就在此时 门外突然传来惊呼 快 谁家是城南的 城南水源出现了严重问题 已经有数百人昏迷不醒 这是被下毒了 是药王谷 一定是药王谷的人 在昆城水源源头动了手脚 估计很快就会蔓延全城 哗然一片 恐慌 迅速弥漫了整个城池每一个角落 在水源源头下毒 药王谷此举 当真是歹毒到了极点 如果说不吃饭 还能忍记挨饿 可谁能整日不喝水 关键是 日常所需 几乎做每一件事 全都离不开水 城外有秃驴 城西 十公里外 大批悬空寺僧人 正在熬粥 亦或者说是不吃 丁瑶直视着悬空寺僧人 面带寒霜 眼瞼一概吐出两个字 无耻 是的 就是无耻 以前是药王谷杀鸡取卵 悬空寺虽然是要釜底抽薪 但却做得非常隐晦 寺是要徐徐徒之 手段还算是比较温和 可现在 随着建宗二十七城 把药王谷弟子与悬空寺秃驴 全部都给赶出城 他们当真是装也不装了 封城 断梁 谁里下毒 然后悬空寺僧人再跑出来不吃 就问你吃还是不吃 不吃就继续饿着 想吃 那就必须要臣服 要成为佛门信徒 吃相如此难看 没有任何掩饰 如此嘴脸 简直已经完全可以说是毫无下限 无耻到了极点 呸 不要脸 建宗说的没错 秃驴果然都该死 悬空寺此举 彻底激怒了昆城百姓 截至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人出城吃粥 最起码暂时还没有 但 悬空寺不着急 这才三日 再过三日 恐怕就未必所有人还能继续坚持下去了 就算成年人还能扛得住 可富如老人呢 谁家里没老人 谁家里没孩子 当老人和孩子顶不住 试问 又有几个真男人 能够继续硬撑下去 杨刚扭头看了眼上珊瑚 短短三日 上珊瑚这位城主大人 已经明显憔悴了许多许多 他是货真价实的金丹巅峰 之所以如此憔悴 不是恶的 纯粹是焦虑 纯粹是忧思过度导致 杨刚沉默了片刻 不动声色地穿过人群 走到溪流处 用水壶接水倒入口中 缓缓闭上了双眼 片刻后 杨刚猛地睁开双眼 沉色片刻 转动一绒珠 重新换了一张脸 直接给上珊瑚传音道 一刻钟后 一抹喜色 这个声音 似曾相识 上珊瑚已经可以确定 给他传音的人 正是之前开启护城大阵的那位 剑宗前辈 一刻钟后 上珊瑚来到弗莱克站弟子三号房 轻轻敲了敲门 得到允许之后 上珊瑚里了李一山 推门而入 冲杨刚攻身一礼 满脸恭敬说道 参见前辈 杨刚开门见山道 城主府的粮草 还能支撑昆城多久 上珊瑚想了想 如实回道 粮草暂时不是问题 关键是水源 杨刚拿起水壶喝了一口 平静说道 这毒 我能解 第145章 重回金丹巅峰 现在 事实后证 能解 上珊瑚正正地看着杨刚 看了一眼杨刚手里的水壶 第一反应 却并不是杨刚预想当中的激动 非我不愿相信前辈 上珊瑚再次恭身一礼 事关昆城数百万百姓 我不得不谨慎一些 前辈 恕我直言 水里的毒 必然是要王谷手笔 再用毒这方面 药王谷才是真正的行家 话有留白 但意思却非常清楚 上珊瑚虽然不认识杨刚 可他已经可以确定 杨刚必然是 剑宗 前辈 也只有剑宗的人 才能操控护城大镇 可问题也在这里 剑宗的剑 天下第一 可药王谷的毒 同样也是天下第一 药王谷摆明了 是要用尽所有手段 逼迫27成淡尽粮绝 上珊瑚信得过剑宗的剑 却并不认为 剑宗当真可以解药王谷的毒 如若只是上珊瑚一人 他担得起这种风险 可他是城主 而且 他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城主 事关昆成数百万百姓 上珊瑚真的不愿 也不敢过于草率 杨刚深深地看了上珊瑚一眼 一脸认真说到我没看错人 你的确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城主 既如此 我自不会蒙骗你 话落 杨刚把水壶扔给上珊瑚 又扔给上珊瑚 一个白色小瓷瓶 水壶里的水 是我从城内接的 你若是信不过 大可以自己去接 瓷瓶之内 是我炼制的解读单 上珊瑚想了想 微微拱手 请前辈稍等 话落 上珊瑚居然真的扭头 就去接水去了 杨刚愣了愣 隐隐有些哭笑不得 却又对上珊瑚肃然起敬 不可否认 上珊瑚这种举动 完全可以说是丝毫不通人情事故 然而 他能在昆成城主之位上 做这么多年 他怎么可能不懂人情事故 很明显 上珊瑚不是不懂 他是宁肯得罪杨刚这位 建宗前辈 也必须要为昆成数百万百姓的安全负责 这样的人 在网络上 或许会被大肆攻击 可如果当真在现实里遇到了 就算不赞美 最起码也不能贬低 至少不应羞辱 再不济 杨刚始终坚持 认为自己骨子里 就是一个牙子必爆的小人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愈发尊敬上珊瑚这种人 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在这个修真世界 能够做到上珊瑚这样的人 真的已经屈之可数 有句老话说得好 要么改变世界 要么改变自己 如若改变不了世界 那么最好就改变自己 才能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 人贵有自知之明 杨刚认为自己是那种改变不了世界 也没有能力去改变世界 于是就改变了自己 才会在十年的穿越时间里 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正想着这些的时候 杨刚似有所感 扭头看了窗外一眼 嘴角剧烈地抽出了一下 还是上珊瑚 他做了什么 他喝了杨刚水壶里的水 用水壶亲自重新打了水 又喝了 然后吞了杨刚给的解毒单 这还不算完 确认杨刚的解毒单 当真有奇效之后 上珊瑚似乎觉得 他是金单修士 比较抗躁 于是 他从城主府假市里 挑选出十人 有助击也有炼器 又从人群里 挑出十名自愿报名尝试的人 开始从吸水里饮水 然后每人吞了一粒杨刚给的解毒单 足足过了一刻钟 确认所有人都没有因为喝水而中毒 上珊瑚狠狠握拳 终于确信 杨刚的解毒单完全是有效的 这才火急火燎地 重新回到了房间 感谢前辈 前辈大恩大德 我整个昆城 莫齿难忘 话落 上珊瑚微微有些歉意说道 我之前对前辈的怀疑 给前辈道歉 杨刚微微摇头 你能如此谨慎 是昆城数百万百姓之心 说话间 杨刚仍给上珊瑚一个除物袋 这里面有足量的解毒单 在进城各大水源入口倾倒 具体如何使用 你来安排 上珊瑚接过 郑重行礼 定不负前辈所托 杨刚想了想 又再次主动问道 如今其他二十六城情况如何 上珊瑚叹息一声道 都很困难 实不相瞒 我们建宗二十七城 每一座城都有大量 战备粮 储蓄 非战时 不得擅自使用 我现在已经准备擅自下令 动用战备粮 除此之外 其他各大城池水源 也都被药王谷下了毒 他们恐怕未必拥有 前辈这种解毒的能力 杨刚私存了片刻 点头说道 这是一场战争 现在就是战时 程序的问题 你不需要多虑 我是建宗门徒 我可以授权你使用战备粮 务必最大限度 保证城内百姓吃穿用度 至于水源问题 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再批量 炼制一些解毒单 到时候 你派人给其他二十六城 送去便是 虽说要王谷各种下作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把建宗二十七城 整体给变成了一座孤城 可事实上 建宗二十七城 城与城之间的传送阵 依旧处于开启状态 无非是各大城主府 现在严防死守 不禁允许 不让使用传送阵把了 只要调度得当 二十七城互通有无 完全可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 至于到底能撑多久 这个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需要破局 是需要有人站出来 能够破除要王谷的封锁 这才是根本 毕竟 就算二十七城互通有无 可如若一直处于被封锁状态 那也只能是坐吃山空 迟早都会被彻底耗尽 前辈 上山虎取出一个传音符录 递给杨刚 解释道 前辈精通单道 若是需要任何炼丹 所需原材料 以及有其他任何拆遣 前辈尽管吩咐即可 我一定全力配合 杨刚接过传音符录 摇头说道 原材料暂时不需要 有事我会再找你 下去吧 上山虎愣了愣 是 其实杨刚的确没有欺骗上山虎 很巧 之前在平安郡的时候 那一段难得的悠闲日子 杨刚原本以为 他会在平安郡待很多年 迅速正好趁机提升 一下自己的炼药术 以及符录 傀儡等方面的造诣 他甚至还对威震天 进行了多次修补 所以杨刚让红袖天香雪衣 贵仪他们私底下分批刺 从四海格大批量 购入了数之不尽的 各种各样的原材料 而且价格普遍很低 现在杨刚的储物袋之内 各种原材料 当真是满满灯灯 说句不好听的 杨刚现在储物袋里的存储 未必比四海格的存货少 这还真就不是杨刚未卜先知 纯粹就是巧合 一如药王谷机关算尽 直接水源里下毒 估计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昆成居然还藏着杨刚 这样一位单导大师 莫要忘了 当初在夜城的时候 杨刚穿越那十年 炼药术本就是他 最为赖以生存的根本 最为重要的是 虽说如今杨刚正在重修 他目前的修为境界很低 可他包括五行属性在内 所有属性的断位 依旧很高 甚至一直在增长 最高的已经突破至星药断位 炼药术同样也是如此 炼药术 两千九百九十九 三千 钻十三 杨刚描了系统页面一眼 在辅助职业当中 炼药术本就是杨刚自身最强天赋 品杰虽然还是钻石 但 足以 稍稍定了定神 杨刚通过传音符录 给丁瑶发了一条消息 不多时 丁瑶飘然而至 我打算亲自开炉炼丹 你来为我护法 好 丁瑶甚至都没问杨刚 既然已经跟上山虎正式见面 为什么不去城主府 再不计 也可以让上山虎准备一个单房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之所以不跟上山虎过多接触 是因为除了丁瑶之外 杨刚始终不肯过分相信任何人 杨刚在这个修真世界见识过 并且亲自领教过太多冷酷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已经是融入杨刚骨子里的习惯 杨刚盘膝坐在踏上 凝神静气 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然后从储物袋内 逃出一个炼丹炉 正是开炉炼丹 说是开炉 其实杨刚的炼丹炉体积很小 比叶狐都大不了太多 上一世杨刚看过的小说里 许多主角明明修为低的离谱 却能使用无比庞大 无比玄傲的炼丹炉 当时杨刚没觉得 有什么逻辑问题 直到他自己也穿越到 这个修真世界 并且也已经成为炼药师 才发现那纯属扯淡 修为低的离谱 就说明修士能够调用的火属性 天地元气少得离谱 哪怕有丹火相助 那点可怜的天地元气 又能支撑多久 用大型炼丹炉 估计连炉子都还没烧热 修士体内的天地元气 就已经耗尽 还练个屁的丹 兵游火也 不及自焚 火 杨刚召唤黑色魔艳 扔在炼丹炉下 将各种原材料扔进去 很快 屋内就充斥了丹香 丁瑶微微皱眉 屈指一弹 小青蛇传射而出 化为青龙剑 一分为二 二升四 四升八 组成一个小型剑阵 笼罩了整个厢房 阻拦丹香一出 最大限度的保证 无人知晓 阳刚正在炼药 第一炉很快承担 紧接着是第二炉 第三炉 连续三炉承担 阳刚突然又从除物袋内 掏出三个炼丹炉 金木水火土 五行齐聚 五行相生相克 形成一个完美闭环 为阳刚提供 源源不断的天地元气 持续力强 这本就是五行齐聚的 一个重要特征 火 阳刚一个人用魔艳 同时操控四个炼丹炉 普通筑机巅峰修士 不可能拥有足够多的天地元气 来支撑持久性炼丹 但阳刚是五行齐聚 他开挂 承担 承担 疯狂承担 丁瑶看着阳刚的眼神 微微有些异样 同时操控四个炼丹炉 还能拥有如此高效的承担率 估计药王谷的炼药师 见到了得羞愧致死 也是直到此时 丁瑶才终于明白 阳刚在炼药术方面的造诣 到底是何等的恐怖 从清晨到日落 阳刚一直在炼丹 而且只炼制解读丹 中间连阳刚自己都已经记不清 到底停下来 服用了多少元气丹 来恢复元气 他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解读丹的数量正在暴增 丁 您的炼药术品阶等级加1 您的炼药术品阶等级加1 傍晚 阳刚停止炼丹 大概看了眼系统面板 发现炼药术已经提升到钻石1 即将正式迈入新药断位 再进一步 待阳刚入出窍 他就能炼制出 对出窍期修饰造成足够威胁 甚至直接杀死出窍期的毒丹 把所有解毒丹 分别装进27个储物袋 阳刚用传音符路 把上珊瑚给叫了过来 把储物袋递过去 解释道 建宗27成 每个成吃一个储物袋 储物袋内之内 有我亲手炼制的2品 3品 4品解毒丹 目前药王谷在水源里 使用的是2品毒丹 但如果持时不起效 药王谷势必会提升毒丹品阶 以防万一 我索性把我能炼制的 高阶解毒丹 一股脑全部都炼制了出来 人力有时穷 我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非常有限 我一个人也就不了27成 解毒丹丹方 包括所需具体原材料比例 以及火候 我都已经抄路 搁在储物袋之内 27成成主府 自己想办法 在各自城池 搜寻其他炼药师 一起炼制解毒丹 以备不时之需 虽说药王谷 才是炼药师圣地 可并不是所有炼药师 都隶属于药王谷 建宗27成 足足数千万人 只要肯找 总能找到其他炼药师 上山虎恭敬行礼 谨遵前辈赵令 去吧 是 接下来三日 是阳刚 非常难得的休息时间 据上山虎那边 传过来的消息来看 药王谷与玄空寺 封锁27成 此举的确让27成举步维艰 但在经历了 最初的慌乱之后 27成反倒是 变得愈发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愤怒 此时 27成对药王谷 与玄空寺的怒火 已经达到一种极致 这也就最终导致 哪怕玄空寺一直在城外不失 可从头到尾 根本就没人出城当然 这绝不只是骨气问题 最为重要的是 在上山虎得到了 杨刚这位 剑宗前辈 得授权之后 通告27成成主府 正式启用战备粮 这在很大程度上 缓解了剑宗27成 被封锁的窘境 须知 这里是修真世界 成主府的战备粮 并不是单纯指的粮草 而是囊括了修士战斗的 所有一切所需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战备粮的存在 原本是剑宗27成 拿来与妖族战斗 而提前做的准备 可现在 却在药王谷 与玄空寺的联手 逼迫封锁之下 不得不起用战备粮 站在整个人族角度来看 这本身就是血亏 而这所有一切的罪魁祸首 却偏偏是人族赫赫有名的 药王谷与玄空寺 这是何等讽刺的一件事 杨刚也总算明白 为何人族始终处于弱势 就这种窝里斗做派 人族若是能斗得过妖族 才真的是活见鬼了 更加不用说是 与天斗 三日后 正午时分 杨刚盘膝坐在榻上 眉头深皱 他再一次尝试破镜 却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这段时日 杨刚并不是一味的胡天海地 他一直在尝试 用各种方法破镜 但始终不得起法 最关键的是 如果说以前的杨刚 根本就不着急 可现在 他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了 药王谷的毒 虽然已经解决 可药王谷必然还会有其他后手 而且 其实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 一味地坐手孤城 并没有任何意义 还是那句话 想要从根本上解决 剑宗二十七成的困境 就必须要有人站出来 破局 打穿药王谷的封锁 杨刚目前重修卡在了注击巅峰 一旦迈入金丹 他的战斗力 都会成几何倍暴涨 待那时 他完全拥有足够的底气出城 而且 入金丹之后 以他的恐怖杀力 他完全可以以战养战 用杀戮与掠夺 再次迅速提升修为境界 甚至完全有可能 一鼓作气 重回原因 一旦阳刚入原因 要王谷对二十七成的封锁 才是真的不攻自破 这才是阳刚着急破镜的根本原因 既然其他方法都不管用 那么现在就还剩下最后一条路可以选 冰瑶扬起手中青龙剑 我亲自教你练剑 如何 练剑 阳刚浑身僵硬 突然记起了之前被指配的恐惧 冰瑶的剑 那可是真的避无可避 躲都躲不开 你的身份本就是持剑人 这是连天书子都认可的身份 身为持剑人 怎么可以不懂剑 丁瑶解释道 更何况 你虽然觉醒了大型术法 可在如何厉害的术法 或者组合剂 也需要用强大的修为境界来作为支撑 方能发挥其应有的威力 如今你体内的力量 早就已经达到助击巅峰的极限 之所以迟迟无法突破金丹 就是因为你体内的剑意 不足以在短时间之内 迅速切割这些博杂的力量 你如若懂剑 并且可以自己主动操控你体内的剑意 那么 你很快就可以入金丹 杨刚深深地看了丁瑶一眼 怪笑道 入金丹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正式破门而入了 我怎么觉得 你比我还急呢 争个一声 丁瑶脸上挂起一抹修难 抽出青龙对准杨刚 劈头盖脸就是一剑 杨刚当时就急了 我看你就是 借着教我练剑的油头 公报私仇 丁瑶一剑 抽在杨刚屁股上 咬牙切齿说道 在某些方面 我不如你 但 完全可以做你的老师 受死 众所周知 剑宗的剑 乃当是最强 且没有之一 剑宗的剑 之所以会强大的如此程度 除了剑宗的剑 的确足够锋利 最为关键的是 剑宗一旦出剑 对手就只能硬抗 完全必无可必 术法术法 术也好 法也罢 终究不是真正的道法 敌人之所以躲不开我们剑宗的剑 是因为我们剑宗的剑 不是剑术 也不是局限于剑法 而是真正的剑道 这就是独属于我们剑宗的道 有个词叫做 寂静呼道 初见万千 自可成道 划落 丁瑶对准正前方 缓缓递出一剑 剑光 一蹴而就 直接落在不远处 一块巨石之上 然而 巨石却安然无恙 阳刚眉头微皱 表示完全没看懂 丁瑶轻轻一挥手 呼 对一声 起风了 微风拂过巨石 巨石直接在风中淹没 化为一堆堆粉末 随风飘散 阳刚浑身僵硬 魔修炼体 以阳刚如今肉身之强横 区区一块巨石 他随手一拳 也能将巨石 直接一拳烘碎 但却绝对不可能 如此轻而易举一拳 就把巨石给碎成粉末 不 准确地说 哪怕阳刚全力出手 也绝对做不到 阳刚突然记起 之前丁瑶曾经操控 昆城城门之上 那把生锈铁剑 一剑 康文西整个身体都直接碎了 当时阳刚以为是因为 有护城大阵加持的缘故 可现在看起来 恐怕最关键的 还是要看持剑的 人 是谁 丁瑶右手持剑 左手牵住阳刚 闭上双眼 仔细感知 记清楚这种运转出剑方式 组合计 吞天剑 这一刻 阳刚是持剑人 丁瑶 就是他手中的剑丁瑶出剑 然后飘然远去三丈之外 阳刚沉默了许久 左手天机 右手雷炎 开始模仿着丁瑶出剑的方式 沉默着出剑 一剑 一剑 又一剑 从日出到日落 又从日落到日出 连阳刚自己 都已经分不清 自己到底出了多少剑 在某个瞬间 阳刚突然似有所感 天梳子留在他体内的剑翼 突然开始暴走 天机 雷炎 双剑合一 阳刚手持天雷剑 悍然挥剑 剑翼 瞬间汹涌澎湃 争 伴随着这声剑鸣 阳刚体内所有博杂无比的力量 开始一层一层军裂 这故 终于被彻底打穿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自阳刚体内冲天起 这一刻 阳刚终于重回金丹 而且 这还不算完 就像丁瑶之前说过的那样 建议为撕裂阳刚体内博杂的力量 影响了阳刚快速破镜 可破镜之后 那些被切碎的博杂力量 立刻被迅速吸收 开始反补 阳刚的修为境界 再次开始迅速飙升 金丹三层 金丹七层 金丹巅峰 三夕之内 阳刚重回金丹巅峰 正 阳刚手持天雷双剑 遥遥望向城外 现在 是时候了 杀戮即将正式拉开序幕 求票 嗯 大家看书 我从来都不抢求其他花钱的东西 诸位帅笔 只需要把免费的 推荐票和月票投给我就行 感谢 第146章 我注定会是你一辈子都摆脱不掉 是时候了 什么时候 自然是杀戮的时候 坐手孤城被动防守 从来都不是阳刚的风格 与之相比 他更加擅长的是主动进攻 丁瑶目光微微有些异样 我猜到你一旦破镜 修为境界会提升得很快 但在此之前 我的确没想到 居然会直接瞬间达到金丹巅峰 是的 就是金丹巅峰 而且即使如此 也依旧尚有余力 莫要忘了 杨刚体内那博杂的力量 其中有大半的从孙景峰那里用 吞天魔宫 开启悉心大法 强行掠夺而来 孙景峰是何种修为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化神巅峰大修 哪怕杨刚没掠夺完孙景峰 就选择了原因自爆 回金丹巅峰 绰绰有余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一旦杨刚入元阴 岂不是极有可能 直接飙升到元阴巅峰 然后把五行属性 全部提升到星药断位 就可以直接入出窍期了 杨刚收起天雷双剑 扭头望向丁瑶 目光灼灼说道 你知道 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丁瑶愣了愣 突然有些慌乱 你 你想干什么 杨刚言简意该回了一个字 你 一刻钟后 杨刚抽了口烟 无语问苍天 满脸怀疑人生 古有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可那是人家不想 也不愿推门而入 轮到咱杨刚 就厉害了 门 明明就在那里 他却偏偏始终 无法真正意义上 做到破门而入 没关系的 丁瑶强忍着心头的笑意 安慰道 再等等 你现在距离元阴 只剩下最后临门一脚 只要你再稍微努力一下 一旦入了元阴 我的天生健体 也挡不住你 你一定可以的 杨刚 瞧瞧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还有 你脸上的笑意 是怎么肥色 你给我等着 杨刚恶狠狠说道 此次出城 我一定可以入元阴 到时候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丁瑶笑盈盈说道 好的呀 我等你 而且 我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礼物 丁瑶指了指门外 看 礼物来了 贵仪带着方琴推门入 娇笑道 经文杨坤杨少侠 重回金丹 妾身特意前来 为杨少侠贺 一转眼 又是三日的时间 转瞬即逝 这三日的时间里 杨刚一直在位 出城做准备 他很忙 忙到根本无暇他顾 他甚至都根本顾不上 在两子族裕分店 跟技师小姐姐们聊天 探讨人生 原因无他 丁瑶不耻下问 现在不只是跟贵仪 成为了好姐妹 甚至还特麻 成了好师徒 整日对着杨刚手把手 学习高超技艺 而且 或许是为了感谢杨刚 最近为建宗 为二十七成所做的一切 亦或者是为了弥补杨刚 丁瑶近日的确是非常努力上进 已经勉强算了得了贵仪三分真传 再加上有识方情 偶尔还会来客串一下 杨刚根本就没有任何精力 再去兼顾技师小姐姐 可能有人觉得 杨刚都左拥右抱了 还整日想着寻花问柳 属实下见 可在杨刚看来 两个相爱的人 仅仅因为叫不出彼此的名字 难道就要被批判吗 再者说了 咱杨刚之所以喜欢找技师小姐姐 探讨人生 但还不都是为了修炼 早日突破入初鞘期 所以才以身似虎骂 唯一的问题是 现在的丁瑶 虽然依旧无法让杨刚破门而入 但 在贵仪这位做老师的手把手指导 以及带领之下 哪怕工程隧道无法彻底通车 但却动不动就绕到后山走小道 当真是把杨刚给拿捏得死死的 这一日 正午时分 杨刚顶着黑眼圈 打算就此离开昆城 杨坤杨少侠 贵仪非常耐心地 给杨刚理了李依林 也欲笑道 你确定不再在昆城多留几日吗 杨刚连连摆手 不不不 营阳已经快要跟不上了 我这几天状态不好 下次再来 状态不好 男人都喜欢找这种理由对吧 贵仪笑盈盈打去道 乔宁这话说的 咋还得了便宜 还卖乖呢 妾身给丁瑶传道授业 解惑的十日上浅 请杨坤杨少侠 务必宽容些才是 杨刚 神特么传道授业解惑 要是被剑宗知道 你把他们小事姑 给教导成现在这个样子 估计非得万剑齐发 直接把你给囊成马蜂窝不可 杨坤杨少侠 贵仪附在杨刚耳畔 温声道 我知道 我不可能一直把你留在我身边 我也从未想过 把你就一直拴在我身边 只要你能偶尔记起我 并且来看看我 点到极止 就够了 记住 来日 方长 要不然短死你 朔还没草高 哥哥哥哥哥 杨刚 要不是杨刚对贵仪之根之底 有时候他都得忍不住怀疑 贵仪该不会也是穿越者吧 要不然 驾驶水平怎会如此之高 什么破词 从贵仪嘴巴里说出来 都能上高速 来日方长也就罢了 树还没草高这句话 骂得可就太恶毒了 估计没哪个男人 愿意承认这个事 又笑谈了几句之后 杨刚操控着 傀儡立飞语 再加上丁瑶 一行三人走向传送阵 我知道你打算杀出城去 丁瑶低声道 你理应明白 玄空四语要王谷 也一定在城外 布下了天罗地网 这种时候强行出城 风险实在太大 杨刚微微汗手 我知道 所以我打算从传说中的 大观城出城 大观城 丁瑶正了正 恍然大悟道 原来如此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大观城也是剑宗二十七成之一 而且处于最前线 经常会跟妖族交战 杨刚明显是打算着 借着人族语 妖族混战 趁乱杀出去 杨刚看了系统面板一眼 眯着眼说道 很巧 柳如玉那个小剑人也在大观城 系统面板有着清晰的亲密度显示 梁子族玉那些的技师也好 洪秀昭的清官人也罢 连系统面板都上不了 杨刚自然不需要在意 可但凡是能够出现在系统面板上的 就说明系统认为 这个人是值得关注的 目前来说 系统亲密度 一共两个人最是特殊 一 道吕 丁瑶 剑修 亲密度 加9999 同生共死 二 母仆 柳如玉 谁属性 亲密度 负9999 仇深四海 正常情况下 系统一共的经验值与亲密度上限都是999 可丁瑶与柳如玉却分别突破了极限 丁瑶是真的对杨刚已经到了同生共死的程度 加9999 相反 柳如玉恨杨刚同样也已经恨到了突破极限 直接来了个9999 仇深四海 以前柳如玉还只不过是999 可自从离开平安郡抵达大观城 负责两子族玉分店 或许是因为杨刚不在的缘故 或许是因为别的 总之 柳如玉对杨刚的仇恨值开始迅速暴涨 嗯 柳如玉跟杨刚之间的关系的确稍显复杂 他的亲生父亲柳雄是真的死在杨刚手里 就死在了他柳如玉面前 而他的生母是温灵而杀的 也算是变相地死在了杨刚手里 可偏偏 柳如玉却被杨刚给种下了傀儡种子 根本就反抗不了 其实柳如玉平时隐藏得很好 对杨刚完全可以说得上是言听计从 然而 他并不知道的是 系统不会说谎 杨刚通过系统亲密度变化 对柳如玉心底的想法一直都了如指掌 之所以没有直接杀了柳如玉 倒也并非杨刚心思手软 如若触碰了杨刚的底线 以杨刚的性子 估计他真的会亲自动手杀了柳如玉 绝对不会有任何 哪怕一丁点怜香惜玉 他之所以留着柳如玉 一方面是对自己实力的绝对自信 甭管柳如玉这颗绿茶 再如何兴风作浪 杨刚都有绝对的自信能收拾他 另一方面 自是因为杨刚已经有点腻味 身边的女子 一个个的对他过于千一百顺 平白无故少了许多乐趣 现在好不容易有柳如玉这样一颗绿茶 心怀怨怼 杨刚也乐意成人之美 换换口味 好让他知道知道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爸爸 说穿了 柳如玉这种绿茶的存在 就是男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杨刚一直都有保持调味品这种习惯 上一世的时候 他微信好友里也有个绿茶 喜欢在朋友圈发那种茶里茶气的文案 比如 全球调查显示 世界上99%的女人都希望在520 收到化妆品或者珠宝 而不是泰迪熊 巧克力 玫瑰花之类的 在520这天 外国男士会 购买昂贵精美的礼物送给女伴 共进浪漫的烛光晚餐 而国内男人只会用最便宜的礼物打发老婆 老婆晚上还要做饭干活洗衣服 转发给朋友圈的男士们 杨刚评论 外国人不过520 绿茶回复 你怎么知道的 你去过国外 外国人说的 我发的是调查研究不是编的 杨刚回复 因为520谐音 是我爱你 外国人不说中文 杀必 哪怕时至今日 这事儿杨刚依旧记忆深刻 因为那绿茶急了 给他疯狂发60秒语音消息 M 教育绿茶 是每个男人的必修课 一课中 杨刚与丁瑶穿过传送大阵 大关城 到了 大关城是建宗下辖27城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 众所周知 建宗27城极其富庶且繁荣 以平安郡为罪 除去中州 无人能出其左右 相对来说 大关城同样比其他门派下辖城池要富庶一些 但却的确是建宗27城当中规模最大 也最为贫穷 最为破败之地 究其根本 原因只有一个 大关城本身就是一座战争要塞 这个修真世界 目前是妖族占据着绝大多数领土 建宗山门不可能一己之力 就把人族东部所有区域全部覆盖 大关城就是直面妖族的一座城 平安郡距离建宗最近 而大关城则距离建宗最远 是建宗27城当中 延伸到妖族最深处的一座城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大关城就是人族建制妖族的一座军事堡垒 万万年以来 每次妖族自十万大山 倾巢而出大军压境 建宗境内 大关城首当其冲 甚至 哪怕妖族只是发动兽巢 大关城也依旧是第一个攻击目标 这才是大关城成为建宗27城当中 最为贫穷所在的根本原因 经常要遭遇战争 不可否认会有人想要发战争才 可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正常生意人 为了避免血本无归 根本就不愿在大关城投入太多 再加上许多喜欢安稳的人逃离大关城 导致大关城人口一直处于禁流出状态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想要变得富庶繁荣 自然也就变得愈发艰难不过 万事有一臂必有一利 大关城的地理位置如此险恶 现如今还能还敢继续留在大关城的 除了少数根本没有能力离开的人 剩下的90% 全部都是最好战也最能打的一批人 那就是出了名的骨头印 比如此次建宗登天 要往古宇玄空寺全面接管建宗27城以来 其他城池一开始 大多数都是慌乱茫然且无助 一直等到阳刚点燃那一把火 然后像个火炬手一样 开启建宗27城护城大镇最终成燎原之势 那些人才终于彻底有勇气 也有底气 把耀王谷弟子与玄空寺僧人赶出城 或者当场杀死 可大关城不一样 大关城 从一开始就没耸过 哪怕建宗已经登天 直面来自耀王谷与玄空寺的压力 大关城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欺辱 也从来没有任何人成为玄空寺佛门信徒 是一个都没有 至于现在耀王谷封城 大关城更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该吃吃 原因无他 因为大关城本就时时刻刻都要直面妖族威胁 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所谓的封锁 以及紧张氛围 封锁 说得好像你们不封锁 我们就喜欢出城一样 咋的 是打算跑去给妖族当口粮啊 多惺惺啊 那是多有想不开 而且 也正是因为随时都会面对妖族攻城 大关城的战备粮储备之丰厚 已经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程度 远超其他26城 在这种情况下 耀王谷的独担封城 对大关城根本就无法形成任何太大影响 至于在水里下毒 洒洒水了 这都太小儿科了 大关城早就已经习惯 说得好像妖族不会下毒一样 若是在水里下毒 大关城就能不攻自破 那这些年 大关城不可能屹立不抖 他们不但已经习惯 甚至早都有自己一套无比成熟的应对之法 无比淡定 淡定到什么程度 淡定到 他们依旧有心思跑到两子族域洗脚 两子族域其他26城分店 最近生意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影响 有些甚至下滑非常严重 门可罗雀 可大关城分店 生意非但没有任何下滑趋势 反倒是稳中向好 还特么涨了 就特么非常神奇 杨刚与丁瑶 以及傀儡丽妃丽羽行走在大关城街头 整座大关城 所有建筑风格都非常粗犷 而且非常简单粗暴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摆明了就是时刻准备面对战争 传言里 大关城城主府 已经足足有上百年 没有修整重建过 非常的朴素 整座城最特么花里胡哨的 当属两子足欲分店 那就叫一个金碧辉煌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杨刚冷不丁开口说道 正常情况下 90%以上的城池 很少会有原因以上大修抛头露面 可进入大关城之后 我已经看到过不下十位原因 而且 在大关城内 我几乎没怎么看到普通人 似乎整座城 全部都是修士 丁瑶微微汗手 嗯 大关城算是我们建宗27城 延展最深的触角 常年与妖族交战 必然不会缺少原因以上大修 也正是因为常年与妖族交战 迁移几乎把所有不能修炼的普通百姓 全部都给迁到了后方更加宜居的城池 杨刚狐疑问道 这不可能吧 就算是修士 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 全部都具备修炼天赋 大关城数百万人 是怎么做到 全城都是修士的 他们的家人后代 难道不在身边 丁瑶沉默了一瞬 严谨一概回了两个字 不在 嗯 杨刚忍不住愣了一下 不在 丁瑶如实回道 除去建宗山门之外 大关城是我建宗二十七城最前线 几乎二十七城城主 全部都曾在大关城玉学奋战过 比如那位有着上山虎 知名的昆城城主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传统 大关城所有修士 不能修炼的子孙后代 全部都被送到了大后方安置 而且大关城的传送 正是免费的 想要与家人团聚 直接传送过去便是 大关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一旦战斗打响 已经成婚 并且有孩子的先生 已经成婚 没有孩子的随后上 还没成婚的最后上 之所以会有如此拧巴的一个规矩 有人说 主要是因为不想在这里 镇守前线与妖族厮杀 最终 却要落一个绝后的下场 丁瑶轻声道 也有人 已经有后代了 就意味着 有人接班 可以继续镇守 前线守护人族了 所以可以冲在最前面了 杨刚沉默了许久 缓缓吐出两个字 佩服 丁瑶缓缓抬起头 看着城墙上浑身披甲的修士 温声道 都说 我剑宗天下第一 是一剑一剑砍出来的 很少有人知道 剑宗二十七成之所以 可以始终附属繁荣 同样也是大关城一代 又一代人 前赴后继的守护 我剑宗 想遇整个修真界 可大关城从始至终 极极无名 这不公平 但这就是现实 剑宗名头太响 锋芒太盛 完全遮掩了大关城之勇猛 不过 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 若不是剑宗庇护 大关城也不可能屹立不倒这么多年 倒是真的 单论修为境界 以及综合战力 大关城就算再如何厉害 也不可能跟剑宗相提并论 他们大多都很普通 可以正是因为普通 还能如此勇猛 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杨刚突然有些明白 为何剑宗二十七成 骨子里会那般骄傲 又为何会拥有 宁哲不弯之勇气 敢于直面 来自药王谷 与玄空寺的双重压力 一方面是剑宗 另一方面 恐怕就是因为大关城的存在 按照丁瑶的说法 大关城修士的家人 未必都是猛士 但大多数骨子里 估计真的不缺少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血统 杨刚与丁瑶 再加上一个傀儡丽飞羽 在大关城 走马观花地溜达了一圈 最后来到了大关城 两子族玉分店 很巧 两子族玉正在搞电庆 非常之热闹 舞台上有十名 穿着旗袍加黑丝的家里 正在再歌再舞 绿茶柳如玉 穿了一身绿色旗袍加白丝 如同一个交际花一样 在无数贵客当中 游刃有余 为何是交际花 因为绿茶这种生物 虽然整天茶里茶气的 但却非常懂得 如何拿捏男人 两子族玉在大关城 开设分店之后 生意 非常火爆 担任经理的柳如玉 更是变得炙手可热 在大关城 深受无数所谓的 青年才俊亲爱 尤其是大关城 少城主 卵文武 对柳如玉及其追捧 不止一次地公开追求柳如玉 这变相地助长了 柳如玉的名气 此时 柳如玉正在跟卵文武 低声说着什么悄悄话 脸上挂满了恰到好处羞涩笑意 把卵文武给迷得不要不要的 卵文武不知道 说了什么俏皮话 成功把柳如玉给逗笑 丁瑶横了杨刚一眼 不嫌不但说道 看起来 你这位贱婢 最近的确不太老实 你还不出手教训一二 难道还要让我亲自出手不成 杨刚轻笑一声 道 你不吃醋 丁瑶冷冷说道 我虽的确不喜欢你身边 总是有一群阴阴厌厌 但无论如何 他们终究是你的女人 身为你的女人 胆敢如此放浪行骸 理应加法伺候 则 这正功娘娘范儿 这不就起来了吗 杨刚转身走进两子族狱 心念一动 以金色傀儡种子 直接强行掠夺了柳如玉的身体控制权 柳如玉浑身僵硬 有心对卵文武说些什么 却苦于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只能转身急匆匆地 用最快的速度 直接上了七楼 杨刚神出鬼没 一般出现在柳如玉身叛 怪笑道 见必 最近有没有想我 哪怕杨刚义了容 可柳如玉确定 眼前的人就是杨刚 是他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梦魇 就在刚刚 柳如玉在无数青年才俊的簇拥之下 笑眼如花 可现在 他却浑身僵硬 只有无穷无尽的恐惧 以及滔天的恨意 办公室之内 杨刚大马惊刀地坐在位子上 面无表情说道 怪不得你最近对我的仇恨突破了极限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不在大关城 你身边又有那么多所谓的青年才俊 整日对你献媚 所以就可以肆无忌惮 说 最近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柳如玉满脸都是苍白 但却根本抵挡不住 金色傀儡种子的控制 如实回道 没有 奴婢从来都没有做过 任何对不起主人您的事情 这倒是事实 除了丁瑶之外 杨刚身边所有女子 都被种下了傀儡种子 他们若是当真做了什么 对不起杨刚的事情 不可能瞒得过杨刚 杨刚起身看着窗外 可我看你在那群所谓的狗屁青年才俊群里 非常开心的样子 尤其是那位少城主 他很喜欢你 对吧 而且看起来 你似乎也非常喜欢他 柳如玉非常想要撒谎 可在金色傀儡种子的控制下 却还是只能颤生到 卵文武的确文武双全 大关城有无数女子非常仰慕他 杨刚歪了歪头 鱷鱼一笑 包括你也是 话落 杨刚抬手薅着柳如玉的头发 直接把他拽到窗前 我知道你恨我 没关系 你可以支持保持对我的仇恨 你越恨我 我就越兴奋 我说过 你逃不掉 你这辈子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不管这位所谓的少城主有多厉害 我也不管大关城有多少女子仰慕他 你是我的奴仆 无论你是否愿意 这都已经是事实 现在 给我跪下 柳如玉满脸都是屈辱 但却还是只能一点一点跪在地上 跪在了杨刚身前 杀了我 杨刚 你若是当真有种 你就直接杀了我 我受够了 我真的受够了 柳如玉坚声道 我知道我杀不了你 但你 也休想再羞辱于我 杨刚捏着柳如玉 那张精致漂亮的脸蛋 微微摇头 轻笑一声 道 非常遗憾 你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摆脱不掉傀儡种子的控制 无论我让你做什么 哪怕你不愿意 也只能乖乖听话 我注定会是你 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孟严 你猜 你刚刚如此急切地上了楼 若是让那位少城主知道 你正在做什么 他会做何感想 现在 请开始你的表演 第147章 杀戮从此刻开始 攻守一行 绿茶 是一种非常好喝的茶 而且 色香味俱全喝不到的时候 会有无数人对绿茶咬牙切齿 甚至恨之入骨 许多男人深夜买醉 就是因为被绿茶给伤得太深 但 一旦真正品尝到绿茶 就能立刻体会到绿茶之曼妙 尤其柳如玉 还是一款身具水属性资质的绿茶 该怎么形容呢 大概就是用最气绝的风鸾 成全了杨刚的张狂 真正做到了人如其名 温润如玉 半个时辰后 定 恭喜您掠夺到谁属性资质 谁属性资质 加177 巴搭一声 柳如玉点燕丝 把烟感递给杨刚 娇声道 哥哥 你刚刚好凶哦 不要跟人家生气了 好不好吗 哼 杨刚吐出一口浓烟 直接吐在柳如玉脸上 你刚刚不是 还非常嘴硬 口口声声说 再也不愿意遭受我的羞辱吗 嗯 柳如玉依偎在杨刚怀里 一脸认真说道 没有拉拉 之前妹妹只是生气 哥哥把妹妹赶走 而且好久都没来看看妹妹了呢 在妹妹心里 哥哥你才是最重要的 妹妹永远都不会背叛哥哥 妹妹只会心疼哥哥 子 要不说柳如玉就是一颗绿茶呢 这话里话外 茶味真的太浓了 可惜 有系统在 柳如玉根本就骗不了杨刚 母仆 柳如玉 谁属性绿茶 亲密度 负7777 仇身四海 哦和 或许是杨刚刚刚大发神威的缘故 柳如玉对她的仇恨值 居然一下子 直接杀了两千多 嗯 张爱玲那句话 怎么说的来着 看样子 还是女人更加了解女人 说的可太特么对了 我不管你到底有多恨我 但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的某些想法很危险 最好就始终都停留在想想阶段 若你当真复制于行动 杨刚横了柳如玉一眼 到时候 你放心 我依旧不会杀你 嗯 柳如玉忍不住愣了一下 杨刚抬手右手 用食指轻轻挑起柳如玉的下巴 一旦你真的复制于行动 杀了你 未免太便宜你了 不要忘了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 非常称职的傀儡师 到时候 我会亲手把你彻底 练制成我的一具傀儡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可以允许你 偶尔闹闹小脾气 大不了就当做是调味品 可你若当真以为 认识几个青年才俊 就可以为所欲为 到时候 我连让你转世投胎做鬼的机会 都不会给你 听懂了吗 柳如玉浑身僵硬 连茶言茶语都不敢继续说下去了 自自恩恩说道 怎么会呢 不会有那一天的 我说过了 我永远都不会背叛哥哥 话音刚落 啪的一声 杨刚甩手一巴掌 直接扇在了柳如玉脸上 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柳如玉那张精致漂亮的 脸蛋上 顿时就出现在了一个 鲜艳无比的巴掌印 柳如玉抚摸着他自己的脸颊 正正地看着杨刚 他非常想要问一句 你前一刻还跟我你浓我浓 现在就直接抽我大嘴巴子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哦 你以前就经常这样对我 好吧 所以 是我应该习惯你对我的这种态度是吗 不知为何 柳如玉脸上 突然挂起一抹怪异的微笑 好的 主人 我记下来了 亲密度加一千 母仆 柳如玉 谁属性绿茶 亲密度 负六千六百六十六 仇身四海 杨刚都忍不住猛了一下 不是 一巴掌下去 直接加了一千亲密度 而且 仇恨值还正在迅速减少 那要是继续一巴掌一巴掌地抽在你脸上 亲密度会不会直接由负转正 你他妈就是欠抽是吗 有病就得治 你他妈这什么毛病 咋的 丁瑶是我的药 一日就见笑 轮到你柳如玉就厉害 一巴掌下去就起笑是吗 杨刚摇了摇头 起身 直接往外走去 柳如玉赶紧跟了上去 主动挽住杨刚的胳膊 温声细语道 哥哥又要走了吗 妹妹送你 一路来到一楼 刚到大厅迎面正好撞见大观城少城主 鸾文武在无数人的簇拥下走了进来 看到柳如玉挽着杨刚的胳膊 举止亲密 鸾文武的眉毛当时就竖起来了 柳如玉在看到鸾文武之后 下意识地就想要把手从杨刚的胳膊里抽出来 可动了动 最终非常没有把手抽出来 反倒是挽得更紧了一些 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柳如玉的态度 最为关键的是 柳如玉本就长得漂亮 在场所有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此时的柳如玉更是明媚动人 是无论如何都遮掩不住的 尤其是他还对杨刚如此亲密的一切 从楼上下来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傻子都已经可以猜到 刚刚柳如玉上楼之后 到底都发生过什么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扭头望向鸾文武 大厅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格外诡异 杨刚视若无睹 他对这种争风吃醋的破事 根本就提不起任何兴趣 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带着柳如玉直接往外走去 等一下 鸾文武抬腿挡住杨刚去路 沉声道 你是谁 我非常确定 在大关城从未见过你 杨刚想了想 扭头冲柳如玉说道 告诉他 我是你的谁 柳如玉稍稍沉默了一瞬 把脑袋直接靠在杨刚肩膀上 脸上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微笑 他是我的 主人 有个词叫做 回眸一笑百媚生 在鸾文武眼里 柳如玉当可谓一笑倾成然而 柳如玉嘴中说出的话 却让鸾文武如坠冰枯 主人 他倾目已久的女神 居然只是眼前这个男人可以随 一玩弄的奴仆 鸾文武明显很难接受这个事实 不只是他 周遭那些个所谓的青年才俊 同样也是哗然一片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柳如玉绝对不可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 鸾文武脸上的表情才会愈发难看 梁子族玉在大关城开设分店的第一天 鸾文武就对柳如玉一见倾心 他追捧了柳如玉如此之久 整个大关城都知道他喜欢柳如玉 结果现在 柳如玉如果只是名花有主也就罢了 可人家柳如玉 这就不只是名花有主 而是特么的 直接有主人 这特么让鸾文武情何以堪 我要跟你决斗 鸾文武仗得满脸通红 当场拔剑 上位台 一决刺凶 剑宗尚武 下辖二十七城 同样也是如此 但城内不允许杀人 这是剑宗铁律 可大家都是修士 有些矛盾又不能不解决 一直不解决 反倒是非常容易出大问题 尤其是在民风彪悍的大关城 于是城主府退而求其次 设有比武擂台 只要双方自愿同意 就可以直接上擂台 一分胜负 但不能分生死 要死 死在城外 去跟妖族分生死 杨刚想了想 他的确对争锋吃错没兴趣 但既然已经宣告了 对柳如玉的拥有权 如若当真什么都不做 反倒是更加容易起争执 他不喜欢麻烦 与之相比 他更加擅长从根本上 解决掉所有麻烦 于是 杨刚的身影 突然一闪即逝 枪对一声 一息之间 杨刚先是空手夺白刃 紧接着 就已经手持卵文武的长剑 直接抵在了卵文武眉心 少城主 知不知道 若是在城外 此时的你已经是一具尸体 蛮长死记 快 杨刚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前后就一息的时间 动若雷霆 一招致敌 这个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卵文武不是那种 酒囊饭袋一样的二世祖 这位少城主 之所以在大关城 被那么多所谓的青年才俊簇 主要就是因为 他本就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金丹练气势 而且 他不是那种闭门苦修 空有修为 却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 指护金丹 他曾经不止一次出城杀妖 身先士卒 大关城最为敬重的 就是这种人 这才是卵文武名气 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 可越是如此 才越能证明杨刚的可怕 因为这足以证明 杨刚的速度 已经快到连身经百战的 卵文武都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这足以说明 杨刚至少也是金丹 而且他远比卵文武 要更强要强得多得多 柳如玉看着杨刚的背影 心里头五味杂陈 先是喜悦 喜悦的原因是 他的男人 他的主人 如此强大 强大到一招 就能宰了 卵文武这位所谓的少城主 卵文武的确文武双全 然而 在杨刚面前 却依旧还是不堪一 即 可越是如此 柳如玉的心情就越复杂 因为杨刚是他的杀父仇人 杨刚越强 他能报仇的概率就越低 这种感觉 真的很复杂 而且 或许真的是日久生情的缘故 亦或者是因为柳如玉所有骄傲 都被杨刚给践踏过 柳如玉对杨刚为之如虎 可此时他亲眼看到杨刚一招致敌 心里的喜悦 反倒是无论如何都压不住 绿茶 最是木墙 这是天性使然 对付绿茶最好的手段 就是自己足够强大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 绿茶就会乖乖听话 亲密度加666 卵文武本就愤怒 此时 在轻木的女神面前 被女神的主人 如此单方面吊打 这让卵文武彻底失去理智 这不作数 你这是偷袭 卵文武咬牙切齿说道 你若当真有能耐 就跟我上擂台 咱们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杨刚面色平静说道 敢问少城主 你在城外厮杀的时候 难道没有被妖兽偷袭过 那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跟妖兽喊一句 偷袭不作数 卵文武脸色铁青 杨刚笑了笑 把手中长剑扔给卵文武 或许 在你们这群所谓的青年才俊眼里 你卵文武真的已经很强 你真的还太嫩了 与妖兽厮杀过无数次 很了不起吗 就算了不起 可咱杨刚经历过的生死大战 远非卵文武可比 而且 卵文武面对的是妖兽 可杨刚直面过华神巅峰大修 这种差距 实在太大 在杨刚眼里 同镜厮杀 跟小孩子过家家 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卵文武从杨刚身上 感受到了强烈的蔑视 也不能说是蔑视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天空中的雄鹰 是不会在意地上的蝼蚁的 而是无视 这种无视 深深地刺激到了 卵文武强大的自尊心 这时 柳如玉突然走上前来 挽住杨刚的胳膊 冲卵文武一脸认真说道 罢手吧 卵文武 在年轻一代当中 你的确已经非常出色 可你依旧 无法跟我的主人相提并论 其实你说得一点都不冤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我主人很厉害的 他连原鹰都杀过 而且杀过绝对不止一个 杀过原鹰 卵文武猛的脸色一僵 原鹰以下 皆为蝼蚁 杨刚既然杀过原鹰 而且还杀了不止一个 这就足以证明 杨刚至少也是原鹰 换句话说 只要杨刚愿意 现在就随时都可以 直接宰了他卵文武 场间的气氛 顿时就有些凝重 有趣之处就在于 那些个所谓的青年才俊 在得知杨刚 极有可能是原鹰大修之后 非但没有畏惧后撤 反倒是迅速向卵文武靠拢 这就是大关城 若是在其他城池 很少有普通修士 敢直面原鹰 可在常年与妖族厮杀的 大关城 他们骨 子里就极其好斗 哪怕面对的是原鹰 他们依旧拥有足够的勇气 不用紧张 我今日并没有要杀人的意思 杨刚面色平静说道 窑窕淑女 君子好球 柳如玉是我的女人 追求她的人越多 就越是可以证明她足够漂亮 自古红颜祸水 美女周围 从来都不会缺少纷争 我之所以不杀你 原因有二 一方面 这里是大关城 大关城今年累月 与妖族厮杀 我个人非常尊敬大关城修士 而且 据我所知 你是你父亲鞭远山 七个儿子当中 最为优秀的那一个 你父亲身为大关城城主 坐镇大关城多年 更加值得让人尊敬 单凭这一点 如若没有必杀的理由 我便不会杀你 另一方面 除去你父亲鞭远山的面子之外 自然也是因为你鞭文武 我看得出来 你很愤怒 甚至已经隐隐失去理智 但即使如此 哪怕是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 你依旧选择的是要跟我上擂台 公平对决 而绝不是 仗着自己少城主的身份 命令手下人一拥而上 甚至直接在我脑袋上扣一个 妖族细作的大帽子 杨刚轻笑一声 道 这里是大关城 想必这些年 妖族没少想办法派细作进来 你完全可以顺利成章的 给我扣这样一顶大帽子 可你依旧没有这样做 我见过许多不学无术 甚至无恶不作的二世祖 你这种少城主 着实少见 我很欣赏你 或许有朝一日 你会接替你的父亲 继续坐镇大关城 这是我今日不杀你的主要原因 但 你必须要记住 柳如玉是我的女人 一如我欣赏你 从今往后 你可以继续欣赏柳如玉 美好的事物 包括女人 本就值得被人欣赏 但 欣赏归欣赏 她既是我的女人 你便只可远观 绝对不可亵渎 你可明白 鸾文武脸上清白交加 心情非但没有因为杨刚这番话 而得到任何缓解 反倒是变得愈发憋屈 为什么 因为杨刚说话时的语气以及口吻 总让鸾文武想起他爹 大概意思就是 这是前辈对晚辈的语气 咋的 你把我女神给抢走了 你都成为女神主人了 然后我平白无故的 还比你矮了一倍 凭什么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啊 原因大修 原因大修就了不起吗 哦 不好意思 原因大修确实挺了不起的 就在鸾文武不知道 接下来该如何办才好的时候 大批城主扶甲事 突然鱼贯而入 紧接着 大关城城主 鸾远山 缓缓走了进来 爹 鸾文武愣了愣 赶紧走上前去 你咋过来了 不是 这是我跟人的私人恩怨 你可别插手 一大欺小 传出去让人笑话 好家伙 别人都是小的 乐揍 来了老的 轮到鸾文武就厉害了 他爹还没说话呢 他直接就急眼了 好像生怕 他爹替他出头一样 大关城修士 的确跟其他地方的修士 不太一样啊 上一边去 鸾远山抬手给鸾文武头顶 赏了一个暴力 转身将目光对准阳刚 冒昧前来 是因为得知大关城 来了一位不可知的高手 近日妖族有所异动 随时都会发动进攻 在这种特殊时期 每一位进入大关城的高手 都需要盘问一二 我需要知道 你的具体来历 正常情况下 能够担任城主的 最低都是金丹巅峰 是最低 大多数原因以上大修 都会沉迷于修炼 很少势必攻卿 更加没心思治理 一座人口上百万的弱大城池 可大关城却是例外 或许是因为大关城 经常要与妖族大战的缘故 城主鸾远山 也是货真价实的原因大修 阳刚想了想 用传音入密的方法 直接对鸾远山坦然说道 你我之前曾经有过交解 大关城护城大战 是我开启 听着耳畔响起的声音 鸾远山先是愣了愣 玄机深吸了一口气 理了李一山 冲阳刚攻身一礼 一脸认真说道 不知前辈驾龄 有失远迎 犬子无状 请前辈见谅 话落 鸾远山瞪了鸾文武一眼 还不赶紧给前辈赔礼 看着对阳刚攻身行礼的鸾远山 鸾文武整个人都傻了 不只是他 在场所有人 全部都是一脸猛逼 堂堂大关城城主 何至于此 这倒不能怪鸾远山如此郑重 主要是剑宗登天之后 剑宗二十七成 就已经失去了主心骨 能够开启护城大镇的人 在他看来 必然是剑宗的前辈 换句话说 现在阳刚就是剑宗二十七成的主心骨 鸾远山自然会攻颈许多 前辈 鸾远山攻身道 若是方便 可否过府一叙 阳刚笑了笑 平静说道我只是路过 很快就会离开 你先去忙你的就行 鸾远山再次攻身 既如此 我也不便强流 前辈下次过来 一定记得通知我一声 我会亲自为前辈温酒 阳刚拍了拍鸾远山的肩膀 守护大关城 你才是鞠躬圣尾的那一个 下次再来 我敬你 话落 阳刚转身 冲流如玉微微汗手 不是 爹 他到底谁啊 鸾远山私存了片刻 看了柳如玉一眼 扭头冲鸾文武皱眉说道 他的身份不是你可以知道的 你只需要知道 他是一位前辈 你必须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敬 还有 既然如玉姑娘是前辈那人 那么从今往后 你绝对不能再来打扰他 按辈分 你至少得喊如玉姑娘一声 审慎 是至少 听懂了没 鸾 文武 一刻钟后 阳刚转动易容珠 重新换了一张脸 为了最大限度的避人耳目 他甚至再次召唤出了傀儡丽飞鱼 在一家客栈找到了丁瑶 我已经查看过 妖王谷对大关城的封锁 几乎没有起任何太大作用 丁瑶低声道 一方面 大关城常年征战 而且原因太多 另一方面 妖族一旦大军压境 妖王谷那些所谓的独单封城 不攻自破 妖族一次冲锋就给冲没了 阳刚微微汗手 嗯 我已经从阮远山口中得知 妖族随时都会攻城 大关城 趁乱突破妖王谷封锁 妖刚沉默了一瞬 是我出城 不是我们 丁瑶眉头一挑 目光一凝 你什么意思 你要自己出城啊 妖刚点头回道 我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带你一起出城 一方面 你目前的修为还太低 另一方面 目前只有你 才能操控剑宗27城护城大阵 你必须坐镇城内才行 更何况 你的重修与我不一样 我需要杀戮 才能快速提升修为 可你需要的是剑义粹体 能够为你提供海量剑义的 除了剑种 就是护城大阵 更何况 你坐镇27城 万一我在外面遇到危险 我还可以随时杀回来 你就是我最大的退路 所以 无论从任何角度 你留在城内 都是最好的选择 丁瑶沉声道 不行 我不在 你就无法真正操控天雷双剑 你也无法使用威力最强的组合剑 等同于自断一臂 杨灯微微摇头 相信我 我一个人会更加游刃有余 而且 你知道的 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之前的我 就算你不在 我无法使用组合剑 但 我现在已经是一名 合格的傀儡师 我不只是拥有傀儡微震天 我甚至还拥有 化神巅峰傀儡 Sunghing 丁瑶张嘴欲言 就在此时 争 伴随着这声剑鸣 阮远山的声音 响彻全城妖族来袭 第一梯队 随我出城 杀妖 是 杨刚揉了揉丁瑶头顶 满脸宠溺说道 听话 在城内等我 放心 入园印之后 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到时候 我一定可以破门而入 化落 杨刚长身而起 跟随着大批修士的脚步 出城 杀妖 从此刻开始 攻守一行 杨刚不再坐手孤城 主动出击 正式展开他的杀戮之旅 嗯 今年我生日 一觉睡醒我终于成年了 帅笔们 快祝我17岁生日快乐 哈哈哈 第148章 碾压 顺杀 三倍经验值 妖兽 各种各样的妖兽 无穷无尽 一眼望不尽头 任何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估计都会被震撼到 然后就会陷入真正的绝望 可大观城修饰脸上的表情 却异常平静 万万年以来 大观城经历过无数类似的场景 早就已经习惯了 丁瑶站在城头摇摇眺望 直接无视了所有妖兽 他的眼里就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杨刚 其实丁瑶非常了解杨刚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最了解杨刚的那一个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会觉得对杨刚愈发亏欠 说句不好听的 若非丁瑶是剑宗小师姑 若非丁瑶也要守护剑宗27成的责任 若非为了丁瑶 以杨刚的性子 他根本就懒得参与这种事 更加不可能只身涉险 而且 不说其他 杨刚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炼药师 会炼丹 就不可能会去原始 如此之高超的炼药术 就足以证明杨刚用毒 同样非常厉害 再加上 以杨刚目前的修为境界以及恐怖战力 如若不参与各大门派之间 这种高端局 单凭这一手炼药术 杨刚就完全可以在这个修真世界 生活得非常不错 当然 如若不是因为丁瑶 估计杨刚也不会觉醒金手指 也不会有今时今日之修为 一饮一拙 自有天定 此时 看着杨刚的背影渐行渐远 直到汇入人群彻底消失不见 丁瑶突然感觉心里头空落落的 就仿佛突然少了一块 沉默了许久之后 丁瑶突然拿起传音符录 宠杨刚说道 你要回来 你得回来 我重塑舰体之后 你还没能破门而入呢 我等你 另一头 杨刚已经置身于战场之上 不过 率先发难的并不是他们 在妖兽大军快速逼近的同时 大关城更加擅长进攻术法的 练气势齐齐出手 大多数皆是杀伤力更强的火属性术法 火海 火龙术 火与流星 数之不尽的火属性术法从天而降 但 妖族也不是吃素的 妖兽本就天生皮糙肉厚 而且 他们与人族修士交战万万年 也早就已经有一套自己独有的打法 最为擅长防御的妖兽冲锋在前 与此同时 慧妃的妖兽直接冲天起 人族修士更是不逞多让 提前为妖族准备好了一份天大的见面礼 数千名图属性修士 齐齐将双手摁在大地 齐声道 地裂术 哄 伴随着这声巨响 天没有崩塌 可大地却真的是裂开了 一个巨大无比的裂缝 无数妖兽坠落被吞噬 更秀的是 人族修士在此时 直接关闭了地裂术 整个大地瞬间合拢 硬生生把这些妖兽给埋在了地下 虽说用不了多久 大多数被埋在地下的妖兽 还能重新冲出来 但地裂术已经成 攻打乱妖族冲锋阵阴 与此同时 土墙术 水龙术 一堵堵由土属性凝聚而成的土墙拔地而起 进一步阻拦妖族进攻的同时 水龙术从天而降 等妖族大军 好不容易扛着这些术法冲过来 人族木属性修士打辅助 开始用木枝缠绕等术法 进一步阻碍妖族脚步 紧接着 火属性以及攻击力最强的金属性修士的术法 劈头盖脸再次砸了下来 中间甚至还掺杂了 属之不尽的毒丹以及俘虏 等妖族进一步逼近 率先顶上去的 依旧不是人族血肉之躯 而是傀儡师挥下属之不尽的傀儡 是的 就是炼体式 魔修炼体 大多数都聚集在狼牙阁与极乐谷 建宗属于炼气式聚集地 但 也并不是真的就没有炼体式 只不过数量相对少一些吧 尤其是大关城 万万年以来 妖族从未放弃入侵人族 大关城从未停止与妖族交战 他们自己培养一批炼体式 而且 也并非所有魔修都是王八蛋 总有些魔修慕名而来 成为了大关城一份子 最大限度地补充大关城的短板 然而即使如此 大关城的炼体式终究还是太少 完全无法与皮糙弱后的妖族相提并论 最好的选择 自然是人族炼体式与炼气式互补 万众一心 众志成成 一起联手对抗妖族 然而 万万年的时间 各大门派能够一起 联手的情况不是没有 但真的很少只有妖族发动大规模总攻 人族被逼到绝境 六大门派才会偶尔联手杀妖 除此之外 一直都是各打各的 不过 大关城与妖族交战多年 他们自然同样也有应对之法 炼体式不够 怎么办 很简单 更加擅长防御的炼气式来凑 图属性修士 周身凝聚出铠甲 以及元气盾 与炼体式一起抵在了最前方 金蛇狂舞 大后方 无数修士弯弓搭剑 金剑术 金色剑雨 遮天蔽日 与此同时 短冰箱街正式拉开序幕 不只是陆地 天空中 无数飞行妖兽 从空中展开袭击 比如火烈鸟 比如飞天豹 甚至还有无数妖兽自地底钻了出来 比如群居的杀血 妖族不是不会使用术法 而是只有品阶足够高的妖兽 所使用的术法威力 才能真正威胁到人族修士 低阶妖兽的术法 甚至还远不如他们的肉身进攻 也正是因为如此 大多数妖兽更加习惯于近身肉搏 单从这方面而言 妖族与魔修炼体式的修炼方式 的确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杨刚也在第一梯队 不过今日的他并未直接大开杀戒 表现得格外收敛 谈不上可圈可点 至多只能算是重归重矩 一方面 表现得过于亮眼 不只是会被对面的妖族盯上 更加极有可能被药王谷和玄空寺盯上 这对于想要冲出封锁的杨刚 极其不利 而且杨刚最为擅长的 本就是藏桌 另一方面 杨刚在观察 观察妖族 同样也在观察人族修士的战斗方式 之前十年 杨刚一直都待在狼牙阁下辖夜城 那是魔修聚集地 彼此之间的交锋 大多数更加倾向于拳拳倒肉 跟炼气势交手的次数 趋值可数 在此之前 杨刚一直单纯地以为 炼气势与炼体势之间的交锋 就是炼体势一个劲的往前冲 往前猛 炼气势利用速度与玉空 不停拉开距离 双方极限拉扯 直到今日上了战场 杨刚才终于发现 炼气势的战斗方式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亦或者理解为 闭门苦修的炼气势 的确更加喜欢拉开距离 用术法进行远距离攻击的 传统战斗方式 可这些酒精沙场的 炼气势不一样 他们的确同样擅长远距离轰杀 可他们同样擅长近身击杀 比如 部分图属性修饰 居然可以在近身肉搏当中 不用元气炖硬炕 而是直接操控沙子泥土 与天地元气融合在一起 强行阻挡妖族的近身攻击 就仿佛身上装了个雷达 而且身上还长出来 无数触手在比如 部分水属性修饰 居然可以利用 水属性天地元气的属性特性 来进行泄力 妖族的爪子 就算真的拍在他们身上 也根本就 无法真正伤害到他们 这种微操手法 当可谓是精妙到极点 让阳刚叹为观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作为主动进攻的妖族 逐渐深入 一步一步进入了人族 为他们准备了另外一个陷阱 是阵法 无数个阵法交汇在一起 组成了一个 足以笼罩大半个战场的杀阵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角落机 人族修士凭借阵法之力 开始疯狂收割妖族生命 与此同时 大观城第二梯队与第三梯队 通过传送阵 自左右两侧冲了出来 直接对妖族大军展开合围 一旦被人族合围 妖兽大军势必会死伤殆尽 就在此时 吼 一声售吼 骤然响彻全场 石头四阶妖兽 闪亮登场 四阶妖兽 战力之强 与人族原因大修相比 也已经不成多让 再加上妖族天生皮操肉厚 品阶越高 肉身就越是强横 一如此时 石头四阶妖兽 根本就没有使用任何术法神通 亮出本体 直接横冲直撞 瞬间就摧毁了人族无数机关 以及阵法 更加让人族的围剿 瞬间停滞了下来 破坏力之强 远非普通妖兽可比 然而 也就到此 而之罢了 在四阶妖兽闪亮登场的同时 人族近二十位原因大修 直接瞬移而至 呜 呜 呜 眼看势不可为 妖族开始大范围撤军 阮远山的 声音响彻全场 第一梯队伤者休整 一半原地固守 一半正面追击 第二第三梯队 左右包抄 不要给妖族这些兔崽子 任何逃出升天的机会 攻守一行 一如杨刚一旦离开剑宗二十七城 突破药王谷与玄空寺封锁 就势必会展开反杀 现在 之前一直在被动防守的大关城修士 也正式展开了对妖族的反击 在这种大规模两军对垒之中 个人武力显得微不足道 哪怕是人族原鹰大修 亦或者妖族四品妖兽 也很难以一己之力 扭转整个战局 而且 这种级别的高手一旦现身 势必会被敌方同等高手针对 很难肆无忌惮地出手 不过 归根结底 这终究是个人武力 还没能彻底达到极致的缘故 若是顶级大能降临 弹指尖就会改变这场战斗的走势 但 就算妖族十大凶兽清零 人族顶级大能也势必会立刻现身 但那时 依旧还是针锋对麦芒妖族 与大关城人族修士长年交战 互有胜负 这一次 很明显是人族修士占据了绝对优势 宁杀死了二阶四品妖兽 经验值加66 宁杀死了三阶二品妖兽 经验值加299 杨刚混在人族修士大军当中 对妖兽群穷追不舍 在整个过程里 杨刚出手的次数一直非常克制 一直追到山林里之后 杨刚才终于稍稍展现了些许真容 紧接着 杨刚避到一堆妖兽尸体旁 不动声色地倒下 直接催动竖法 土盾 土盾 顾名思义 属于土形之法 这是所有土属性修士 都可以使用的一种通用竖法 只要修为足够 就可以利用自身土属性天地元气 钻入地底 虽不至于如履平地 但速度依旧不慢 对于杨刚来说 他的土形之法速度要更快一些 因为他不是单纯的练气士 他是练体士 他的肉身足够强横 哪怕速度再快 以他的肉身强度 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事情 杨刚从地底一路往西北 行进了大概百余里 突然降低速度 缓缓停了下来 原因非常简单 他清楚地感知到 地面有修饰存在 听说这次妖族攻城 是大观成营了 赢了又如何 都只不过是暂时的罢了 妖族的进攻源源不绝 这次输了 很快还会卷土重来 没错 妖族数量本就庞大 繁衍速度更远超我们人族 根本就不可能杀得完 也就只有大观成那群沙雕 才会整日满脑子 想着跟妖族厮杀 习惯就好 剑宗属地的修饰 都这个德行 还是咱们要往谷舒服 小心一些 上面传来消息 说极有可能会有剑宗的人 趁着大战浑水摸鱼 突破咱们的封锁 能够遇到人族修饰 本是好事 可是很明显 杨刚此时遇到的这 群修饰 皆是要往谷弟子 说起来可笑 都是人族 大观成那边 在跟妖族浴血厮杀 药王谷弟子 非但不施以援手 反倒是冷嘲热讽 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从最外围形成包围圈 药王谷似乎早就猜到 封锁剑宗二十七城之后 一定会有人从大观成出来 试图突破封锁 所以他们提前在 最外围必经之路上 设下天罗帝王 守株待兔 杨刚沉默了片刻 细细赶至了一二 确定周遭没有其他修饰之后 直接翘无声息地释放了 原因一二三号 傀儡 这三尊傀儡 皆是出身狼牙阁的炼体魔修 皆是货真价实的原因 什么人 不好 是原因 哪来的原因 撤 地面上 一共有六名药王谷弟子 每一位都是精丹毒药师 他们的毒丹很强 可惜没用毒丹的作用 本就会被傀儡大幅度削减免疫 更何况 他们此时所需要面对的是原因 是三尊原因傀儡 碾压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真正的碾压 虚余之间 六名药王谷经丹修士 全部身负重伤 与此同时 头戴法器斗篷的杨刚 手持锯锤 如同鬼魅一般 悄然而至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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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药王谷经丹 瞬间被杨刚砸成肉饼 你是谁 我嫩爹 杨刚扬起手中锯锤 劈头盖脸 直接砸在了药王谷经丹的天灵盖上 慈悲暴徒 物理超度 请客间 顺杀六名经丹 他们甚至连经丹自爆都做不到 就已经全部生死盗销 这 就是今时今日 杨刚的恐怖杀力 您杀死了经丹六层毒药师 经验值加444 您杀死了经丹八层毒药师 经验值加666 吞天魔宫 吸星大法 给我吸 掠夺 六枚血珠飘然而起 杨刚轻轻一挥手 全部一口吞入腹中 系统提供经验值 魔修自带的掠夺血珠 再加上吸星大法 杨刚目前杀人或者杀妖兽 只要他愿意 他都可以获得三倍经验值 唯一遗憾的是 刚刚杨刚出手太快 六名经丹死得太快 修饰死后 修为经丹会迅速溃散 导致吸星大法吞噬而来的修为并不多 除此之外 杨刚原本是想种下 几枚傀儡种子 以甲乱针来着 可现在 药王谷六名经丹的天灵盖 都已经被他用重锤给敲了的吸碎 已经失去了任何利用价值 稍稍定了定神 杨刚捡起六名经丹的储物袋 修桥铺路无尸骸 古人成不起我 六名经丹死得很快 在阳刚面前 完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可他们在外面在底层修饰面前 大概率也是呼风唤雨的存在 所以他们六人的储物袋之内 物藏极其丰厚 尤其是原石以及各种丹药 琳琅满目 在这个修真世界 许多修饰都在说 只有炼体式才更加喜欢杀戮 所以才会被叫做魔修 可事实上何止是魔修 几乎所有修饰 只要机会合适 都不会停下杀戮 就算无法掠夺血诛 可那又如何 单纯掠夺储物袋 就已经是多少修饰 闭门苦修多久都换不来的财富 说句不好听的 抢夺一个铜街修饰储物袋 大概率就够另一个铜街修饰 苦修一年所需 谁会不心动 有句老话说得好 当每次繁荣 都是站在别人的尸体之上 掠夺就会迅速成为 融入骨子里的一种习惯 对于阳刚来说 更是如此 他最擅长的本就是杀戮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许是太久 没有杀戮的缘故 此次双手染血 阳刚总觉得 自己整个身体 都隐隐有些兴奋 甚至完全可以说是享受 享受这种杀戮所带来的快感 就在此时 阳刚突然眉头一挑 在他的感知里 正希正有另一批修士 正在迅速逼近 难不成是这边的动静 吸引了其他要往古弟子 这不可能 阳刚对自己的手段非常自信 顺杀六名金丹 根本就没有闹出 任何太大的动静 甚至都没有引起 太大的天地元气波动 不可能有人为不先知 与之相比 阳刚宁肯相信 这只不过是巧合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是要往古弟子 在轮班换房 私存了片刻之后 阳刚心念一动 让三尊元英傀儡 再次悄悄潜入地底 与此同时 他将地上的尸体堆在一起 甚至还在尸体下方 扔了一瓶毒丹 做完这些 阳刚再次施展土形之法 钻入地底 不多时 七名要往古金丹修士 欲空而至 怎么回事 放心号 查验了尸体之后 要往古金丹 立刻意识到 他们的同门遭遇了袭击 立刻释放信号弹 他们所谓的信号弹 就是将毒丹 抛在空中炸响 与此同时 爆 阳刚一心试用 先是引爆 他藏在尸体下的毒丹 并且命令三尊元英傀儡 立刻动手的同时 他自己主动 从地底钻出来 整个人直接冲天而起 流水不服 护输不渡 水 上次谁属性品阶段位 突破到星药之后 阳刚不只是觉醒了 水属性大型术法 现如今 他对水属性天地元气的掌控 也已经达到另外一种极致 正如此时 随着阳当的动作 周遭水属性天地元气 迅速凝聚 将药王鼓用来荡 信号弹的毒丹迅速包裹 硬生生把所有毒丹 消弥于无形 与此同时 地面上的战斗 也已经迅速结束 已有心算无心 如狂风吹薄云 三尊元英傀儡 本就占据了绝对实力碾压 再加上是偷袭出手 哪怕药王鼓足足有七名金丹 可在元英傀儡的偷袭之下 也根本就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最为关键的是 阳刚还在尸体下面 埋伏了他 亲手炼制的毒丹 药王鼓七名金丹 满脸都是猛逼 他们就不明白了 元英啊 出现在他们面前 可是货真价实的元英大修啊 而且还是三位元英 你们堂堂元英 居然玩偷袭 还特么要不要脸 也就在这个时候 阳刚从天而降 并且直接举起了手中那把铁锤 住手 你 他们想说什么 不重要 阳刚根本就懒得跟他们废话 扑吃 回应他们的是阳刚手中的铁锤 其中五人被敲碎了天灵盖 当场生死 另一个也死了 但天灵盖倒是没碎 您杀死了金丹三层毒药师 经验值加二二 您杀死了 吸星大法 掠夺 将血猪禁术吞入腹中 在最后一位尸体完整的 药王鼓弟子体内 种下金色傀儡种子 捡起所有储物袋 往地上扔了一瓶化石粉 阳刚这才终于把目光 对准了最后一位还活着的修士 女修 很好 我他妈可太喜欢女修了 阳刚连开口的机会都不给他 一锤子把他敲昏过去 扛起来 转身就进了极远处的一座小树林 第149章 行踪败露 那把他们全部杀光布 不知过了多久 纳兰东阳终于悠悠醒来 入目所及 一片黑暗 只有不远处有点点光亮 是已经天黑了吗 不 不对 纳兰东阳猛地缓过神来 扫拭一圈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山洞 最为重要的是 那个手持锯锤杀了他诸位师兄的恶魔 正在不远处悠闲地喝酒 除此之外 还有一位原鹰在 在用双手挖洞 此时的纳兰东阳已经意识到 这所谓的原鹰大修 恐怕是一具傀儡 可即使如此 用原鹰傀儡来挖洞 还有这种操作 这特么到底什么脑回落 阳刚横了纳兰东阳一眼 这里是小树林 嗯 在地下挖了的洞休息 纳兰东阳稍稍沉默了一下 深吸了一口气 爬起来躬身一礼 沉声道 晚辈纳兰东阳 还为请教前辈 尊姓大名 怨不得纳兰东阳如此郑重 哪怕面前 这位杀了他同门师兄 可人家既然能够拥有原因傀儡 实力就已经无须多言 纳兰东阳 杨灯微微眯了眯眼 如果我没记错 据我所知 药王谷当年的开创者 就父亲纳兰 如此说来 你的身份恐怕非常不简单 我这是捡到大鱼了 纳兰东阳心头一领 晚辈 话还没有说完 啪的一声 杨刚抬手打了个响指 下一刻 一枚金色傀儡种子 自纳兰东阳丹田处 开始迅速生根发芽 纳兰东阳亡魂大冒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傀儡种子意味着什么 一旦傀儡种子遍布全身 他将会彻底沦为杨刚的傀儡 只能任凭杨刚为所欲为 他调动浑身上下所有天地元气 竭尽全力 想要抵挡傀儡种子的侵袭 然而 遗憾的是 他只不过是区区一个金丹 而且还只不过是出入金丹 就他那点微末倒横 根本就抵挡不住杨刚的金色傀儡种子 曾几何时 丽南天那样 一味金丹巅峰 就足以让杨刚焦头烂额 可今日不同往日 还是那句话 现如今的杨刚 如果是同镜厮杀 杨刚一只手 就能碾压所有人 以前北方大雪山郑丘东 号称同镜无敌 但现在 若是有机会的话 杨刚还真就想要跟金丹七的郑丘东比一比 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同镜无敌 天下第一 哦 郑丘东已经是出窍巅峰 没关系 等咱杨刚的修为境界也追上来 再去跟你好好掰扯掰扯便是 我与药王谷有仇 杨刚不嫌不但说道 所以现在 请说出你的真实身份 纳兰东阳汉流加倍 颤声道 前辈 晚辈的确出身纳兰市 但 我本就是输出 而且 我的修炼资质非常有限 在纳兰市根本就不受重视 若非如此 此次我也不会被安排到来这里历练 你就算抓了我 也根本不可能威胁到纳兰市 更加不可能威胁到药王谷 在金色傀儡 种子的侵袭下 杨刚相信 纳兰东阳应该并没有完全撒谎 不过 那又如何 只要确认 他是出身药王谷 并且还是药王谷最为特殊的纳兰市 对杨刚而言 就已经足矣 私存了片刻 杨刚查看了一眼系统页面 突然再次主动开口问道 你是何种修炼属性 纳兰东阳愣了愣 如实回道 木属性 杨刚满意一笑 好啊 很好 上次他掠夺贵仪之后 谁属性已经突破到星药断位 现在五行属性还缺金木火土 想必只要掠夺了眼前这位纳兰东阳的木属性资质 杨刚自身的木属性资质 也必然可以突破到星药断位 过来 杨刚命令原因一二三号傀儡 全部离开地洞 散开去四周警戒 然后扭头冲纳兰东阳勾了勾手指 对我而言 你唯一有用的 就是你这具身体 除此之外 你根本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所以 如果你不想死 你最好就要 想尽一切办法让我满意 懂吗 纳兰东阳当时就急眼了 前辈请自重 而且 我虽是数出 可我终究出身纳兰氏 前辈如此待我 日后 难道就不怕我纳兰氏报复吗 杨刚耸了耸肩 嗯 你也说了 那是日后的事情 纳兰东阳 杨刚淡淡说道 你也莫要说那种 宁肯死也不愿成全我那种蠢话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没有我的允许 哪怕你想死也做不到 纳兰东阳狠狠握拳 前辈以大欺小 传出去 难道就不怕 被天下人耻笑吗 杨刚言简一概吐出两个字 不怕 纳兰东阳 杨刚喝了口酒 气定神贤说道 听说你们要亡谷弟子 牙齿里藏着毒丹 丹田处还有毒丹 可以在绝境下杀敌 亦可以随时自觉毒法而亡 但请你相信我 你死不掉 还有 如若你敢这样做 如若你胆敢违逆我 就算你真的死了 等你死后 我就敢直接把你扒光了 挂在上面的小树林里 纳兰东阳咬牙切齿 恨声道 无耻 杨刚平静说道 若说无耻 你们要亡谷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耻 若非如此 你们岂会用独丹 强行封锁剑宗二十七成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此浅显的道理 你理应明白才对 现在 请开始你的表演 纳兰东阳沉默了许久 满脸战红说道 我 我不会 杨刚愣了愣 脸上露出一个无比灿烂的笑容 屈指一弹 直接用金色傀儡种子 强行接管了纳兰东阳的身体控制权 不会 没关系 我教你啊 我就喜欢你这种 相信我 今日之后 你一定可以成为此道大师 一刻钟后 定 恭喜您掠夺到炼药师资质 炼药师资质 加666 恭喜您掠夺到牧鼠 性资质 牧鼠性资质 加999 您的牧鼠性资质 已经达到当前品阶上限 是否升级 升级 定 恭喜 您的牧鼠性资质突破品阶 正式达到星耀断位 与此同时 鼠之不尽的牧鼠性天地元气 开始疯狂涌入阳刚体内 与之前谁属性不同 阳刚顿物觉醒 水漫金山石 声势滔天 动静很大 可此时牧鼠性品阶突破 却极其温和 极其贴合牧鼠性之特性 润物细无声 脑海当中 缓缓出现一幅无比宏大的画面 火海当中 瓢泼大雨从天而降 万物复苏 花草疯涨 树木参天入云 定 恭喜您觉醒牧鼠性大型树法 移花接木 阳刚 法体双修 五行齐聚 修为 金丹巅峰 惊艳 主修功法 饕餐吞天魔宫 本命魔宫 天赋神通 一 入魔 二 祭灭旨 组合戒 吞天剑 武器 一 巨锤 法宝 二 铁锥 法宝 三 天雷双剑 零剑 金属性资质 九千八百六十七 一万 钻十一 木属性资质 七百一十六 两万 星耀三 一花接木 谁属性资质 三百一十五 两万 星耀三 水漫金山 火属性资质 九千八百一十二 一万 钻十一 土属性资质 九千九百五十一 一万 钻十一 风属性资质 七千二百九十 一万 钻十三 兵属性资质 一千二百九十七 一万 钻十三 暗属性资质 六千九百九十九 七千 柏金二 雷属性资质 九千九百九十九 一万 钻十三 雷霆万军 炼药术 一九九九 九千 钻十一 傀儡术 两千九百九十九 三千 钻十二 机关术 二百十九 三千 柏金三 正法 二千二百十一 三千 黄金一 符诗 八百九十一 两千 黄金三 炼妾 一千一百六十六 两千 黄金三 一 道吕 丁谣 剑修 轻密度 加九九九九 同生共死 二 陆水鸳鸯 方晴 风属性 轻密度 加五二妖 灯堂入世 三 奴仆 柳如玉 水属性 轻密度 负九千九百九十九 仇身四海 绿茶 四 剑壁 沈薇 金属性 轻密度 加九九九 日复一日 五 丫鬟 温铃 土属性 轻密度 加九九九 令辟蹊径 六 仪仪 贵仪 谁属性 正法师 轻密度 加九九九 知根知底 七 碧浪 雪仪 火属性 机关师 轻密度 加九九九 碳为官职 八 花魁 天香 木属性 辅尸 轻密度加七七七 吃精魅 黑白搭配干活不累 善口记者 九 花魁 红袖 水属性 练气势 轻密度 加666 伏地魔 十 甜瓜 纳兰东阳 木属性 毒药师 轻密度 九百九十九 恨之入骨 强扭的瓜不甜 但解渴 看着系统页面 杨刚忍不住乐了一下 系统给纳兰东阳打的标签特别对 强扭的瓜不甜 但他们真解渴呀 而且 杨刚刚刚已经尝过了 纳兰东阳真的很甜 拿下纳兰东阳这枚甜瓜 木属性成功突破壁垒 顺势觉醒木属性大型术法 移花接木 凝聚本源之木 修饰冰死之际 可动用木属性本源之力断织重生 可移花接木 以本源之木代替修饰 恍惚之间 杨刚突然记起了 最初他杀李木白那一次 李木白就是使用了替身死欲 才逃出生天 此时杨刚觉醒的这个木属性术法 并不是进宫类术法 与替身死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拥有这个术法 杨刚就等同于多出来一条命 关键时刻是真的可以救命的 而随着杨刚觉醒 移花接木 他的个人大型组合计 天地五行 道转乾坤 木属性与谁属性都已经点亮 杨刚现在愈发期待 其他三个属性会觉醒怎样的术法 当五行属性全部突破觉醒 组合在一起的组合计 又到底该会具备何等威力 稍稍定了定神 杨刚扭头将目光对住了纳兰东阳 此时的纳兰东阳漂亮的小脸略显苍白 眼眶里还有些许泪珠 渲然若气 梨花带雨 我见游连 可惜的是 杨刚依旧不为所动 没有丝毫怜脸乡西域 直接挑起纳兰东阳白皙的下巴 来吧 我的小甜瓜 这会儿我心情非常不错 所以我决定再好好犒劳你一二 不要 纳兰东阳小声哀求道 前辈 求你 放过我吧 好不好 放过你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趁热 必须要打铁 杨刚摆出了座椅待毙的架势 冲纳兰东阳勾了勾手指 刚刚 我已经教会了你 我觉得 你已经可以出师了 现在 该轮到你了 知道什么叫座椅待毙吗 不知道 没关系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纳兰东阳 又是半个时辰后 叮 恭喜您掠夺到炼药师资质 炼药师资质加55 恭喜您掠夺到目属性资质 目属性资质加888 杨刚只感觉神清气爽 纳兰东阳口口声声说到 他自己修炼资质非常一般 所以在纳兰市在药王谷 非常不受重视 可在杨刚看来 他的修炼资质还是蛮不错的 再不计 都为他提供了不少修炼资质属性 唯一遗憾的是 纳兰东阳真的还太嫩 完全不像贵宜那般懂男人 更加不会主动给杨刚点烟 不过没关系 杨刚迟早都会亲手 把纳兰东阳给调教得明明白白 巴搭一声 杨刚点燃烟丝 深吸了一口 漫不经心问道 说说看 你在纳兰市为何不受重视 不要打马虎眼 更加不要 说你的修炼资质平庸那种蠢话 在我面前 你没有这种秘密可言 纳兰东阳稍稍沉默了一瞬 仿佛认命了一般 坦然回道 因为我是树出 甚至 我连树出都算不上 我的生母 本来只是纳兰府一位非常不起眼的侍女 某个余夜 我那位所谓的生父 心情非常不好 滥醉如泥 把我那位正在做侍女的生母 给拽进了他房里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纳兰市子弟 根本就不会把普通侍女当人 然而 我的生母 却因此而怀了身孕 后来 她成功生下了我 可与此同时 就在生下我的当天夜里 她便离弃死亡 从那一刻起 我就失去了母亲 再加上我那位父亲 光是妾就十几位 子嗣繁多 而且 我本就是女子 自然不受重视 杨刚眉头一挑 可据我观察 你绝对还不到二十岁 这样的年纪 就已是金丹 资质绝对不俗 难道药王谷全都眼下 纳兰东阳自嘲一笑 金丹 你既然知道 我们纳兰市算是药王谷办的主人 药王谷又是以炼药起家 自然不会缺少所谓的天才地宝 以及良丹妙药 同龄人当中 金丹是非常普遍的存在 不是金丹的 才是真正的另类 话有留白 但杨刚却瞬间 就已经明白了 纳兰东阳的意思 说穿了 就是纳兰市子弟 大多都是药罐子 哪怕用灵丹妙药来砸 也全都硬生生砸成了金丹 当年江湖传闻 药王谷一度要成为 第七大修真门派 为什么 这就是底气所在 他们不缺灵丹妙药 可以用药罐子的填充方式 硬生生拔高修为境界 就算是纸糊的 可纸糊的原因也是原因 纸糊的原因 也比身经百战的金丹 要更加凶猛 这与是否历经过生死大战无关 纯粹是与修为境界直接挂钩 毕竟 原因七大修是可以顺移的 这是金丹修是绝对无法比拟的 正常情况下 金丹面对会顺移的原因 就只能被动挨打 不过 这种药罐子模式 仅适用于前期 真正到了中后期 尤其是过了原因之后 终究还是要靠自身资质 以及机缘 杨刚吐出一口浓烟 直接吐在纳兰东阳 那张漂亮的小脸上 小甜瓜 你说 我要是扶持你 让你一步一步成为 纳兰市年轻一代 最为出色的存在 有朝一日 你会不会成为药王谷的女主人 纳兰东阳浑身僵硬 杨刚微微挑眉 怎么 不信我 纳兰东阳眨了眨眼 不是不信 是不敢信 杨刚打了的哈哈 你若是当真不受重视 你身后若是没人支持 你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出人头地 过不了几年 大概率 你就会被纳兰市 以联姻的方式 送给其他家族 若你不信 那就当我随口说说 纳兰东阳试探着问道 您 真的愿意 帮我吗 我也不求成为药王谷女主人 只要您愿意帮我杀掉 当初害死我娘亲的人 无论您让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 杨刚吃得一笑 跟我谈条件 说得好像你有能力拒绝我一样 纳兰东阳 有金色傀儡种子在 他还真就很难摆脱杨刚 除非回到药王谷 找原因以上的大修出手 才有可能彻底 将他体内的金色傀儡种子清除掉 可事情一旦到了那一步 他纳兰东阳 又该如何解释他 为何没死呢 难不成他要告诉药王谷 他被一个无耻之徒 用傀儡种子控制 以完毕之身为代价 才侥幸活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 本就不受重视的他 就算傀儡种子已经不在 可等待他的 又会是什么 虽说许多女子不检点 可对于大型家族而言 在没有完婚之前 这个事还是非常重要的 古往今来 皆是如此 药王谷也不会是例外 如果说 之前纳兰东阳吉 有可能会被纳兰氏 以联姻的方式嫁出去 这就是他存在的最大价值 那么现在 他已经连一个门当户 对联姻的资格 都已经失去 一念至此 纳兰东阳满脸 痛苦地缓缓闭上双眼 知不知道 你 彻底毁了我 杨刚平静回道 那你又是否知道 无论你是否愿意 你都已经是我的女人 这是事实 既如此 你大概率就只能跟着我 一条道走道黑 话落 杨刚抬手抓起 挂在墙上的刘颖珠 在纳兰东阳面前晃了晃 在你醒过来之前 刘颖珠就已经处于开启状态 你猜 如果我把这个刘颖珠 扔到药王谷 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会活 最起码在短时间之内 纳兰东阳会名震整个药王谷 至于之后 嗯 估计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魔鬼 纳兰东阳立声道 你就是个魔鬼 你彻底毁了我 话音刚落 啪的一声 杨刚直接一巴掌 扇在纳兰东阳脸上 无比冷漠说道 曾经也有其他女子像你一样 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相信我 你不会是第一个 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 同样的方法 我使用过多次 屡试不爽 我承认 我就是一个卑鄙无耻 且牙字必爆的小人 可那又怎样 既然你反抗不了 你就必须要学会 接受这个现实 这才是你唯一正确的选择 比如现在 我非常想要知道 药王谷到底在搞什么鬼 纳兰东阳正正地看着杨刚 久久都没能缓过神来 像他这个年纪的女子 还正处于对爱情 拥有美好憧憬的年龄段 被杨刚给坐以待毙 也就罢了 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 杨刚怎么好意思 直接动手打他的 怎么下得去这个手 杨刚一眼就看穿了 那蓝东阳的心思 淡淡说道 没关系 以后多打你几次 打着打 这 你就会习惯了 还有 我提醒你 你可以跟我谈钱 也可以跟我谈条件 比如让我帮你杀掉 害死你母亲的人 谈什么都行 只要我心情好 我都可以给你 但千万不要跟我谈感情 这个我不会给你 也给不起 感情 那是杨刚绝对不会给的东西 就跟一个成熟的男人 在面对一个女人的质问时 发誓没问题 发朋友圈绝对不行 道理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沉默了许久 那蓝东阳 才终于缓缓开口说到 我们要王谷 封锁了剑宗二十七城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我唯一知道的是 听师兄们说 上面推测 剑宗会有人从大关城出城 突破封锁 所以 让我们再次严防死守 抓剑宗的人 可是 肯定不像剑宗弟子 剑宗弟子人人用剑 没阳刚这么多花里胡哨的招数 嗯 更加重要的是 正统剑宗门徒 绝对不会像杨刚 如此这般无耻 那蓝东阳直视着杨刚 一脸认真说道 我知道你修为很高 可现在无论是谁 想要突破防守 都势必会遭受 要王谷围追堵截 所以 我建议您冷静 杨刚抬头摇摇 看 勒一眼地面 嗯 他们已经来抓我了 上去挥挥他们 那蓝东阳当时就急眼了 不是 你的行踪已经败露 你这样上去 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 连我也会被你连累 杨刚掏出原因 傀儡威震天 头也不会说到 行踪败露 那把他们全部杀光不就好了 正合我意 第150章 杀鸡土狗 催枯拉朽 地面 正如杨刚说的那样 大批要王谷弟子接踵而至 四散开来 正在到处寻觅杨刚的踪迹 虽说杨刚杀人之后 已经用化尸粉毁尸灭迹 可修饰手段繁多 自然有法子应对 更何况 连续两对金丹弟子相继出事 要王谷若是还没有任何应对 那未免也太迟钝了一些 可惜 在杨刚主动现身之前 他们就算绝地三尺 也不可能把杨刚给找出来 哪怕杨刚就藏在小树林地底 他们也依旧找不到 为何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杨刚是法体双修 他可以用土形之法伸入地底 可其他普通修士 却未必能做到 更何况 杨刚是用园英傀儡挖的地洞 挖得就更深了 试问 有几人能让园英大修干这事 而且 杨刚还特意在地洞周遭 设下了弥宗阵 可他们最为擅长的是炼丹 他们当中或许有精通阵法的存在 却的确少之又少 可咱杨刚不一样 他涉猎极广 什么都会一点 哪怕不是样样精通 但 关键时刻够用 便已足矣 此时 杨刚端坐在威震天丹田处 通过猿英一号傀儡视角 清楚地感知到 地面药王谷修士的一举一动 一口气出动三名猿英 你们药王谷 当真是非常看得起我 纳兰东阳坐在杨刚身边 好奇地打量着威震天 你不可能同时顺杀三名猿英 一旦被缠住 你就会面临药王谷无穷无尽地追杀 要不 你还是继续躲在这里吧 杨刚面无表情说道 顺杀三名猿英也没用 药王谷在明面上摆了三名猿英 在暗中还藏了两名猿英大修 在普通城池里 想要见一位猿英大修都难 可现在药王谷一下就直接出动 五位猿英大修这一刻 普通散修与大型宗门之间的恐怖差距 再次显露无遗 而且杨刚推断 这应该还只是因为药王谷断定他不是剑修的缘故 在药王谷与玄空四眼里 能够开启剑宗二十七城护城大阵的人 必然是剑宗门徒 可刚刚杨刚在杀人的过程里 从头到尾都始终没有用过剑 连纳兰东阳都觉得 杨刚不是剑宗门徒 更何况其他人 若是药王谷确定 他们现在正在搜捕的这个人 就是他们目前最为迫切想要抓住的人 就不只是出动原因了 估计连出鞘都会出动 甚至会像当初的狼牙阁那样 直接动用化神巅峰大修 说到化神巅峰 杨刚手上倒是有一尊化神巅峰傀儡 孙行者 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受限于杨刚目前的修为 他很难让孙行者 发挥出原有的化神巅峰实力 莫说是孙行者 由于杨刚目前还未能重回原鹰 他手底下原鹰一二三号傀儡 虽空有原鹰七大修的恐怖肉身 但却始终无法使用顺移 好消息是 包括孙行者在内 杨 刚所有傀儡生前就是狼牙阁大修 是货真价实的炼体魔修 肉身强横 本就是他们最为强大的杀手锏 倒是真的 然而 杨刚这一场杀戮之旅才刚刚开始 当真要一开始 就直接暴露自己最大的底牌吗 若是让人知晓他手上 有孙行者 这样一尊化神巅峰傀儡 估计接下来 就会有顶级大能亲自出手了 杨刚私喘了许久 迅速权衡利弊 终究还是从储物带内 掏出了孙行者 他本就不是优柔寡断的人 而且他的性子 本来就是要么不做 要做 就得彻底把事情做绝 用他的话来说 大不了把这些所有人全部杀光 到时候 行中就不会败露 孙行者的存在 也会最大限度地继续隐藏下去 在孙行者不动用神通的前提下 失去了所有目击者 要王谷修士 就算再如何手段通天 杨刚也不信 他们能确认孙行者的存在 除非他们可以时光回溯 在杨刚的操控下 原因123号 迅速抵达预定位置 孙行者也已经叙事待发 可杨刚却没有真的着急 立刻动手 他在默默推演 他在等 等待一个出手的机会 什么叫要把事情彻底做绝 要做绝 至少就得把在场 所有要王谷弟子全部杀光 他得确保所有人都回来才行 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的样子 一队队四处搜寻 凶徒下落的要王谷弟子 陆陆续续返回 启禀长老 我们未能发现凶徒下落 我们这边也没有 或许已经逃窜 不过 我们已经通知父亲所有同门 他肯定跑不掉 三名猿鹰彼此对视一眼 正在用传音入密 快速商议着他们使用了某种秘法 他们确定 凶徒理应还没走远 可现在却始终找不到 难不成 是凶徒有法子 能够规避秘法 既然已经绝地三尺 都没能把凶徒找出来 那就暂时先撤吧 最近 正值多士之秋 吩咐下去 让下面的弟子谨慎贤 低调贤 你我现在首要任务 是捉拿剑宗门徒 没必要再去招惹其他修士 横生之简 是 说话间 要往谷修士 就要破空而去 就在此时 杨刚猛的心念一动 动手 率先动手的是孙行者 他从那两名隐藏在暗处的 元英大修弟弟钻出来 二话不说 抡起拳头 劈头盖脸 就是两拳 事发突然 孙行者来得太快 也实在太猛 哪怕目前杨刚 还无法完全发挥出他所有杀力 可华神终究是华神 元英距离华神巅峰 本就足足差了两个大境界 更何况 要往谷修士 皆是炼气士 可孙行者 却是炼体士 炼气士最为忌讳的 就是被强大的炼体士近身攻击 而且 之前为了最大限度地隐藏自己 要往谷这两名元英大修 连元气盾都没有开启 换句话说 他们现在纯粹是在 用脆弱的肉身 去应接华神巅峰孙行者之铁拳 扑吃一声 拳头瞬间洞穿了要往谷 两名元英大修丹田 丹田 是所有修士致命伤 要往谷两名元英大修 连瞬移都没能来得及开启 甚至连强行元英出窍都做不到 就已经当场身死盗销 为何 因为他们的元英 已经直接被孙行者一拳轰碎湮灭 丁 您杀死了元英七层毒药师 金燕之家999 您杀死了元英八层毒药师 金燕之家999 要往谷修士一片大乱 是化神 撤 然而 已经来不及了 杨刚在命令孙行者动手的同时 同时命令元英一二三号傀儡 齐齐出手 三尊元英傀儡 已经杀到了要往谷三名元英面前 并且已经扬起了铁拳 要往谷元英 已经被孙行者给吓破了胆 当场就要顺移而走 根本没有丝毫要继续战斗的意思 可惜 他们想走 可杨刚又岂会让他们如愿 水漫金山 在动手之前 杨刚足足等了一刻钟的时间 在这一刻钟的时间里 他虽然一直寒而不发 但却一直在叙事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直接放大招 数之不尽的水属性 天地元气骤然凝聚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水墓 遮天蔽日 与此同时 杨刚驾驶着威震天 从地底杀出 抬手直接扔出一个储物袋 爆 爆的不只是储物袋 也不只是储物袋之内的独单 包括杨刚构建而成的那个遮天蔽日的水墓 同样也是当场爆裂毒物升腾而起 由水属性天地元气组成的洪水 从天而降 当真如同水漫金山之势 周遭 天地元气瞬间暴走 变得混乱不堪 甚至出现了天地元气乱流 这 才是杨刚最为主要的目的 孙行者能出其不意 瞬间强杀两名猿鹰 就已经是他目前能够做到的极致 想要继续顺杀其余三名猿鹰 在杨刚与麾下傀儡 全都暂时还无法使用顺移的前提下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既如此 想要杀死药王谷剩下的这三名猿鹰 首先就是得把他们给 留下来 想要把他们给强行留下来 最好的选择 就是要让天地元气紊乱 完全不给他们使用顺移的机会 顺移 是元英大修的招牌 但与此同时 元英修士 实则也是刚刚接触到顺移的门槛罢了 是有很强限制条件的 如果天地元气暴走的情况非常严重 就无法正常使用顺移 最起码元英修士做不到 在杨刚目前所处的这个修真世界 想要无视天地元气乱流强行顺移 至少得是已经把顺移 给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初翘七大修 才能办到 初翘七本就是元英七的一个延伸 至于到了化神 就已经不是顺移的问题了 而是可以直接撕裂空间 其实正常情况下 普通术法 很难让整个周遭的天地元气 都暴走陷入混乱 可杨刚所使用的术法 水曼金山 是它顿悟得来的大型术法 众所周知 威力越强的术法 所需要瞬间抽取的天地元气 就会越多 正如杨刚的水曼金山一出 周遭的水属性天地元气 被瞬间抽离太多 其他各种属性涌入这片空白 更多的水属性天地元气 也正在疯狂涌入 已经足以让天地元气 出现巨大暴乱 正如此时 随着水曼金山爆裂开来 要往古猿英大修 短时间之内 根本无法使用瞬移 不过 只需要天地元气 稍微平复片刻 他们就能立刻瞬移 但 对于杨刚这种 极其擅长杀戮的修士而言 片刻 就已经足以决定胜负生死 更何况 杨刚既然最终决定出手 他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这天地元气 停止暴走 疾风术 杨刚操控着原音傀儡微震天 狂奔而至 与此同时 轰隆隆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却突然雷声震震 周遭 雷属性天地元气 又随着暴走 金木水火土 五行齐聚 冰油火也 不及自焚 火雨流星 天上 雷鸣震震 地上 洪水滚滚 此时 随着杨刚的动作 空中又下起了漫天火雨而起 即使如此 杨刚依旧没有停下动作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杨刚操控着微震天 一跃而起 雷震万军 雷震万军 乃当初杨刚入元音之际 八方云洞 八色节云从天而降 杨刚最终为破天节 以肉身催动吞天魔弓 强行吞噬八色天雷 从而让自身拥有了雷属性资质 并且领悟雷震万军 雷震万军 动若雷震 杨刚操控着微震天 一飞冲天 直接将手中的铁锤 抛向空中 锯锤在上升的过程里 迎风暴涨 与此同时 咔嚓一声 道道惊雷从天而降 直接落在锯锤之上 让整个锯锤都布满了电弧 将所有雷属性力量 全部倾注在锯锤之内 雷属性 逐毁灭 破坏力最强 且速度极快 杨刚驾驶着微震天 单手握住锯锤 雷震万军 呜的一声 杨刚与微震天 化作一道蓝色闪电 自上而下 劈头盖脸 就是一锤 不 哄 伴随着这声参天巨响 要往古居中的 一名元英大修 直接硬生生 被杨刚一锤子砸得血肉模糊 不过 在千军一发之际 那名元英 直接选择了强行元英出鞘 夺路而逃 这 正是元英大修 最为难缠之处 然而 杨刚既然敢选择强行出手 自然就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他扬起铁锤 又是一锤落下 不过 这一次 杨刚手中铁锤 并未落到任何人身上 而是直接落在了地 上 地上有什么 地上有水漫金山 地上有水 雷属性能量 借助水漫金山 泛起道道蓝色电弧 迅速弥漫开来 漫天火雨之中 那名刚刚逃出生天的元英 本就格外狼狈 此时更是直接被雷属性给电的焦黑 浑身僵硬 与此同时 早已守候多时的元英二号傀儡 一拳就砸了上去 元英修士除了瞬移之外 还可以在必死的情况下 用元英出逃不假 可玩是有一利必有一弊 单纯元英出逃 就意味着 他无法动用太多神通手段 而且几乎毫不设防 最起码 在同阶修士面前 区区一个元英 跟止胡的没有任何区别 正如此时 杨刚一心多用 操控着元英二号傀儡 一拳轰出 那名元英 直接当场湮灭 您杀死了元英五层毒药师 经验之家999 要王谷在场的 一共有五位元英 在这瞬息之间 已去其三 剩下的两位元英 亡魂大帽 他们想要逃 可他们无处可逃 因为在杨刚出手的同时 元英一号与三号傀儡 一直在纠缠着他们 更为可怕的是 化神巅峰傀儡孙行者 同样也已经狂奔至 杨刚驾驶着威震天 高高扬起手中锯锤 扫尸一圈 满脸冷漠说道 不好意思诸位 你们被包围了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 在座的诸位 通通都是垃圾 雷霆万军 咔嚓 哄 惊雷 再次从天而降 为什么要强行打断元英 修饰顺移 因为只要在元英修饰 无法施展顺移的前提下 在杨刚眼里 不只是对面的金丹修饰不值一提 哪怕是元英大修 同样也不堪一击 莫要忘了 虽说他目前只是金丹巅峰 可他是在重修 他的真实修为 曾经也是货真价实的原因 而且 他杀过太多太多原因 他甚至联手三一协会 强杀过化神巅峰 他的战斗经验过于充分 他的杀人经验更加充分 最为关键的是 普通金丹巅峰炼器士 不可能拥有如此数量的天地元气 更加不可能在瞬间连续动用 如此之多的强力大型术法 若是连续强行动用 瞬间抽取海量天地元气的同时 以炼器士的肉身强度 极有可能会当场暴体而亡 可杨刚不是普通炼器士 他是法体双修 他的肉身足够强横 而且 如若单纯只是法体双修 杨刚也依旧无法调用 如此之多的天地元气 可问题就在于 他还是五行齐聚 简单概括 他在开挂 他就是个挂臂 在牛逼的铜镜修士 哪怕人多势众 在挂臂面前 也只能是个弟弟 更何况 杨刚以一己之力 连续使用水曼金山 加雷霆万军也就罢了 他还一心多用 同时操控了原因 一二三号傀儡 以及威震天和孙行者 要 亡谷人多势众 笑话 别看咱杨刚只有一个人 可他才是真正的人多势众 也正是因为如此 杨刚明明只有一个人 才会说出那句 不好意思诸位 你们被包围了 屠戮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真正的屠戮盛宴 杨刚操控着 一堆原因傀儡 加上孙行者 硬生生捶死了 药王谷剩下的两位 始终无法顺移的原因 而那些个被火雨流星加水 曼金山挡住脚步 甚至被当场重伤的金丹修士 更加不堪一击 杨刚没有任何废话 从头到尾 他也根本就没给药王谷修士 留下任何求饶的机会 杀 一个不留 原因一二三号傀儡 尽情杀戮 孙行者警戒 随时提防有药王谷 或者悬空寺顶尖高手降临 杨刚屈指一谈 在最初的两位原因 以及最后两位原因体内 迅速种下金色傀儡种子 待傀儡种子生根发芽 杨刚直接把四名原因 扔进了储物袋之内 只需要稍稍淬炼 他将再次拥有一批原因傀儡 除去威震天与孙行者之外 杨刚本就拥有三位炼体原因傀儡 现在若是能把这四名原因 炼气式毒药师给成功淬炼 他的战斗力将会再次暴涨 这 就是以战养战的最大好处 您杀死了原因六层毒药师 经验之家999 您杀死了原因五层毒药师 经验之家999 吞天魔宫 吸星大法 给老子吸 掠夺 数十枚血珠 飘浮而起 杨刚看都没看 直接全部一口吞入腹中 刚刚体内被抽空的天地元气 得以迅速暴涨 杨刚扫尸一圈 操控着威震天 缓缓抬起手臂 护疏不渡 水漫金山 爆 顺杀 连元英大修 一旦被杨刚禁身 都会被杨刚硬生生捶死 药王谷这些个金丹修士 更是完全不堪一击 元英123号傀儡 结识炼体士 他们肉身强横 可他们缺少术法神通手段 他们杀人的速度实在太慢 可现在 杨刚借助刚刚吞噬的血珠 火力全开 一个水漫金山 弥漫开来 爆炸之后 药王谷在场所有金丹修士 全部禁术皆死 您杀死了金丹九层毒药师 金燕之家九九 您杀死了 系统提示正在疯狂刷新 但杨刚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一方面 他目前重修士金丹巅峰修为 只有元英修士为他提供的经验值 才会是上限999 金丹能够为他提供的经验值 实在少得可怜 另一方面 杨刚连续动用大型术法 声势滔天 势必已经惊动四周修士 药王谷高手随时都会降临 杨刚的时间非常紧迫 杨刚只能操控着所有傀儡 抓紧一切时间捡储物袋 打游戏杀怪爆装备 在这个修真世界 杀人爆储物袋 必须得捡 要不然 杨刚这次出城是干什么来了 这些储物袋 一旦被他带回剑宗27城 将会进一步大幅度缓解 27城目前所需要面对的窘境 看着正操控着傀儡 到处捡储物袋的杨刚 纳兰东阳整个人都呆若目击 事实上 从杨刚出手开始 纳兰东阳就始终处于呆滞状态 他猜到杨刚会很强 可在此之前 他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杨刚居然会强大到如此离谱的程度 原因 那可是五位原因 哪怕是在药王谷 原因大修也已经是中层主力的存在了 可在杨刚面前却不堪一击 杨刚连眼都不眨一下 说杀就杀 就如同杀鸡土狗一般随意 催哭拉巧 纳兰东阳突然意识到 杨刚之前对他说 要扶持他成为药王谷的未来女主人 若他想要为他母亲报仇 只要他把杨刚给哄开心了 杨刚或许真的能办到 杨刚并未理会纳兰东阳 捡完储物袋 杨刚再次掠夺了一堆血珠 紧接着再次使用术法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火 黑色魔燕开始熊熊燃烧 杨刚扔下一堆化石粉 然后用鲜血留下一排大字 转身直接扬长而去 罚罪诱过已成之 杀戮犯竟已震之 要亡谷 不外如是 老子立飞语 有本事来抓我 第151章 无以天劫杀化神 火 无穷无尽的黑色魔燕 弥漫了整个战场 当药王谷一群高手抵达 他们看到的 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魔燕 化石粉 腥臭扑鼻 恍如 人间地狱 死了 他们药王谷之前派回来的所有弟子 数十名金丹 包括五名元英 大修在内 尽数皆死 药王谷大修 脸色铁青 太多年了 堂堂药王谷 已经太多太多年 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闷亏了 他们封锁剑宗二十七城 原本是要捉拿那位 可以开启护城大阵的剑宗门徒 可现在 他们连剑宗门徒一根毛 都还没看到 就已经出现如此惨重的伤亡 如若不尽快抓住凶徒 再继续这样 被人杀下去 元英大修 暂且不提 得死多少金丹 虽说金丹在阳刚面前 命如草芥一般 可金丹难道就可以随便死吗 没有金丹 哪来的原因 一旦金丹修士大批死亡 稍有不慎 就会让整个药王谷 出现青黄不接之窘境 药王谷虽然可以用药罐子的模式 批量拔高修士修为境界 可他们终究不是剑宗 甚至 若不是剑宗登天 他们连位列六大顶级修真门派的资格 都没有 哪怕是剑宗登天之后 药王谷也是跟玄空寺一起接管剑宗二十七城 而且很明显是以玄空寺为主 药王谷次之 为什么 不就是因为药王谷的实力 完全无法跟六大顶级修真门派相提并论 抵运更是严重不足吗 最为关键的是 在药王谷看来 如若不赶紧把这位凶徒抓住 他们对剑宗二十七城的封锁 很快就会不攻自破 尤其是杨刚用鲜血写下的那句 罚罪诱过以成之 杀戮犯境以阵之 药王谷不外如是 老子立飞宇 有本事来抓我 这已是对药王谷最为严重的挑衅 时间太短 方圆到处都是咱们的人 还有阵法 他跑不了多远 传令下去 立刻让咱们的人开始收缩包围圈 以此地为中心 全部都给我离一遍 另外 立刻传讯宗门 让他们以五位 原音命魂灯 强行使用卸魂术 一旦确认这个所谓的 立飞宇位置 不惜一切代价 给我宰了他 是 另一头 杨刚操控着威震天 带着那蓝东阳 黄奔到十里之外 用土形之法 迅速顿入地底 第一层 杨刚布下了弥宗阵 最大限度掩盖自己的存在 继续下潜之后 第二层 杨刚在土里埋下了一堆毒丹 以及俘虏 最后下潜到最底部 杨刚命令原音 一二三号傀儡 迅速挖出一个成型地洞 然后散开境界 做完这些 杨刚收起威震天 盘膝坐在地上 无比平静地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色 直接吞了一瓶裴员丹 打作调息 是的 杨刚受了伤 而且他这伤并不是被药王谷弟子给打的 纯粹是因为他在短时间连续使用大型术法 几乎将体内所有天地元气耗尽 紧接着又用血珠来强行恢复 这一来一回 对冲的力量导致浑身经脉遭遇重创 纳兰东阳始终沉默 望着杨刚嘴角的血色 目光微异 主动开口说道 我的医术还行 要帮忙吗 杨刚里都没理 这点小伤 对于他这种早已习惯了在刀尖上跳舞的人 根本无伤大雅 与之相比 现阶段杨刚更加介意的是另外一件事 他从储物袋 掏出玄空寺长庆给的那枚佛珠 缓缓闭上双眼 进入三一协会群 用意念迅速打出一牌子 我杀了药王谷原因 药王谷极有可能动用血魂术 可有法子解决 现如今 药王谷在明 杨刚在暗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才是杨刚最大的优势 若是真的被药王谷使用血魂术 动用七日追杀令 身后始终跟着尾巴 那势必会让杨刚的处境 变得愈发艰难 就在杨刚打出那一牌子的瞬间 五枚血色光芒从天而降 直接钻入杨刚体内 消失不见 很明显 药王谷已经动用血魂术 然而 血魂术还没来得及彻底起效 七日追杀令 还没能正式显现 甚至连三一协会那群穿越者 都还没来得及打话之前 天叔子留在杨刚体内的剑意 骤然变得汹涌澎湃 血魂术的力量 瞬间被汹涌的剑意 给碾了一个稀碎 经验值加666 嗯 血魂术非但没能起效 反倒是还给杨刚加经验值了 秀得一批 杨刚眉头微皱 在此之前 他体内的剑意 是无法主动调用的 也无法消弥血魂术 上次他与三一协会 联手杀了化神巅峰孙景峰之后 就是长庆与郑秋冬 那群人一起出手 为杨刚强行削弥了血魂术的作用 可这次 为什么杨刚体内的剑意 却突然动了呢 难道 杨刚突然灵机一动 要么是因为他的修为境界再次飙升 上次是助击巅峰 可他现在已经是金丹巅峰 不过 这个可能性不大 杨刚并不认为 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 就能让体内的剑意 发生某种蜕变 与之相比 杨刚更加愿意相信 问题是出在丁瑶身上 莫瑶望望 杨刚此次之所以能够迅速打破智谷入金丹 并且一路飙升到金丹巅峰 主要就是因为丁瑶教他用剑 教他如何初步操控剑意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此次血魂术降临 他体内的剑意 才会瞬间将其粉碎 三一邪慧群 稍微有些麻烦 一号 帅气的光头 血魂术这种秘法 若是你与小僧在一起 轻松可以破除 但 想要隔空解决 基本不可能 四号 昨天窥井 我已返回大雪山 爱莫能助 七号 梁子足欲 不用了 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 出身药王谷的卢超 直接插话道 卧槽 大观城那边 我们药王谷那些人 是你杀的 不是说叫 丽妃宇吗 你出城了 刚刚我们那门长老 亲自下了命令 出窍期也都已经出洞 你要小心 我们长老是 货真价实的华神大修 杨刚将佛珠收进储物袋 看着系统叶面 沉默不语 思存了许久之后 杨刚突然扭头 望向纳兰东扬 有件事 我一直都有些不太理解 剑宗二十七成 幅员辽阔 就算药王谷的独担再多 可修饰手段同样繁多 药王谷到底是如何有底气 强行封锁剑宗二十七成 他们凭什么 之前杨刚就不明白 但 对于此事 丁瑶理解的 也并不够透彻 那兰东扬愣了愣 如实回道 一方面是因为独担 但 就像你说的那样 修饰手段繁多 总有法子突破独担封锁 再如何厉害的独担 也不可能把所有修饰 堵在一个包围圈子里 比如你的土形之法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 避开独担所形成的独圈 可在独担外围 还有玄空寺的阵法 说到这里 纳兰东扬稍稍停顿了下 然后才继续说道 具体我也不明白 玄空寺是如何做到的 我听说 是玄空寺的僧人手持法波 组成无数个大阵 只要有人过来 就会触碰到阵法 一旦有人想要强行破开 就会立刻惊动 所有参与封锁的修饰 这个阵法很强 无论是从地底 还是从空中 都会被阵法捕捉到 我甚至听闻 连原因的顺移都不行 不过 这也只不过 是我道听途说 无法保证完全真实 阳刚讥讽一笑 其实他已经大致相信了 那蓝东扬所言 用剑宗的话来说 玄空寺最为擅长的 就是躲在王八壳子里 构建这种类似乌龟壳的阵法 本就是玄空寺 最为擅长的那蓝东扬 看着阳刚 稍稍犹豫了一下 试探着说道 你刚刚杀了太多人 药王谷必然暴怒 你如若一直往外 就势必会惊动大阵 我觉得 你这地洞层层防护 是一个非常隐秘的藏身之地 就算药王谷收缩包围圈 也未必能把你给找出来 若你没有必胜的把握 不如就继续躲在这里避避风头 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躲 像只地老鼠一样躲在地洞里 躲个几十年 躲他的天荒地牢 就算真的侥幸不被药王谷发现 就算真的能一直躲下去 阳刚也不会躲 准确地说 如果只是阳刚一个人 他可以躲 可如若他迟迟无法回城 剑宗二十七成撑不了太久 到时候 最为难受的就是丁瑶 阳刚可以躲 丁瑶躲不了 他是剑宗小师姑 剑宗已经登天 他要代替剑宗 庇护下辖二十七成 若非如此 阳刚此次根本不会出城 就算出城 也没必要跟药王谷与玄空四死磕 而且 以阳刚的性子 他不可能向着地 老鼠一样一直躲下去 阳刚再次将目光对准系统页面 经验值 二十九万两千七百八十八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此次重修 从金丹巅峰入园英 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经验值 阳刚的经验条早就已经满了 甚至严重溢出到逼近三十万 丁瑶说 天叔子在阳刚体内留下建议 最大的目的就是为阳刚清楚 博杂的能量化为己用 在建议没有彻底消化掉 这些博杂的能量之前 阳刚就不可能打破智骨 可事实上 对于这件事 阳刚一直都有不同见解 阳刚最为擅长的是什么 是杀戮 最初妖王谷与玄空寺没有封城之前 阳刚就一直打算用杀戮以战养战 强行破镜 现在 同样也是如此 杀戮能给阳刚带来什么 最大的收益 自然是海量的经验值 以及血珠和喜银大风掠夺 换句话说 杀戮与掠夺 本就是阳刚体内 博杂能量的源泉以及由来 建议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是为了把这些博杂的能量切碎 可单纯凭借建议切割 速度实在太慢 与之相比 阳刚更加倾向于 到底该用何种方法 让这些博杂的能量 迅速甚至是在瞬间碎掉 如何碎 阳刚想要赌一把 既然建议切割太慢 既然经验条已经溢出 那就继续杀戮 让经验值继续溢出 并且可以压制住建议 不让建议去压制体内的能量 让体内博杂的能量 膨胀到一种极致 然后 喷的一声 就像个热气球一样 炸裂碎掉 然后用建议切割的同时 催动吞天魔宫 迅速把这些能量吞噬 岂不是就可以强行入原因 一旦入原因 不只是阳刚的战斗力 会疯狂暴涨 他挥下各大傀儡 同样也会随之暴涨 两相叠加 阳刚的整体综合战力 将会成几何倍暴涨 既如此 阳刚目前就还剩下解决两个问题 一 如何能快速让经验值暴涨 自然是杀戮 可阳刚已经彻底触目药王谷 按照那蓝东阳的说法 他一旦再次出手 极有可能面临药王谷大批高手围剿 三一协会卢超传来的消息 药王谷已经出动出窍七大修 甚至还有化神长老坐镇 如何破局 二 经验值一旦膨胀到极致 在暴涅的那个瞬间 所产生的恐怖破坏力 极有可能让阳刚当场暴体而亡 哪怕他是法体双修 恐怕也很难扛得住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真正的豪赌 甚至 这都已经不是九死一生 而是十死无生 权衡了片刻之后 阳刚突然自处无带内 掏出药王谷四名原鹰毒药师 催动天地元气 开始强行催熟金色傀儡种子 原鹰4567号傀儡 溢水的药王谷炼器是毒药师 原鹰123号傀儡 溢水的狼牙阁炼体魔修 阳刚把这七尊傀儡 重新凝炼了一遍 并没有要继续炼威震天语 孙行者的意思 当初在夜城时 历南天曾经有九大傀儡 其中还包括本命傀儡 现如今 阳刚也已经拥有九大傀儡 而且最低的都是原鹰 至于诸如柳如玉与血依贵仪 它们体内都只不过是被种下了傀儡种子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傀儡 相对来说 需要受到阳刚的束缚与控制 要远比傀儡少得多 若再算上立飞语 阳刚就已经拥有十个傀儡 历南天的极限就是九尊傀儡 阳刚却已经达到十个 这足以证明 阳刚在傀儡术方面的造诣 已经超过当初的历南天 除此之外 自然也是因为阳刚的真实修为 曾经是原因 把所有原因傀儡挨个淬炼了一遍 阳刚又重新整理了一下储儡带之内 顺手的独担以及俘虏 做完这些 阳刚扭头望向纳兰东阳 不嫌不但说道 接下来 我恐怕就不方便再继续带着你了 你自求多福 若是能活下来 并且能够向药王谷解释 你是如何在我手上活下来的 或许有朝一日 你还可以再见到我 到时候 我或许真的会扶持你 一步一步成为药王谷的女主人 纳兰东阳愣了愣 脱口出道 不是 你还要继续杀戮 此次我们药王谷带队的内门长老 是货真驾驶的化神七修伟 你疯了 你会死的 阳刚面色平静说道 我不会死 该死的是他们 化落 阳刚自处无带内 直接掏出了原因利飞宇 杀人放火利飞宇 救苦救难阳天尊傀儡利飞宇 正式闪亮登场 地面上 阳刚操控着傀儡利飞宇 一前一后 缓缓走在山林当中 很快就遇到了一对药王谷弟子盘查 你是何人 为何会出现在此地 利飞宇微微躬身 面色冷峻说道 我来自夜城 本想去看一眼传说中的大观城 未曾想刚刚入城不足三日 便撞到了妖兽宫城 着急离开 却发现剑宗城池已经被封 万般无奈 误入此地 还未请教阁下士 以阳刚目前的修为 以及他在傀儡术方面的造诣 操控利飞宇这样一尊 助击七傀儡 已经足以活灵活现 以假乱真 夜城分属狼牙阁下辖二十七城 事实上 也正是因为一眼就看出 利飞宇是魔修 要王谷弟子 才没有直接动手 吴明 邵上言 出身要王谷 邵上言直视着利飞宇 追问道 夜城距离大观城 足足万里之遥 你区区一个助击 如何安然无恙来到此地 利飞宇一本正经回道 家父乃夜城新任城主 令我出门历练 而且我既能长途跋涉万万里 自是因为身边有高手轻随 从头到尾 一直是利飞宇 在跟要王谷弟子掰扯 真正的正主杨刚 早都已经易容换了一张 稍显苍老的脸 勾搂着背 如同老奴一般 跟在利飞宇身后 沉默不语 杨刚此时显露的气息 惊丹巅练体摩羞无疑 邵上言深深地看了杨刚一眼 眉头微皱 眯着眼说道 有个问题 四面八方全部都已经 被我们要王谷封锁 你 到底是如何进来的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 你在这里 已经猫了好几天 你 话音刚落 杨刚心面一动 原因一二三号 从地底钻出来 顺杀药王谷六名金丹 杨刚微微摇头 他不想太快惊动药王谷 可这些药王谷弟子也不傻 想要就如此这般糊弄过去 恐怕真的很难 收起傀儡 杨刚想了想 让利飞宇撕下两套 药王谷弟子的衣服 掏出化石粉 将绍上岩 以及另外一具尸体化成血水 紧接着 分别将自己和利飞宇 一起一融成了 那两名弟子的模样 重点是把利飞宇 给一融成绍上岩的模样 然后 杨刚稍稍定了定神 命利飞宇 模仿着绍上岩的声音 尖声道 利飞宇修走 来人 不多时 寿明园英顺一现身 紧接着 大批药王谷弟子 接踵而至 怎么回事 利飞宇人呢 往东跑了 你们几个送他们两个回去疗伤 其他人跟我追 是 几名药王谷金丹修士 过来扶起杨刚与利飞宇 低声道 尚师兄 李师殿 没事吧 一刻钟后 易容后的杨刚与利飞宇 被带到了药王谷营地此地 已经无限度靠近 玄空寺僧人构建而成的 阵法结界边缘位置 就这么混过来了 杨刚总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按理说 堂堂药王谷 不至于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吧 玄疾 杨刚通过埋伏在地底的原因 傀儡视角 清楚地感知到 大批药王谷弟子 正在缓缓向营地靠拢 而且 原本正在营地之内休憩的弟子 也正在陆陆续续离开 杨刚嘴角微翘 很明显 不是他成功混进来了 估计药王谷 在见到他和利飞宇之后 就已经看穿了他的身份 但却不动声色 把他直接给送到了 营地大本营这边 这他们是摆明了 要瓮中捉鞭 很好 正合我意 既如此 杨刚索性也就不装了 他抛出一个储物袋 如同撒斗成兵一般 原音123号炼体傀儡 与原音4567号炼气毒药师傀儡 迅速构建成型 拱卫着杨刚杀了出去 直接火力全开 火雨流星 雷霆万军 水漫金山 您杀死了金丹六层毒药师 经验值加666 您杀死了助击巅峰毒药师 经验值加99 不只是杨刚全力出手 他麾下七尊原音傀儡 同样在疯狂杀戮 系统提示音 瞬间开始疯狂刷新 但却又在突然戛然而止 原音无他 在杨刚出手的同时 药王谷大批猿 因毒药师也终究不再隐藏 直接围了上来 甚至连出鞘七大修都已经登场 强行接下了杨刚 以及傀儡所有进攻 你当真以为 凭借区区几尊原音傀儡 就可以为所欲为 药王谷出鞘七大修毅力当场 双手迅速结印 死 可就在此事 孙行者从地底冲出去 劈头盖脸 就是一拳 扑的一声 药王谷出鞘大修当场吐血 若不是元气盾 若不是杨刚 目前暂时 还无法发挥孙行者所有实力 这一拳 就能直接要了出鞘 练气势的老命 怪不得胆敢如此放肆 原来是有这样一尊华神 巅峰傀儡 可惜 傀儡终究只是傀儡 药王谷化神毒药师 缓缓献身出 老夫徐来 清风徐来 徐来 药王谷那门七大长老之一 华神中七练气势 杨刚二话不说 直接把孙行者给换了回来 守在他的身边 化神修士手段通天 也只有孙行者在侧 才能给阳刚提供一定的安全感 徐来上下仔细打量着孙行者 然后将目光对准阳刚 我不知你是从何弄来 这样一尊华神巅峰傀儡 若是他全胜时期 我的确不是对手 可惜 他现在只是一具傀儡 再如何强大的傀儡 也要看到底是谁在用 哪怕你是傀儡师 可以你目前的修为 你根本无法发挥出 这尊华神巅峰傀儡的全部实力 凭借一具傀儡 就胆胆挑衅我要亡骨 你这是在找死 阳刚看着徐来 嘴角微微上扬 哦 是吗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徐老狗 我等你很久了 话落 阳刚猛地闭上双眼 缓缓张开双臂 满头黑发 无风自动 经验值 30万零1622 99999 经验值 已经严重溢出到30万之巨 真 阳刚体内突然响起一声剑鸣 阳刚竭尽全力 操控着体内的剑鸣 放弃了 对体内脖杂能量的压制 实事求是的讲 阳刚体内脖杂能量 实在太多也太强 经验值 就是将这些力量的数字具象化 虽说阳刚 还不能完全掌控体内的剑鸣 可剑鸣与他体内脖杂的力量 本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此时随着阳刚主动收敛剑鸣 这种平衡终于出现了倾斜 然后被瞬间打破 那些脖杂的能量 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 滚滚而出 在阳刚体内疯狂肆虐 阳刚的肉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迅速膨胀 当膨胀到某个极限 在某个瞬间 砰 对一声 阳刚直接暴体而亡 徐来当时就梦了 不是 几个意思 还没开始打呢 你就直接暴体而亡死给我看 好家伙 徐来堂堂化身中期大修 从未见过这种打法 关键是 你折腾了这么久 就为了死在我面前 你到底屠啥 真特么就是为了死给我看 这特么 我不理解 但我大受震撼 定 消耗木属性本源之力 成功使用木属性术法 移花接木 实为之木 始生如孽 枯木逢春 移花接木 随着阳刚的声音响起 一个周身绽放着 木属性绿色光芒的小人 迅速凝聚 然后猛地爆裂开来 与此同时 阳刚刚刚崩溃的肉身 开始迅速重新凝聚而出 在凝聚的过程里 阳刚体内爆裂的博杂能量 迅速充斥全身 天机 雷炎 天雷双剑 合二为一 正 阳刚终于不再压制 天叔子留在他体内的剑意 汹涌而出 开始展现其原本就应有的真容 开始迅速切割那些博杂的能量 吞天魔弓 吸星大法 给老子吸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雷霆万钧 天机 雷声大作 阳刚猛地抬起头来 直视着徐来 宁笑一声 道 老狗 现在该轮到你了 咔嚓一声 一道惊雷从天降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天杰居然没有理会阳刚 而是直接轰向徐来 徐来整个脸都绿了 尖声道 天杰 丽飞雨 你居然想用天杰杀老子 你特么畜生 七千字 求票 还是那句话 不求花钱的打赏 只求免费的票票 诸位帅笔 记得丢投票 第152章 掌九天神雷 杀该死之人 天杰 是所有修士到了修炼后期最为忌惮 甚至完全可以说成是最为忌讳的事情 古往今来 死在天杰之下的天之骄子 以及呼风唤雨的顶级大能 不胜反几 数不胜数 甭管你的资质何等傲人 甭管你的手段何等逆天 在天杰之下 一视同仁 这也是徐来恨不得直接把阳刚大卸八块的主要原因 倒不是说阳刚可以操控天杰 没人可以操控天杰 哪怕阳刚身具雷属性资质也同样办不到 但 众所周知 修士在渡劫的时候 但凡是出现在渡劫修士一定范围之内的所有修士 都会被天杰认定为目标 天杰只能是修士凭借自身实力度过才算数 若是想着凭借人多势众 或者用顶级大能护法来强行渡劫 那纯粹是没睡醒 天杰会根据范围之内的修士人数 以及修为等级的增加 而增加 这也是天杰最让修士头疼的地方 如若不然 六大门派的天之骄子 再入原因的时候 由于资质过于妖孽而引来天杰 直接由顶级大能一拳轰碎天杰即可 如此一来 天杰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杨刚是雷属性 之前 他也一直在使用雷属性术法 雷霆万军 天空中本就雷声滚滚 乌云密布 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人能想到 杨刚居然会在战斗中选择杜劫 徐来的出现 当然不是为了帮助杨刚杜劫 更加不是再给杨刚护法 他是来杀杨刚的 可天杰不管这些 天杰六亲不认 他只需要确认 在杜劫范围之内 出现了其他高阶修士 他就必须要降下天雷 来惩罚这位高阶修士 而且 由于徐来的修为境界实在太高 他已经是化神中期 所以 此时天杰降下的精雷 根本就不是用来收拾杨刚的那种力度 而是化神期杜劫时 才会有的力度 事发突然 再加上徐来事先 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杜劫的准备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天杰降下的精雷 就已经直接砸到他脑袋上来了 说句不好听的 天杰是不讲感情的 他只讲规矩 在他眼里 杨刚在杜劫 徐来仗着自己修为高 居然想要坏了这种规矩 那就理应受到惩罚 而且是重罚 仓促之间 徐来根本来不及做其他事情 他只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 开启 元气盾 然而 想要用元气盾硬抗天杰 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哪怕徐来是化神中期 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哄 伴随着这声巨响 徐来的元气盾就跟纸壶的一样 被天杰降下的精雷 给当场劈了吸碎 包括徐来自己 也是被劈的浑身焦黑 当场吐血 如果说 雷属性是修饰所有属性当中 破坏力最强的 那么 天杰降下的精雷 破坏力之强 当属天下第一就这一下 徐来就已经被 彻底重创 跑 此时徐来心里头就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赶紧跑 跑出天杰范围认怂 不是向阳刚认怂 而是用逃离渡劫范围这种方式 向天杰认怂 几乎所有修饰在渡劫之前 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 并且 还得把自己的状态 给调整到最佳 然后才会去坦然面对天杰 就这 大多数修饰 还会死在天杰之下 可轮到他徐来 就厉害了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准备 就已经被天杰重创 在这种情况下 若是继续留在这里 他今日估计真的会死在天杰之下 想要活下去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选 那就是赶紧跑路 他想跑 然而 杨刚此次既然是选择九死一生 利用移花接木 不惜自报 请君入瓮 试问 他又怎么可能会放徐来轻易离去 这样一位化神中期 哪怕已经身负重伤 手段依旧太强 杨刚让徐来从容离开 就等同于是要让自己死 而且 徐来是真的不知道天杰会来 可杨刚从一开始 就是打算用天杰来强杀徐来 自然已经做好所有准备 也正是因为如此 在惊雷降临的那个刹那 杨刚就已经命令孙行者冲了上来 直接把徐来给强行拦住 话重点 修士渡劫的时候 是绝对不允许使用顺移 甚至直接撕裂空间逃跑的 这是天道规则 没有任何修士可以例外 如若不然 修士渡劫的时候 疯狂用顺移逃窜 天杰的劫云飘在天上满世界追 成何体统 对于杨刚来说 像徐来这样一位无法顺移 也无法撕裂空间的化神中期 虽然依旧棘手且可怕 但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再不计 他有孙行者 虽说孙行者现在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可问题的关键是 杨刚不是要用孙行者杀了徐来 他甚至都不是要打败徐来 他只是要留下徐来 他只是要把徐来 继续留在天杰范围之内 如此一来 留给杨刚可操作的空间 可就太大了 毕竟 孙行者生前是化神巅峰炼体士 哪怕无法发挥全部实力 可他那强横无比的肉身 却依旧还在 徐来这样一位 已经被天杰打得身负重伤的化神中妻 想要在短时间之内 打破孙行者的肉身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不只是孙行者 杨刚自己也掏出了威震天 带着七尊猿鹰傀儡 全部一股脑地冲上去 竭尽全力阻拦徐来离开 妈了 徐来整个都妈了 他堂堂化神中妻大修 他受不了这份委屈 可他又能怎么做呢 走又走不掉 杀又杀不死 最重要的是 天杰随时都会再次降临 不只是徐来 附近要王谷修士 也全都骂了 他们倒是非常想要出手相助 但 他们根本不敢贸然进入天杰范围 他们倒是可以用术法远程进攻 施以援手 可问题是 现在杨刚带着一群傀儡 跟徐来纠缠在一起 他们又如何出手 普通术法根本就奈何不了杨刚 可威力足够强大的术法 一旦扔过去 那就是范围进攻 万一误伤了他们要王谷那门长老徐来 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 于是 他们也是心乱如麻 只能大眼瞪小眼 一时间还真就想不出破局之法 与此同时 轰隆隆 天杰降下的惊雷 再次从天而降 而且这一次 天杰降下的不是一道惊雷 而是两道 一道砸向徐来 另一道精准无误的砸向阳刚 剑宗的剑之所以无法躲避 只能应接 就是因为寂静呼道 那是真正的天道 同样的道理 天杰本就是天道降下的惩罚 亦或者说是考验 更加不可能躲避 只能应接 能不能扛得住 全凭自己本事 金木水火土 五行齐聚 兵游火也 不及自焚 火 呼的一声 黑色魔咽 迅速自阳刚周身弥漫开来 紧接着便全部钻入阳刚体内 一闪即逝 黄中悔气 瓦府雷鸣 雷霆万军 阳刚根本就没有在原地等待天杰降临 直接化为一道蓝色电弧冲天起 一拳轰出 与精雷正面硬汗 哄 一声巨响之后 精雷被阳刚硬生生一拳轰碎 天雷的力量入体 阳刚非但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反倒是还非常舒服 叮 雷属性资质 加999 雷属性资质 加999 系统提升疯狂刷新 天雷 为阳刚的雷属性资质 提供了海量经验值 阳刚大致看了系统页面一眼 要是按照目前这个速度下去 他觉得这一场天杰度完 估计他的雷属性 会比其他五星属性 更早地直接突破到星耀段位 徐老狗 阳刚居高临下 俯看着徐来 宁笑道 你也不行啊 徐来 我特么 看到阳刚如此轻而易举 直接一拳轰碎天雷 徐来真的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如果说 针对阳刚的天杰 降下来的威力是100 那么 天杰针对他徐来 这样一位化神巅峰降下的惊雷 威力至少是1000 这特么 至少是足足十倍的差距 是至少 毕竟 任阳刚目前才只不过是金丹巅峰 任阳刚只是要入原因 可他徐来 却是化神中期修为 天杰的强度 只取决于修为境界 最让徐来憋屈的是 他目前不只是要对抗天杰 还要随时提防阳刚留下的那一堆傀儡 傀儡师杜杰是可以带傀儡的 这也是傀儡师另一个让人眼红的地方 但没办法 人家本身就是傀儡师 不带傀儡带傻 于是 徐来可就太惨了 一如此时 他刚刚应付天杰降下的惊雷 阳刚的傀儡孙行者 对着他后心就是一记 老全 剩下的七尊原鹰傀儡 更是接踵而至 这特么找谁说理去 实在太特么欺负人了 杀了他 徐来奸生道 你们还特么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把利飞鱼宰了 是 利飞鱼 哦 是的 在药王谷看来 杨刚就是利飞鱼 毕竟 杨刚之前留下的血字 就是用的这个名字 徐来的想法非常直白 既然短时间之内无法离开 那就想办法 先宰了杨刚 这天杰本就是针对杨刚而来 只要杨刚死了 天杰自然也就散了 到时候 他徐来自然而然的 也就可以顺利脱离天杰苦海 然而 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要王谷人多是众不假 可他们不敢进入天杰范围 就算他们使用术法 进行远程进攻 可杨刚又不傻 傻乎乎地站在原地等着挨打 那不是彪吗 法华罗盖 八面使风 疾风术 雷霆万军 在无法使用瞬移 以及撕裂空间的前提下 单纯拼速度的话 有疾风术加雷霆万军 杨刚完全可以说一句 在座的诸位通通都是辣鸡 更特么无耻的是 杨刚甚至还在自己身上 贴了一堆三品神行符 如此一来 他的速度已经快到一种 令人发指的地步 正如此时 他化作一道蓝色电弧 完美地规避了 药王谷所有术法 瞬息之间 就已经再次杀到了徐来身边 药王谷的进攻 再一次戛然而止 徐老狗 你好呀 杨刚操控着威震天 手持锯锤 对准徐来的天灵盖 劈头盖脸 就是一锤子 徐来微微眯了眯眼 张开元气盾 非但没有进行任何躲闪 反倒是直接硬扛 砰 对一声 徐来直接被杨刚一锤子 硬生生轰飞 在倒退的过程里 徐来动用所有手段 想要逃出天洁范围 然而 就在此时 杨刚却猛地再次出手 流水不服 护输不渡 水漫金山 爆 轰 一道巨大无比的水墓 骤然在徐来身后爆裂开来 化作洪水 把徐来给硬生生有轰了回来 徐来 与此同时 咔嚓一声 天洁再次降下惊雷 徐来当时就急眼了 不是 丽飞雨 你到底要多少天雷 才能结束渡截 咋还没完了呢 杨刚讥讽一笑 别急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至少需要熬过九道惊雷 才算渡截结束 请注意 我说的是至少 徐来 九道 还他妈至少九道 阳刚能不能熬过九道惊雷徐来不清楚 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 他自己绝对熬不到第九道 轰隆隆 天洁再次降临 这一次 与之前又有很强不同之处 准确地说 披向徐来的依旧是一道惊雷 可披向阳刚 却特么足足有三道 一道绿色 一道蓝色 一道红色 木水火三道惊雷 融为一体 化作一道三色天雷 直接轰向阳刚 徐来狂笑道 丽飞雨 你完蛋了 阳刚横了徐来眼 眼瞼一概吐出两个字 白痴 丽飞雨 完蛋与否 跟我阳刚有什么关系 再者说了 你徐老狗天真的以为 三道惊雷就能要了我阳刚的命 未免太过天真 阳刚不是第一次渡劫 他已经有充足的渡劫经验 上一次的时候 他连七色天劫都见过 区区三色惊雷 又算得了什么 雷霆万君 阳刚面无巨色 深化雷霆 一蹴而就 直接把三色天雷一拳轰碎 徐来浑身僵硬 整个人甚至都出现了瞬间的茫然 拜托 这可是天杰 是让无数顶级大能 都头皮发麻的天杰 你阳刚居然如此不放在心上 这特么像话吗 若是天杰当真如此简单 何至于让那么多顶级大能 弹之色变 然而 对于阳刚来说 杜杰就是如此的简单 虽然他现在只是金丹巅峰 可他是在重修 他本身修为 曾经是货真价实的原因 更何况 如今他不惜自曝 以 移花接木 又活过来 他体内的那博杂且庞大的能量 在建议的切割 与吞天魔宫的吞噬之下 化为己用 正在为阳刚提供 源源不绝的能量 轰隆隆 天道似乎感知到了阳刚的强横 这一次 直接降下金木水土 火五色金雷 五行齐聚 紧接着 是七色 最后甚至丧心病狂道 直接一股脑降下九色天雷 天威浩荡 如何破之 以权破之 阳刚是法体双修加五行齐聚 可从头到尾 他始终更加擅长 也更加喜欢拳拳到肉的进展 亦或者可以理解为 法体双修的阳刚 本就是传说当中 可以一拳打死人的进展法师 出拳 面对天劫降下的雷霆 阳刚只做一件事 就是出拳 不停地出拳 三色天雷一拳灭之 五色天雷同样也不是例外 七色天雷依旧如初 最后 连威力最强的九色天雷 同样被阳刚一拳灭杀 一拳一拳又一拳 这一刻 阳刚在药王谷所有修士心中 都永久地留下了一个 无比强横的印记 用如此狂野的方式 强行肚竭 让所有修士 皆震撼到了极点 而且 也正是因为阳刚的强悍 才凸显得徐来玉 发狼狈 与阳刚的轻松 惬意不同 此时的徐来 已经是衣衫蓝绿 面色苍白 气息紊乱 事实上不只是他 这几乎是药王谷 所有毒药师面 对天劫时 都会出现的窘境 这甚至是药王谷 始终无法 与六大顶级修真门派 并肩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 因为六大门派 不管是练体式 还是练气式 包括修儒道的书院 以及佛门玄空寺 宗门之内 都有自己压箱底的 强大手段神通 可药王谷有什么 药王谷 最大最强的手段 就是丹药 就是毒丹 不可否认 毒药师 在修炼过程的大前期 占尽了便宜 只要会炼药就不缺原石 只要会毒丹 就可以杀敌 可越往后 毒药师的弊端 被放大的就会越强 比如拿杜杰来说 药王谷的毒丹 可以毒杀修士 但 能把天劫也给毒死吗 很明显 那绝不可能 天劫降下的惊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本就是死物 你药王谷的毒丹 还能咋毒死天雷 药王谷的毒药师 本就习惯了用毒 而且最强的进攻手段 同样也是毒 结果却在面对天劫时 几乎被天劫完美地 规避了所有最强的 死消彼长 自然就会把毒药师的弊端 给无形放大 六大门派 则恰好相反 尤其是最富盛名的剑宗 与玄空寺 剑宗的剑 玄空寺的金刚神功 不只是修士 厮杀之时 威力强大 在面对天劫时 同样也会格外从容 而且 这还只是天劫 其实 在修士厮杀的过程里 尤其是高阶修士 总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最大限度的削弱 甚至免疫药王鼓的独单 虽说药王鼓修士 同样也有各种 五花八门的手段 可独单 才是他们最为擅长的 这是事实 用打游戏的话来说 药王鼓 就属于典型的 前期发育迅速 但越是到了中后期 就越是后继乏力 药王鼓这种修炼方式 就注定了 他们当中大多数 只能在低端局 在排位赛里 药武扬威 一旦到了真正的 高端局巅峰赛 药王鼓大多数人 就会沦为被虐的小阿菜 当然 凡事都有例外 药王鼓里也有 真正将独到 修炼到极致的独王 以及所谓的独尊者 这也是药王鼓 虽然始终无法 与六大顶级修真门派并肩 但在整个修真世界 却依旧可以排名第七 依旧不是普通宗门 可以比你的超然存在的 主要原因 然而 杨当面前 这位所谓的清风徐来 虽然已是化神中期 可他很明显不是独王 更不是什么独尊者 他就是纯粹的一个 只能靠着修为境界 足够高来欺负人的小阿菜者 才是他面对天劫时 会如此狼狈的主要原因 显然 杨刚赌赢了 之前那蓝东阳 曾经劝说过杨刚 不要主动现身 他甚至一度认为 杨刚主动冲进 有化身修士坐镇的 药王鼓包围圈 纯粹是自寻死路 然而 事实证明 杨刚既然敢主动一头撞进来 他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还是那句话 杨刚最为擅长的 就是杀戮 这里所指的杀戮 不只是技法 不只是杀人的艺术 最为关键的 是杨刚可以充分利用 所有对他有利的条件 天劫 就是杨刚亲自挑选的战场 指护的原因 那也是原因 更何况 徐来是化身 正常厮杀 杨刚只是一个金丹巅峰 秀为差距实在太大 他根本不可能是徐来的对手 哪怕有再多傀儡都没用 但 他虽然无法操控天劫 可他却成功让天劫 做了他最大的帮手 是真正的杀戮的艺术 此时此刻 随着杨刚一拳强势 将九色天雷轰碎 天道洗礼迅速从天而降 与此同时 杨刚体内那些博杂的能量 也已经开始疯狂转换 被吞噬 被吸纳 定 雷属性资质 加999 恭喜 您的雷属性资质 正式突破到星药断位 恭喜您觉醒雷属性术法 雷动九天 掌九天神雷 杀该死之人 杨刚周身雷鸣大作 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无匹的气势 自杨刚周身冲天起 这一刻 杨刚正式重回原音 他沐浴在天道洗礼当中 居高临下 俯瞰着正打算逃跑 却被孙行者死死抱住的徐来 面无表情说道 装完逼就跑 就已是非常过分的事情 现在 徐老狗 你还没装完逼就想跑 你可以跑 但你的脑袋 必须得给我留下来 雷动九天 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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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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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